虽然像前妻索要物品很难为情 但为了活命 严守一也没有别的办法 此时两人面对面坐着 都有些不好意思和尴尬 必须结婚才能拿到的东西 李琴儿皱着眉头努力思考 但她觉得自己压根就一无所有 尤其是离开了李家以后 她连自己究竟是谁都有些搞不清楚了 见到李琴儿这副模样 严守一也不想逼她 于是她说道 我大概三天后离开荣城 在那之前 你要是有什么线索 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 说着她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李琴儿看着纸上的一串号码 默默地收下了 或许是奢望吧 她依旧不想彻底和严守一断了联系 兴许以后自己再遇到什么无法解决的困难 还可以寻求严守一的帮助 尽管很难为情 但沦为普通人的李琴儿 光是生存就要拼尽一切了 遇到杨洁这样的人 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意识到普通人的生活有多么困难以后 即便和严守一见面尴尬 李琴儿也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正在严守一打算离开的时候 李琴儿忽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说道 如果你想要的东西 不是李家的东西 而是我自己的东西的话 或许我知道是什么了 是什么 严守一赶忙问道 只见李琴儿拉开了领口的拉链 严守一赶紧将头偏到一旁去 能让自己活命的 该不会真的就是李琴儿的真操吧 要真是这样 那这命运可就有点弄人了 要是真的和李琴儿发生了关系 自己肯定对不起林子彤了 而要是不那么做的话 就更无法和林子彤长相厮守了 该死 为什么老天爷要如此作弄我 严守一已经开始感慨和愤怒了 却见李琴儿从衣服里扯出了一块玉 天气已经转凉 而欲要贴身存放 这才有了李琴儿扯拉链的动作 害得严守一一通胡思乱想 你脸色好像很奇怪 突然怎么了 李琴儿疑惑道 严守一干咳两声 没 没什么 你说的那物件 该不会是你这块玉吧 李琴儿将玉取了下来 捧在手心 缓缓说道 如果你要的是属于我的东西的话 或许只有它了 当年我冒名顶替 去到李家成为李琴儿 吃的用的穿的都是 李家人给我买的 唯独这块玉 是我自己带进李家的 这是一块手心玉 记忆中似乎是我奶奶留给我的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随身携带 从未离过身 严守一征求道 能给我看看吗 嗯 李琴儿将手心玉 交到了严守一的手中 严守一拿起手心玉 仔细观察 这块手心玉的材质 是羊枝白玉 质地温润 晶莹剔透 上面还带着李琴儿的体温 和少女淡淡的体香 手心玉被雕刻 成了一尊神像 但看不清楚神的具体模样 所以严守一 无法分清这块玉的用途 以它的角度来看 这块手心玉价值不菲 但并没有其他的什么特殊功效 完全无法和红神伞 东王葫芦 斩破刀这样的宝贝笔 它只是一块普普通通 价格比较昂贵的玉罢了 观察一番以后 严守一大失所望 他觉得 这块玉 应该不是他要找的东西 见严守一的表情失望 李琴儿也有些失落地低下头 除了这个 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他为自己无法帮助到严守一 而感到失落 不过就在严守一 打算将手心玉还给李琴儿的时候 他的心里忽然一动 好像心上系了一根绳子 有人在另一端扯了一下似的 他很快反应过来 是与自己心意相通的木鸟三元 在悄悄地提示他 难道这块手心玉 还有自己看不出来的神奇之处 人的洞察力 其实要比动物的弱很多 更别提示三元这样 拥有人类的意识和思考能力 又拥有动物的洞察力的存在了 所以 严守一本能地选择相信三元 认定这块手心玉 就是自己要找的东西 他不是 你要找的东西吗 李琴儿低声问道 严守一摇了摇头 说道 我还不确定 但应该就是他了 你能把这块手心玉让给我吗 这块手心玉 毕竟是李琴儿的传家宝 甚至是他奶奶留给他唯一的东西了 要把这样的东西 从李琴儿手中夺走 严守一心里 还有几分愧疚 但李琴儿却说道 我既然拿出来了 自然就做好将它送给你的准备 手心玉虽然是奶奶留给我的 但毕竟是一个死物 我也得放下过去 向前看了 所以如果他对你有用的话 你就把他拿走吧 如此豁达的李琴儿给严守一省去不少烦恼 严守一干脆地收下了手心玉 又问道 我也不白拿你的 这样吧 我给你算一挂 保证灵验 随便你想算什么都行 这种机会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李琴儿当然也知道机会的珍贵 他笑了笑说道 我只要七个数字 算准了分你一半 严守一一愣 李琴儿这是在和自己玩梗呢 刚才他和龙飞城不就是这样戏弄杨洁的吗 严守一咳嗽两声 如果你想算财运的话 算财票有点直接了 我可以告诉你 到哪去能让你发财 我开玩笑的 李琴儿眨眨眼睛 我没什么要算的 难道你对自己的未来一点都不好奇 比如说 吉凶 财运 姻缘 严守一还以为李琴儿是不好意思让自己出手 他又补充道 其实算一挂对我而言不是难事 也没有什么损失 纯粹只是不想白拿你的东西 我知道 李琴儿摆摆手 微笑着说道 但只有迷茫的人 才会需要你们来给他们指一条明路 但我现在一点都不迷茫 虽然我离开了李家 一时住行都成了问题 但我已经想好 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了 所以 你不用太过放在心上 听了李琴儿的话 严守一竟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没想到短短这些十日 李琴儿竟然领会到了这么多人生哲理 似乎他一下 就活明白了 这样也好 多少人忙碌了一辈子 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 到底是什么 浑浑噩噩直到死 甚至连此时的严守一 都没办法做到 像李琴儿一样豁达 他还有很多疑惑没有解开 更有诸多的事没去完成 对自己的未来 甚至一点把握都没有 他羡慕地看了李琴儿一眼 说道 这样挺好的 也多亏了你 比起在李家的日子 我觉得现在的日子 活得更真实 李琴儿笑道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拿一件东西 与你交换 严守一想了想 在夸包里摸索了一阵 最后摸出了一道 折成了三角形的平安符 这是一道平安符 其他的作用没有 只是能保你平安 替你挡一些灾祸 作用也许和你的 守心玉是一样的 严守一介绍道 李琴儿思考了一阵 点头接过了平安符 那我就收下了 谢谢你 该我谢谢你才是 严守一不喜欢欠人情 用平安符换了守心玉以后 心里擦好受一点 他起身说道 我的事情也办完了 这就离开了 祝你往后的日子 一帆风顺 平平安安 李琴儿的瞳孔略有所动 最终露出一抹惊艳的笑容 对严守一说道 也希望你和林子彤 长长久久 再见 再见 严守一转身离去 没有过多的留恋 李琴儿在望了一眼 严守一的背影以后 也恢复平常的神态 默默地低下头 继续工作 两人就好像 再普通不过的朋友 在一间普通的包子铺里偶遇 然后笑着冲 对方点头微笑一下 打了个招呼又分开 一段姻缘 就此结束 好在双方都十分洒脱 没有纠葛和遗憾 走出包子铺 严守一拍了拍蹲在路边 一口包子一口咽的 龙飞城的肩膀 龙飞城回头看了一眼 你们聊完了 嗯 结束了 严守一点点头 龙飞城笑道 这要换作是我 准得打个分手炮再走啊 严守一气地踢了龙飞城一脚 胡说什么呢 我可是有家事的人 再说了 你和陆采薇也没结果了 我也没见你去找他 打什么分手炮啊 龙飞城伤心道 什么分手炮啊 我连本蕾打都没上呢 我和平安大厦 那位女鬼姐姐的进度 都比何采薇的高 看龙飞城如此伤心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 真是什么为爱而伤的好男人了 只有严守一对龙飞城之根之底 如果陆采薇是个女海王的话 龙飞城就是个海神 毕竟 他还有着把失足妇女喊来宾馆 先消费一番 再和对方打牌 最后将钱给赢回来的光荣事迹 陆采薇要是侦探上了龙飞城 不出三年 指定从宅男女神变成怨妇一个 所以他俩有缘无分是好事 龙飞城这样的人 只适合遇到一个 能管得住他的女人 也许只有当那个女人出现 龙飞城才有变成富豪的可能 严守一拍了拍龙飞城的肩膀 说道 咱们在晃得安静的地方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龙飞城赶紧捂着自己的口袋 我没钱了 真没钱了 坐公交的钱总有吧 就两块钱 你想怎样 走 去西湖一趟 那里现在不管怎么说 也是我的地盘了 总能寻到一片安静的地方吧 于是 两人就在路边的公交站上了车 三站路后 到了西湖边 西湖水早已经恢复 平静得好像一面镜子 完整地映出了蓝天的模样 秋季到来 戎城西湖一年一度的菊花展又开始了 此时西湖公园内人来人往 好不热闹 看着如此热闹的西湖 龙飞城默默地说道 今天这偌大的西湖 可能还真就寻不到一片安静的地方了 严守一叹了口气 倒也不是没有 算了 你跟我来吧 龙飞城一头雾水地跟着严守一 挤进西湖公园 随着人潮走了几百米的路 在西湖边上 严守一带着龙飞城 通过一道廊桥 来到了一处游客静止入内的地方 门外还有两个西装男把守着 严哥 这里是游客静止入内啊 咱们来这真的好吗 龙飞城紧张地问 怕什么 跟着我就对了 其实这个入口不是别的 正是西湖雅居的入口 西湖雅居曾经属于李家 但现在属于他们严家 严守一过来天经地义 谁也不能拦他 你好 二位先生 这里是非游览区 请二位调头回去吧 西装男十分有礼貌地劝说道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这里头通往西湖雅居吧 我要进去一趟 你通知里头的人 给我腾出房间泡好茶 去自家的地方 严守一当然要用主人家的语气说话了 只不过西装男显然没明白严守一的意思 西装男小心翼翼地问道 敢问您是 我姓严 你大可以打电话问问西湖雅居的经理 看他认不认识我 严守一答道 西装男也不敢怠慢 毕竟普通人压根不知道西湖雅居的存在 眼前这位年轻人能说出西湖雅居四个字 已经说明了他不是普通人 于是他立刻电话联系西湖雅居的经理 经理一听是姓严的年轻人来了 语气居然都有些惊慌起来 姓严 难道是咱们西湖的新主人 你快快放他进来 我这就出来接他 千万不能怠慢了 西装男听后大为吃惊 什么时候西湖换主人了 难道不在是李家了吗 挂断电话以后 西装男在看严守一的眼神里头 充满了震惊和好奇 严先生 您快请见 他拱着腰让开了路 严守一点点头 默默地走了进去 龙飞城愣了愣 赶紧跟上 原来拥有西湖雅居是这样的感觉 不管谁都对你点头哈腰 走到哪儿 都没人赶来你的路 严守一心里叹了口气 难怪金钱和权力 会让那么多人迷失双眼 因为这两个玩意儿 真的能让人感觉很舒坦 享受过金钱和权力的人 有几个能回归初心 忍受住那些诱惑呢 严先生 西湖雅居的经理 一边穿鞋 一边往他的方向跑来 模样有点诚惶诚恐 显然是因为 对严守一这个西湖的新主人 还摸不太透 西湖雅居的经理 这急忙慌地 跑到严守一面前 还没站稳身子 就立马给严守一 来了个90度的弯腰鞠躬 这份热情 别说是龙飞城了 严守一也从未体验过 只见经理满脸堆笑地说道 严先生 我们早就收到消息了 西湖现在 从李家移交到 历城林家手中 但其真正的幕后主人却姓严 不知您是严家的哪位大人物 这次来西湖雅居 有什么吩咐 显然经理得到的消息 少之又少 他只知道 西湖现在的主人是严家 却不知道 严家到底有几口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什么来历 殊不知 经理想象中 那种可以立压里家的 超级大家族 其实就只有严守一 和他老爸严守两个人而已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我叫严守一 我爸叫严守 严家 就只有我和我爸两个人 所以 你只要记住 我们俩的名字就可以了 经理听后 大为吃惊 能从西湖里家 夺走西湖的大家族 竟然只有两个人 这是什么操作 但短暂地吃惊以后 经理立刻恢复正常 连忙点头 是的 严先生 其实咱俩 不是头一回见面 严守一说道 记得吗 上次有个女孩 把我的鞋子扔进了西湖里 最后李佩华替我捡了回来 经理瞳孔骤然一缩 让李佩华亲自到西湖里捡鞋子 已经十分害人听闻了 但经理却还联想到了另一件事 正是这位年轻的严先生出现的那一天 西湖断流了 西湖断流和严守一的出现 很难不联系到一起 那天严守一生气的模样 正如西湖断流时一样吓人 经理又明白过来 当初胆敢叫李佩华 去淤泥里捡鞋子的年轻人 当然也有本事 把西湖从李佳人的手里抢过来 想到这儿 经理对严守一更加尊敬佩服了 如果说之前他服务的李佳 是一棵苍天大树 那么此时的严守一 在经理的眼中 简直就是一片森林 严家必定是比李佳厉害数倍的存在 严先生 您这边请 我这就让人清空西湖雅居 把最好的茶给您送过来 经理激动地说道 严守一摇了摇头 不需要清空 只需要给我们安排一间安静的包房就可以 我和我的朋友处理一些事情就离开 严先生果然清明 那您请跟我来 经理忍不住拍起了彩虹屁 顺着横跨西湖的水上长廊 严守一和龙飞城 跟在经理的后头 往西湖雅居走 龙飞城并没有来过西湖雅居 此时的他已经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了 他张着嘴巴半天 等到大家都走了一半的长廊后 才憋出一句话来 严哥 还是你牛逼啊 没什么牛逼不牛逼的 我倒是觉得这西湖雅居拆了更好 西湖本来就属于荣城百姓的 没理由让我们这些外来人 享受这儿的风水 严守一顿了顿 说道 回头我就让我爸把西湖雅居拆了 龙飞城对严守一竖起大拇指 严哥 你这话纯属法尔赛 虽然我知道你是认真的 但听完只会觉得你更牛逼了 西湖雅居造价不菲 严守一一句还给老百姓 说拆就拆 岂不牛逼吗 走在前头的经理 耳朵竖得比兔子还高 自然听到了严守一说 要拆西湖雅居的事情 他可是西湖雅居的经理 在这干了十来年了 哪能让严守一拆了西湖雅居啊 所以经理立刻说道 严先生 不知您有没有读过一首诗 叫做《山坡羊同关怀骨》 龙飞城抢着说道 这玩意儿我读过 李白写的吗 是张养浩写的 严守一无奈的纠正道 经理笑道 看来严先生果然读过 这首诗曰 伤心情悍惊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心百姓苦 王百姓苦 您觉得如何 严守一摸了摸下巴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龙飞城则是全然 将这些诗句抛在脑后 拿出手机自拍起来 只见严守一揣摩了一阵 忽然对经理露出笑容 你叫什么名字 比人无大胆 经理也笑了 吴经理 您说得不错 这西湖雅居不拆了 严守一到 不过 咱们要将服务平民化 价格放低一些 对普通百姓开放 一楼用来参观赏西湖 二三楼再给客人泡茶聊天 吴经理弯下腰 都听您的 这个吴经理 别看他顶着个啤酒肚 其实肚子里 还是有不少墨水的 他一听说 严守一要拆西湖雅居 虽然心里反对 却不敢直接说出来 而是借用张养浩的诗句 来提醒严守一 拆除西湖雅居 纯属劳民伤财 严守一很快就 品出吴经理的意思 顺着台阶 就给出了更好的解决方法 双方都保住了面子 只有龙飞城 完全不在乎 这西湖雅居拆不拆 更没有听出 两人对话中的意思 不过经过这一件事 严守一对吴经理刮目相看 觉得他是个人才 小插曲过后 严守一一行人 来到了西湖雅居 推开门 里头有熟悉的 服务员跪坐在地上 准备给客人换鞋 龙飞城见状 支支吾吾的半天不肯换鞋 他红着脸说道 严格 你怎么不早说要脱鞋啊 早知道我洗个脚再来了 吴经理立刻吩咐服务员 拿来干净的一次性袜子 给龙飞城套上 再臭的脚也都闷在里头了 上了三楼 熟悉的清 但 雅三个包房 严守一挑了个担字包箱 便走了进去 龙飞城紧跟着进来 关上门以后 美滋滋地对严守一说道 严格 咱们迟几天再走吧 这西湖雅居真不错 好歹让我带几个妹子 来参观参观 指不定我就脱单了呢 严守一笑骂道 你有这功夫 还是赶紧把你的脚气制一制吧 我这脚气 可是有妙用的 龙飞城骄傲地说道 约小姐姐打牌的时候 我就把鞋袜一脱 熏得对方只流眼泪 我就可以 趁机出老千了 严守一 龙飞城不愧是人间极品 严守一自愧不如 龙飞城又坐直了身体 好奇地问 咱这神神秘秘地到这儿来 到底要干啥呀 严守一没有回答 而是赶紧拿出了 从李琴儿那里换来的守心玉 这玩意儿 可是关乎他生死性命的东西 如今严守一真是捧在守心怕坏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都不敢在街上拿出来 生怕被人给抢走 所以他才要挑一个 安静又没人的地方 拿出来好好研究研究 在严守一和龙飞城 进入担子包房没多久 两位身穿黄色道袍 头顶黑帽的道士 阔步走进西湖雅居 带领他们二位的是 荣城有名的前客 也就是专门扮演中间人 利用人脉赚钱的家伙 这名前客 在荣城有一定的影响力 和诸多业界顶流人物都有来往 也是西湖雅居的常客 吴经理刚刚提言手艺安排好茶水 出来便遇到了这名前客 便热情地打招呼 哟 老书人 您又来喝茶赏西湖美景啊 那名前客站位往后靠了靠 似乎在刻意突出 两名黄袍道士的地位 他笑道 今日不赏景 只带客 这二位大师才是主 今天下午 他们二位便在你们西湖雅居歇歇脚 顺便招待一些客人 你把担子包房 给他们腾出来便是 吴经理哀忧了一声 不太凑巧 担子包房刚刚给我们西湖的主人使用了 要不我给你们安排雅兹包房 雅兹包房一样可以欣赏西湖美景 而且面朝乌山 视野也是极好的 前客过去常去担子包房 今天被人给占了 还有些不开心 但一听占用的人是西湖的主人 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但为了在两位道士面前体现自己的人脉 前客便说道 李家的李佩宗先生也在 不知他是否方便 一会儿我去窜窜门 蹭点茶水喝 哪知吴经理笑着说道 您有所不知 我们西湖前几天刚刚一主 现在西湖不姓李了 姓妍 啊 前客一愣 随后满脸尴尬 他可就是靠贩卖消息为生的 结果西湖一主这么大的事 他都不知道 在二位道士面前 可是丢脸丢大了 这就好比你踢着枪上战场 却不知道战争早就结束了 不甘心的前客追问道 哪个严家 我怎么没听说过 荣城有这么厉害的家族 这您就别打听了 能从李家手里 抢西湖的家族 岂是等闲之辈 吴经理满脸骄傲地说道 但我可以私下告诉你一条消息 还记得前不久西湖断流的事情吗 那就是我们严家的少主干的 前客满脸震惊 他怎么做到的 是堵了上游的水 还是挖了下游的滴啊 这不对啊 西湖水眨眼的功夫就干涸了 就算是挖通了地下河 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消失吧 打住 打住 吴经理笑道 我能说的只有这么多了 其实吴经理 也有几分炫耀的成分在话里头 以前李家已经够厉害了 现在的严家比李家更嚣张 他哪怕只是严家的一条狗 也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 此时可不得骄傲吗 前客忍不住扎舌 对这突然冒出来的严家 越发地好奇 心里打定主意 一定要了解一番 而站在前客身后的两名道士 之前一直未曾开口 此时却好似忍不住了 其中一名道士开口问 你说的那严家 不是本地人吗 吴经理这时才想起打量来者 两名道士 一高一矮 两者看起来都至少四十岁网上了 下巴都有些零碎的胡渣 头发也乱糟糟的 看他们风尘仆仆的模样 似乎才到荣成不久 之前都在赶路 高的那名道士 脸上有一道纵横的刀疤 看起来有些触目惊心 难以想象 当初这伤有多重 才能留下这么害人的伤疤 矮的道士长得平平无奇 没什么特点 只是背着一个剑侠 吴经理顿时明白 他们为什么风尘仆仆了 应该是因为 带着管制刀具 过不了高铁站和机场的安检吧 一瞬间分析了一番 两名道士的身份 吴经理滴水不漏地回答道 严家十分神秘 就连我也只见过少主两回 还没见过严家的家主 所以我也不清楚 他们是不是本地人 道士还想打听些什么消息 但前客却打断了他们 两位大师 咱们还是赶紧上楼去吧 一会儿各大老板就要来了 咱们也该开开张了 道士一皱眉 只能点头 在副经理的带领下上了楼 只是路过三楼 但自包房时 两名倒是还是不约而同地 盯着房门看 好像要透过房门 看到里头的模样似的 入座包房后 两名倒是看到 这戎城西湖美景 也不由地感慨 于航西湖假天下 这戎城西湖也不差 不知那严家到底是什么背景 竟能坐拥西湖 着实令人羡慕 前客拍马屁道 您二位此话就谦虚了 严家不过只是 有一片小湖罢了 您二位有的可是昆絮山哪 一座湖 乃能和一座山比 两名倒是摇头一笑 前客只是个凡夫俗子 哪能看出 戎城西湖的厉害之处 它不仅仅是一片 处在城市中的湖 更是戎城风水的汇聚之处 谁要是拥有了西湖 那就相当于拥有了戎城的气韵 所有的戎城百姓 都与戎城西湖气韵相关 只要百姓还在 西湖的气韵就不会断 西湖的主人家 便能够经久不衰 而他们生鲜惯坐落的昆絮山 方圆百里 连个屁都见不到 哪有什么气韵 不过是其他门派 看不上眼的山疙瘩罢了 所以两名倒是 对拥有西湖的严家 可谓是实名羡慕了 前客刚拍完马屁 就接到了一通电话 他点头哈腰了一阵 挂断了电话便说道 二位大师稍等片刻 前来找您二位算财运的老板 已经在外头了 我这就去把他们迎进来 高道士点点头 说道 我们出来戎城 人生地不熟 多亏了你做中间人 届时我们算命所得 分你三成 前客文言大写 那我就先谢过二位大师了 说完 前客夹着包下楼 迎接老板去了 等前客走后 两名倒是对视一眼 都忍不住 望向担字包房的方向 师兄 你也感应到了吧 矮倒是沉生说道 高道士微微汗手 淡淡的湿气 淡淡的煞气 淡淡的檀香 还有浓浓的角气 矮倒是皱着眉头说道 这拥有西湖的炎家 看起来不是什么普通人 难不成是民间的赶尸人 可这檀香 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民间短法教派 不是都有着五壁三缺吗 他们竟还敢霸占西湖的风水 这是不要命了吗 矮倒是满脸的疑惑 那高道士醒了醒鼻子 说道 还是别秀了 隔壁的角气太辣眼睛了 要想知道 这炎家少主的真面目 一会儿咱们去会会他不就得了 矮倒是揉了揉眼睛 迟疑了一下 说道 师兄 你说那炎家会不会是 你说炎百祥一脉的鲁班传人 毕竟炎姓不是什么大姓 说不定就让咱们遇到仇人了呢 矮倒是道 高道士摸了摸下巴 当年炎仇那一刀 差点要了我的命 等我伤好了 他又退隐江湖挽起了失踪 我找了他十几年 就是为了抱当年的血恨 要是真在这龙城遇见了 我断然要取他性命 矮倒是点点头 那一会儿 咱们就去挥挥隔壁的炎家少主 炎首一全然不知道 有两位来自于昆絮山生仙冠的道士 就在他隔壁的包房 而这两位道士 还是他老爸的生死仇敌 他们一边游历天下 帮富豪算命积累财富 一边寻找炎仇的消息 只为报仇血恨 而炎首一此时 还捏着李琴儿的手心玉 认真揣摩着 不管怎么看 这玩意儿 都只是一块普通的玉啊 炎首一满脸费解 一旁的龙飞城瞄了一眼 忽然面色一变 炎哥 这该不会是 炎首一差一道 你认识这块玉 当然认识了 龙飞城激动地点头 炎首一感到十分意外 盲问道 那你说说 这玉有什么不同 只听龙飞城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块玉不同之处在于 它特别贵 以我多年的江湖经验来看 这块玉色则饱满温润 造型浑然天成 水头十足 必定是上好的羊之玉 总而言之就是 卖得贵 值钱 龙飞城笑道 要不你把这块玉给我 我拿去黑市上卖了 咱发家致富的本金 不就有了吗 去你的 得亏是炎首一坐着 若是他站着的话 绝对要给龙飞城来上一脚 他还以为龙飞城 知道这块守心玉的神奇之处呢 炎首一道 这块守心玉是 李奇儿给我的 当年我父亲利用了你师父 你师父用巨大的牺牲 给我指明了一条活路 现在看来 那条活路的线索 就在这块守心玉里头 这块守心玉的线索 最后居然和龙飞城 也搭上了关系 龙飞城顿时认真起来了 他瞧着这块玉 现在反而觉得 没什么不同之处了 但一想到 就是这块普普通通的守心玉 害得他师父晚年凄惨 龙飞城又觉得十分不值 要不是这块玉 能就炎首一的性命 龙飞城现在就能给他砸了 炎首一找不出线索 只能将三元放了出来 三元 你看看 这块玉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只见三元一蹦一跳 来到了桌上的守心玉旁 随后低下脑袋 用自己的绿豆 大黑漆漆的眼珠子 贴着守心玉的中心 炎首一见状 顿时悟出了什么 连忙拿起守心玉 放在自己的眼前 他闭着一只眼睛 另一只眼睛 透过守心玉看去 下一秒 炎首一豁然开朗 原来如此 竟然是这样 什么什么 你看出什么来了 龙飞城见炎首一突然兴奋 他也跟着激动起来 这神秘的守心玉 在炎首一的眼里 是救命的东西 在龙飞城眼里 就和寻宝的藏宝图差不多 诱人得很 炎首一一边盯着守心玉看 一边说道 这块守心玉里 被不知何人 用超高明的手法 融入了几颗钻石 这些钻石在阳光的折射下 就好像星星一般 在守心玉中闪烁 将守心玉放在眼前 便可以透过守心玉 看到其内藏的星图 我丑丑我丑丑 龙飞城抢着看 结果捏在眼前看了半天 也没发现什么星图 炎首一赶紧 又抢了回来 生气道 这可是关乎 我性命的东西 要是把它给弄碎了 你就陪我一块走黄泉路吧 龙飞城甘笑两声 道 那我可不碰这玩意儿了 不过 我刚才咋没看到星图呢 会不会是你最近 肾功能不太行 影响到视力了 炎首一道 肾虚的一个症状 就是眼花 不 不会吧 龙飞城心虚道 我可好久都没约小姐姐了 打手炮更伤身体 炎首一回过头 继续观察着守心玉中的星图 其实 根据星图的排列位置 很轻松地便能推算出来 此乃北斗七星的星图 北斗七星 分别为天书 天玄 天机 天拳 玉衡 开阳 摇光 七颗星星连接起来 酷似古时候的人们摇九的九斗 因此才被命名为北斗七星 只是让炎首一感到困惑的是 光有星图有什么用 这和他的死结八竿子都打不着关系 看了半天 炎首一也没有更新地发现 他不由得有些泄气 寻思着 要不回头把守心玉交给他老爸瞅瞅看 就在这时 炎首一的口袋忽然剧烈地抖动起来 他慌忙翻出来一看 竟是收容着张山通的那块樱幕 他赶紧将张山通给释放出来 一缕青烟从樱幕中飘出来 缓缓化作张山通的模样 只见张山通伸了个懒腰 打着哈欠说道 这一觉睡得 舒服 自打几天前 张山通收拾了白沐浴以后 就一直在炎首一的樱幕里头沉睡 导致炎首一都来不及问张山通 到底是怎么收拾的白沐浴 此时张山通终于苏醒 炎首一正要问话 张山通反而先问道 现在是什么日子了 白沐浴死了几天了 炎首一回答了之后 张山通吃笑起来 那白沐浴当时还因我不是鬼王而看不起我 结果被我打得满地爪牙 最后把他打得魂飞魄散 金魄被我吸了个金光 还爆出了好多宝贝 我当时急着消化他的金魄 捡了不少宝贝回来 只可惜弄丢了一把红色的油纸伞 不知那伞现在在何处 炎首一笑了 那红神伞后来被狗道士捡到了 又借花献佛 送给了林子彤当见面礼 炎首一看破不说破 没有将实情说出来 否则肯定落了狗道士的面子 反正红神伞也是要送给林子彤的 目的达成就行了 张山通随手一甩 将之前白沐浴爆出来的装备 全都丢给了炎首一 这其中 也包括了之前白石洗的东王葫芦 还有白沐浴十分看重的一本破旧古籍 面前堆着一堆宝贝 炎首一不由地问 干爷爷 这么多宝贝 您不挑几件 张山通白了炎首一眼 你这一代鲁班传人 真是混得不咋地 就这还宝贝呢 要是放在当年我和你爷爷的时候 这群垃圾扔路边 我们都不会看一眼 炎首一甘咳两声 尴尬道 那我爷爷死的时候 怎么没把他收藏的宝贝传给我呀 妈的 说起此事 我就来气 张山通怒道 你爷爷把我和他一起收藏的全部宝贝 都给你奶奶当聘礼了 你奶奶家 也是只进不出的货色 宝贝照单全收 一件回礼都没有 就你爷爷傻乎乎地高兴得不得了 两手空空一穷二白地娶你奶奶回家 听张山通这语气 要多怨有多怨 好像不是炎首一的爷爷抢走了张山通心爱的女人 而是炎首一的奶奶抢走了张山通心爱的男人一样 一旁的龙非诚 可是个管不住嘴的肘 他看了看炎首一 又看了看张山通 不由得露出震惊的表情 炎哥 炎哥 龙非诚小声道 你认他做干爷爷 难不成是因为 他和你爷爷有不可告人的恋情 就在这一刹那 包房里的温度瞬间下降了几十度 张山通身上燃烧着幽蓝色的鬼火 而龙非诚面前茶杯里的热茶 已经结成了冰 小别犊子 不想活了是吧 张山通冷冷地说道 龙非诚立刻摇头 亲爷爷 我错了 哼 张山通傲娇地哼了一声 把龙非诚晾在一边 与此同时 隔壁的雅兹包房 两个倒是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隔壁这是什么情况 之前是湿气煞气谈香 后来是狡气 现在又是浓浓的鬼气和可怕的阴气 师兄 这隔壁的严家少主 不好惹啊 高道士也有些忌惮 一会儿咱们见机行事 龙城毕竟不是咱们的地盘 还是低调些好 但自包房里 张山通收掉了神通 问起严守一前几天在白家后续发生的事 严守一如实相告 张山通这才知道 严守一的父亲居然出现了 但张山通却黑黑一笑 对严守一说道 我本想让你爹也认我做干爹的 不过想必他不好欺负 没那么容易屈服 所以此时还是缓一缓 严守一忍不住幻想 张山通和自己老爸对上的画面 肯定很刺激 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严守一问 张山通笑答 上回不是说了吗 你干爷爷我也有事要去处理 所以接下来我会云游一段时间 具体什么时候回荣城 就说不准了 严守一一阵遗憾 说实话 张山通和他爷爷是好兄弟 严守一心底里 真把张山通当干爷爷了 张山通道 别唉声叹气的了 你自己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 三年的死结没多少时日 你应该把时间放在正事上 我有啊 严守一拿出了守心欲 说道 这块守心欲 就是破解我死结的线索 只可惜 这里头只有一张不知所云的星图 我根本破解不了 哦 给我看看 张山通来了兴趣 严守一将守心欲交给了张山通 张山通放在眼前瞅了半天 最后生气地问严守一 你小子是不是晃点我呢 这破狱里头分明什么也没有啊 龙飞城忽然冒了出来 亲爷爷 您老也没看见 没有啊 那您的肾估计也不太好了 龙飞城严肃道 严格刚说了 肾虚会导致眼花 不过也能够理解 您毕竟一把年纪了 要是再不肾虚 那才奇怪呢 张山通黑着脸盯着龙飞城 你是不是没挨过鬼的打 要不要见识见识我龙虎山的五雷正法 龙飞城一缩脑袋 连忙道 亲爷爷 我又错了 这回 严守一纳闷了 难道守心欲里的星图 就只有他一个人能看见 张山通思考了没一会儿 便说道 不过我倒是相信了 这守心欲是破解你死结的线索了 既然只有你能看见守心欲里的星图 那就说明 这块守心欲与你息息相关 也许是鲁班书 也许是血脉 总之冥冥之中 定与守心欲有着关联 严守一点点头 这么说也有道理 只是这星图实在是太过直白简单 根本没有什么隐藏的秘密 你再好好想想 张山通说道 既然守心欲的星图只有你能看到 那么线索还是要从你自身入手 而你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在于 鲁班书 只有你才通晓鲁班书中的内容 你好好想一想 鲁班书中有什么记载 是和星图有关的吗 文言 严守一低头思考起来 提到星图 就不得不提关心术了 关心术的起源 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先秦时期 人们就已经对遍布天空的大小星斗 分门别类 并且加以命名 三国时期 诸葛亮就通过夜观天象 来推演天气变化 完成了草船借鉴的妙计 而巫国的太史令陈卓 则创立了全天星宫 编成了283个星宫 史称陈卓定计 在之后的隋唐时期 有一名名叫丹原子的隐士 根据陈卓的全天星宫 加以延伸完善 最后编成了一部 不天歌成为关心术的基础 不天歌至今还能查得到原文 但其还有另一个版本 可以侧吉凶 断风水 相比于奇门遁甲 小六人而言 关心术更接近于太乙神术 多用于策国式 达到警醒君王与世人的目的 后来的皇帝 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关心部门 司天剑 而司天剑成立的基础 正是研究不天歌 而这个版本的不天歌 在如今这个时代 唯有鲁班书中还记录着 想到这儿 严守一自言自语道 难道要用不天歌 来解密这守心域中的星图 不天歌的篇幅很长 而且里面的内容极去熬牙 光是要念下来 就得查不少资料了 而严守一当初 确实要将不天歌倒背如流 以他的记忆力 都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这些记忆 仿佛刻在他的脑子里似的 只要他脑子一转 就自动冒出了 不天歌里头 与北斗七星有关的词句 北斗之秀七星名 第一主地名书经 第二第三玄机是 第四名拳第五横 开阳遥光六七名 遥光左三天枪名 七星如沟柳下生 星上十七轩辕行 轩辕东头四内平 平下三个明天象 向下祭星横五陵 四星侧方四目柜 中央百者积师器 鬼上四星是惯位 天狗七星鬼下是 外出六间柳星刺 天涉六个胡东椅 涉东一星明天际 严守一不自觉地 将不天歌的内容念了出来 龙飞城在旁边 听得一头雾水 完全不知道 严守一在讲什么 张山通在聆听之时 不由自主地 往隔壁看了一眼 事实上 不天歌中所记载的内容中 是没有北斗七星的 而是北斗九星 据说许多年前 还能看到九颗星星 但后来却只能看到七颗 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地方 才能够看到 那两颗隐末的星星 严守一说道 张山通收回目光 道 有意思 难道这块守心玉 是在指引你去 能够看到北斗九星的地方 严守一摇头道 想要看到北斗九星 必须往西南走 由云川入藏 但能够观测到 北斗九星的范围很大 光凭这一点 恐怕推演不出什么来 好难啊 龙飞城吐槽道 会不会是咱们 想得太复杂了 这块守心玉 说不定就是个 开门用的钥匙 那咱们光有钥匙 也没用 得知道门在哪啊 严守一道 正在两人一筹莫展之际 张山通忽然说道 我想起来了 白沐浴的那些宝贝当中 有一本古籍 当时我捡垃圾的时候 捡起来 稍微看了一眼 里头好像有一张新图 严守一一愣 他心里觉得 李琴儿的守心玉 应该和白沐浴的古籍 扯不上什么关系 更别提这古籍 原本是白石洗的收藏了 但事关重大 他不妨一试 所以从张山通 扔出来的垃圾堆里 找到了那本古籍 古籍几经折腾 感觉好像比严守一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更破旧了 严守一刚将古籍提起来 古籍上 用以固定书页的棉线就散了 所有的书页顿时散落一地 这可是古董啊 严格你小心点啊 龙飞成心疼不已 连忙帮忙收拾 等把所有书页捡起来以后 严守一猛了 这本就是一本残书 里头好些书页 都只剩一半了 更别指望当年 这本古籍的作者 会在右下角标注页数了 所以 只剩下二十几页的古籍 顺序已经被打乱 想要将它的顺序恢复 恐怕是十分困难了 严守一也是十分自责 哎 只能回去慢慢整理了 不过 干爷爷您说的心图 应该是这一页吧 哎 没错没错 就是这一页 你瞧瞧看 张山通点头笑道 严守一单单将心图那一页 拿了出来 研究打量了一番 这一页古籍的内容 的确是心图没错 上面也标注了 北斗九星的存在 甚至在隐没的两颗星上 手动做了标记 可以看出 绘制心图和做标记的笔记 完全不同 所以推测得出 古籍在流传的这些年里 换了不少的主人 其中的某一任主人 对古籍做过很深的研究 所以才有了标注 北斗九星的笔记 可惜的是 不管严守一 从任何角度来研究 古籍也终究是古籍 守心玉也只是守心玉 二者没有什么独特的关联 这一研究 就研究了两个小时 龙非诚无聊地 甚至躺在地上 开始用手机聊附近的小姐姐了 张山通也开始打坐 身子飘在半空中 上下浮沉着 唯有严守一 找来了纸笔 不停地推演计算 时不时皱着眉头 然后将面前的草稿 直接揉成团扔到一旁 两个小时以后 严守一直摇头 看来是咱们想多了 古籍和守心玉真的没有关系 张山通睁开眼睛 落在地上 说道 这样啊 那咱们还是把古籍撇到一边 继续研究守心玉吧 严守一 合着肺脑子的人不是宁老 宁老在一旁看戏呢 龙非诚伸了个懒腰 要我说啊 干脆把守心玉和古籍都带回去 给严叔叔研究 他肯定比咱们懂这些啊 我爸只会说 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严守一悠悠地说道 严哥 这你就不懂了吧 做人要学会变通 龙非诚笑道 你别自己去找严叔叔啊 把守心玉和古籍都给嫂子 让嫂子去严叔叔面前撒撒娇 我就不信严叔叔扛得住 严守一想 有道理啊 自己那老爸 似乎贯彻着 穷养而富养女的理念 过去有多嫌弃 他这个儿子 如今就有多照顾 林子彤这个儿媳妇 让林子彤出马 肯定能轻松拿下 于是 严守一放下手中的星图 到一旁推开窗户 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没想到 外头已经是黄昏了 夕阳躲在云朵后面 照出了壮观的火烧云 天空都变成了金黄色 西湖映着金灿灿的天空 也十分壮观 伴着岸边那娇艳的菊花 美不胜收 游客们围在湖边 纷纷拍照留念 湖上略带潮湿气息的 清风吹来 让严守一的心情舒畅不少 回头一看 自己放在桌上的星图 被风吹得翻了个夜 这一刻 严守一的瞳孔皱缩 他急忙跑回桌子旁 捡起古籍中的一夜 仔细打量 张山通和龙飞成疑惑道 有什么发现吗 严守一指着纸上的内容说道 这个标记 好像是臭丫头手心的标记 什么 两人都有点猛 张山通压根没见过林子彤 对林子彤身上的事情一概不知 而龙飞成也没有参与那天早上的见面 所以不知道林子彤 手心有骷髅头符号的事情 严守一顾不上解释 连忙翻阅起其他的书页 同时给林子彤打了一通电话 电话那头的林子彤还纳闷呢 严守一为什么会突然着急找他 但一听说严守一在一本古籍上 发现了他手心的印记 他立刻重视起来 问了位置以后 说是很快就会赶过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龙飞成好奇不已 严守一耐心地解释道 那天我与铜金城大战 铜金城已经割断了臭丫头的脖子 但后来我却隐隐听到有人 在与我沟通 还说只要吸收了 我身上的煞气 就可以复活臭丫头 后来还真就实现了 在之后我们就发现了 臭丫头的身体里 恐怕住着另一个意识 而那个意识 在他的手心留下了印记 正是和这古籍一模一样的 骷髅头标记 有意思啊 张山通这个老顽童 光是听着就觉得心痒痒 好像恨不得立马推开严守一 自己好好研究研究 龙飞成道 那这古籍和你的手心欲就没关系了 反而和大嫂的印记有关 我的手心欲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现在既然有了臭丫头印记的线索 自然不能放过 严守一番看着古籍 努力将它们复原 只可惜 古籍本就残破不堪 想要恢复顺序太过困难 严守一只能直接阅读 古籍碎片上的一些零碎的文字 大概读懂了古籍都记载了什么 根据这篇古籍的记载 古籍的成熟年代 应该是在距今一千多年前 唐朝覆灭之后 公元907年 唐朝灭亡 在此之后 中原地区便进入了 十分混乱的五代诗国时期 其中 五代指的是 依次定督于中原地区的五个政权 即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汉 而诗国指的是 前属 后属 南无 南唐 吴越 敏国 南楚 南汉 南平 北汉等十个国家 五代诗国的情况 持续了静一甲子的时间 期间各个国家战争不断 除了诗国之外 还有不少新的国家不停的出现 又很快被消灭 一直到960年 后州赵匡印发动陈桥兵变 黄袍加深 篡后州建立北宋 正式五代结束 可以说 五代诗国在历史上 是最混乱最神秘的一个时期 不知多少文化多少典籍 在这个时期丢失 而《严守一守》中这本古籍 其实是来自于一个西南小国 名为羽蜀国 羽蜀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土地肥沃 人民安居乐业 即便在五代诗国这种特殊的时期 百姓也过得十分富足安定 但羽蜀国的南边 有一个叫做沁江国的国家 这个国家和羽蜀国同时建立 一直对羽蜀国虎视眈眈 妄图吞并羽蜀国的国土 将羽蜀国的百姓抓起来 当作奴隶 因此 两国时常发生战争 流泻伤亡更是少不了 在这个期间 沁江国出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将军 这将军有勇有谋 在战场上百战百胜 仅凭一人之力 就敢提刀杀入千军万马 取敌将首级 这名将军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从不收容战俘 一旦打了胜仗 那就会下令 杀光所有羽蜀国的败兵 不论老弱并残 一个都不放过 于是 将军杀神的名号就传开了 将军的威名传到羽蜀国 将羽蜀国的百姓 吓得人心惶惶 很长一段时间里 那名将军的名字 足以让婴孩止哭 于蜀国屡战屡败 本来已经不敌沁江国了 却在这个时候 军营里站出了一位女英雄 据说她之前不过是军营中 默默无闻的小士兵 却在战场上 和沁江国的将军 打得不分上下 最后甚至逼得沁江国的将军 主动勒马回营 这个消息一传回于蜀国 于蜀国的百姓 仿佛看到了希望 全国上下都将那名女兵 当作救星 当作大英雄 后来女英雄回到国都 百姓们才知道 她竟然是鱼蜀国的公主 公主虽是女儿身 却有着男儿一样的热血 她不忍看到 百姓被沁江国的人欺负 于是悄悄潜入军营 随军作战 一直到与沁江国的将军交手 才崭露头角 被鱼蜀国的皇帝发现 匆忙从战场上召了回来 也就是 在公主回国都以后 皇上派了一名小宫女 跟着公主 随身侍奉她 那名宫女 名为联合 也正是这本古籍的作者 皇帝本不想让公主 回到战场上 于是着急之下 竟给公主安排了婚配 想要让她嫁给西边的大国 用她换得大国的庇护 来对付对他们 虎视眈眈的沁江国 谁曾想 为了逃婚 公主居然带着联合 一起去了战场 当时的鱼蜀国皇帝 虽然爱名如此 但在军事上太过软弱 甚至不敢亲自到前线 去抓公主回来 而回到战场上的公主 直接化身成女将军 带着士兵们 打了好几场胜仗 士兵们因此对公主十分幸福 成为了公主的清兵 非公主之命不听 公主在战场上 一待就是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里 她无数次和沁江国的将军 在战场上遇见 二人刀剑相向 难分伯仲 每一次都将互相打得伤痕累累 无功而返 尽管有公主在 沁江国暂时没能攻入于蜀国 于蜀国暂时获得了安宁 但北方的大国却不答应了 说好的婚事 却迟迟没有兑现 大国脸面 其实于蜀国这种小国 能够践踏的 于是 北方大国派出了一支精锐部队 杀入于蜀国境内 直冲战争前线 在击溃了公主的清兵以后 生情了公主 并且要将她带回国内完婚 作为随身侍奉公主的丫鬟 联合也被那群士兵抓住 甚至还受到了玷污 公主和联合无力反抗 只能绝望地 跟着北方大国的人离开战场 离开之时 公主看着自己脚下的土地 哪怕是受伤流血 也从未流泪的她 却哭成了泪人 可想而知 被带去北方大国的公主 会被如何对待 而于蜀国 也很快会被沁江国攻破 那名强大的将军 会杀光于蜀国所有的百姓 甚至会将公主的父皇杀了 将他的尸体挂在都城门上 羞辱于蜀国 然而 在公主和联合被带走之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那人正是沁江国的将军 原来 在一次次的交手中 沁江国的将军 早就爱上了于蜀国的公主 只不过 自古钟爱男两拳 沁江国的将军 从没有吐露过心声 只想着 在攻破于蜀国以后 一定要保住公主的性命 他知道于蜀国公主 被带走的事情以后 立刻披甲上马 日夜兼程 总算追到了公主的队伍 那一夜 北方大国的精锐部队 才亲眼见识到 沁江国的杀神的恐怖 沁江国的将军 以一人之力 击退了北方大国的精兵 救下了于蜀国的公主 然而 将军并没有将自己 爱上于蜀国公主的事情 说出来 反而假装要带公主 回沁江国 把她作为俘虏 要挟于蜀国投降 公主自然是不答应 但奈何经过几天的奔波 公主已经不是将军的对手 将军将公主绑在马背上 带着连和 一起回沁江国 在回国的路上 将军悄悄地关心公主 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这一切公主并不知情 但连和却知道 因为将军每次想给公主喂水 都会让联合帮忙 一路奔波 路上还遇到了几次山贼 全靠将军保护二人 好不容易回到了沁江国 沁江国的国主 亲自出城迎接 见到将军真的俘虏了于蜀国公主 喜不自胜 当场给将军赐号沁江将军 以国名来封号将军 可见当时将军在沁江国的威望 已经达到了巅峰 但听说沁江国国主 要将于蜀国公主砍头示众之时 将军犹如听到了晴天霹雳 他几次劝说 都无法改变 国主利用于蜀国公主立威的打算 无奈之下 将军只能私下准备 在公主行刑那天 独自前去节行场 行刑那天 沁江国国都的百姓 都聚集在沪城河旁 围观于蜀国公主砍头 但在千军一发之际 将军犹如天神降临 单枪匹马地冲入刑场 将公主强行带走 国主知道此事后 怒不可遏 派兵追杀二人 二人一路奔袭 逃到了亚龙江旁 被这条宽大的河流挡住了去路 面对追兵 二人终于明白对方的心意 不再刀剑相剑 而是并肩作战 两人联手 一共杀了追兵四百余人 最终力竭不敌 二人都身受重伤 自知大陷将至 他们宁愿死 也不想向沁江国的国主低头 不想向北方大国低头 于是双双投河自尽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幸存下来的联合 将此事记录下来 变成了这部古籍 古籍的最后 似乎还有联合最后的话 他说公主带他如姐妹 如今他一人身在敌国 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在留下公主与将军的 七美爱情故事以后 他将逃出沁江国的国都 去亚龙江 寻找公主与将军的尸体 即便他死在路上 也在所不惜 理清楚了故事以后 严守一身陷其中 久久无法自拔 沁江国的将军 与蜀国的公主 本是郎才女貌 互相欣赏 奈何两国交战 容不下他们渺小的爱情 最终采用这种鲜血淋漓的方式 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其实 因为古籍还有许多破损的地方 所以 严守一看到的故事 也并不完善 例如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 将军叫什么名字 公主又叫什么名字 北方大国 又是哪个国家 他也不知道 沁江国和羽蜀国 放在现在应该在哪 唯一和现在有重合的地方 也就只有亚龙江了 虽然理清楚了故事 但古籍还有大半的叶数 是严守一没解密出来的 那些里头记载的 是一些严守一看不懂的文字 有可能是 与蜀国独有的文字 包括星途在内 还有诸多疑惑 这个故事 龙非城哽咽道 比那什么罗密欧朱利叶 坦泰尼克号要感人得多 要是有位导演 能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 肯定会大火的 就连张山通也感慨道 没想到这乱世之中 还能见到这样的爱情 严守一点点头 可惜了 二人才刚刚表露真情 就没了掌相厮守的机会 故事读完了 但故事里 似乎从头到尾 都没有提及 骷髅印记的事情 所以 想要彻底弄清楚 古籍的其他线索 还需要慢慢研究 甚至需要严筹的帮忙 这时 严守一接到了林子彤的电话 原来他已经在西湖雅居外头了 打电话是让严守一下楼接他一下 你们稍等我一下 我去接子彤 严守一打了声招呼 便走出了包房 恰逢此时 几个老板从雅字包房里走出 从那敞开的房门中 两名道士严守一 有了短暂的目光接触 严守一也纳闷 怎么有两个道士 在这西湖雅居呢 看他们的穿着打扮 应该是修炼静明道的道士 和驴山派 其实还有些沾边呢 不过天下的道教分支太多 大大小小的道观 更是数不胜数 里头真正有本事的道士 却没几个 所以 严守一没有多管闲事 并没有将这两名道士放在心上 便下楼去接林子童去了 然而 他走了以后 两名道士的神色 却十分古怪 高道士直接喊来前客 让他喊其他 等着算命的老板稍等一下 他们有事需要商量 只走了前客 矮道士将房门一关 立刻对高道士问道 师兄 刚才那个人是不是 是他 高道士眼中闪过一丝利色 绝对没错 那小子长得和严稠年轻时 简直一模一样 就算是化成灰 我也能认出来 矮道士惊讶到 这么说 他是乳班传人 严家少主 应该就是他了吧 他是严仇的儿子 一定是的 高道士深吸几口气 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随后 他哈哈大笑起来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千算万算 也算不到严家人 居然躲在这戎城之中 而且还如此高调 直接霸占了戎城西湖 如此甚好 严仇 在悬门中 仇人极多 之前找不到他也就罢了 如今他主动现身 仇人必然会寻上门来 也不知严仇是否就在附近 不过这都不打紧 我先杀了严仇的儿子 再去找严仇算账 当年的一件之仇 我要分毫不差地 还给他们严家人 高道士说着 眼中露出凶光 他找严仇找了十几年 如今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而且 如今他们在案 严首仪在明 他们只需要小小的动动脑子 就可以让轻松让严首仪 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一想到仇人 即将看到自己的孩子 受苦受难 高道士就忍不住发笑 你快说说 有什么线索 林子彤刚在长廊上 见到严首仪 就迫不及待地问 其实他和严首仪 也不过早上才分开罢了 但还在新婚状态中的两人 好像很久没见了似的 严首仪牵起他的手 先跟我上楼 咱们边走边说 走进西湖雅居 十分有眼力 见到吴经理 立刻就认出了 历程林家大小姐林子彤 他露出了惊讶之色 林子彤可是容成的 风云人物 没想到他居然和严首仪 有关系 而且看样子 两人十分亲密 吴经理于是上前奉承道 林小姐 您好 没想到您和严先生 竟然是一对 还真是狼才女貌 天造地设呢 林子彤最喜欢听的话 只有两种 第一种是夸严首仪的 第二种是夸严首仪和他的 所以吴经理这个马屁 算是拍对了 林子彤笑了起来 眼睛弯得好像月亮 这位是西湖雅居的吴经理 严首一介绍道 林子彤打了声招呼 吴经理便已经心满意足了 得知自家主子 竟然还和林子彤是一对 吴经理对严家 就更有信心了 毕竟历程林家 本来势力就不小 如今算是如虎添翼 严家加上林家 恐怕是能碾压 原来的西湖李家了 带着林子彤上楼 严首一边走边 将自己的发现 告诉林子彤 只不过只是刚提到古籍上 有和他手上相同印记的时候 两人已经走到三楼的包房外了 严首一打住了话题 道 我之前与你提起的干爷爷张山通 也在里头 一会儿 你也与他打声招呼吧 好呀 林子彤推开门 见到飘在半空中的张山通 立马脆声声地喊了一声爷爷 哎 好丫头 张山通没开眼笑 一眼就喜欢上了林子彤震妮子 随后又摆了严首一眼 臭小子 你瞧瞧人家 说喊爷爷就喊爷爷 不像你 非要加个甘字 严首一哭笑不得 看来林子彤太过讨长辈喜欢也不好 这会导致 他在长辈们心目中的地位 急剧下降了 林子彤笑道 上次多谢爷爷前来救场 要不是爷爷您拖着白沐浴 我可能就没法获救了 可 那都是小事 当初老头我是没见过你 要是早知道我这孙媳妇这么讨血 当初我一拳 就能把白沐浴干倒 张山通不要脸地吹起牛来 行了行了 咱们还是说正经事吧 严首一将林子彤按在座位上 然后把古籍拿给他看 顺便把庆江国将军 与于蜀国公主的故事 说给林子彤听 林子彤听完以后 不知为何 眼眶竟然有些泛红 看起来好像要掉眼泪的样子 他吸了吸鼻子 说道 将军和公主之间是真爱 只可惜 时代和国家不允许他们在一块 也不知最后联合 找到他们的尸体没有 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 严首一笑道 故事很感人 但和咱们没什么关系 你要看的是这一页 他将画着骷髅头印记的那一页 递给了林子彤 可惜的是 这一页的内容出现了破损 除了骷髅印记以外 没有其他的任何说明 林子彤摊开了手掌 对比了一下 说道 印记确实和我手上的一模一样 但这说明了什么 难道我和古籍中记录的故事有关 我知道了 龙飞城一惊一炸 忽然跳了起来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张山通阴阴地咳嗽了一声 然后不说话 盯着龙飞城看 那眼神仿佛在告诉龙飞城 你小子要是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 今天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了 龙飞城尴尬地说道 我猜 大嫂就是故事中的联合 也有可能是联合的转世 你们想啊 这印记属于联合 却又出现在大嫂的手上 这不就恰恰说明了 大嫂就是联合吗 听完龙飞城的解释 众人一阵沉默 严首一滴声说道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 子童是于蜀国公主的转世呢 而联合是子童体内的那道意识 怎么可能吗 龙飞城嘲笑道 颜哥 你这个猜测明显不合逻辑 还是我的想法更靠谱一些 为什么我的猜测不合理 严首一反问道 龙飞城愣了愣 随后道 很简单啊 故事的最后 于蜀国公主跳江了 而那时候 联合还在沁江国的国都呢 他是怎么从沁江国的国都 一下子钻进于蜀国公主的身体里 然后跟着于蜀国公主 一起转世投胎的 这 严首一也答不上来 细心的林子彤却说道 故事的最后 联合逃出了沁江国的国都 踏上了寻找公主的路 我们也不知道 最后联合有没有找到公主 而且最关键的是 我体内的意识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曾经喊我叫主人 林子彤说完后 大家更加迷惑了 故事里的联合 自己就是一个下人 不可能下人身边还有其他的下人吧 这么说来 更大的可能 林子彤的前世是于蜀国的公主 而他体内的意识就是联合 目前只能这么解释了 严首一说道 但联合为何会出现在你的体内 后续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那古籍里藏着的其他信息 咱们还需要慢慢破解 不管怎么说 好歹有了一丝的线索 线索指向了五代十国的两个边陲小国 如果历史书上 还能找到更多关于这两个国家的信息 或许能解开更多的疑惑 严首一提议道 要不咱们这就回飞凤山 问问我爸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古籍上有许多字 我也认不出来 兴许我爸看得懂 大家都没有异议 于是说走便走 收拾了古籍和守心玉 还有其他的宝贝以后 严首一拍了拍垮包 龙飞城早就在包房里闷坏了 想要出去透透气 所以他来到门前 一把推开房门 然而 原本应该明亮宽敞的走廊 此时此刻 竟大变模样 只见门外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并且安静地可怕 一点动静也没有 什么情况 龙飞城诧异地探出脑袋 对外头喊道 喂 有没有人啊 你们这么豪华的茶室 天黑了 居然舍不得开凳 然而话还没说完 黑暗中忽然伸出了 一双苍白的手 直接将龙飞城给拽了出去 严首一和林子铜面色大便 赶紧追上去 可来到门前往外看 哪里还有龙飞城的身影 看来有人在暗中使唤 严首一沉声说道 有时候严首一都怀疑 龙飞城是不是运气不太行 怎么每次踩坑的都是他呢 一到关键时刻 这家伙就自动消失 等到大战结束以后 他又安然无恙地出现 所以 按照这个设定 严首一压根不担心 龙飞城会出事 他看着黑漆漆的门外 心里多多少少 已经有了数 应该是雅字房内 那两个奇怪的倒是出的手 但自己和他们无冤无仇 他们好端端地 为什么要和我过不去呢 严首一不明白 别慌 严首一回头对林子铜说道 你留在这儿 我先出去看看 张山通淡淡地说道 还是让我去吧 活到张山通这个年纪 尤其是还死过一次 已经没什么东西 能够吓唬得了张山通了 而且他本身就是鬼 难不成还能被鬼给吓到 所以张山通静止飘到门外 身体渐渐地被黑暗吞没 然而 张山通飘进黑暗几分钟后 竟然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一下 严首一的脸色有些难看了 张山通可是能斩杀鬼王的存在 外头究竟有什么 竟然能把他都给困住 换句话而言 张山通都对付不了 自己和林子铜有机会吗 林子铜略微有些紧张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走窗户 严首一选择暂避锋芒 牵着林子铜的手来到窗边 可窗外竟然也是一片漆黑 之前夜幕降临 外头的天空渐渐暗了下来 大家都没有察觉 如今再往窗外看 西湖的夜景是一点都没看着 一盏亮着的灯都没有 这间茶室 仿佛被世界所抛弃 扔在了一个异次元空间里 有意思 严首一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十分冷静 那两名道士 是怎么在他浑然不觉的情况之下 将他们的包房变成这样的 是阵法 还是咒术 又或者是严首一 没怎么接触过的幻术 但不管是哪一种 严首一都认为自己 不会一点都察觉不到 这太古怪了 林子铜提议道 我们不如就在屋子里等着 兴许张爷爷他们 很快就会回来了 那小龙怎么办 严首一道 我觉得 咱们不能坐以待毙 弄清楚外头究竟有什么 再想办法对付 比留在这坐以待毙要好 林子铜想了想 道 那我听你的 只要我们俩在一起 就没什么可怕的 嗯 严首一使用了一招燃斧取物 取出了斩破刀 林子铜也用燃斧取物 取了红神伞的分身 别看红神伞 只是一把油脂伞 实际上 它的尖端被打造成了 长枪的枪头造型 用红神伞戳人 是一样能把人给戳死的 所以 红神伞是一把武器 二人肩并着肩 走到门前 对视一眼 一起踏了出去 在走出茶室的一瞬间 严首一感觉自己的 精神恍惚了一下 她暗道不好 回过神来之时 身边的林子铜 果然不见了踪影 自己被黑暗所包围 分不清上下左右东南西北 甚至不知道 自己是站着 还是飘着 黑暗产生未知 未知催生恐惧 子铜 小龙 干爷爷 严首一喊了几声 得不到任何回应 忽然 黑暗中出现了三道亮光 定睛一看 竟是三道大门 大门的那头一片光明 似乎在指引着严首一靠近 事已至此 就算三道大门都是陷阱 严首一也只能前去 来到门前 看不清楚门外的情况 让严首一难以抉择 三道大门没有任何区别 在这里也看不出方位 没办法用奇门盾 假侧吉凶 全凭运气吗 就连严首一也摸不着头脑了 就算那两个倒是要算计自己 用的招数也应该有迹可寻才是 就这么摆着三道大门 到底有什么目的 他咬了咬牙 选了中间这道大门 一脚迈过 熟悉的恍惚感觉再次出现 当严首一再度睁开眼睛 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了记忆错乱 自己又回到了原点 眼前一样是三道大门 和之前完全一样 回头过去 自己来时的门已经消失不见 不对劲 这诡异到极致的场景 让严首一无法继续做决定了 三道大门之后 还是三道大门 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那两个倒是 是想把自己困死在这里吗 这样的循环 难不成是弥宗阵 但阵法在何处 自己是不是在原地踏步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严首一举起了斩破刀 对着三道大门一通乱砍 可是削铁如泥的斩破刀 竟然都无法对这三道大门 产生任何的伤害 这太不合常理了 不管是阵法 幻术 还是咒术 严首一本人 还处在现实的那个茶室当中 这一刀下去 就算是一堵墙 也该有点破坏才对 那两个倒是 真有此等本领 把人丢到一片虚无的空间当中 严首一的心冷了下来 他发现自己 真的无计可施了 路只有摆在眼前的三道大门 没有后退的余地 只能走下去 他叹了口气 随意挑选了其中一扇门 走了进去 与此同时 担字包房的房门被推开了 来自生仙观的两名道士 冷笑着走了进来 看着趴在桌上熟睡的严首一四人 矮倒是冷笑道 咱们生仙观独有的罪梦香 无色无味 不管你是人是鬼 闻见了就会堕入梦境 比打了麻醉还有效 不管现实里发生什么 都无法醒过来 高道士道 一旦堕入梦境 除非醒悟过来 自己在做梦 否则别无他法 只会越陷越深 直到自然清醒 只不过 以我们刚才用的剂量 没个三五天 他们几人是醒不过来了 严首一四人 全都趴在桌子上 深深地睡着 那矮倒是 甚至上前踹了龙飞城一脚 拎着他的头发 将他的脑门往桌子上撞 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甚至还发出了熟睡的憨声 看样子是全都中招了 矮倒是道 高道士打量着屋内的四人 严首一的长相 和严仇太过相似 高道士肯定他 就是鲁班传人 是他仇人严仇的后代 至于林子彤 龙飞城 和张山通 高道士不认识 也没兴趣了解了 因为他们马上就要死了 矮倒是直接拿出了一柄匕首 在龙飞城的脖子上比划着 他说道 师兄 那个小崽子留给你 剩下的我帮你解决 慢着 高道士忽然喊住了矮倒士 矮倒是疑惑道 怎么了 你看这桌子上的是什么 两人来到桌边 翻看起古籍的残业 他们也算是颇有阅历了 一眼就看出 这古籍的不凡之处 所以 在杀人报仇之前 高道士才会被这些 残业所吸引 矮倒是拿起了新图 皱着眉头说道 我觉得这古籍像是宝贝 但又瞧不出是什么来 师兄你知道吗 高道士不急不慢地翻看了几张残业 陈生说道 看样子是唐后流传下来的古籍 我这一页里记载着 长生之法 长生之法 矮倒是一惊 不会吧 这世间除了变僵尸以外 还真有长生之法 严格来说 变成僵尸 不算是真正的长生 僵尸不在五行之中 跳出三界之外 为天地共器 虽然不死 但也不入轮回 别看严守一 现在是天煞失魁 能见骨生肉 但她的魂魄 早已经和身体融为一体 什么时候 身体成为了一泡黄土 她的魂魄 也就随之消散了 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有 这事严守一和严仇 他们心里都清楚 只是从来不提罢了 毕竟眼下的这辈子 还没有活明白 哪有功夫考虑转世投胎的事 高道士一边翻看着古籍 一边说道 真正的长生 不死不灭 容颜永住 绝食避古 只靠吸收天地灵气 日月精华 真有此事 岂不是成仙了 长生 成仙 这些字眼 在他们这些道士的眼里 比金钱美女 要有诱惑力的多 矮道士的呼吸 都变得急促起来 他拿起了几张残叶 一边翻看一边说道 师兄 你说具体一些 这古籍记录了长生之法 也不完全是 你再等等 让我认真看看 高道士也心急起来 快速地查看了所有的残叶 相比于严守医 高道士的知识储备 要更加海量 一些严守医不认识的字 对高道士而言 却不算什么 尽管古籍的残叶 丢失了许多内容 但高道士还是很快地 解读出了一些 关键性内容 根据这古籍所说 修炼民间短法 而遭到诅咒之人 有一种办法 可以躲过自己的命结 一旦成功了 生死不上 便不再有他们的名字 从此往后 便可达到真正的长生 而躲避命结的秘密 就藏在这张星图之中 只有解开了星图秘密的人 才能够获得躲避命结的办法 短法 命结 矮倒是抓住了关键信息 难道这古籍所说的人 是受到五臂三缺诅咒的人 联想到这古籍 是出自鲁班传人 严守一只手 高道士就觉得 这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 鲁班书本就无比神秘 现在又有了这么一本古籍 暗示鲁班传人 可以长生不死 这根本没有理由怀疑 高道士深吸一口气 说道 师弟 你说有没有可能 这本古籍 就是传说中鲁班书的下卷 矮倒是一惊 随后点头 很有可能 鲁班书上中卷的内容 早已经在悬门中广为流传 唯独这下卷十分神秘 外人根本不得而知 看来这鲁班书下卷 记载的就是 破解命结的长生之法 不知真相的二人 竟然真的将这本出自 一个小丫鬟之手的古籍 当作是让无数人眼红的 鲁班书下卷了 高道士拿着古籍 左思右想 脸上的神色时不时变化 矮倒是 也是思考了良久 最终 高道士对矮倒是说道 先将这新图拍下来 以免出什么意外 哦 好 矮倒是立马拿出手机 将古籍全拍了个遍 紧接着 高道士又说道 师弟 咱们二人的机会来了 严家人最看重血脉 我们以严仇的儿子做妖邪 就不幸他敢不交出鲁班书 一旦咱们得到了鲁班书上中两卷 再结合咱们手中的鲁班书下卷 长生不死 岂不是指日可待 矮倒是也激动起来 若真如师兄所说那样 师弟我必然双手赞成啊 好 就这么办了 可这里的其他人怎么办 除了严仇的儿子以外 其他全杀了 高道士应笑道 其他人留着就是后患 不如全杀了 也让严仇知道 咱们不是好惹的 矮倒是看起来先锋道骨 有正派风范 实际上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小人 得到了高道士的命令以后 他重新握住了匕首 只要轻轻一用力 便可以划断龙飞城的脖子 就在此时 木鸟三元忽然从严手医的胯包里钻了出来 他察觉到了危险 不得不钻出来提醒严手医 高道士也一眼看到了三元 忍不住惊呼道 这小子果然是严仇的儿子 这是阴木锁魂 是鲁班书中的绝技之一 高道士当年在严仇的手里 吃尽了苦头 所以对鲁班传人十分了解 看到会动的木鸟 他瞬间明白三元是什么 矮道士急忙要去抓三元 但三元身体小巧 十分灵活 躲开了矮道士以后 直接落在严手医的脑袋上 然后疯狂递着他的后脑勺 高道士健壮 冷笑道 你叫不醒他的 梦境中 他只能看到三道大门 每一道大门 都通往更深层次的梦境 一旦他穿过三次大门 就无法感知到 外界发生的事情了 而且 就算他听到了你的声音 也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三元不理会高道士的嘲讽 不停地 啄着严手医的脑袋 见严手医没反应 三元转去提醒林子彤 可林子彤也毫无反应 矮道士此时 已经绕到了三元的身后 准备抓住这个烦人的小东西 然而 三元仿佛后脑勺长了眼睛似的 竟然先发致人 转身在矮道士的脸上 狠狠地啄了一下 别小看三元 就算是普通的小鸟 也能在人脸上 啄出一个窟窿来 而三元直接在矮道士的脸上 咬下了一块肉 矮道士当场惨叫 捂着脸后退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三元看了看张山通 又看了看龙飞城 最终选择 飞向熟悉一些 但却没什么鸟用的龙飞城 它落在龙飞城的脑袋上 狠狠地啄了一下 哎呦 没想到 这一啄 竟然真的将龙飞城给啄醒过来了 只见龙飞城捂着后脑勺 疑惑地看着周围 发现茶室内竟然站着两个陌生人 他顿时一惊 你们是谁 高道士猛逼道 你怎么会醒过来 在那梦境当中 你一扇大门都没通过吗 龙飞城回忆了一番 梦 门 哦 我想起来了 原来刚才是在做梦啊 我在梦里太害怕了 就站在原地发呆 然后莫名其妙就醒过来了 两名道士直接无语了 醉梦香他们百事百灵 头一回栽在别人的手里 竟然还是因为对方太过胆小 龙飞城很快察觉出来 这两个道士不是好人 他连忙扑向岩手一 岩哥 别睡了 你快醒醒 但此时的岩手一 已经走过至少十善大门了 他陷入到梦境的深处 根本听不到龙飞城的呼唤 看着眼前一模一样的三道大门 岩手一感觉自己 已经有点麻木了 不断地重复 让他记不清楚 自己到底穿过了几道大门 甚至混淆了时间 不清楚过去了多久 继续这么走下去 恐怕没完没了 但他又没有回头路 可走了 这该如何是好 岩手一的脚步 停在了大门前 满心惆怅 正当他迟疑之时 其中一扇大门内 竟然传出了奇怪的声音 好像是笛子的声音 那声音逐渐清晰 变得清脆圆润 曲调也婉转悠扬 很是好听 只不过 曲调之中 隐隐加着一丝惆怅 是谁在吹笛子 这道大门后头有人 怀着满满的疑惑 岩手一靠近大门 选择了那扇传出声音的门 穿了过去 一阵恍惚过后 岩手一睁开眼睛 眼前不再是一片漆黑 和三道大门 而是一座山间小院 小院四周被树林环绕 矮矮的篱笆圈出了一个院子 院子里拴着两匹马 长着一棵高大的银杏树 银杏树的树叶金黄 随风落下 左右飘扬 在院子里扑得满满当当 如同一地黄金 而在那树下 一名穿着朴素 却十分高大的男子 静静地吹着横笛 岩手一便站在那篱笆外 打量着那名男子 男子有着心目见眉 面如刀削 长得十分具有男子气概 颇有古石将军的风范 他的手上全是老茧 那是常年金戈铁马留下的痕迹 他吹奏的曲子 诉说着无尽的思念 与浓浓的哀伤 光是听着 好像体会到了 那肝肠寸断之苦 你听得很惊心吗 忽然 那笛声断了 男子不知何时 竟然出现在严手一的面前 严手一盯着男子 问道 这是哪里 你是谁 对我而言 你才是外来者 应该是我问你才对 男子淡淡地说道 不过我知道你是谁 我也知道 你为什么在这 什么意思 这里是梦境 而且是梦境深处 也只有在这 你才能见到我 和我对话 男子给严手一开了门 然后转过身去 走到了小屋门前 对严手一招招手 还有时间 你进来坐一会儿吧 不知身在何处 严手一似乎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只能跟着那男子 进入了小屋 小屋的装潢也很简单 地上铺着一张兽皮 上面放着一张矮桌 男子直接盘膝 坐在兽皮上 示意严手一也坐下来 严手一坐下后 左右观察 发现这小屋里 应该还住着其他人才对 桌上常用的茶杯 有两个 这儿本来还住着我的妻子 但我们已经分开很多年了 男子说道 他去了哪里 死了 啊 死是很正常的事 准确地说 我也死了 男子的话 让严手一迷迷糊糊的 既然已经死了 为何又出现在他的梦里 忽然 严手一瞥见了屋子的角落 竟然挂着一副铠甲 仔细一看 更是造型 独特的戏林凯 戏林凯 乃是著名的唐十三凯之一 在五代十国时期 尤为受用 为何会出现在 这一个山中小屋里头 难道 眼前这个家伙 曾经是个战场上的战士 将军 严手一猛然想到了什么 在打量着那戏林凯 见他胸前的护心镜上 赫然刻着一个姜字 这一瞬间 严手一明白了 眼前的男人的身份 你是沁江国的那个将军 严手一问道 你竟然知道我的身份 我很意外 男子坐姿端正 好像在上朝似的 他的脸上露出了 小小的一抹惊讶 那你的妻子 应该是于蜀国的公主 你知道的越来越多了 严手一越想越觉得奇怪 且不说沁江国的将军 为何出现在他的梦里 如果现在在和自己对话的人 真的是沁江国的将军的话 那么古籍上的故事 想必还有后续 沁江国的将军 和于蜀国的公主 在跳江之后 并没有死去 他们幸存了下来 躲到了山中 在这世外桃源中盖起了小屋 过上了无拘无束的美好生活 但这是在严手一的梦里 自己的梦 怎么可能和现实有关呢 连河呢 他找到你们了吗 严手一忍不住问 将军脸色一僵 他显然没有想到 严手一竟然连连河都知道 他回过神来 道 他找到我们了 严手一松了口气 笑道 看来你们故事 有了个圆满的结局 圆满的结局 将军冷笑一声 终于也有你不知道的事情了 这回轮到严手一的脸色僵住了 经历了那么多 竟然还没有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吗 童话里果然都是骗人的 他不由地问 在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吗 那之后 发生了很多 将军沏了一壶茶 放在严手一的面前 褐色的茶水上飘着几片茶叶末 轻轻地打着转 生出白色的热气 我和公主跳江之后 本以为会成为江中之鱼的食物 永远沉入江底 可万幸的是 我们被下游的船夫所救 船夫将我们送到附近的古一处 求古一替我们疗伤 那名古一姓鬼 居住在青后山 人称青后鬼一 是齐皇派古一的传人 鬼一的艺术十分高超 他被我和公主的故事所感动 便出手替我们疗伤 还帮助我们 在青后山盖了一座小屋 并让船夫 切末将救了我们的事情告诉别人 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青后山的小屋了 我和公主在青后山养伤 平静的日子过了一年有余 伤势逐渐痊愈 公主还怀上了我的孩子 同时联合也终于打听到了我们的消息 前来青后山找我们 当公主与联合相见之时 两人指手相看泪眼 哭得令人心碎 公主与联合团聚 本是一件好事 但我却发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将军说到此处便顿住了 他望着严守一 似乎想要考验考验严守一的洞察能力 严守一听得认真 十分投入 很快就猜出故事后来的发展 既然联合能够找到你们 那沁江国的国主也可以 不错 将军点点头 并没有夸奖严守一 只是继续说道 原来是那次救了我们的船夫 在一次酒醉后 向自己兄弟吹牛 说他曾经救过沁江国的将军 后来消息 便从船夫的兄弟口中传了出去 联合本就在亚龙江下游寻找我们 所以一听到消息的他 马上就赶过来了 而这个消息 迟早会传到国主的耳朵里 所以 青猴山 我们无法再待了 我们三人败别了 救了我们性命的青猴鬼衣 重新踏上了逃亡之路 而不出我所料 在我们离开青猴山的第二天 国主便派了大队兵马 扫荡了青猴山 青猴鬼衣被他们所俘虏 因为不肯说出我们的下落 惨死在了他们的刀下 沁江国主知道 普通的将士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他派出了 我曾经的副手来追杀我 不仅如此 他还派了另一个家伙 沁江国的国师 一个真正能使天下大乱的枭雄 一个比我还爱杀人的魔头 将军的神色略显黯然 他低着头 握紧双拳 与其中带着愤怒 最后 公主也是死在国师的手中 所以 最后于蜀国的公主 还是死了 严守一微微叹气 果然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沁江国将军 和于蜀国公主的故事 并不是美好结局 恰恰相反 于蜀国公主 惨死沁江国国师之手 与将军阴阳两隔 正当将军打算开始说 逃亡路上发生的事情之时 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不由地抬头看了一眼天 怎么了吗 严守一问 你得离开这里了 将军道 为什么 你忘了 你还在梦中吗 将军提醒道 在现实里 你有危险了 严守一猛然警觉 是啊 刚才自己还在黑暗 和三道门之间 不停地循环呢 如果这是在梦境 现实里的自己 应该已经睡着了 林子彤他们 也许也一样 而那使坏的两个陌生道士 指不定此时正在干什么呢 严守一立刻着急起来 那该怎么办 我要如何才能醒过来 将军指了指他面前的茶 喝了这杯茶 他会指引你 从哪来回哪去 严守一抓起茶杯 正要喝下 又忍不住问 我醒来后 还有机会再梦到你吗 将军摇摇头 恐怕很难 将军也有许多话 要与严守一说 但奈何现实中的严守亦有危险 他不得不放弃这次机会 严守一咬咬牙 道 你放心 我会再到梦中来找你的 他端起茶杯 一饮而尽 空荡荡的茶杯里 生出了一道绿色的流光 流光仿佛一条鱼儿 在半空中游动 静止往小屋外飞走 将军提醒道 去吧 跟随着指引 你就能醒过来了 严守一站起身来 对将军抱拳 咱们一定还有机会再见的 说吧 他冲出小屋 追上流光的脚步 将军看着严守一的背影 眼中隐隐有一丝担心 而严守一 刚刚冲出小院的篱笆 便再次看到了三道大门 他能感受得到 这三道大门 和之前的大门不一样 之前的大门 通往梦境的更深处 而这三道大门 则是回头路 只要走到尽头 就是梦的出口 可他根本不记得 自己来时是怎么走的 眼前三道大门 过了以后还有三道 三道后又三道 全靠蒙的话 恐怕要尝试数千次 这时 他注意到 指引他的流光 毫不犹豫地 钻进一道门内 原来他还在指引着自己 与其说是流光在指引自己 不如说是 将军在指引自己 因为在这个梦境里 将军才是主人 严守一毫不犹豫地 跟着流光 钻进门内 现实里 西湖雅居的淡字茶室中 觉察到不对劲的龙飞城 疯狂地摇晃着严守一的身体 颜哥 你快醒醒啊 你现在不醒来 咱们就要团灭了 龙飞城可不想 刚刚打败了一个大boss 转头就死在了 两个小喽啰手里 当然 生鲜罐的道士 也不是什么小喽啰 真本事还是有点的 矮道士刚被三元在脸上 啄下了一块肉 此时心里也发起狠来 他一把抓住 龙飞城的后衣领 把他拽倒在地 然后拿着明晃晃的匕首 冷声说道 还好醒来的 只是你这个没用的胆小鬼 我看其他人 都不太好对付的样子 龙飞城一听这话 就不乐意了 睁大你的狗眼 看看老子是谁 矮道士一愣 这小子难不成还有身份 可以他的江湖经验来看 龙飞城分明 已经害怕得要死了 应该不会还有 什么压箱底的招数吧 就在矮道士愣神的功夫 龙飞城直接抬脚 狠狠地踹在矮道士的裤裆上 哎哟 矮道士疼得丢掉了匕首 捂着裤裆 直接跪在了地上 龙飞城趁机一个驴打滚 滚到一旁 高道士以为龙飞城 要去捡匕首 赶紧抢在龙飞城前一步 一脚踩住了匕首 他冷笑道 嘿嘿 臭小子 凭你也想和我争 哪知道龙飞城压根没想 要拿匕首 他的目标是 放在桌上 烧得滚烫的那一壶茶 高道士踩着匕首的功夫 龙飞城已经提起了茶壶 直接将滚烫的茶水 浇在高道士的脑袋上 这一趟可好 高道士脑袋上的头发 是一抓掉一把 活脱脱像农村 杀鸡杀鸭的模样 龙飞城拿着茶壶笑道 我看你这头发 也剩不几根了 回头直接剃光了出家好了 正好我认识一个和尚 就是他比较爱说粗话 放肆 混账东西 高矮倒是气得嘴都歪了 他们俩虽然算不上 是什么超级厉害的人物 但绝对也不是龙飞城 这种普通人可以欺负的 当下他们 对龙飞城动了必杀之心 甚至恨不得 把他扒皮抽筋 才能卸心投之恨 师爹 给我竖住他的四肢 高矮倒是喊道 矮倒是摸出了一根浮尘 随手一甩 那浮尘竟然无限伸长 好似蟒蛇似的 直接缠绕住了龙飞城的双腿双手 龙飞城顿时无法动弹 脸色也变得僵硬起来 颜哥 嫂子 亲爷爷 不管你们谁 哪怕醒过来一个也好啊 龙飞城哭喊道 三元在一旁着急地扇着翅膀 没有严手一施法 他也无法变大 根本没有能力对抗两名道士 高矮倒是冷哼一声 捡起了匕首 快步走到龙飞城的面前 臭小子 去死吧 枪 就在匕首即将刺中龙飞城的那一刹那 熟睡中的颜手一 猛然睁开眼睛 他瞬间召唤出斩破刀 替龙飞城挡住了匕首 龙飞城本来吓得双眼紧闭 但睁开眼 看到颜手一醒来了 顿时喜笑颜开 颜哥 亲哥啊 你总算醒过来了 颜手一冷冷地盯着两名道士 我和你们无冤无仇 你们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杀手 难道是 铜金城派你们来的 颜手一本就怀疑铜金城还有同伙 现在这两名倒是对自己出手 他本能地认为他们 是铜金城的同伙 高道士不屑一顾 什么狗屁铜金城 我们就是来杀你的 矮倒是感觉到不可思议 师兄 这小子怎么也醒不来了 难道咱们的罪梦香不管用了 被矮倒是这么一提醒 高道士也觉得奇怪 龙飞成胆小如鼠 醒过来也就罢了 颜手一看起来不像那种人啊 他们哪知道 颜手一在梦中有高人指点 轻松顺着原路返回 最后主动从梦境中挣脱出来 颜手一手持斩破刀 轻轻一震 便将高道士手中的匕首给震飞 最梦香 他说道 此乃麒莲山一带的产物 你们是麒莲山的道士 高道士对颜手一的见识略感吃惊 他们的昆絮山就在麒莲山附近 没想到颜手一一下就说出了他们的来历 颜手一紧接着从胯包里 拿出了一小块木头 丢给了龙飞成 说道 这块醒梦香专制醉梦香 你把它点着 放在子童和干爷爷的鼻子前 一会儿 他们就会醒过来了 龙飞成接过醒梦香 赶紧忙活起来 高道士见状 急忙叫矮道士 去阻止龙飞成 可颜手一如何会答应 他飞身一脚 直接将矮道士从三楼的窗户踹了出去 矮道士跌入西湖中 惊起了一大片涟漪 好在此时已经是深夜 西湖景区已经对外封闭 才没有什么游客看到这一幕 但西湖雅居里的工作人员 却注意到了 吴经理赶紧上楼查看情况 得知人是从颜手一的包房调出去的 他也不敢直接闯进来 而是在门外喊道 颜先生 您没事吧 需不需要帮忙 颜手一答道 把西湖雅居清空 你的人也全部撤走 吴经理明白事态不妙 根本不敢多问 就赶紧把人都撤出西湖雅居 高道士冷声说道 看来 你们颜家再融成混得风生水起啊 托你爸的福 我这些年可不太好过 颜手一心里一惊 原来这两个道士 是他爸的仇人吗 仔细一想 颜手一就不觉得奇怪了 他的性格还比较收敛 但他老爸可不一样 当年老爸年轻的时候 从未让爷爷省心过 也就是后来娶了他妈妈 才心甘情愿地到 陈家村落脚 在那之前 老爸肯定招惹了不少仇家 如今 仇家找上门来了 高道士看了一眼 颜手一手上的斩破刀 眼中闪过一丝忌惮 趁着这个功夫 颜手一已然主动出击 既然确认了 对方是敌不是友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要说 也等打赢了再说 角击之精 甲以神灵 阳波鼓舞 云雷速星 群魔游石 静解雷霆 千千解手 万万减刑 顺无者生 逆无者轻 稍微无令 如逆上轻 急急如律令 一道掌心雷自 颜手一手中批出 没想到那高道士 居然踏着诡异的步伐 轻松躲开了 七星刚步 颜手一脱口而出 他看出来了 这个高道士 应该是全真派 王重阳一脉的 具体而言 应该是王重阳 坐下王初一的后人 王初一号玉阳子 长期隐居昆渝山烟霞洞 被称之为铁角真人 这七星刚步 便是他独创的步伐 这步伐看似来来去去 就只有七步 但其中的变化 无穷无尽 修炼到厉害之时 甚至连子弹 都能躲得过去 所以 掌心雷才 根本奈何不了高道士 高道士冷笑道 算你还有些眼力见 这七星刚步 已经修炼到了第九重 这天下就没有什么 能碰得到我 一旁的龙飞城嘲笑道 你可拉钩巴倒吧 刚才还被我用茶水 浇了一脑袋呢 高道士双眼一瞪 恨不得将龙飞城 生吞活泼了 但经过龙飞城 这么一提醒 严首一也醒悟过来 这高道士的七星 刚步确实厉害 速度也快 身法也诡异 但他不能未卜先知啊 如果遮住高道士的眼睛 使他看不见发生了什么 还愁碰不到他吗 七星刚步与严首一 从张山通那儿学到的 纵地金光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纵地金光可用于赶路 或者长距离的穿行 而七星刚步 则是在七步范围之内 利用步法和身法 进行闪避 原地夺子弹 高道士能办得到 但要让他和严首一比拼 一下一百米冲刺 那高道士可就歇菜了 虽然被严首一 看穿了七星刚步的漏洞 但高道士一点都不慌 天下武功 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 只要他的动作够快 于是不等严首一发动攻击 高道士便已经原地 施展起了七星刚步 在他七步范围之内 高道士的身影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七道残影 速度快得连脸都看不清楚 一旁的龙飞呈点了醒梦香 看到高道士还在原地左右横跳 干脆拿起另一个烧得滚烫的水壶 朝高道士泼去 七星刚步是吧 小爷我让你见识见识 我龙城浪里小白龙的厉害 我泼 开水的范围很广 几乎覆盖了高道士七步之内的 所有范围 除非高道士跳出七步之内 否则必然要被开水烫到 可这一回 高道士的身影竟然诡异地扭曲 几乎无死角覆盖的水花 被他完美地躲了过去 等到开水落地 高道士现出身形 对龙飞呈嘲笑道 之前那一回不过是阴沟里翻船 被你小子给暗算了 如今我施展这七星刚步 连子弹都能躲得过去 何况是你这一壶开水 龙飞呈也意识到 这高道士确实不是什么江湖骗子 凭他的力量 怕是帮不上严守一什么忙 所以他默默地转过身去 轻轻地拍打着张山通的肩膀 亲爷爷 您醒醒要 严守一无奈地摇摇头 看来这事 指望不上龙飞呈了 不过经过龙飞呈的提醒和试探 严守一也已经找到 对付高道士的办法了 只见他一脚踏地 瞬间召唤出奇门盾甲的八卦阵 将整个茶室囊括其中 其中金门镇宫位置 瞬间锁定高道士 金门 镇宫 山水合一 陷龙再田 高道士脚下 那原本是石木铺成的地板 此时竟然逐渐软化 变成了一片土黄色的泥浆 更令人惊讶的是 泥浆当中 隐有一条龙在角洞 加快泥浆的稀释 高道士面色一变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脚已经陷入其中 只剩脚踝了 这小子竟还会骑门顿甲 高道士低骂一声 急忙想要拔出双腿 逃到金门之外 然而脚下的泥浆 比胶水还要粘稠 高道士使劲 直接把脚从靴子里抽了出来 然后一屁股摔进泥浆里 这下好了 高道士就如同扑进了 蜘蛛网的小飞虫 浑身上下都是泥浆 连站起来都废事 更别说施展七星刚部了 龙飞成健壮 忍不住喊道 严格牛逼 这下轮到我了 他左右看了一眼 桌上除了一些茶具外 也没别的什么了 于是他抄起热水壶 就朝高道士的脑门扔去 过昂 不锈钢的热水壶 砸在高道士的脑门上 当场把他脑门上砸出了的大包 高道士双眼一花 差点被砸晕过去 高道士回过神来 恶狠狠地瞪了龙飞成一眼 臭小子 待会儿我要叫你求生 不得求死不能 哎呦 我好怕怕哦 龙飞成装作害怕的模样 顺手又将面前的茶杯 给扔了过去 茶杯可不是不锈钢的 砸在高道士的脑袋上 当场开了花 碎片割破了高道士的脸 一时间高道士满脸是血 项手一忍不住提醒道 小龙 刚才那个热水壶也就算了 你这会儿扔的茶杯 可是明带的 啊 龙飞成吓了一跳 那我不扔茶杯了 高道士松了口气 以为这小子有消停了 谁知道龙飞成跑去隔壁的茶室 又带回来两个热水壶 里面还有滚烫的热水 混账 再这么扔下去 真要死人了 高道士吓得魂飞破散 使出吃奶的劲儿往外爬 可泥浆此时已经慢过他半个身子了 越挣扎陷得越深 眼看龙飞成就要扔热水壶了 高道士忽然想到破解的办法 他用力一拍面前的泥浆 发出啪的一声巨响 随后身体竟然腾空 直接从泥浆中飞了出来 龙飞成一愣 急忙看向严手一 这这这这 这不科学吧 严手一叹了口气 泥浆是飞牛顿流体 给他的表面施加越大的力 他就会变得越坚固 龙飞成直接傻眼了 严哥 你是法师还是博士啊 什么时候 玄学也开始讲科学了 严手一懒得解释 他默默地跺脚 转换了金门的方位 高道士刚刚逃出来 还没来得及高兴 甚至脚跟都没站稳 脚下又是一空 那可恶烦人的泥浆 居然又跑到他脚底下来了 还有完没完 高道士怒道 纵然他有七星刚不在身 连子弹都能躲得掉 但严手一这一手实在是太过无赖 自己在这蹦来蹦去 严手一只是躲一躲脚 就把他累得快要吐血 高道士拿他一点半都没有 你要搞清楚 是你先对我们对手的 严手一笑道 怎么 只准你们欺负我们 不允许我们反抗吗 高道士倒在泥浆里 身体缓缓下沉 他忽然想到 怎么自己的湿地 还没有回来帮忙 刚才严手一那一脚 也不过是 把他踹到溪湖里去罢了 这时一道人影从窗外跳了进来 手里还拎着半死不活的矮道士 此人正是严手一的影子 薛凯 即便是严仇出狱了 薛凯也没忘记自己的任务 他一直在暗中保护严仇 在必要的时候出手帮忙 之前因为看到严手一 他们进了西湖雅居 应该是要商量私事 所以薛凯没有靠近 只是远远地守着 所以他也不知道 严手一他们被醉梦香迷晕的事情 直到严手一醒来 一脚将矮道士踹出去 薛凯才知道严手一他们遇到了危险 矮道士狼狈不堪地从西湖里爬出来 迎面就挨了薛凯的一桶胖揍 可以说他的下场要比高道士凄惨多了 薛凯将矮道士扔进泥浆里 问严手一发生了什么 严手一答道 他们是我爸的仇人 师父的仇人 薛凯冷笑道 就他们这点本事也配当师父的仇家 高道士恼羞成怒 羞要侮辱人 高矮道士其实已经很有修为了 但他们这点修为 在严手一和薛凯面前明显不够看 要知道 他们也不过是严仇二十年前的仇人罢了 不是每个人都像严手一这样有天赋的 这二十年间 高矮道士虽然有所进步 但进步并不明显 这才导致两人见到了严手一 满心欢喜地准备报复严仇 结果连对方的儿子和徒弟都打不过 反被收拾了一通 严手一笑了笑 拿着战破刀蹲在边上 将刀架在高道士的脖子上 我爸当年怎么你了 你非得报仇不可 这两名倒是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分明是来寻仇的 结果还没见到仇家 先被仇家的儿子给收拾了 更丢人的是 他们俩还提前耍了阴招 就这都斗不过严手一 要是传出去了 他俩就没脸见人了 还不如淹死在这泥浆里头 面对着架在脖子上的战破刀 高道士难得地表现出了高尚的节操 是可杀不可辱 既然我既不如人落入你手中 要杀要寡 惜听尊便 说着 高道士还仰起了下巴 把自己丑不拉几的脖子露出来 等着严手一结果了他 看着高道士 一副慷慨赴死的表情 严手一笑了 这家伙要真有这种觉悟 之前就不会在背地里耍阴招 放罪梦乡 而是正大光明地站出来 找自己单挑了 于是严手一收了刀 对龙飞成说道 去把水烧开 开一壶就往他们脑袋上浇一壶 烫到他们肯说为止 一旁的薛凯 忍不住对严手一刮目相看 他本以为严手一为人正直 从不耍阴招呢 龙飞成是粗神经 严手一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根本不会想太多 于是 他直接将热水壶装满水网锅上一放 不一会儿 水就烧开了 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高道士和矮道士 眼睛紧紧地盯着热水壶 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颜哥 水烧开了 龙飞成喊道 给他们安排上 严手一刀 稍等一下 龙飞成道 我往水里加点茶叶 到时候跟着开水一块倒上去 茶叶会粘在他们的脸上 到时候再撕下来 那可就和撕了一层皮 没什么区别 保证让他们爽翻天 这下 严手一和薛凯 一起对着龙飞成竖大拇指 这家伙 折磨人有一套啊 面对着强大的精神折磨 矮倒是最先扛不住了 他哀声说道 你们别冲动 有什么想知道的 尽管问我 严手一嘴角微微上扬 其实一个矮倒是崩溃了 多多少少也能问出一些东西来 但他要的是高到是 这个硬茬 他知道的肯定更多 所以 严手一摇了摇头 你们师兄弟二人 青铜手足 你开口说话了 岂不是献你师兄于不业 算了算了 我对你们上一代人的恩怨情仇 也没什么兴趣 反正你们死了 也就没人找我爸报仇了 严手一说完 对龙非诚招招手 龙非诚兴奋地拿起了热水壶 慢着 终于 高到是也绷不住了 他叹了口气 恨恨地说道 你们严家就没一个好东西 记不如人 我认了 你想知道什么 尽管问 但还请你 放我们师兄弟二人一条生路 放了你们 你们又来找我爸报仇怎么办 严手一笑道 毕竟你们在岸 我们在明 我可不想每天睡觉的时候 提心吊胆的 高到是咬了咬牙 我可以发毒誓 发誓管个屁用 严手一指了指龙非诚 发誓管用的话 他早就让老天爷给劈死了 龙非诚无辜道 严哥 你别这么说 我和每个姐姐 都是真心相爱的 要是有半句违心的话 就让老天爷将天雷劈死我 众人沉默了一一阵 老天爷果然连个屁都没放 严手一耸了耸肩 所以 你说发毒誓管用吗 这毕竟是生死存亡之计 为了活命 矮道士也只能说到 那你说怎么办 只要你能保证放了我们 我们什么都能答应你 让我想想 这时 薛凯发现 矮道士的裤兜里 有动静 他担心矮道士还不老实 想要对严手一耍阴招 所以他立刻出手 往矮道士的大腿上扎了一刀 你口袋里是什么 矮道士惨叫一声 连忙解释道 手机 只是手机来消息而已 薛凯又踹了矮道士一脚 什么时候了 还有空和人聊天呢 高道士本就郁闷 被薛凯这么一带节奏 也有点生气 师弟 我说你脑子里装的 难道都是屎吗 能不能分清楚点场合 手机什么时候玩不能玩 非要在这个时候 矮道士心虚地不敢说话 想要讨回手机 又不敢开口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龙飞城可最喜欢八卦了 从薛凯那儿讨来手机 直接强行刷脸解锁 随后他翻看了一下矮道士的聊天记录 不由的面色一变 颜哥 情况不妙啊 他说道 颜首一眉头一皱 怎么了 你自己看看 龙飞城将手机递给了颜首一 颜首一拿过手机一看 发现矮道士的手机 停留在一个聊天对话框里头 上面显示的联系人士师弟 聊天内容竟然是古籍和星图的照片 看来刚才他们被迷晕了以后 两名倒是偷拍了古籍的照片 而这矮道士 还将照片发给了别人 他看着了 就是那个颜绸 他现在在荣城呢 还有 这些照片里可能隐藏着着长生不老的秘密 以防万一我先发给你 回头我找个地方解决了师兄 咱兄弟二人一起去寻长生不老之法 姐姐 这些照片千万不能发给别人 师弟回复道 放心吧二师兄 这天底下 我的嘴巴最严了 念完以后 颜首一的脸色很难看 他还不知道 这古籍里藏着长生不老的秘密呢 不过矮道士将古籍的照片发给别人 也触怒了颜首一 还没等颜首一发怒 一旁的高道士却已经发狂了 混账东西 长胸如腹 我待你还不够好吗 你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竟然要杀了我 然后跟着三师弟一起去寻长生不老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我杀了你 尽管有泥浆束缚 但高道士还是用了吃奶的劲 蠕动到矮道士的身边 由于双手都已经被淹没 高道士直接上嘴 一口咬住矮道士的耳朵 血淋淋地撕了下来 矮道士害怕不已 连忙喊道 师兄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冷静冷静啊 冷静个屁 我咬死你 也怪不得高道士如此生气 他从始至中都没有想要独吞的意思 还想着带着师弟一起长生不老 结果师弟转身就把他出卖了 甚至已经开始策划要杀他了 看样子 不需要严手一出手了 这两个道士 自己就要杀个你死我活 这时候 林子彤也慢慢醒过来 只不过 他因为在梦里陷入太深 所以醒来也有点猛 坐在一旁发着呆 模样还有点可爱 龙飞城沉生说道 颜哥 这可咋办 咱们的秘密被传出去了 薛凯说道 简单 用这个矮道士的手机发消息 把他们的三师弟骗出来 然后再斩草除根 这古籍能不能让人长生不死 严手一不知道 但古籍可是和林子彤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被太多人知道了 势必对林子彤有影响 所以 严手一也很想 保住这个秘密 他低声说道 但谁能保证 这个三师弟 不会把这些照片 再发给别人 矮道士抢着道 你们放心 我师弟嘴巴最严实了 他绝对不会再告诉别人的 话音才落 严手一手上的手机 又震动了一下 他退出来一看 发现通讯录上 有个名为 反严仇者联盟的微信群 点开一看 血滴子 at所有人 重磅消息兄弟们 我刚听说 咱们的仇人严仇 在戎城出现了 还有 这几张图上的文字 你们看得懂吗 据说这是 意外泄露出来的 鲁班书下卷 蕴含着长生不老的秘密 看到这一条消息 严手一的心 彻底沉下来了 矮道士看到严手一的表情 也大概猜出了他看到了什么 于是便默默地低下头来 看着手里的消息 简直满满的都是槽点 这个三师弟 简直一点都靠不住啊 矮道士前脚才给他发了消息 这家伙后脚就发给了别人 这个血滴子 显然是收到了不知多少手的消息了 才会在聊天群里公开告诉大家 而且更令人无语的是 他连古迹的照片都转发了 说明 三师弟把古迹的照片 也发给了其他人 靠不住啊 现在好了 古迹的秘密已经人尽皆知 自己老爸重出江湖的消息也传开了 最大的槽点 还是这个聊天群的名字 老爸当年到底是干了多少 丧尽天良的坏事 才惹来这么多仇家啊 仇家多也就算了 他们竟然还凑到了一块 组建了一个复仇者联盟 多大仇多大愿啊 要不是严手一知道自己老爸 是这儿八经的鲁班传人 现在都要怀疑他当年 是不是采花大盗了 严手一叹了口气 将手机的信息给两名道士看 高道士看完后 火冒三丈 冲着矮道士骂道 你对三师弟的嘴巴 还没点B数吗 他嘴巴炎 他嘴巴要是炎的话 母猪都能上述了 矮道士苦着脸说道 师兄 我知道错了 你以为道个歉我就会饶了你吗 高道士咬牙切齿道 看样子 高道士是不会放过矮道士 和那个所谓的三师弟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么还是考虑一下 如何解决为好 严手一皱着眉头 思考了片刻 随后对高道士说道 你的手机放在哪 薛凯立刻上前搜身 把高道士的手机找了出来 严手一又让薛凯和龙飞成一起 给两人的手机改了密码 从此之后 这两部手机 就和两名道士没什么关系了 他又对高道士说道 我放你走 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杀了你的两个师弟 严手一淡淡地说道 高道士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 高道士恨不得立刻杀了这两个愚蠢的师弟 严手一指了指薛凯 他会跟着你 亲眼看到 你解决了他们两人 烧掉他们的尸体 并且从此以后 你别再想打报复我爸的主意了 当然 你要还是想报复 也无所谓 因为凭你的本事 连想见到他都难 况且 现在我爸重出江湖的事情 已经人尽皆知 寻仇的人都要排队 轮也轮不到你 这话说的 着实有点伤人了 但高道士 现在哪还在乎这些 他连连点头 迫不及待 想要从泥浆里爬出来 然后先把矮道士给解决了 哦对了 在放你出来之前 我还要你身上的一样东西 严手一道 把你剩下的罪梦香都给我 之所以严手一 要向高道士索要罪梦香 目的就是 再回到梦境深处一次 去听那沁江国的将军 把故事说完 只有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 才可以弄清楚 林子彤真正的身份 亦或是搞清楚 林子彤体内的意识 到底是不是联合 高道士如今不管什么条件 都愿意答应严手一 因为自打他师弟 打算害他之时 高道士这辈子最大的仇人 已经不是严仇了 而是他这个傻缺师弟 所以 高道士交出了手机 和罪梦香以后 便用一种猎人的眼神 盯着矮道士 矮道士自知难逃一死 此时也保持着沉默 只不过心里一直在盘算着 一会儿该如何求情 又或者如何逃跑 这剩下的矛盾 已经是高道士与矮道士之间的矛盾了 和严手一没有半点关系 他不需要在乎太多 结 严手一轻贺一声 奇门遁甲之术 顿时被解开了 那变成泥浆的木质地板 飞快地复原 高道士连忙从泥浆中爬出来 紧接着便好像拎小鸡仔似的 将矮道士拎了出来 师弟 风水轮流转 接下来 师兄我会和你好好算算账的 薛凯冷声说道 离开西湖雅居 找个没人的地方 我看着你们俩算账 好 高道士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拽着矮道士往外走 临走之时 高道士还不忘对严手一说 这次我栽在你的手里 我认了 二十年过去 我连严仇的儿子都对付不了 自然也报仇无望 所以以后我不会再找 你们的麻烦了 但我不找你们 不代表别人不会找 那个聊天群里各路高手很多 你们好自为之吧 高道士说的是反严仇联盟 其实不用他说 严手一也能猜得到 那个群里的成员 必定有几个大佬 从他们的头像和网民来看 估计一个四十岁以下的都没有 但严手一没有特别担心 当年自己的老爸 能够招惹这群人 还能够全身而退 就说明 老爸根本不怕他们 二十年过去 结果也是一样 薛凯盯着高矮道士 两人一起走了出去 他小声对严手一说道 那个三师弟 你不用担心 今晚我会连他一并解决了 对薛凯杀人之事 严手一秉持着不反对的态度 其实已经是一种变相的支持 虽说做人要善良 但如果善良 无法保护身边重要的人的话 善良就是一种邪恶和残忍 经历过林子彤死亡的事情以后 严手一更加看清了这件事 所以他也接受了薛凯这个影子的存在 他说道 你自己也注意安全 随时保持联系 嗯 薛凯将卫衣的帽子戴在头上 推了高道士一把 高道士冷笑着带着矮道士 离开了西湖雅居 矮道士和高道士 今晚必死一人 反目成仇的他们 已经成不了什么气候 所以 严手一不在乎谁死谁活 最重要的是 古籍的秘密 和自己老爸重现江湖的消息 已经传开了 再防着也没意义了 眼下他应该考虑考虑 该怎么应付这帮 想要找自己老爸复仇的家伙 臭丫头 严手一来到林子彤的身边 见他 还有点没回过神来 便推了推他的肩膀 此时林子彤才终于清醒 打着哈谦问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的心可真大啊 严手一无奈道 有两个和我爸有过节的道士 用醉梦香将大家迷晕了 好在我和小龙及时醒来 又有薛凯帮忙 才将他们制服 有你在 我就没有出手的必要了 林子彤的表情很放松 严手一哭笑不得 林子彤相信自己是好事 但刚才他和高道士过招 其实也是出奇制胜 要是他不会骑门顿甲的话 想要迎高道士 恐怕不容易 没一会儿 张山通也醒来了 小老头睡眼朦胧 还有些责怪严手一 你干爷爷我多少年没睡过觉了 刚才那一觉睡得太舒坦 还不如不醒过来呢 严手一无语 拿出了一块醉梦香 我这还有醉梦香 要不您老回头 有空自己点上 想睡多久 就睡多久 那倒不便 张山通黑黑一笑 算是清醒了过来 他说道 所以 你们现在要回去了是吗 严手一点点头 这事我得尽快和我爸通通气 行 那你们走吧 您不和我们一起吗 严手一一愣 张山通摇摇头 还记得吗 我曾与你说过 出来以后 我也有要见的人 有要办的事 张山通好歹也活了几十年了 虽然他已经死了 但在这世间 还有不少牵挂 看他的模样 似乎打算今夜就启程 去了那些心愿 林子彤不舍地说道 爷爷 我们会想你的 还是孙媳妇懂事 张山通笑得合不拢嘴 又白了严手一眼 你小子不表示表示 严手一连忙道 我当然也舍不得您了 龙非成见状 心不甘情不愿地说道 亲爷爷哦 你别走了 滚一边去 有你什么事 张山通瞥了龙非成一眼 随后对林子彤笑道 放心 你们就在这戎城等着爷爷 爷爷办完了事 就回来找你们 我那老宅 你们且给我留着 住了十几年 也有些感情了 回来以后 我还要住哪 爷爷您放心 我们一定尝过去打扫 林子彤答应道 嗯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张山通说着 便飘了起来 最后又语重心长地 对严手一说道 甘孙子 你八字硬 运气也好 但命结之事 千万要放在心上 你甘爷爷 我可不想回来的时候 看到你也成了一个骨灰盒 好好活着 知道吗 甘爷爷 您放心吧 严手一有预感 张山通这一走 没个一两年是不会回来了 所以他才特意提醒自己 有关于命结的事 交代完了所有 张山通不再多言 撒脱地化作一道鬼气 从茶室的窗户飘走了 看到张山通 这说走就走的撒脱模样 严手一直觉得 这小老头 活得太通透了 也是 这世间最大的事 莫过于死 而张山通 已经死过一回了 那些所谓的牵挂 也都不重要了吧 送走了张山通 严手一眼下 还要头疼那 反言仇怜盟群的事 正在这时 龙飞城抱着手机 一阵坏笑 严手一担心 龙飞城又搞什么幺蛾子 连忙问道 你笑什么 我笑群里的这些人 简直个个都是人才 不信严哥你看 龙飞城说着 便将手机递了过来 啥玩意儿啊 严手一疑惑 拿出高道时的手机 打开了聊天群 顺着刚才的聊天记录 往下看 血滴子 ad所有人 重磅消息兄弟们 我刚听说 咱们的仇人严仇 在龙城出现了 还有 这几张图上的文字 你们看得懂吗 据说这是 意外泄露出来的 鲁班书下卷 蕴含着长生不老的秘密 宁静致远 ad血滴子 真的假的 我读书少 你可别骗我 风过无痕 严仇至少十年 没露面了吧 也不知是死是活 这种假消息 每年总要冒出来几个 我都不信了 王八 没错 拿出证据来 否则你给报销 去龙城的车费啊 血滴子 擦汉表情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信不信有你们 反正我已经连夜买了机票 要去龙城报仇了 风过无痕 你的消息是从哪来的 到底靠不靠谱 血滴子 这个我得保密 只不过 我恰好有几个 生鲜罐的朋友在龙城 宁静致远 ad it生鲜罐 大高个儿 你在龙城吗 看到这儿 眼手一愣了愣 这个叫宁静致远的家伙 艾特的居然就是高道士 不过这条聊天信息 已经是几分钟以前的了 由于眼手一没有回答 大家都有点不太相信 眼瞅在龙城的事 无聊的群友们 开始研究起了 血滴子发出来的古籍照片 风过无痕 不过我看这古籍 倒是有点像那么回事 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王八 要说这是鲁班书下卷 我还真有点信了 毕竟这上头记载着的 好像是破解命捷的长生之法 宁静致远 我看不太像 现在事风日下人心不古 搞诈骗的太多了 王道长上周 不是还被卖茶女 骗了三百万吗 王八 滚 死老太婆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愤怒表情 血滴子 不管你们怎么说 我反正是要去龙城了 说着 血滴子竟然还拍了一张 他在哈尔滨机场的照片 靠 真要飞过来啊 眼瞅一不由地骂倒 看来这叫血滴子的家伙 对他老爸 可是恨之入骨 刚收到消息 就往机场跑 迫不及待地 要来龙城报仇来了 颜哥别着急 你往下看 龙飞城见笑道 颜首依耐着性子 和林子彤一起往下翻聊天记录 生鲜罐小胖堆 at血滴子 你别来容成了 血滴子 为什么 疑惑表情 生鲜罐小胖堆 我们师兄弟三人 刚才偷袭了颜绸的儿子 结果让他给跑了 现在打草惊蛇 颜家人现在全都收拾东西跑路了 血滴子 操 你能不能行啊 打不过 为什么不等我来 宁静致远 at生鲜罐小胖堆 还真是你们 消息准确吗 你见到颜绸了 王八 颜绸现在跑哪去了 要是你们说的是真的 我这就出门买车票 风过无痕 at生鲜罐小胖堆 说话呀 人呐 生鲜罐小胖堆 最新消息 颜绸他们一家子 飞去三进省了 应该是去了宾州 现在追过去 肯定来得见 血滴子 多谢了兄弟 我这就改签机票 飞去冰州 直接在机场截胡 王八 等我 我也去 宁静致远 我就在冰州 让我去找着我的屠龙刀在哪 风过无痕 我有急事走不开 你们帮我多砍颜绸两刀 血滴子 at生鲜罐小胖堆 兄弟 谢谢你的消息 生鲜罐小胖堆 别借 大家是颜绸的仇人 你要是实在想要表达一下谢意的话 就发几个红包吧 血滴子 言之有理 血滴子 恭喜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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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鲜罐小胖堆一抢 为手气最佳 生鲜罐小胖堆 谢谢老板 老板大气 血滴子 哪里的话 严绸这个狗贼 人人得而诛之 倒有这是替天行道了 该给一些好处 生鲜罐小胖堆 老板请放心 我虽然不是严绸的对手 但我可以暗中跟踪他们 随时向大家汇报 严绸的行踪 血滴子 多谢道友 严守一拿着手机 看向了龙飞城 只见龙飞城捂着嘴笑道 这帮傻子 还不知道那两个道士的手机 落到了咱们的手里 被我三两句话 给骗到冰州去了 严守一不由地 对龙飞城竖起大拇指 不得不说 小龙你是真的见 但是见得很出色 如此一来 纯洁天真的群友们 就要集体去冰州旅游了 被忽悠的他们 还对龙飞城感恩戴德 甚至血滴子还一口气 发了一千块钱的红包 龙飞城走了狗屎运 一千块钱里 竟然抢了足足八百块钱 最惨的 莫过于是群友王罢了 才抢到八毛钱 林子彤笑道 小龙把他们忽悠去了冰州 咱们就有时间 想办法应对他们了 不错 严守一到 小龙 矮到士的手机就给你了 以后你接着忽悠 咱们去哪 你就往反方向说 应该能忽悠他们几个月功夫 龙飞城一口答应下来 放心吧 这事包在我身上 不仅能忽悠人 还能赚钱 这种好差事 可真不多了 恶作剧什么的 龙飞城最在行了 而且这次 他忽悠的还是一群高手 想想都刺激 折腾了一整天 此时已经是大半夜 严守一收拾了东西 带着两人一起走出西湖雅居 刚走出西湖雅居 他就收到了薛凯的短信 一切进展顺利 就连生鲜观的三师弟 也被薛凯解决了 如此一来 严守一就没了后顾之忧 可以放心 让龙飞城继续忽悠群友们了 不过 看到群友们说 自己手里的古籍 记载着破解命劫之法 这让严守一有些在意 他之前翻看了一部分 还没有研究出这些内容 想必得回去 让老爸看看 才能得到解释了 于是 严守一也不拖沓 离开了西湖雅居 让吴经理去收拾残局 他们三人 则是乘车回去飞凤山 等抵达飞凤山 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辞别了龙飞城 严守一和林子彤一起去寻严筹 虽然说已经很晚了 但严筹肯定还没睡 果不其然 经过邹瞎子的指路 二人得知 严筹在白家的望山书房 远远地看去 书房还亮着灯 依稀可以看到 严筹坐在窗前翻越着什么 夜色已深 这座占地面积超200平米 悬在山中的望山书屋 曾经是白家 艺人家主独享 而如今纠战雀巢 严筹没有半点不适应 仿佛这些都是他的 而白家庄园 被严筹他们霸占了这么多天 白家的人 也是屁都不敢放一个 废话 老祖宗都被对方给灭了 白家能不老实吗 其实 白家也是招惹了太多的敌人 尤其是柳家 李家 和驴山派 上次炼煞转生大阵的事件 虽然过去了 但大家的怒火还没有消失 所以现在白家在荣城 简直是人人喊打的状态 铜金城暗中创立的四象山 日子也不好过 驴金专门派人去闽南一带 进行围剿 势必要将四象山羽孽 斩草出根 这种种因素结合起来 严筹在白家庄园 住的那叫一个心安理得 看书的时候 点的是最贵的陈香 喝的是最贵的红酒 抽的是最贵的雪茄 别看严筹在监狱里 蹲了十几年 但这些好东西 他却没少享受 尤其是近两年来 各方大佬排着队来监狱 看望他 送的礼物 也是一件比一件贵重 只是严筹除了烟酒 这种消耗品以外 其他一概不收而已 此时此刻 严筹手里端着一本 建州省北部出生的 作家写的小说 津津有味地看着 这名作家 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写的小说却十分真实 写的多是一些 悬门道门 江湖内发生的事 用词严谨 剧情紧张 搞不好这故事 有可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 这时 敲门声响起 严筹和尚小说 对门外喊道 进来吧 严守一和林子彤 推门而入 对严筹微微弯腰 你俩这么晚才回来 该不会 是去嗨皮了吧 严筹笑哈哈地说道 能理解能理解 年轻人吗 看到严筹这副 为老不尊的模样 严守一哭笑不得 严筹有两副面孔 一副是对自己人的 随时随刻都乐呵呵的 甚至偶尔还会讲点婚段子 另一副是对敌人的 那时候的严筹 不容反抗 强势逼人 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 他才是坏人 在李佳人的眼里 严筹肯定是个 十恶不赦的大混蛋了 严筹紧接着问道 小子 让你去问清楚李琴的事 问得如何了 我见到了李琴 也从他手里拿到了东西 只不过 今天还发生了 其他很多事 严守一缓缓将 今天发生的事情 告诉严筹 尽量不遗留什么细节 毕竟 这可是仇家寻上门来 关乎性命的事 严筹听得津津有味 竟然没有半点的担忧 甚至时不时还笑一笑 仿佛听到了 什么笑话似的 说完以后 严守一苦笑道 老爸 我在说很严肃的事情 你别笑了 这样生鲜罐的道士 会很没面子的 哪有人在听说 仇家找上门以后 不害怕不担心 反而哈哈大笑的 严筹笑道 他们一群手下败将 要什么面子 更何况 他们连我的面都没见到 就被我的儿子给收拾了 我不该笑 难道该哭吗 李氏这个礼儿 严守一竟无言以对 你说的那个高道士 来自于昆绪山生鲜罐 他们的祖师爷 是王重阳的徒孙 也是铁角真人 王初一的徒弟 当年这个徒弟 判出师门 到昆绪山那 鸟不拉屎的地方 盖了生鲜罐 传授的都是 王初一的本事 但干的那都不是人事 他们为孕妇 算父中胎儿的性别 算出是男的就留下来 算出是女的 就给孕妇罐剁胎药 当时昆绪山下的 一个苦命女子 一连三胎都是女儿 全都被高道 是他们害死 导致那三个 女儿成了怨孤 开始报复镇上的百姓 你把我正好路过 就替天行道 超度了三只怨孤 又顺手杀上了生鲜罐 给那高道士的脸上 来了一刀 让他常常记性 这不过是 你把我当年行走江湖 遇到诸多事情中 最不起眼的一件小事而已 要不是他找到了你 我压根就记不得这件事了 盐绸说着 又笑了起来 你把我那些年行走江湖 从没错杀过一个好人 也没错杀过一个坏人 能找我寻仇的 都不是什么好货色 二十年前 他们是我的手下败将 二十年后也一样 所以 无需担心他们 就让小龙继续吊着他们 满世界跑 咱们该干啥干啥 他顿了顿 又说道 比起那群手下败将 我更在意的是你说的古迹 把古迹拿出来 给我看看吧 古迹由林子彤收起来了 他此时拿出古迹 交给了盐绸 盐绸接过古迹 大致地扫了一眼 结合盐绸一所说的故事 与高道士他们分析出来的内容 盐绸很快便将古迹研究了一遍 这一下 他的脸色不如之前那样轻松了 爸 您发现什么了吗 林子彤好奇地问 盐绸点点头 撇开那将军与公主的故事不谈 高道士所说的长生不老之法 这里头的确记载了 真的 盐绸一问 那他们还说 这是鲁班书下卷 那是他们蠢 盐绸不屑一笑 鲁班书下卷记载的东西 可比这破古迹的长生之法 刺激多了 林子彤心里一惊 爸 您看过鲁班书下卷 事实上 就连盐绸一 也从未见过鲁班书下卷 他一直以为 鲁班书下卷压根不存在 只不过是悬门中人 基于鲁班书上卷和中卷的内容 而故意编造出来 给鲁班叫拉仇恨的谎言而已 现在看盐绸的表情 盐绸一当真怀疑 鲁班书下卷 或许真的存在了 谁知盐绸这时 却闭上了嘴巴 笑而不语地摇头 没有 林子彤不明白 天机不可泄露 盐绸答道 盐绸一翻了白眼 该不会当年爷爷传给你的时候 被你给弄丢了吧 那当然不能了 盐绸立刻反驳道 可他刚反驳 便意识到 自己居然中了盐绸一的圈套 明面上 盐绸反驳的是 没有弄丢鲁班书下卷 但实际上 他却回答了另一个问题 鲁班书下卷真的存在 而且由盐绸一爷爷传给了他 果不其然 盐绸一正奸笑着 一副诡计得逞的模样 林子彤瞪大了眼睛 所以 鲁班书下卷真的存在 要不怎么说 清出于蓝儿胜于蓝呢 盐绸已经算是精于心计的人了 结果刚才居然出其不意地 栽在了自己的儿子手里 重点是 盐绸还不好意思生气 毕竟那是自己的儿子 儿子坑了老子 老子应该开心才是 但是 盐绸抬手 就冲着盐绸一屁股来了一巴掌 虽然说不能怪儿子太聪明 但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 拿你出出气 又能怎样 盐绸白了盐绸一眼 道 以后这点小心思 别往你爹身上使 枪口是对着敌人的 盐绸一委屈道 哪有您这样的当爹的呀 看到盐绸一挨揍 林子彤笑得合不拢嘴 既然话已经被套出来了 盐绸也没什么可以瞒的了 鲁班书下卷的确存在 而且 其中记载的内容 足以颠覆如今 更多的 我也没法告诉你们了 知道太多对你们不好 话虽如此 可盐首一和林子彤 哪能不好奇呢 见他们还是蠢蠢欲动的模样 盐绸又说道 知道的太多 承受的也越多 人人都向往长生 却不知道 长生之人却向往死亡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二人不解 他们来到这人世间 也才二十年呢 活都没活够 怎么会想死呢 盐绸道 当一个获得永生 生活也就失去了盼头 不用再为活下去而奔波 便会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 进而明白人类的渺小 直到自然的可怕 在能力无法匹配 内心的绝望之下 永生就成为了负担 死亡就成了愿望 我说这些 主要是想告诉你们 知道太多对你们不好 正如永生之人 思考得多了 就越想要靠近死亡 纵然聪明伶俐 如林子彤 一时半会儿 都无法理解 盐绸所说的话 而盐首一 更是两眼失神 呆呆地看着盐绸 一副地主家的傻儿子的模样 盐绸摇了摇头 又说道 举个例子 你是一只蚂蚁 过去的二十年 你都在开开心心地 吃吃喝喝 你以为世界上 除了蚂蚁 就只有蚂蚁窝和食物 忽然有一天 你知道了人类的存在 虽然人类对蚂蚁没有恶意 但你知道 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 消灭你和你的族人 知道了这些 你还能继续 没心没肺地 吃吃喝喝吗 听您这么一说 我好像有些明白了 盐绸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林子彤也闭上嘴巴 不问鲁班书下卷的事了 还是说回古籍的事吧 盐绸道 这古籍我做个辈分 留着慢慢研究 原件你们带回去 大家集思广益 说不定能发现 更多没发现的细节 好 踏印了古籍之后 盐绸将古籍原件收拾好 交到了林子彤的手中 林子彤忽然问 爸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后天吧 盐绸答道 明天空出一天的时间 让你与你的家人告个别 毕竟这一走 没个十天半个月回不来了 嗯嗯 林子彤倒是没什么舍不得的 过去她也没少往外跑 她不是恋家的女孩 只是要多安慰 安慰自己的父亲 毕竟刚刚嫁了女儿 哪个当爸的都不好受啊 盐绸一和林子彤 拿着古籍的原件 离开书房回去休息去了 而盐绸在窗前思考了片刻 对外头吹了一声口哨 没一会儿 邹瞎子便推门而入 她闭着眼睛 手上也没有拿探路用的拐棍 却好像能看到书房里的一切似的 静止走到椅子前坐了下来 找我来有何事啊 邹瞎子笑道 盐绸道 当年咱们招惹的那些仇人 已经知道 我重出江湖的消息了 哦 那群手下败将 邹瞎子的反应 和盐绸一模一样 不仅不害怕 还笑出了声 我正愁闲着没事干呢 不如就让他们组团来找咱们 老瞎子 我按着当年的顺序 挨个再揍一遍 他们倒不是什么厉害的人物 但难免会有影响 盐绸淡淡地说道 瞎子 你腿脚不变 这次我们回陈家村 就让狗道士和秃驴跟着我就行了 你留在荣城 保护好我那亲家 邹瞎子有些生气地说道 什么叫我腿脚不好 你这是歧视残疾人 你可拉倒吧 盐绸白了邹瞎子一眼 然后给邹瞎子扔了一支烟 邹瞎子精准地接住了烟 叼在嘴里 两根手指头搓一下 烟头便点着了 盐绸可就没那么花里胡哨了 找了打火机 老老实实地点上 两人吸着烟又聊到 西湖现在为我们所有 建设布阵的事情 还得有人帮忙盯一盯 尤其要防着驴山派的那些人 所以我才选择把你留下 邹瞎子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我怎么盯 我说的盯 指的是能够让我放心 狗倒是太不靠谱了 兔驴脾气又不好 所以只能选你了 言愁无奈道 难道你们就不怀念我的歌声 我的琴声 你在平嘴 我就让兔驴往你的菊花里 塞满菊花 这事儿交给我吧 你们一路走好 邹瞎子其实本来就懒得走 之前不过是故意平嘴罢了 现在答应得可干脆了 言愁点点头 意味深长地说道 此行回去 不仅仅是去看望看望我爹 还得帮手艺取回斩破刀 最重要的是 取回鲁班叔下卷 邹瞎子沉阴片刻 露出担心之色 这一路怕是不安宁 放心吧 有狗倒是他们在 能有什么事儿 言愁笑道 顺道锻炼锻炼 我那傻儿子 有一说一 手艺已经很优秀了 邹瞎子道 当年我们四个家在一起 都比不上现在的他 鲁班的传人 本就应该一代比一代优秀 言愁低着头说道 他若是不优秀 怎么扛得住命捡 你也别太放在心上 手艺承担这些 也不全是因为你 我知道 但正因为我是他爹 所以才必须管到底 言愁眼神坚定 真到那个时候 就算是我死了 也绝对不会让手艺出事 否则 我有什么颜面去见我爹 言手艺和林子彤 回到房间以后 并没有马上休息 而是一起在被窝里 说了许多悄悄话 而他们的话题 主要围绕着今天一整天 各自的所见所闻 两人聊到了深夜 才恋恋不舍的相拥而睡 第二天一早 林子彤起床回历城 去看望自己的老爸林若福 而言手艺 则是去了一趟老金的回春堂 马上要离开荣城一段时间 言手艺今天也是 来与大家道别的 到了回春堂 言手艺便瞧见老金 那忙碌的身影 这家伙竟然起了大早 正教女徒儿果果食中药呢 只不过识别中药 哪有那么简单 这些草药千奇百怪 长得相同的又太多太多 光是要弄明白 它们之间的区别 就很不容易了 更别提许多中草药 还需要经过各种工序之后 才能够真正地成为药材 给病人服用 就算果果天赋一饼 此时也被那摆在桌子上 看着几乎一模一样的 十几种药材 搞得一个头两个大 师傅 这些药材看起来都差不多 真的有必要分那么细吗 果果吐槽道 老金一脸严肃 甚至瞪了 自己这可爱漂亮的女徒弟眼 你以后可是要成为古医的 哪怕是西医也应该明白 任何一种药 都有其至关重要的作用 年份 剂量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危及到患者的生命 为师知道这些知识难解 但这世界上 有什么是简单的 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 哭着也得走下去 没想到 老金在叫徒弟的时候 居然如此严肃认真 和他平常那 油腻猥琐的模样 截然不同 这倒让严手一对老金 刮目相看了 可没想到 下一秒 老金便对果果说道 果果 最近为师手头有点紧 要不你先借我200块硬硬结 站在药铺外的严手一 大跌眼镜 哪有师父冲徒弟借钱的呀 嗨嗨 严手一咳嗽两声 引起了老金的注意 老金回头见识严手一来了 便赶紧装作 什么都没说的模样 摆了摆手 让果果继续研究药材 自己乐呵呵地走了出来 什么风把新郎官吹过来了 老金笑道 那天你结婚匆忙 我也没什么准备 现在里已经是没有了 要不你在我铺子里看看 看中什么就一折带走 严手一两眼一瞪 老金你不是吧 赚钱都赚到我头上来了 赚钱嘛 不含颤 那你也得有点职业操手啊 你自己瞧瞧 你店里的那些药 药罐子里都长毛了 估摸着 昨天蟑螂和老鼠 还在里头睡过觉吧 严手一嫌弃道 要不是知道老金的底细 这货妥妥坐实 是一个庸医了 老金不以为意 我们古意行走江湖 靠的是真本身 你以为 我真开这破药铺啊 这药铺不过是个幌子 大隐隐于是懂不懂 严手一往外看了一眼 这回春堂的外头 连水泥路都没铺好 风一吹就黄沙满天飞了 好一个大隐隐于是啊 不过严手一 今天来不是来找老金的茬的 他说道 罗宁和阿公在吗 还有珠珊造 我明天要离开荣城一段时间 走之前 与他们道个别 你要走 去哪啊 老金疑惑道 不是什么大事 我老爸不是出狱了吗 正巧陪他回老家看看 给爷爷的坟上炷香 顺便带子童也出去走走 哦 我当什么事呢 老金笑道 罗宁阿公 他们身体可不如你 上次平安大厦一战 到现在他们还没缓过来 估计他们想跟着你去 也去不成了 至于那珠珊造 他已经回古岭去了 柳家人替他修了庙 他着急回去稀释香火呢 柳家人也十分信守承诺 以后珠珊造改邪归正 还真能成为柳家人的守护神了 在老金的陪同之下 严守一去小屋 探望了一下罗宁和阿公 罗宁已经可以下床活动了 而阿公身上的石膏都没拆 听说严守一要走 罗宁甚至有些异动 但想到林子彤也会同行 他跟着去显然不太合适 毕竟严守一和林子彤 可是堂堂正正的夫妻 自己要是再勾引严守一玩 那名声可就不好听了 关于命结之事 你有头绪了吗 罗宁问 严守一点点头 有了一点 但还需要慢慢破解其中的秘密 此行回来 咱们三人再碰个头 将命结之事给解决了 罗宁和阿公也是修炼短法之人 同样有命结缠身 他们的宿命和严守一一样 所以也十分迫切地 想要破解命结 而希望如今就放在严守一的身上 但结果 只有等严守一回来才有了 临别之时 阿公送给了严守一三个小指人 指人不过巴掌大小 说是指片人应该更贴切一点 他们仨被做得栩栩如生 眼睛好像会动似的 阿公介绍道 这三个指人体内封印着厉鬼 若是你遇到麻烦事 可以让指人出来助阵 不过 他们分别只有三次使用机会 次数用过了 厉鬼的魂魄也会消散 拿着朋友送的礼物 严守一十分感动 对阿公郑重地说了声谢谢 然后转看向罗宁 罗宁瞪了严守一眼 你看什么看 我的本事和阿公不同 他送指人给你 难不成我送具尸体给你 我倒是愿意给 你敢要吗 严守一 好像带一具尸体上路 确实不方便 怕是还没走出戎城 就要被警察给抓起来了 随后 严守一又盯上了老金 老金哭笑不得 合着你不是来告别的 是来要礼物的 我倒是有不少丹药 但是那些丹药 只在刚出炉的时候有效 放太久就没用了 有些丹药 并不在于其原料有多珍贵 而在于难保存 炼制好的丹药 很容易受到浊气的侵蚀 从而失去药效 所以古时候的丹药 都是用丝绸拖着 放在檀香锦盒中 密封保存 但即便如此 药性也会飞速下降 严守一似乎想到了什么 从胯包里 拿出了一个 寄着红带的小葫芦 这是东王葫芦 是我从白石洗那儿抢来的 据说这小葫芦 能装上百颗丹药 而且丹药放在这葫芦里 不腐不坏 药效绝对不会退散 老金听后 目瞪口呆 你拿出这么一件宝贝来 就是想从我这儿 坑点丹药带走 朋友如果不是用来的坑的 那将毫无意义 尤其是在见识过 自己老爸和狗盗使他们 自己的爷爷和张山通 这样的关系以后 不坑朋友一下 怎么显得双方关系好呢 所以 在严守一拿着东王葫芦 满脸真诚的表情之下 老金默默地起了炉子 专程为严守一炼了 十几炉丹药 热乎乎的丹药 直接被塞进了东王葫芦里 小小的葫芦 竟然真的塞下了 足足一百颗 半个鸩唇蛋大小的丹药 洗劫了大家一番以后 严守一也准备回去了 回去收拾收拾东西 明天一早就起程出发 回陈家村 而正当他准备离开之时 一辆红色的机车 呼啸着停在了回春堂的门口 机车上的女孩戴着头盔 虽然看不到长相 但严守一知道她是谁 一时间 他竟然有些心虚 左右看了看 好像想要找借口夺起来似的 老金在一旁说道 那是柳家的二小姐柳一人 自打白家覆灭之后 柳家的人就搬回古山的最花里了 柳一人时常来我这 看望陪着阿公的柳家人 对了 好像你与柳一人也挺熟的 是 是有点熟 严守一支支吾吾地答应着 他万万没有想到 会在这儿 在这个时候 遇到柳一人 说实话 除了林子彤以外 柳一人算是与自己关系 最近的女孩了 尤其是那天早晨 自己醒来以后 还发现柳一人躺在自己的身边 这让严守一 此时不知该怎么面对柳一人 柳一人停好了车 修长的大腿从车上迈了下来 随后取下了头盔 将头发轻轻里一里 他看着严守一 也有些愣神 但在短暂的沉默后 柳一人大方地 走到严守一面前 笑着说道 听说你结婚了 恭喜你啊 二叔 啊 嗯 谢谢 严守一表情 很不自然地答应着 之前他戏弄柳一人的时候 总让他喊自己二叔 但柳一人死也不肯开口 但现在他喊得这么痛快 应该是故意想要和自己撇清关系吧 再看柳一人的手腕上 那串手链明明还戴着 柳一人注意到严守一的目光 便不动声色地摘下了手链 他不想让严守一感觉自己还有所留恋 不希望他心里有愧疚 两人干战了一会儿 老金主动说道 你是来看你姐姐的吧 他们在后山小屋 你自己过去吧 哦 嗯 没错 我这就去了 柳一人如释重负 出了口气后 对严守一歉意一笑 而后往小屋的方向走 严守一转过身去 看着柳一人的背影 心情也颇为复杂 一旁的老金 感受到了两人之间那古怪的气氛 不由地笑道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树欲进而风不止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沟曲 严守一捂住了老金的嘴巴 金爷 别说了 我和子彤已经结婚了 老金推开严守一的手 道 我就随便念几首诗 你激动地求啊 主要是你这诗念得太过暗示了 老金叹了口气 看得出来 这柳家的丫头 是真的喜欢你 但她也知道 你对她无意 更不想做破坏你们感情的坏女人 既然她已经看开了 你也别有负担 这方面 你得向小龙学学 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 行 我知道了知道了 严守一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但她还是忍不住 看了一眼柳依仁 那略显落寞的背影 唉 一阵悠长的叹气声 在严守一耳边响起 她诧异地对老金说道 你叹什么气 我 我没有啊 老金无辜道 你没有吗 没有啊 严守一满脸怀疑 她刚才分明听到有人叹气了 不是老金 难不成是自己啊 但这回 严守一真的叹了口气 随后她不去想太多 带着从朋友们那儿 洗劫来的东西 离开了老金的回春堂 她不知道的是 叹气的那人 不是老金 也不是她自己 而是来自于 她的灵魂深处 那个坐在银杏树下 吹横笛的男人 离开的日子 终于到来了 一大早 收到消息的白家家主白敖广 便站在白家庄园外等候 自打那天老祖宗被灭了以后 白家人就成了丧家之犬 有家都不能回 其实严守压根 就没把这帮人放在眼里过 只不过 她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 而刚好白家的庄园还不错罢了 白敖广知道严守他们要走了 差点就喜极而泣了 她认为 之前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都是同金城干的 所以 在同金城死后 白敖广直接和妻子 方琼离婚了 她以为 这样就可以和恋煞转生大阵 撇清关系 白敖广带着白家人 守在白家庄园外 左等右等 等到日上三竿 总算有人出来了 从庄园里走出来的人 是严绸 严守一 林子童 龙飞城 狗道士和妙纪武僧 其实薛凯也在附近 但她作为影子 非必要是不会现身的 看到严绸他们 白敖广别提都开心了 但她不敢出声 只敢远远地看着 丫头 严绸忽然说道 你把白家的家主叫过来 嗯嗯 林子童今天穿着一身 白色的运动套装 背着一个小小的背包 整个人看起来亮丽无比 年轻大概就是这个味道 林子童认识白敖广 喊了一声 她便老老实实地过来 毕恭毕敬地对严绸 和严守一行礼 严绸淡淡地说道 我们走了 这白家庄园还给你 谢谢严先生 白敖广立刻说道 但你别以为 你和恋煞转生大阵之事 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严仇道 说到底 白家依旧是帮凶 就算是老祖宗干的坏事 你们作为白家的后代 享受了祖宗带来的好处 也应该替祖宗承担一些后果 白敖广脸色一变 神 什么意思 我走之前 动了你们白家的风水 今后你们白家将会厄运缠身 诸事不顺 至于财运 自然也是 散得干干净净 从此以后 白家就老老实实 做个普通的家族吧 白敖广听了 双腿一软 无力地坐在地上 这就是招惹鲁班传人的后果吗 虽然活着 却失去了过去引以为傲的一切 而且这种诅咒 还会延续到下一代 甚至下下代 这就是 父债子长 看着白敖广那煞白的脸 狗倒是眼里 没有半点同情 他甚至念起了诗来 善恶到头中有报 高飞远走也难逃 白敖广 我们给你的惩罚 你就乖乖受着 我劝你 也别再找高人求助了 要知道鲁班传人的诅咒 可不是那么好解的 诚挚白家 只是严守一他们回村的一个小插曲罢了 严仇没把白家放在眼里 严守一更被把白家放在心上 大家带着行李 坐上了早就安排好的车 缓缓驶离飞凤山 白敖广看着终于离开的温神们 重重地松了口气 身边有个白家的后辈忍不住问道 家主 鲁班传人真的这么厉害吗 他说冻风水就冻风水 那些诅咒都会实现 万一他只是吓唬我们怎么办 白敖广叹了口气 道 你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厉害罢了 反正这飞凤山咱们待不了了 你们谁爱住谁住 我是不住 作为白家的家主 白敖广之前与老祖宗接触颇多 知道他们这类人的厉害 所以 自打言仇说出动了风水和诅咒之事以后 白敖广就打定主意 再也不踏进飞凤山的庄园半步 但那些白家的后辈 却不这么想 要知道他们 可是从小在这长大的 飞凤山环境优美 位置优越不说 风水好空气好 外头那些五星级奢华酒店 都不如他们的庄园 如今盼星星盼月亮 好不容易把鲁班传人给盼走了 他们回去还来不及呢 当下便有一部分 白家人着急忙慌地回去 也想看看自己的家 有没有被严守医他们祸害了 结果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庄园的入户门槛 不知是高了几公分 还是怎么的 白家人近一个 就被绊一个 而且一摔 就摔好几个跟头 头破血流都是好的 有几个上了年纪的 直接就摔得当场骨折了 一时间 庄园里头哀嚎声四起 不幸邪的白家人 齐刷刷地倒在地上 白敖广健壮 便知道 严仇的话是真的 不是在开玩笑 但即便如此 还是有胆大的白家人 顶着满脸血往里走 于是乎 白家人的厄运开始了 崴脚的 撞墙的 摔跟头的 被鸟在头顶上拉屎的 被房顶的瓦片 砸破脑袋的 这些事的发生 乍一看 似乎万分邪乎 但仔细一想 又好像是 严绸动了一些房子的构造 才导致发生了这些 例如 白家的入院门槛 的确是被严绸弄高了一些 这才让那些习惯了的 白家人摔跟头 类似的小心机 不知道庄园里还有多少 每每在白家人 以为没事的时候 倒霉的事 就突然降临 最可怕的是 白家人进入庄园后不久 他便接到了好几个电话 白家的一些产业 因为涉嫌违法 被有关部门调查 之前和他们关系好 替他们打掩护的领导 也纷纷倒台 白敖广气的差点犯心脏病了 现在白家内忧外患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赶紧冲着白家人喊道 都他妈别进去了 再进去 我们白家就真的要完蛋了 可是家主 咱们还有好多东西在里面 再进去就小命不保了 还管那些做什么 白敖广愤怒地喊回了 想要进入白家庄园的白家人 而后又说道 明天我们就把庄园低价卖了 带着钱换个城市 以咱们的经验和人脉 东山再起 也不是难事 这一点白敖广说得倒不错 白家人坏是坏 但也算是人才辈出 否则三大鬼王世家 不可能只有白家混的最好 白家人虽然心不甘情不怨 但也见识到了 这风水对他们的影响 只能同意卖掉庄园 可这时候 庄园内忽然慢吞吞地 走出了一个瞎子 正是邹瞎子 别人一走 准摔跟头的门槛 对邹瞎子而言 居然一点影响都没有 只见邹瞎子走出庄园 靠在门旁 对白敖广说道 我这老瞎子 最近要在荣城待一段时间 正愁没地方住呢 你这白家庄园就不错 白敖广瞪大了眼睛 照邹瞎子这么说 他们这庄园不仅卖不了 还得给这臭瞎子住 当场便有白家人 想要臭骂邹瞎子一顿 但却被白敖广阻止了 这邹瞎子 可是严愁的人 看模样 也绝对不是好惹的种 白家如今已经够惨的了 要是再招惹到惹不起的人 只会雪上加霜 于是白敖广只能叹了口气 对邹瞎子说道 那您先在这住着 什么时候您要走了 我们再卖庄园 嗯 邹瞎子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 笑着走回去了 白家人敢怒不敢言 只能对白敖广私下发发牢骚 家主 要是照这样下去 那死瞎子一天不挪窝 咱们就一天卖不了庄园 岂不是被困在荣城了 那你说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咱们白家上下好几百口人 钱根本就不够花呀 根本耗不起 那瞎子 说到底也是看不见 要不咱们 偷偷在他的饭菜里下药 白敖广刚想提醒这名白家人 不要痴心妄想 庄园里忽然飞出来一块板砖 不偏不倚 正好砸在那名出主意的白家人脑袋上 这一砸 直接砸得头破血流 晕倒在地 白敖广也不同情 只是叹了口气 让其他人把这倒霉孩子送去医院 最后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自己过去的家 唉 同京城啊 同京城 天底下那么多女人你不选 非选严手艺的女人 害得我白家如今也受牵连 若是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白敖广断然不敢再招惹乳班传人 招惹那严手艺 说完这些 白敖广便带着剩下的白家人 在秋风的落寞之下 缓缓走下飞凤山 从此以后 飞凤山不再姓白 荣城的顶级家族 也不再有白家存在了 荣城处于建州省东部沿海地带 而陈家村则是处在建州省北部 靠近江西省的位置 建州省被人们称之为 八山一水一分田 主要是因为 建州主要以秋林地貌为主 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65% 位居全国第一 而在这种地貌当中 山河林就成了主题 陈家村靠近武夷山脉 位于武夷山脉的分支 一座被称之为 岩前山的山脚下 说起这岩前山 故事可就多了去了 陈家村背靠岩前山 而这岩前山 在建州的秋林地貌中 显得格外独特 它如同一棵巨大的石头 镶嵌在土地上 山上一棵树都见不着 光秃秃的 只长着那些 能在岩缝中生长的 小藤蔓和灌木 传说整个岩前山 曾经是一块陨石 数百年前从天而降 就成了现在的岩前山 也有人说 岩前山就是五指山 这里曾经镇压过孙悟空 也有人说 岩前山其实是凤凰蛋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有凤凰破壳而出 直上九霄 在诸多的传说渲染之下 岩前山和陈家村的村民 都十分相信神的存在 所以 当地人十分看重风俗和祭祀 有些小孩生病了 都会先找神婆看看 岩首一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成长起来的 实际上 陈家村距离戎城也不算远 两者之间来回 还没有开通高铁动车 只能乘坐老式的绿皮火车 约莫六个小时 才能陈家村的上级城市 一座名为支城的县级市 这支城的来历 也颇为厉害 古时候 它是建州省的首府 被称之为八敏首府 敏国古都 后来才让戎城给夺去的 到了支城后 他们还需要乘坐大巴车到镇上 最后再转小三轮 才能抵达陈家村 此时此刻 几人坐在从戎城去往支城的绿皮火车上 车上来来往往的旅客不少 大多穿着朴素 提着蛇皮带 带的都是一些土特产 也不知他们是外出还是归家 总之每个人的神色各不相同 但都带着一丝期盼 车厢里充斥着一些怪味 其中的支城光饼和板压的味道尤其重 林子彤没吃过这些当地的名小吃 不由地吸了吸鼻子问 什么东西这么香 闻着我都饿了 臭丫头 你之前从未去过支城吗 严守依问 坐在卧铺床上的林子彤摇了摇头 荣城人一般往东南跑 和历城路程乡城接触比较多 毕竟这些都是沿海城市 交通便利 商业发达 我过去谈生意 也只去过那几座城市 严守依依想 也觉得有道理 相比于沿海的荣城 支城四面环山 交通没那么便利 可发展的空间太小了 这也是为什么 荣城最后会成为建州省会的原因 既然林子彤从未尝过这些美味 那严守依可就要带她尝尝了 她走到车厢走廊去 向那正在叫卖的小贩 买了一袋光饼和半只板鸭 期间用的支城本地方言交流 小贩一听就知道是家乡人 最后还乐呵呵地 送了严守依半只板鸭 虽然荣城离支城也不远 但建州可是隔一个山头一个方言 所以此时严守依听到家乡话 也格外的亲切 拎着板鸭和光饼回去 那香味顿时吸引了所有人 龙飞城抢着凑上来 好奇道 颜哥 这是什么啊 狗倒是一眼认出来了 呦呵 光饼和板鸭 来来来 先拿两块光饼给我尝尝 将光饼和板鸭分给大家 严守依满怀期待地盯着林子彤看 林子彤小小地啃了一口酥脆的光饼 才嚼了几口两眼就放光了 好好吃啊 那可不 严守依叫了起来 狗倒是笑道 我们那时候吃的光饼 那可是真的光饼 只有饼没有肉 你瞧见这饼中间的孔了没 当年我们下地干活 或者出远门的时候 就把光饼用绳子穿成一串 挂在脖子上 饿了随时啃一口 每一个地方的特色小吃 都和老百姓的生活脱不开关系 那些小吃的背后 有着许多故事 同时也是一种历史 严守坐在窗边 看着远方倒退的田野和群山 似乎没有什么胃口 林子彤用胳膊肘戳了戳严守依 递给他一根鸭腿 然后使了实眼色 严守依哭笑不得 林子彤这个儿媳妇 当得实在是太称职了 要是严守依自己 倒是不会去打扰和关心严守 于是严守依便拿着鸭腿 来到严守身边 爸 好久没尝到家乡的味道了吧 严守回过神来 看到严守依手里的鸭腿 便知道是林子彤 喊他过来关心自己的 若是没有林子彤 严守多半会一脚 把严守依踹开 身为父亲 可不能让儿子觉得自己老了 需要关心和陪伴了 但既然是儿媳妇的关心 那他可就得好好接着了 他接下了鸭腿 闻了闻味 夸赞道 十来年了 这板鸭的味道越来越香了 我也觉得 一旁的妙记武僧拿着半只鸭子 一边啃一边说道 龙飞城忍不住问 妙记大师 您不借荤心的吗 狗倒是笑道 他连淫欲都不借 还借荤心 来 突驴 我这有酒 咱们划拳 妙记果然什么都不借 一口鸭肉一口白酒 就和狗倒是划起拳来了 这可把一旁的严守依他们 看得目瞪口呆 不过他们也早就习惯 狗倒是和妙记 这两个神奇的家伙了 可以说 世俗的一些规矩和眼光 完全无法限制他们俩 值得一提的是 狗倒是的老黄狗 没能上得了火车 于是 在过安检的时候 狗倒是直接把老黄狗给放了 然后叮嘱老黄狗 去支城等他 老黄狗显然十分通人性 完全听懂了狗倒是的话 只不过严守依还不知道 老黄狗要怎么自己去支城 路上会不会遇到狗贩子 好在建州人不爱吃狗 儿子 待会儿到了支城 你先带子童和小龙回陈家村吧 我和你叔叔 他们要去办点事 严筹忽然说道 严守依依愣 怎么了 没什么 就只是见见老朋友罢了 严筹笑道 而且 你们年轻人 不能整天和我们这些中年人 待在一块 这话倒说得没错 在严筹他们几人的面前 龙飞城可老实不少 平日里的那些骚话 现在一句都听不着 于是 严守依只能点头 咱们的老房子 收拾收拾还能住 那我就先带他们回去了 你们大概几天能回村 要不了多久的 快的话不过两天而已 反正现在有手机 我们随时联系 严筹达到 如此一来 严守依就没其他的问题了 但他还是对严筹要办的事 有些好奇 最后他想明白了 好歹老爸 也在监狱里蹲了那么多年 现在好不容易出来了 找个借口和兄弟们出去嗨皮一下 也正常 绿皮火车有频率的光切光切着 在田野中的铁轨上前进 日落时分 火车停靠在支城的火车站 严守依下了车 闻着熟悉的家乡的空气 只觉得心情舒畅 出了车站 双方就暂时分开了 严守依带着林子彤和龙飞城 坐上去镇上的大巴车 而严筹在目送他们离开以后 眼神渐渐冷了下来 狗道士 人抓到了吗 严筹问 抓到了 就在这附近的小旅馆里头 狗道士点点头 走 三人走进附近的小巷子 然后进入一家破旧的小旅馆 上了三楼 敲了敲走廊尽头的房门 不一会儿 便有人开门了 开门的不是别人 正是杀害童九化 抢走童京城魂魄的阿笑 三龙 腊里头三人 大哥 阿笑对严筹抱拳 然后让开了身子 让严筹看到房间里的另外三人 这三人全都被绑着手脚 蒙着眼睛 还堵着嘴巴 他们听到动静 害怕地扭动身体 但却无济于事 严筹走进房间 妙计在最后关上了门 三龙给严筹搬来一把椅子 严筹坐在那三个家伙的面前 腊里头上前将他们的眼罩取了下来 三人好不容易看到周围的环境 却发现严筹坐在他们的面前 顿时吓得脸色大变 我出狱了 没想到吧 严筹微笑着说道 这三人身上都有纹身 穿金带银 看着也算是有权有势 但谁知道 十几年前 他们不过是三个小混混 只敢欺负欺负老实人 当年就是他们一群人 欺负严筹的战友张条 害得张条韩约而死 严筹在张条的葬礼上暴墓杀人 只杀了其中几个 而这三个小混混 就是那天的漏网之鱼 三个小混混 当然认得严筹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们还以为高枕无忧了 谁知严筹出狱了 而且这一回的严筹 比十几年前要稳重许多 当重杀人的事情 他绝不会再做了 可此时的严筹 在三个混混的眼中 却比十几年前要可怕得多 其中一个混混 当场就吓尿了 另一个混混 吐掉了嘴里的破步 哆哆嗦嗦地求情 大 大哥 我们错了 我们已经金盆洗手洗心革面了 现在都是正经的生意人 上有老下有小的 言愁不屑一笑 说得真好 我都快信了 要知道 当年我的好兄弟张条 也是个正经的生意人 但他最后却被你们给害死 你们以为我入狱了 这事就算结束了 你们害死了人 不用负任何责任 就可以金盆洗手洗心革面 我那好兄弟呢 他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吗 他没有 所以你们也不该有 事实上 这三个混混从来就没有悔改过 言愁入狱的这些年 他们不仅没有收手 反而变本加厉 利用种种手段赚钱 逼迫良家妇女下海 绑架苦力去黑矿井工作 威胁学生贷款 这些种种 可谓是坏事做尽 坏事做绝 他们犯的罪 足够他们死十几次 所以 言愁报复这些人 不会有半点愧疚感 他招了招手 三龙便站在了三人的身后 那冷冽的杀意刺痛着三人的后背脊梁骨 三人已经吓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们知道 在他们身后的只有死亡 言愁点了一支烟 翘起了二郎腿 轻声说道 我专程过来 就是想亲眼看着你们死 支撑山多 山路自然也多 末班车在蜿蜒的山路中缓慢前进 龙飞城靠在一位大妈的身上 昏昏欲睡 那大妈见到龙飞城 也算是细皮嫩肉 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笑容 严守一和林子彤见到这一幕 笑而不语 不忍心吵醒龙飞城 等到了镇上 已经是夜里九点多了 小镇没有什么夜生活 八点过后 马路上就见不着什么人了 更别提这些年年轻人都往城里跑 乡镇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小孩 所以下了车后 三人站在黑漆漆没什么人的简陋车站 被冷风吹得有点发抖 嘶 南方真是除了夏天就是冬天 上个月咱还热得冒烟 今天突然就降温了 龙飞城被冻得直哆嗦 双手藏进口袋里 下一秒他一脸疑惑地 从口袋里拿出了三个热乎乎的地瓜 这什么情况 龙飞城满脸诧异 我撞鬼了 还是撞神了 严守一笑着 拿过两个地瓜 又分给林子彤一个 他当然不会告诉龙飞城 这三个地瓜 是刚才车上的大妈塞给龙飞城的 就让这份来自大妈的爱 永远藏在心里吧 林子彤捧着热乎乎的地瓜 一边哈气一边问 咱们是在镇上过夜 还是想办法去陈家村 严守一想了想 道 我离开陈家村的时候 陈家村好像通了班车 但这个点了 恐怕也没车了 还是在镇上过夜吧 镇子不大 前后就两条街 沿着山间稍微平坦的地势 约莫有五公里长 小镇平日里十分冷清 逢集市才能热闹一些 镇上有一名严守一的发小 名叫江爽 他俩一起上到镇上的小学 小学毕业后 严守一就跟着爷爷到处跑了 而江爽念完初中后 就留在镇上帮他爸经营小超市 和小旅馆 严守一前几个月离开陈家村的时候 还见过江爽一面 似乎江爽家里 已经在给他谈婚事了 但江爽自己并不想过早结婚生子 谁曾想 短短几个月 严守一居然先结婚了 还带着老婆回老家来了 三人一边沿着马路走 严守一一边给林子彤和龙飞成 聊起自己的这位发小 正走着 马路的尽头 忽然闪过一道灯光 三人不由地停下脚步 只见一辆布满了灰尘的破旧小客车 慢吞吞地向三人驶来 龙飞成的眼最尖了 一眼就看到 小客车前车窗上 贴着的去往陈家村的大红字 严哥 那辆是去陈家村的车 龙飞成忍不住喊道 这么晚了 而且看他的方向 似乎是从陈家村出来的 严守一答道 林子彤一喊道 看来今晚 还是得去你那发小的旅馆过夜了 然而 当小客车靠近之时 严守一和林子彤 不约而同地露出诧异之色 两人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里 看到了不同寻常的神色 只有龙飞成浑然不觉 还笑嘻嘻地 对小客车的司机打招呼 师傅 你们明天几点发车呀 我们 话才才说到一半 严守一就捂住了龙飞成的嘴巴 他小声对龙飞成说道 小龙 你认真看看 这辆车上可都不是活人 龙飞成不由地打了个寒战 认真往车上一看 龙飞成才发现 那小客车的司机 脸色惨白无比 两颗眼珠子 都快瞪出眼眶了 车上的乘客 更是灰头土脸 脸上毫无血色 双眼木讷无神 这车子 分明是鬼车呀 但现在拦着龙飞成 为时已晚 车上的司机 已经注意到龙飞成了 乘客们也纷纷僵硬地 转动脖子 骑刷刷地透过窗户 盯着龙飞成 龙飞成下的不轻 赶紧躲到严守一的身后 严守一和林子彤 经常和鬼打交道 倒是不害怕 可总觉得奇怪 一些地处偏僻的地方 阴差们想要收魂 得专程跑一趟 很是麻烦 所以 利用鬼车运送鬼魂 也是可以理解的 只不过过去的鬼车上 坐着的 都是一些老死病死的老人家 偶尔出一个两个年轻人 都是十分稀奇的事了 而这辆鬼车上 竟然基本都是年轻人 而且还是年轻男性为主 这些鬼魂灰头土脸 有的死状可怕 看起来都是非正常死亡的 陈家村南部城出了什么地质灾害 死了不少年轻人 正在严守一思考之时 那客车司机说话了 车上还有空位 要上车吗 龙飞城直摇头 这是死人才能坐的车 他大活人上车做什么 这分明是毛坑里打灯 找屎啊 严守一也对司机摆摆手 表示不打算上车 谁曾想 坐在后头的一名乘客 竟然把半个身子探出了车子 对三人诱惑到 上来嘛 上车带你们去大城市赚钱 客车司机也不着急 坐在车上点了根烟 就让那乘客和严守一 他们搭话 严守一冷笑一声 不予理会 他怎么会不知道 这只鬼是想骗他们上车 拉他们当替死鬼 自己下车 躲避阴差的追捕 那名乘客见严守一 他们不上当 也有几分生气 竟然面露凶色 对三人恶狠狠地说道 别给脸不要脸 你要是再不上车 小心我们下来拉你上去 龙飞城还真被那凶神恶煞的模样 给吓唬住了 可林子彤却满脸轻松地说道 行啊 我们就站在这不动 你要是有本事就下车 这辆鬼车 是专门运送鬼魂的 和囚车没什么区别 上去容易下来难 那鬼城客压根没法下车 所以只能用言语诱惑龙飞城 此时被林子彤一语道破 却是更加恼怒 但也无可奈何 颜哥 他们是不是不能下车 龙飞城也发现了问题所在 严守一点了点头 鬼车哪有那么容易下 他们要有本事下车 还用得着找替死鬼吗 干脆直接下车跑路不就得了 英差那头要的是人头 只要人来骑了 他就不管那么多了 至于来的人对不对 那都不是他的事 龙飞城面色古怪地说道 听你这么说 地府管理很混乱啊 倒也不是混乱 你想想啊 每天有那么多人死去 有能力当阴差的 却只有那么几个 换谁也管不过来 严守一解释道 所以遗漏或者抓错人 是很正常的事 否则这世界就干净了 也不需要咱们这类人出手了 小客车的司机抽完了烟 也听了严守一他们聊天的内容 多半是猜出 他们三个不是普通人 所以他对着严守一点头示意 然后回头 喝了一声 满车的乘客 顿时不敢吭声了 司机这才重新踩下油门 开着车驶向远方的黑暗 经过鬼车的这一茬 龙飞城对严守一的家乡 有了一股莫名的恐惧感 毕竟刚到就撞鬼 这印象可着实不好啊 不过严守一和林子彤 没什么感觉 三人又走了不远 过了一座小桥之后 便远远地看到了 路边亮着灯的小超市 超市外面还挂着旅馆住宿的招牌 那就是严守一的发小家 开的小超市和旅馆了 奇怪的是 此时发小的小超市外 聚集了不少人 而且 他们全都穿着白色的丧服 门前放着不少花圈 门外还有冒着烟的土造 林子彤小生对严守一说道 你发小家 这是在办丧事 严守一皱了皱眉头 我和江爽也许久没联系了 不知道他家是谁去世了 事实上 真正在丧事上能掉眼泪的 也就只有死者的至亲 其他人都是来参加个热闹 来时吊咽几句 像真心地抹一抹眼泪 安慰一下死者的家属 接着就是和其他亲朋好友闲聊吃息了 按照知诚这边的习俗 人死后要将尸体在灵堂上供奉三到七天 期间选个良辰即日出病马 送去火化下葬 而供奉的这几个晚上 必须有人彻夜守在灵堂 为死者点影魂灯 影魂灯像是一棵圣诞树 只不过树上装饰的不是糖果和彩灯 而是一支支蜡烛 在点灯的时候 家属还必须念诵经文 念一遍烧一碟纸钱 一共要烧七七四十九次遍 家属才可以去休息 让其他人接着守夜 此时江家的小超市门口 几个老爷们凑在一桌 边抽烟边打牌 热热闹闹的 看不出半点悲伤的情绪 严守一三人靠近后 倒是引起了几个老爷们的注意 其中一人认出了严守一 哟 这不是陈家村的严守一吗 你好兄弟的老爹 死了三天了 你现在才想起过来探望 也怪不得这老爷们说话直白 农村人说话都比较耿直 因此也容易得罪人 但他们善良淳朴的一面 也展现得十分干脆 严守一没有计较 解释道 我之前去外地了 也不知道消息 这会儿才回来 姜爽人呢 在里头呢 你进去看看他吧 行 几位接着玩 走进灵堂 严守一看到了一道孤独的背影 跪在棺材前低着头 严守一眼就认出 此人是姜爽了 但他没有打扰姜爽 而是抬头看了一眼 姜爽父亲的灵魏 龙飞城也看到 灵魏上方挂着的照片了 他不由地张了张嘴巴 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之所以欲言又止 是因为龙飞城刚才在那辆鬼车上 好像看到张爽的父亲了 阿爽 严守一喊了一声 姜爽慢慢地回过头来 他的脸色十分苍白 整个人也显得十分消瘦 但认出是发小来了 姜爽还是本能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守一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回来 严守一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么大的事 怎么都不通知我一声 你去接你爸出狱 是开心的时候 我不想影响你 姜爽答道 严守一叹了口气 哀 节哀顺变 这次我回来 会停留不少日子 有话咱们慢慢聊 对了 给你介绍两个人 这位是龙飞城 我在荣城认识的朋友 这位是林子彤 她是我的新婚妻子 姜爽两眼一瞪 眼里难得地有了一丝神色 没想到你居然比我还早结婚 弟妹你好 我是姜爽 守一的发小 你好 林子彤与姜爽握了握手 又安慰道 逝者已逝 生者如斯 虽然听不太懂你的意思 但我知道你在安慰我 姜爽站了起来 见严守一他们一行 风尘仆仆的模样 不需要严守一开口 他便拿出了两把钥匙 我家是开旅馆的 最不缺的就是房间 你们赶路应该也累了 回房洗个热水澡吧 我喊我妈给你们煮点夜宵吃 这夜宵 也不光是煮给严守一他们的 也是做给门外 那帮忙守夜的老爷们吃的 所以严守一也没有拒绝 他让林子彤和龙飞城 分别拿着钥匙先回房 打算和姜爽单独聊一会儿 两人在灵堂的角落坐下 姜爽盯着他父亲的棺材 有些出神 半赏才勉强开口 守一 我有个不情之请 是帮伯伯挑坟的事吧 严守一问 姜爽点点头 农村人自家都有田有山 所以也不会去买公墓 找个风水先生上山看一看 看中了就带几个人 上去挖就是了 姜爽知道 严守一有这方面的本事 所以才提出这个请求 严守一立刻答应了下来 咱们也是这么多年的兄弟了 这件事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谢谢你了 姜爽不善言辞 表达感谢的方式 很简单直接 多嘴问一句 伯伯他是怎么死的 严守一还是没忍住 问出口 姜爽的父亲正直壮年 身体好得很 不应该说走就走的 姜爽犹豫了片刻 最终说到车祸 车祸 严守一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姜爽的脸色明显不太对 你实话实说吧 若要我来挑坟 也得知道薄薄的死因 死因不同 挑的坟地也不同 万一冲突了 是会影响到后代的 文言 本来没打算 说实话的姜爽 只能吐出实情 我爸是被人活活 用挖土鸡压死的 严守一面色大便 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是意外吗 凶手被抓进去了吗 姜爽摇了摇头 咱们都是陈家村出来的 你知道 我爸在陈家村后头 有一片山吧 你走后没多久 有人发现了 那是做矿山 之后就来了一群 支撑下来的黑矿队 连招呼都不打 就开始挖 我爸知道消息以后 立刻就赶回去了 结果对方来头不小 仗势欺人 几次扯皮都没有结果 我爸去举报 也没人搭理 大家似乎都惹不起 那矿队的老板 前几天 我爸又去矿场上 与他们理论 结果争吵中 被人开挖土鸡给压死了 仅有此事 严守一万分愤怒 那矿队老板人卖很广 势力很大 他随便安排了一个人去顶包 还托关系 把这件事 变成了一个意外 买通目击证人说 是我爸自己不小心 撞到挖土鸡的车窟路底下的 最后有可能 连他顶包的家伙 都不需要坐牢 赔点钱就算了事了 听闻了发小的遭遇 严守一也是无比的愤怒 恶人处处都有 但陈家村 已经太平了许多年了 没想到他爷爷刚死 他刚离开没多久 就有恶霸进村作恶 江爽的小超市小旅馆在镇上 已经是十分有地位了 江爽的父亲 作为土生土长的陈家村人 也认识不少镇上的领导 就连他父亲 都被恶人这样欺负 陈家村的普通村民可想而知 更是要被恶人欺负惨了 江爽简短地说完 难过地低下了头 他恨自己没有能力 这么大了 还要靠父亲养活 最后看着父亲含月儿死 还没有办法帮父亲申冤报仇 严守一也摇头叹气 他知道越是小地方 越是官官相护 申诉无门 他拍了拍江爽的肩膀 低声说道 阿爽 这事不会就这么过去的 既然我回来了 就一定想办法 帮你讨个公道 江爽还不知严守一的真本事 只知道他会一些歪门邪道 一听自己这位发小 要伸张正义 他赶紧摇头 守一 我和他们斗过了 根本没机会 你别趟着浑水 难道你咽得下这口气 咽得下咽不下 又能如何 正当二人说话之时 灵堂外头 忽然一阵骚乱 严守一和江爽纹生 赶紧往外跑 却见小超市外头 停着几辆面包车 车上下来了 不少有纹身的小混混 这些混混不知怎么的 与刚才坐在门口打牌的 那几个老爷们吵起来了 啤酒瓶都敲碎了好几个 那个最先认出 严守一的老爷们倒在地上 满头是血 看模样 很是可怜 你们干什么 江爽赶紧劝架 将自己的人全都喊了回来 有人慌慌张张地说道 这伙人下车就拿酒瓶子砸人脑袋 江爽不想连累这些长辈 便让他们都上楼回房待着 老爷们上楼了 反倒是龙非诚和林子彤 被动静吸引了下来 林子彤一看来者的驾驶 便质问龙非诚 你又闯祸了 龙非诚一脸猛逼 是我闯的吗 以龙非诚的尿性 闯祸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林子彤本能地以为 这些人是来找龙非诚的 而龙非诚自己也明白自己的德行 尽管他什么都没做 但不妨碍他怀疑自己 是不是招惹谁了 严守一回头道 这帮人不是来找你们的 你们先在里头待着 哦 龙非诚松了口气 和林子彤在小超市里站着 他们一点都不担心 严守一的安全 这帮小喽喽小混混 根本不够严守一塞牙缝的 为首的混混留着寸头 脑袋上有个大巴 看着就不太好惹 他看了江爽一眼 冷笑着丢掉了手上 还剩下半截的啤酒瓶 然后招了招手 便由小弟给他点烟 老子叫王波 记住了 那混混头子叼着烟 用大拇指指了指自己 随后说道 你小子就是江爽啊 江明有的儿子 严守一眉头一皱 这个叫王波的混混 摆明了就是冲着江爽来的 江爽明显知道这王波是谁 他叹了口气 道 我父亲已经死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 王波是害死江爽父亲的 老板手下的混混头子 过去在知诚就打架出了名的 现在这些上不了台面的脏活 都是由王波出面处理 王波冷笑道 我们周老板是讲规矩的 你老子死了 该赔的钱我们会赔 但我们的生意也要照做 这里头前前后后加在一块 我们给你十万块钱 你拿着这钱就乖乖闭嘴 别再到处举报找不痛快了 你应该知道我们的背景 虽然不怕你举报 但三天两头收到投诉 可是很招人烦的 明白吗 严守一明白了 这个所谓的周老板 想要一劳永逸 用十万块钱 让江爽彻底闭嘴 换言之 今后他们家的那座山 就不再属于他们家了 而是由周老板随意开采 其实所谓的山的所有权 也只是使用权罢了 土地是属于国家的 私人根本无法买卖 江爽看着王波丢出来的 十万块钱 再回头看一眼棺材里 父亲的尸体 那可是他的父亲 活生生的一条人命啊 指着眼前这一小碟钞票吗 江爽愤怒地额头青筋突起 但理智告诉他 不能再和这些人斗下去 否则吃亏的一定会是他 于是 江爽咬着牙 将地上的钱捡起来 我知道了 那座山 你们想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懂事 王波咧嘴大笑 事实上 周老板给了他三十万 但他觉得 十万块 足够让江爽这小子闭嘴了 如今看到江爽屈服 王波可别提多高兴了 他正打算要走 忽然间瞥见了 站在小超市里的林子彤 林子彤出生名门 又是大城市来的 不论是长相还是气质 都是这座镇子上 根本无法见到的 王波也从未见过 如此漂亮的女人 一时间 眼睛都看直了 他擦了擦口水 想到现在镇子 可是他的地盘 做什么事 都没人管得着 于是他折返回来 对江爽应笑道 你超市里站着的 那个美女是谁啊 让他今晚来陪陪我 我再给你加五万 江爽面色一变 那些耻辱 江爽自己可以忍 可现在王波盯上的 可是他发小的妻子 这怎么能忍 于是江爽将脸一沉 沉声说道 王波 我劝你见好就收 不要得寸进尺了 你说什么 王波顿时瞪起了双眼 面露凶色 他身后的小弟 也纷纷抄起了家伙 刚才还那么懂事 听话的江爽 转眼的功夫 就敢威胁自己 王波蛮横惯了 哪容得下江爽反抗他 江爽此时也不能退缩 硬的头皮顶在王波面前 我说 你他妈的 不要得寸进尺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你敢动我兄弟的女人 大不了我和你拼了 说着 江爽就回超市中 抄起了西瓜刀 一副要和王波拼命的模样 冲得怕愣的 愣得怕横的 横得怕不要命的 此时江爽已经被彻底激怒 为了保护严手一和林子彤 江爽已经连自己的性命 都不在乎了 看到江爽 一副发疯要吃人的模样 王波一时间有点心虚 他退后了两步 假装和善地说道 我就是问问吗 既然是有夫之妇 我王波也不会强求 你把刀放下 江爽毕竟太单纯了 见王波屈服 他便放下了刀 谁知下一秒 王波就冲上来 一脚将江爽踹倒在地 抢过了他的西瓜刀 骂了个八子的 真以为我王波怕你了 老子当年拿刀捅人的时候 你还在你娘胎里呢 王波将西瓜刀 抵在江爽的肚子上 冷笑道 让那女人今晚来陪我 否则明天老子杀你全家 江爽气得几乎要将牙给咬碎了 他保护不了自己的父亲 现在连自己发小的妻子都保护不了 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人 唉 忽然 王波的耳边响起了一阵叹息声 王波转头一看 只见严守仪站在不远处 脸色阴沉难看 你他妈的看什么卡 王波用西瓜刀指着严守仪 严守仪淡淡地说道 我很少对普通人出手 但今天我要破一次力了 王波 你应该觉得庆幸 我不喜欢杀人 但今天你的两条胳膊 必须留一条在这儿了 考虑一下吧 是留左手 还是留右手 还是 两条胳膊都不想要了 王波蛮横惯了 最近又有靠山 要多嚣张 就有多嚣张 什么时候 有人敢说 要他留下一条胳膊 当即王波便怒急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举起西瓜刀 便往严守仪的身上砍去 这一刀下去 要是严守仪不躲的话 怕是直接能把他的脖子 砍下一半 但严守仪不怕 且不说他是天煞狮溃 有强大的自愈能力 但是这王波挥刀的动作 就十分简陋粗暴 破绽百出 严守仪简单的一个侧身 便躲开了西瓜刀 同时用脚轻轻地 踢了王波小腿一脚 王波顿时失去平衡 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现在农村可都是水泥路了 王波这一摔 直接磕在了马路牙子上 门牙都撞碎了几颗 他忍着剧痛爬起来 满嘴是血 别提模样有多凄惨了 大哥 王波的手下们见了 当然容不得自己的大哥被欺负 于是纷纷抄家伙 将严守仪包围起来 江爽也在包围圈里头 他紧张地说道 手一 他们人多 咱们要小心点 放心 人多有什么用 又不是打仗 严守仪却直接无视了 对方的人数优势 王波捂着嘴巴爬起来 还不停地往外喷血 这一摔 可让他丢人丢大了 恼羞成目的王波吼道 给我砍死他 小弟们情绪上来了 不上也不行了 骑刷刷地冲上来 严守仪冷哼一声 抓住其中一个小弟的手臂 便是一个肘肌 这名混混的手臂 就好像脆弱的树枝似的 当场被严守仪打断 以一种诡异的扭曲状态 挂在关节处 论打架 这帮混混也只是凶一点罢了 连狠都算不上 而严守仪 可是身经百炼的真正行家 哪是这群小混混 能对付得了的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解决掉一名混混以后 严守仪转过头 迎面便有一个光头混混 朝严守仪冲来 严守仪看准机会 一脚踹出 正好踹在那名混混的膝盖上 这一踹 直接踹得对方病鼓一味 站都站不起来了 其他的混混见严守仪如此生猛 顿时都被吓住了 尽管他们手上还有一些武器 却始终觉得 根本奈何不了严守仪 江爽双手握拳 本以为要和对方火拼一把 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有出手的机会 严守仪就好像李小龙似的 速度极快 出拳出腿的时候 只能看到一抹残影 等反应过来之时 对方的骨头就断了 已经倒在地上哀嚎惨叫了 怕什么怕 咱们人多 王波怒吼道 他就一双手一双腿 大家一起上 还打不过他吗 你们平常都是吃屎的吗 即便王波这么辱骂自己的小弟 还是没人愿意打头阵 毕竟刚才那两个混混的下场 实在是太吓人了 严守仪摇了摇头 轻声说道 王波 认命吧 今天谁都拦不住 我断你一条胳膊 妈的 王波气得肺都快炸了 今天他 要是收拾不了严守仪 往后必定江湖位置不保 所以 就算他心里也有点虚 此时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 于是 王波再次拿起西瓜刀 点名喊了两个小弟 让他们和他一起上 两名小弟 一看也是粗人 虽然个子不高 但也满身横肉 过去在村子里杀猪的时候 也毫不含糊 算是胆子比较大的 但他们 在面对严守仪时 眼里还是有着深深的畏惧 严守仪在他们的眼里 就好像一只可怕的鳄鱼 只要他们敢伸手 就得做好断手的准备 就在王波打算卷土重来之时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回头对着剩下的小弟们喊道 你们去小超试炼 给我把那个女人给抓住 对付不了你严守仪 我还对付不了一个区区弱女子吗 不得不说 这王波还算是有点脑子 只可惜 他的眼力不太行 当看到那些小混混 往小超市去抓林子彤的时候 严守仪不仅不担心 反而还笑了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林子彤啊 驴山派掌门的清传弟子 抓鬼杀僵尸的时候 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存在 你们这群小混混一起上 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 但姜爽不知道林子彤的厉害 他焦急地说道 守仪怎么办 他们人多 要不我在这里顶着 你回去帮弟妹 谁知严守义悠悠地说道 不用帮 他自己能解决 我倒是有点同情 这些小混混了 林子彤但凡只要拿出平时锤严守义师一半的力气 这群小混混 就没有一个人 能够站着离开这儿 你还是先关心 你自己吧 突然 王波的西瓜刀 从侧面袭来 这一刀 王波是冲着 严守义的大腿砍的 看样子 是想让严守义失去行动能力 再慢慢弄死他 面对如此阴毒的偷袭 严守义冷哼一声 一跃而起 竟然直接将王波手里的西瓜刀 踩在脚下 王波面色一变 几次用力 都无法抽出西瓜刀 姜爽此时终于有出手的机会了 他抄起一旁的木凳子 狠狠地砸在王波的脑袋上 王波感觉一阵头晕眼花 眼里全都是小星星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严守义一个西撞 撞在王波的胸口上 这种剧痛 仿佛是被寺庙里敲中的那根木头 狠狠地撞了一下似的 五脏六腑几乎要移位 疼得王波忍不住要呕吐出来 严守义走上前 一把抓住王波的肩膀 然后将他死死地按在牌桌上 王波点名出来的两名小弟 本来还想帮帮忙 但严守义只是瞪了他们一眼 他们救下的魂飞魄散 一连后退了好几步 饶命 饶命啊 王波终于意识到 严守义的可怕 立刻哀求起来 这就是小混混 欺软怕硬 没有骨气 严守义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要知道之前的铜金城 致死都未曾求饶过一次 虽然铜金城 也给严守义带来的伤害 但严守义 好歹还敬他是一条汉子 至于这王波 不过是一条臭虫罢了 阿爽 帮我把西瓜刀捡过来 严守义说道 姜爽也上头了 立马将地上的西瓜刀 递给严守义 等交了西瓜刀后 姜爽才醒悟过来 守义 你别冲动 现在也只是打打架 你要是真砍了他的胳膊 性质就不一样了 严守义手里拿着西瓜刀 双眼死死地盯着王波的胳膊 发小被欺负 他真的很愤怒 别说是砍一条胳膊 就算是砍两条胳膊 严守义都觉得惩罚得太轻 但此时此刻 他面对着和他父亲 严筹当年一样的情况 动手还是迎刃 王波不知道严守义在想什么 只感觉那锋利的西瓜刀 就悬在他的胳膊上 随时都有可能会落下 他都快要吓尿了 好汉 好汉手下留情啊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是我有眼无珠 是我不识泰山 求您给我一个 重新做人的机会啊 您放了我 我绝对不会再和你们过不去了 而且我有钱 我可以把我的全部家当都给你 面对王波的求饶 严守义无动于衷 坏人之所以被称之为坏人 是因为他们曾经干过坏事 好人之所以被称之为好人 是因为他们没干过坏事 不是因为坏人说几句悔过的话 这个世界上就凭空多出了几个好人 所以 严守义不会因为王波的话 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但这手臂 砍 还是不砍 林堂之外 被按在桌子上的王波 双腿止不住地打站 他的手臂随时都有 可能要和他说再见 在极度的恐惧之下 这家伙居然双眼一番 晕了过去 而迟迟为做出决定的严守一 忽然听到了林子彤的喊声 他回头一看 只见小超市外 横七竖八地躺着那群小混混 要么就是断胳膊 要么就是断腿 总之没一个是完好的 而林子彤站在那帮混混之中 头发还湿漉漉地 满脸轻松惬意 龙飞城在一旁故作高深地说道 既然你们俩能把这事摆平 就不需要我出手了 这一幕可把江爽给惊坏了 没想到 不仅严守一能打 他的妻子更是厉害 而最厉害的 好像还是看起来最没用的龙飞城 林子彤白了龙飞城一眼 随后对严守一轻声说道 放了他吧 他的血是脏的 我不想让你沾上他的臭血 如今的情况之下 恐怕也只有林子彤说话 才能让严守一听进去了 严守一回头看了一眼 晕过去的王波 他松开手 这家伙便好像一条毛毛虫似的 蠕动着倒在地上 空气中弥漫着尿骚味 而王波的裤子正好湿了大半 看来这家伙在晕倒之前 已经被吓尿了 当了 严守一随手丢掉西瓜刀 淡淡地说道 把你们的人带走 三分钟后 要是让我看到 还有人在超市门口 那就别走了 我晚上连夜加班 把你们全都剁碎了 送到农村去喂猪 这话听着 可不像是在开玩笑 那还没有挨打的两个混混 手忙脚乱地 将王波给抬到车上 地上躺着不少人 光靠这两个混混 怕是搬不完 所以 那些断手的 自己挣扎着 爬起来回到车上 那些断腿的 更是爬也要爬回车上 生怕晚一步 就被严守一送去喂猪了 不到三分钟 所有混混都回到车上 面包车一脚油门 就冲了出去 差点还在街角翻车了 看到他们屁滚尿流的模样 严守一轻轻地 拍掉一脚上的灰尘 随后他抬起头 看向某个阴暗的角落 他的影子 应该就躲在那里 虽然看不到薛凯 但严守一 还是对着那个方向点了点头 直到现在 严守一才意识到 有影子存在的好处 也明白父亲的用心良苦 这个王波 确实不能由他来动手 否则必定会惹来一堆麻烦 而他们这次回陈家村 可不是来惹麻烦的 所以就需要薛凯出手了 严守一不是什么大善人 相反 他牙字必报 王波坏事做尽 不惩罚他 才是对好人的惩罚 是对江爽的惩罚 薛凯很聪明 看到严守一点头 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隐藏在黑暗中的他 露出了一抹阴冷的笑容 然后转身走进黑暗的更深处 回过头 严守一看着超市外有些狼藉 便把唯一没出手的龙飞城 喊来帮忙收拾 龙飞城嬉笑道 严哥 刚才你多少有那么点 蛊惑仔的味道了 蛊惑仔有什么用 你看那些蛊惑仔 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吗 严守一反问道 没用是没用 但是帅啊 合着你是在夸我呀 看着刚才还凶狠如狼的严守一 转眼的功夫 又和龙飞城开起了玩笑 江爽有点猛 严守一心理素质强也就算了 怎么连龙飞城都如此淡然 殊不知 虽然龙飞城没什么本事 但他的见识 却比普通人要厉害多了 所以 这种小混混街头打架的场面 龙飞城连热闹都懒得凑了 最重要的是 看起来没什么力气的 较弱女子林子彤 打起人来那叫一个狠 严守一千千后后 也就撂倒几个人而已 林子彤刚才可是一口气撂倒了十几个 速度比严守一还快呢 守一 江爽欲言又止 严守一打断道 阿爽 咱俩是发小 小时候我爸进监狱 我来镇上念书 没少在你家蹭饭 伯伯对我也很好 每年过年都给我包压岁钱 这些事我都记得 所以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你家的事 我管定了 明天我就去陈家村 找那周老板好好理论理论 一定还你一个公道 如果能讨回公道 江爽自然是高兴的 他只是担心会将严守一千扯进来 给他带来麻烦 龙飞城在一旁笑道 你就放心吧 咱阎哥在龙城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还能凭不了一个小镇上事吗 听龙飞城这么说 江爽也就不再多言了 他的眼里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时 江爽的母亲 端着刚煮好的猪肉粉条走了出来 他完全不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 还热情地招呼大家 出来吃夜宵 但刚才那几个老爷们 哪还敢出来 都躲在灵堂里缩着抽烟呢 于是 这夜宵就光颜手艺 他们几人吃了 农村的饭菜 比城市里的好吃 不是因为手艺好 而是因为蔬菜肉类 都十分新鲜 饶氏林子彤 也破例吃了两大碗 吃到肚子都撑起来了 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筷子 而严手艺和龙飞城 直接化身饕餮 端着碗 羞羞羞地吸个不停 江爽的母亲 看到严手艺 他们这个吃相 也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手艺啊 看来你这几个月 在城里没吃上什么好的 放心吧 来阿姨这儿别的没有 吃的管够 不够阿姨再给你们煮 小镇还是有温暖之处的 看着江爽母亲 那淳朴的笑容 严手艺更加坚定了 要替他们讨回公道的想法 吃过夜宵后 严手艺本想陪江爽一起守夜 但江爽说什么也不同意 其实严手艺几天睡一次觉 也没问题 江爽却是觉得 严手艺不应该让林子彤 独守空房 这毕竟是他不熟悉的环境 于是严手艺也只能妥协 回房洗澡 和林子彤上床睡觉了 躺在床上 林子彤回忆着今天发生的事 忍不住问严手艺 你让薛凯去善后了吗 严手艺默默地点点头 然后道 我这样会不会太绝了 以德抱怨 何以报德 林子彤反问道 严手艺明白了 林子彤是支持自己的 如果自己的人词 给了王波这样的坏人 那又该用什么态度 去对待江爽这样的好人呢 本来严手艺还有些迷茫 但得到了林子彤的支持 他心里就没有什么芥蒂了 林子彤贴心地钻进了 严手艺的怀里 整着他的胸口 对他说道 我总觉得 这次回陈家村 恐怕不会太平 你算过挂吗 是吉挂还是凶挂 严手艺道 因为你跟着一块回来了 所以我算不出吉挂还是凶挂 但你不用担心 陈家村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不会出什么事的 何况咱们都在一起 我爸也很快会回来 嗯嗯 林子彤不再有那些顾虑 他抱着严手艺 很快就入睡了 严手艺想了一些心事 迷迷糊糊地很快睡下 而黑夜当中 薛凯的身影 正悄悄地跟着王波的车 等到车在偏僻处停下来的时候 薛凯便默默地靠近 推开了车门走了进去 几分钟之后 从面包车上下来的薛凯 扛着一袋血淋淋的东西 他找了个偏僻的地方 挖了个深坑 然后将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一根一根地扔进坑底 最后面无表情地埋下 第二天早上七点 严手艺他们就起床了 其实也不是他们想早起 而是因为楼下的丧事 已经开始敲锣打鼓了 醒来以后 二人便洗漱换衣 喊上了同样被吵醒的龙飞城 一起下楼 他们打算早些出发 去陈家村一探究竟 下了楼 江爽正在招呼着来宾们吃早饭 见到严手艺他们下来了 他赶紧走上来 小声地对严手艺说道 我刚才听人说 王波他们昨晚在外头 被人剁了手 严手艺哦了一声 打来的哈欠 寻找自己的位置坐下 开始喝粥 江爽以为严手艺没听懂 又跟了上来 坐在他身边 欲气凝重地说道 据说是仇家寻上门来 而且特别能打 一个人就收拾了 他们两面包车的人 每个人都被剁了一条胳膊 而且深更半夜的他们 也找不到人帮忙 最后还是自己开车去 支撑医院救治的 严手艺喝了口粥 疑惑道 你告诉我这些做什么 江爽小心翼翼地说道 昨天你说要断王波的胳膊 最后你没动手 结果他回去的路上 就遇到了仇家 不用怀疑 就是我的人干的 严手艺直接承认了 江爽目瞪口呆 但几秒钟后 却忍不住拍手叫好 干得好 王波那伙人 这几个月在咱们镇上 还有陈家村 吃拿抢杂 闹得大家怨声载道 敢怒不敢言 你这回算是替天行道了 王波一行人都被剁了手 这乍一听还觉得吓人 但当大家回过神来 想起被剁手的人是王波以后 那谨慎的同情心也没了 要多开心 有多开心 这分明是一场丧事 但今天的来宾脸上都挂着笑容 讨论着各自被王波伤害的利益 同时感慨 王波的下场 就叫报应 至于砍王波的人 大家一点都不害怕 为什么要惧怕一个 踢天行道的好人呢 所以 本来镇上发生这种恶行事件 大家因为人人自危才是 但现在镇上的店门大开 街上的人也多了 大家恨不得放鞭炮庆祝 江爽 现在已经深深地知道 严守一的厉害了 自己的这位发小 不仅会一些风水术 打起架来又生猛 最重要的是 背景似乎很强大 说不定 他真的能帮助自己父亲 讨回公道 阿爽 听说现在镇上 有直通陈家村的班车了 车子几点出发 严守一一边吃早饭一边问 江爽一愣 你不多住几天 这就要走 我们这次回来 主要的目的就是回陈家村 所以就不在镇上多留了 而且我也得回去帮伯伯 挑一块风水宝地不是吗 文言 江爽为难道 守一 今天我这肯定还走不开 可能没法陪你们 一块回陈家村了 这个不打紧 我又不是外地人 这样吧 我今天的客人里头 肯定有不少要回陈家村的 我帮你去问问 看看能不能顺到送你们一程 江爽说完 就去问人去了 因为地方小 交通不便 所以在农村 找人顺路烧一程 是常有的事儿 以前阎守一 从陈家村来镇上的时候 经常都是坐江爽父亲的车子 不一会儿 江爽就回来了 还领回来了一个 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的姑娘 姑娘皮肤偏黑 但长得十分紧实 看着就像经常在田里跑的野丫头 她的眼神也不似同龄人那般纯洁 看着有种成年人的成熟感 不过在面对阎守一的时候 怕生的她还是有些害羞的 江爽介绍道 这是我表妹江婷 住在陈家村后头的上祥村 待会儿她要回去 正好可以送你们一程 龙飞城在一旁问道 她怎么送啊 登三轮吗 江婷指了指停在小超市旁边的小货车 说道 开车送你们 原来江婷的父亲 在上祥村开便利店 正是从江爽这儿进货的 他父亲没空的时候 就让江婷自己开着小货车过来拿货 而江婷其实已经十八岁了 只是个头不够高 显得年纪小 吃过饭以后 江婷就要赶回上祥村 这也正合了严守一的意 但龙飞城对江婷的车技十分怀疑 站在车边的她怀疑道 这丫头能不能行啊 要不换我来开 我可不想 还没到陈家村 就车毁人亡啊 严守一笑道 小龙 这事还真不是我不信你 我们这山多路绕 外地人来我们这儿 未必开得了我们这儿的路 弄不好 司机自己都能给自己开吐了 没那么夸张吧 江婷爬上小货车 对严守一他们说道 哥哥姐姐 你们坐后排 严守一和林子同上了车 坐在后排 龙飞城笑嘻嘻地打算 去开副驾驶的车门 结果刚开门 副驾驶里一堆货物就滑了出来 直接将龙飞城埋在底下 江婷坐在车上无动于衷 副驾驶放货物了 你去车后抖坐吧 龙飞城怒道 为什么不把货物放后抖 山里雨多潮湿 这些货物不能碰水 就只能委屈你了 龙飞城本来还想质问江婷 为什么让严守一和林子同坐后排 但是转念一想 让严守一去车后斗 自己和林子同坐一块也不合适 更不可能他和严守一坐在后排 让林子同一个弱女子 去车后斗待着 于是 郁闷的龙飞城只能接受现实 老老实实地爬到车后斗上 抓着固定货物的两条麻绳 准备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山路十八弯 江婷看着后视镜里的龙飞城 咯咯咯地直笑 原来她也是个报复心极强的女孩 刚才龙飞城不信任她 她就故意让龙飞城去车后斗待着 想必一会儿到了山路 江婷肯定是开得飞快 好好折腾折腾龙飞城 严守一看在眼里 也不点破 就让龙飞城在后面领略一下 明北风景也不错 顺便致一致她这嘴臭的毛病 免得以后再惹事闯祸 车子发动了 缓缓上路 林子同给了江婷一块口香糖 江婷吃了人家的东西 有点不好意思 便主动搭话道 姐姐 你好漂亮啊 我们村 不 我们镇上都找不到 有你一半漂亮的 林子同微微脸红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过去看电视里说 女人的皮肤是水做的 我都不这么觉得 但今天见到了你 我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了 江小丫头的嘴太甜了 林子同格外开心 脸上的笑容都多了不少 严守一其实记得江婷 这丫头比她只小几岁 当年可是上翔村的孩子王 在她的率领之下 上翔村的孩子 还和陈家村的孩子 在河边为争地盘而打过架 那场战斗 严守一没参加 但听说江婷 当时骑在陈家村孩子王的脑袋上 揍得对方满头是包 现在回想起来 还好那天 她被爷爷留在家里研究鲁班淑 否则她要是去了 可能被打得满头包的人就是她了 那现在得多尴尬 不过她倒是没想到 现在长大的江婷 如此懂事乖巧 江小丫头 最近陈家村来了一伙外地人 你知道这事吗 严守一问 江婷扁点头 当然知道了 他们在我姨父的山里采矿 还招了周边不少村民进矿洞 对他们 你有什么了解 我爸身体不好 所以没去矿洞 所以我对他们也不怎么了解 不过听说他们的那个周老板 是湘江来的 非常非常有钱 身边还带着一个 会给人下降头的厉害法师 降头师 听到江婷的回答 严守一和林子彤都忍不住一愣 这事儿 居然还能和降头师扯上关系 在东南亚地区 自古就存在 以使用降头术为职业的人 被人称为降头师 降头师说白了 就是懂使用乌骨咒术 并有相当法力和经验的师父 他们绝大部分 自小家境贫寒 被迫离开父母 或战乱父母双亡的锅儿 机缘下被老降头师看重 从而跟随师父 到各处深山 坟场修炼与生活 降头师分为黑衣降头师 白衣降头师两种 前者以受人钱财给人下降为主 毫无道德可言 后者主要帮人解降 做何人缘等 据说厉害的降头师 日后大多无六亲 有徒弟和帮工 有些降头师虽然也有老婆 但也大多无子嗣 这是他们所修的 因法的其中一个后遗症 这一点 倒是和鲁班传人的 五缺三臂有点类似 但似乎诅咒要轻上一些 至少不存在三代必死的命结 降头师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 湘江也有不少 所以说 湘江来的周老板 身边带着一个降头师 倒是也合情合理 林子彤问 你为什么会知道 想头师的事情 提起此事 看着胆大的姜亭 竟然忍不住打了韩战 就是这个韩战 让他的方向盘打偏 差点就把小货车 给开到山沟沟底下去了 林子彤靠着眼手一扶着才坐稳 而在车后逗的龙飞城 差点就被甩飞出去了 我靠 我不行了 我要吐了 龙飞城在后头喊道 这山路十八弯 一点都不好玩 妹子你慢点开啊 我们不着急 不赶时间 为了防止出事 江亭也减慢了速度 车子变得平稳起来 他深吸一口 说道 周老板刚来陈家村的第二天晚上 我就在山里遇到降头师了 小货车缓缓地在山路中行驶 江亭也缓缓地讲出了 他本来不愿提及的回忆 周老板到陈家村后 二话不说 就招人去挖山 陈家村去了不少人 但还不够 所以他们又到了上祥村招工 我爸身体不好 所以去不了 但我二叔年轻力壮 就跟着去矿山了 说好了先去看一看 第二天就回来 结果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正好二婶生病了 还病得蛮厉害的 我爸就让我去山里 看一看情况 要是遇到了二叔 就赶紧把他喊回来 当时天已经黑了 还下着小雨 不过因为我从小 就在附近的山里玩耍 所以对山路特别熟悉 穿上缩衣 骑上摩托车就进山了 结果进山没多久 车子就没油了 我只能把车停在路边徒步走 走到半路 路过了一片坟地 就在宜赴那片山前头 陈家村的外乡人都埋在那 从小父母就不让我们去那玩 所以也有不少 下人的鬼故事传说 当时我没放在心上 本来打算直接走过去 却听到了坟地里有动静 本以为是山里的小动物 结果我定睛一看 竟然一个大活人 那大活人把坟地刨了个坑 双手捧着坑里挖出来的骨头再啃 我吓得差点叫出声 却强忍着躲了起来 我看到那个吃人的家伙啃了骨头 似乎还不满足 居然在坟前施法 没多久 他的脑袋就脱离了身体 带着长子飞了出去 那颗脑袋 先是在树上咬住了一只小鸟 吸干了他的血以后 就往更远的地方飞去了 我害怕那脑袋随时会回来 但是想到山里出了这么个怪物 万一进村害人怎么办 所以我鼓起勇气 捡起了一块石头 狠狠地砸在那怪物的身体上 把那怪物的手臂砸破了 没想到那没脑袋的身体 居然有了反应 站起来就追我 我下得赶紧逃跑 一连跑了几百米 才甩掉那怪物 回到家里 我告诉我爸 我在山里遇到了怪物 但他们都说 那是幻觉 说压根没有怪物一回事 后来同村 有个姐姐说 我遇到的可能是降头师 于是我让我表哥上网查了一下 那怪物真就和降头师一模一样 会施展飞投降 让脑袋飞出去吸人血 来增加道行 但就算我说得这么清楚 大家也还是不相信 甚至连我自己都有所怀疑 认为自己是不是真的出现幻觉了 直到 直到后来几天 周老板的手下到我们村来 说之前去矿洞的村民 都不愿意回来 打算在矿洞里多赚点钱 而他们就是 来给矿工的家人们 结前几天的工钱的 大家本来还有所担心 但拿到了钱 以后就都放心了下来 只有我 我在周老板的手下里 看到了一个古怪的老头 他长得和我那天看到的怪物 简直一模一样 而且他的手臂上还有伤 分明就是那天 我用石头给砸的 说到这里 姜婷长叹一口气 到现在为止 我二叔已经去矿洞快三个月了 一点阴性也没有 我说的话 又没人愿意相信 也就是哥哥姐姐 你们从外地回来 不会笑话我 我才把这些事 说给你们听的 姜婷的经历 换做其他人 还真的不会相信 但在颜首一 和林子彤的耳朵里 这事儿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按照姜婷的描述 那天他见到的怪物 的确就是将头师没错 但是一个将头师 为什么好端端地 会跑到大陆来 而且还是跑到 陈家村这种穷乡僻壤 颜首一知道的将头师 大部分集中在湘江 掌握着不少权力和财富 根本没必要到 陈家村这种地方来吃苦 颜首一和林子彤 交换着眼神 都觉得这事儿不简单 那个周老板 甚至都是一个幌子 真正的幕后主使 有可能是将头师 他们所谓的挖矿 搞不好也不是真的挖矿 而是配合将头师 进行某种邪恶的仪式 江庭的故事中 有一件事 让颜首一稍微留意了一下 那将头师 在陈家村附近的山里 吃外乡人的尸体 那片坟地 颜首一也知道 小时候 甚至被爷爷要求 独自一人在坟地过夜炼胆 幸运的是 因为颜首一的爷爷 在陈家村 十分受到村民的爱戴 所以他死了以后 村民们没有让颜首一 将爷爷的骨灰 埋在外乡人的那片坟地 而是让颜首一 自己随便挑地方 这才让颜首一爷爷的坟 幸免于难 颜首一思考之时 没有吭声 江庭以为 他们也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于是委屈地说道 那天我看到的都是真的 现在二叔他们 一点消息都没有 搞不好已经遭遇了不测 你别着急 我们相信你 林子彤连忙说道 我不相信你 坐在车后抖的龙飞城 其实压根什么都没听见 却还是要硬插一嘴 能不能停车 让我歇一歇 我真的忍不住了 江庭无奈地踩了一脚刹车 把车停在路边 龙飞城立刻跳下车 扶着路边的竹子 一阵狂吐 看到龙飞城模样这么可怜 江庭也于心不忍了 拿着水瓶下车给龙飞城 帮他拍背顺气 江庭下了车 林子彤立马对颜首一说道 你怎么看这事 颜首一摇了摇头 说不准 反正周老板这群人的目的 肯定不是采矿那么简单 这事还得从长计议 等咱们到了陈家村 和他们的人会一会 自然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过在那之前 恐怕还有一些麻烦要处理 什么麻烦 颜首一指了指前方的悬崖 就在这一刻 山上忽然滚落了几块巨石 重重地落在马路上 江庭回头一看 吓得脸色煞白 要不是龙飞城喊着 要停车休息 刚才他就开着车过去了 按照时间和距离推算 很有可能被巨石砸中 颜首一沉声说道 江庭被那将头是盯上了 他给江庭下了将头 今天要不是咱们在车上 恐怕他就实死无生了 林子彤的脸也沉了下来 那想头是如此歹毒 竟然要杀人灭口 而且他其实一直都知道 江庭发现了他的真面目 光是想想就觉得可怕 颜首一往车外看去 江庭的脑袋上黑气 逐渐消散 将头类似诅 被施加在江庭的身上 江庭依靠着自身的运气 一直在与将头对抗 但今天他的运气被磨光了 将头便发挥了作用 让他死于意外 阴差阳错的 江庭遇到了颜首一他们 而且龙飞城也算是福星高照 碰巧就下了他 龙飞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看到那马路上滚落的巨石 不由得哈哈大笑 丫头 哥哥我帮你躲过一劫 你是不是应该报恩啊 江庭惊魂未定 心有余悸 立刻说道 我把货物都搬到车后抖 你坐到副驾驶来吧 聪明 懂事 龙飞城满意地点点头 车上的林子彤松了口气 江庭是不是躲过一劫了 颜首一摇摇头 我看未必 江庭可是唯一知道 将头师身份的人 将头师要是发现 将头师今天没死 搞不好夜里会 直接找上门来 林子彤捂着嘴说道 那咱们可不能让 江庭自己回去了 当然 在咱们解决掉 将头师之前 他最好一直和咱们待在一块 颜首一说道 不过 咱们得想个理由 这还不简单 林子彤笑了笑 包在我身上 江庭和龙飞城 将货物都搬到车后抖去 两人回到车上以后 林子彤伸手便捏了 捏江庭的小脸蛋 江庭吓了一跳 不知道林子彤这是要干什么 却听林子彤说道 江庭妹妹 你的皮肤有些干了 姐姐 正好从容成 带回来一些效果 特别好的海底泥面膜 要是给你敷上几天 保证你皮肤滑嫩嫩的 而且能变白不少 每个女孩子 都渴望自己的皮肤 始终如婴儿一样Q弹 就算是江庭这种女汉子也一样 而且 江庭之前还特意夸过林子彤皮肤好 说明她是在意皮肤的 所以 林子彤便从这方面入手 果不其然 江庭立刻就提起了兴趣 海底你面膜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但是听起来 好像很贵的样子 林子彤又谈了谈自己的脸蛋 道 你送哥哥姐姐们去陈家村 我们当然也要报答你了 面膜我有很多 免费送给你也没关系 只不过敷面膜有很多讲究 得我一直在你身边盯着你才行 否则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让你满脸长痘痘 江庭闻言 当下就有些异动 却无奈道 可是我每天得帮我爸送货 这个还不简单 严首一拍了拍龙飞城的肩膀 让这位哥哥帮你啊 龙飞城一脸猛逼 不知道自己在车后斗的时候 严首一和林子彤都说了什么 不是说 一起来陈家村游玩的吗 怎么好端端的变成 我要去送货了呀 龙飞城正要反对 却见严首一 一直对着他眨眼睛 两人兄弟一场 这点默契还是有的 所以龙飞城虽然满肚子的疑惑 却还是一口答应下来 没错没错 龙哥我可以帮你 不就是送货吗 小试一桩 谁让我是你的吉星呢 单纯的江庭也没想太多 其实他每天在村子里 也都是闲着 只要有人能帮他老爸送货 他老爸才不在乎他上哪去呢 所以江庭开心了起来 好呀好呀 那我这几天 就一直跟着哥哥姐姐们 我在陈家村的老房子 有很多空房间 你尽管住着 而且 你也可以给姐姐她当向导 带她到处转一转 严首一到 我也担心她一个女孩子家家 来到咱们陈家村 会觉得孤单 江庭彻底没了疑虑 甚至开始计划 要带林子彤 去哪转转了 这事解决了 严首一和林子彤 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下了 实际上 刘江庭在身边 一方面是想保护她的安全 另一方面 二人也是想看看 那降头师 会不会真的找上门来 要是降头师今晚真的来找江庭了 两人就顺手把降头师给解决了 省得回头还得花功夫去找降头师 这时候 严首一口袋一阵震动 她拿出一看 露出诧异之色 收到消息的手机 不是她自己的 而是生鲜灌高道似的 打开一看 聊天框中显示 二师弟给她发了一条消息 二师弟不正是坐在前头的龙飞城吗 严首一摆了龙飞城一眼 打开聊天框一看 龙飞城 严哥 啥情况啊 看来龙飞城已经抑制不住她的好奇心 要问问严首一 他们对江庭有什么打算了 严首一花了两分钟时间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写给了龙飞城看 龙飞城看完后就明白了 看来他们这一趟 又要替天行道一番了 对于那所谓的降头师 龙飞城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 好歹也是经历过飞凤山一战 见识过鬼王的男人 龙飞城觉得 陈家村就是一个小地方 哪怕有妖人作祟 其实力肯定也和鬼王没法比 这就有种挑战过高级副本 却回到新手村了的感觉 尽管在高级副本里 龙飞城也是属于站在角落 喊666的那个角色 不过严首一却没有看清这个降头师 因为多年跟着爷爷游走江湖的经历 让他明白 民间出高人 真龙都藏在深山里 指不定这降头师道横高强 甚至比同京城都要厉害 结束了和龙飞城的聊天 严首一又顺手点开了反严筹联盟聊天群 两天没看群了 没想到群里居然有几百条信息 主要的聊天内容 是围绕着血低子和宁静志远 两人展开的 之前龙飞城忽悠他们说 严筹去了冰州 于是血低子连夜坐飞机去冰州 而宁静志远正好就在冰州 两人一个守着机场 一个守着车站 活生生熬了两天两夜 结果自然而然 两人盯的眼睛都快要瞎了 别说是严筹了 就连严筹的屁都没见着 而龙飞城也算专业 这两天竟然还时不时在群里 回复一下他们 稳定军心 让他们耐心地等着 血低子和宁静志远 对严筹恨之入骨 别说是两天了 就算是二十天 他们也等得住 所以这两天只是发发牢骚 却并没有怀疑 龙飞城的消息 是真是假 看样子 还能忽悠他们几天 严守一觉得 自己也该偶尔发言一下 否则可能会引起群友们的怀疑 于是他在聊天框里 输入了一行字 各位道友 请问一下 有谁对付过酱头师吗 估计是那血低子 在机场闲得无聊 立刻回到 道友遇到酱头师了 严守一回复 嗯 遇到了点麻烦 可能要和这位酱头师过过招 风过无痕 那可真不是什么好事 酱头师很是难缠的 他们从不和咱们刚正面 都是躲起来耍阴招 用毒 用骨 下酱头 甚至是半夜三更 控制着脑袋飞过来咬你 严守一心里一惊 原来酱头师如此难对付的吗 宁静致远 不过这种民间教派 也只能走一些旁门左道 乍一听很难对付 但只要对症下药 他们就拿咱们没有办法了 严守一赶忙问 道友能否指点一二 宁静致远不回答 看样子是不想随便指点别人 又或者是想要点好处 严守一挠了脑脑袋 发红包 红包最多发两百块钱 对于这些大佬而言 可能还算是侮辱他们了 可现在大家相隔千里 除了发红包 还有什么可以贿赂他们的 严守一发愁之时 龙非诚转过头来 对严守一笑道 严哥 我估摸着啊 这宁静致远 应该是个大龄圣女 看他前几天发言 就知道了 怨得很 而且他这两天 守在宾州的车站 一直没等到咱爹 心里更生气了 咱们毕竟是提供消息的人 要是他没等到咱爹 肯定不会给咱们好脸色看 看样子 你对群友们 已经颇有研究了 严守一道 那你说说看 要怎么让这位大娘开口 这还不简单吗 龙非诚笑着举起了手机 我给你拍张照片 你发到群里 就说 咱们师兄弟二人 抓住了严仇的儿子 他们可不得激动死 有道理啊 严守一一拍大腿 觉得龙非诚这个主意不错 忽悠归忽 这这个群里的大佬们 也不是傻子 两天见不到人也就算了 过几天 他们想明白了 指不定就不等了 不仅不等了 还要找他和龙非诚算账 所以 适当的时候 给他们长一点甜头 反而可以拖延更长的时间 于是 严守一立刻 摆出一副可怜兮兮 被人俘虏的模样 坐在车子的角落 让龙非诚拍了一张照片 龙非诚转发给严守一以后 严守一立刻转发到了群里 严守一 诸位请看 猜猜我抓到了谁 血滴子 这小子看着有点眼熟 宁静致远 还挺帅的 是谁啊 风过无痕 总感觉好像在哪见过 王八 快他妈别卖关子了 这小子是谁啊 愤怒 严守一紧接着发道 他是严守的儿子 严守一 刚刚被我们抓到了 群里三秒钟的沉寂过后 居然被666给刷屏了 血滴子 我说这小子 怎么看着眼熟 原来是严守的兔崽子 难怪难怪 宁静致远 他俩简直是一个 母子印出来的 严守杀我儿子的时候 差不多就长这样 不行 我看着照片就来窃 风过无痕 生鲜惯得倒有厉害啊 严守的儿子 应该也是鲁班传人吧 你们竟然能将 他给活捉 平到佩服佩服 王八 你们在哪 告诉我们一声 我们这就过来 看到群里的反应如此热烈 龙飞成现身了 诸位不要着急 我们师兄弟和这小子 有一些私人恩怨 等解决完了 再把它交给各位处置 不过大家的反响如此热烈 我决定开通一项特殊服务 私下转账一万 我可以提前帮诸位打这小子一拳 靠 小龙 感情你在这等着我呢 严守一忍不住 捶了龙飞成一拳 他以为龙飞成在第二层 结果这家伙 分明已经到了第五层 林子彤在一旁看着 眼着嘴咯咯直笑 没想到龙飞成的提议 居然得到了群友们的 一致支持和好评 当下龙飞成的手机 就响个不停 全都是来自各方大佬的转账 眨眼的功夫 龙飞成竟然就集资五十三万 也就是说有五十三个群友 花了一万块钱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要隔空揍眼手艺一拳 看到这夸张的人气 眼手艺不由的感慨 老八呀 你这是造了多大的孽啊 你造孽也就算了 现在大家都乐意花钱揍我啊 而龙飞成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 颜哥 我现在算是知道 为什么我师父说 跟着你有钱赚了 眼手艺问道 要不你再开通一个服务 一百万卖我一条胳膊 反正我的胳膊砍断了 还能涨回来 龙飞成瞪大了双眼 对颜首艺拱手道 颜哥 牛逼呀 我怎么没想到 颜首艺给了龙飞成一个脑瓜崩 我敢说 你还真敢做呀 这不是你先提出来的吗 我以为你不介意呢 龙飞成委屈道 林子彤笑道 你们还是先想想 那五十三拳要怎么打吧 他们可没那么好忽悠的 颜首艺是不可能真的让龙飞成 打自己还拍小视频的 那样也太美鲁般传人的骨气了 他说道 一会儿到了陈家村 我用阿公给的指人变成我的模样 你对着指人拍视频就好了 阿公也万万没想到 自己送给颜首艺的指人 头一回竟然是这么个用处 群友们尝到了甜头 全都兴奋地不行 对于龙飞成 说颜绸去了宾州之事 更是深信不疑 宁静志远 本来已经打算再等一天 就打到回府了 结果现在不仅要等 而且还加派了人首 颜首艺此时又在群里 艾特了一下宁静志远 问了如何对付降头师的事情 心情大好的宁静志远 也没有半句废话 直接甩过来一张照片 照片的内容是一道符 经过颜首艺的辨认 此乃鸡神符 听名字虽然有点扯 但是其作用还真和极有关 根据宁静志远所说 降头师学的降头师 属于阴法 尤其是飞投降 他的本质和鬼没什么区别 怕的就是治阳治刚之物 想要对付飞投降 只需要找来一只大公鸡 将鸡神符挂在大公鸡的身上 等到降头师的脑袋飞过来了 大公鸡便会一跃而起 直接把降头师的眼睛给啄瞎 如此一来 降头师就看不到回去的路了 自然也找不到自己的身体 只剩下一颗脑袋到处乱窜 最后会因为筋疲力劲而死 很多难题 茫然面对的时候会觉得十分困难 但当得知方法和诀窍以后 便觉得不过如此了 颜首艺等人看完后 也觉得恍然大悟 其实只要不让降头师的脑袋 及时飞回去 那么这个降头师就必死无疑了 虽然宁静志远是自己老爹的仇人 但好歹这回他也算是帮上忙了 颜首艺在群里说了声谢谢 便收起了手机 有了机神符 今晚要是降头师真的来找姜亭 那就容易对付多了 信心倍增的颜首艺 心情也好了不少 他转头看向窗外的风景 想要回忆一下 记忆中陈家村的模样 却在这时 他看到对面的山坡上 出现了一名骑着水牛的小孩 嗯 颜首艺露出诧异之色 陈家村因为处在山中 家家户户能用的田地其实很少 离地的时候 自己干都绰绰有余了 所以 几乎没有人会在这里养牛 他从小到大 都没在陈家村见过养牛的 可刚才那个小孩却骑着黄牛 看着也不像是陈家村的人 于是颜首一喊了喊姜亭 问姜亭认不认识那个骑黄牛的小孩 谁知姜亭往颜首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 诧异地答道 什么小孩啊 我没看见啊 那么大一头黄牛 你没看见 哥你别吓我啊 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 姜亭已经有些条件反射了 颜首一不信邪 又让龙飞城和林子彤看 令他惊讶的是 他们两人也说 没看见黄牛与小孩 难道只有我自己能看得见 颜首一揉了揉眼睛 在往原来的地方看去时 那里居然已经 没了小孩与黄牛的身影 奇怪 难道真是我眼花了 颜首一有些怀疑自己 可总觉得这小孩十分蹊跷 尤其是 那黄牛背上的小孩 自始至终都在盯着他看 路上虽然遇到了几次波折 但颜首一他们 还是平安无事地到了陈家村 为了保证江亭的安全 龙飞城陪着他 一起去上祥村送货交差 回头他俩在一起回陈家村 所以到了村口以后 颜首一和林子彤 就提着行李下车了 陈家村不大 总共不过两三百户人 村头和村口都连接着公路 马路对面就是田野和一条小溪 过去颜首一在村子里玩耍 到了饭点村里就此起彼伏地 响起了家长们的吆喝声 有的家长嗓门大点 在村头好两句 村尾的玩儿们都能听到 就乖乖地散伙回家吃饭了 这就是陈家村 小不拉几的南方农村 回来了 真好 颜首一身吸了一口气 只觉得神清气爽 荣城的空气自然是比不上陈家村的 环顾四周 除了那矮矮的土房子以外 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绿 即便是十二月的时节 南方依然生机盎然 几乎感觉不到萧瑟 林子彤也是觉得心旷神疑 不知道为什么 来到农村以后 有种世界变小了的感觉 颜首一笑道 荣城全都是高楼大厦 抬起头来都看不到蓝天白云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儿可就不一样了 视野开阔空气清新 不是世界变小了 是人变大了 林子彤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进村看看了 颜首一接过林子彤的所有行李 领着她进村 刚进村没两步 就遇到了闲来无事 坐在村头聊天的大妈奶奶们 陈家村人少 互相都认识 这突然冒出了个陌生面孔 自然是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有人认出了颜首一 这不是首一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呦呵 还真是颜家那小子 之前不是听说 你去荣城接你爹了吗 你爹人呢 好家伙 还带回来一个水灵的丫头 是你的对象吧 叫什么名字 哪里人啊 大妈们抓着颜首一 就是一通宛若审问犯人般的逼问 问题多到颜首一都答不过来 不过颜首一并不反感 因为她知道 大家对她没有恶意 问这些问题 纯属闲的 农村消息闭塞 每天没什么新鲜事 谁家的鸭子掉沟里淹死了 都能聊三天 她带回来一个如花似玉的 黄花大闺女 怕是接下来一个月 村里的热搜第一 都是她和林子彤了 她赶紧向大妈和奶奶们解释一番 还把林子彤介绍给大家认识 大家看着 林子彤这个外地媳妇 没有半点排斥 反而是越看越喜欢 谁让林子彤长得碧月羞花 说话还大放得体 完全没有城里人的架子 虽然这些大妈和奶奶们 和颜首一 没有血缘关系 但他们对颜首一的疼爱 可是胜过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 尤其是颜首一带着林子彤回家 当下大家就争着让颜首一和林子彤上 他们家吃午饭去 更有甚者 已经提着刀 要去家里载鸡炖鸡汤了 回来第一件事 颜首一当然是想回去看看自己的老房子 所以婉拒了大家的好意 即便如此 颜首一沿途还是收了不少乡亲们的东西 什么刚从菜地里采下的白菜啊 刚从鸡窝里掏出来的土鸡蛋啊 甚至村口的寡妇 还抓了一只活的大鹅 送给了颜首一 提着满手的土特产 颜首一无奈地说道 这下咱们午饭有着落了 林子彤嬉笑道 这么说我有机会尝到你做的饭菜了 关于厨艺 颜首一还真能拿出来吹一吹 由于颜愁入狱的早 爷爷身体又不好 所以颜首一早早地当家 洗衣做饭什么的都是手到擒来 在村民们的欢迎之下 两人总算是走到了颜家的老房子 颜家的老房子背靠大山 地势偏高 门前有一个大坡 站在大门口 就可以看到马路对面的田野与小溪 从风水学的角度而言 这叫备有靠山 钱有流水 虽不能让住在这里的人大富大贵 但也能保平平安安 房子是木头 加上建州特色的土楼结构 看起来已经十分有年代感 颜首一推门而入 家里的陈设一览无遗 一张古朴的四方桌摆在灶台边上 土灶旁堆着一堆木柴 木柴前有一把小竹椅 竹椅旁依靠着一个老火钱 虽然两三个月没回来了 但家里却十分干净 颜首一放下东西 便听到外头有人喊道 首一回来了 林子彤也站在门外探进脑袋来 小声说道 来了位老爷爷 肯定是村长爷爷 颜首一面露笑容 迎了出去 陈家村的村长叫做陈世良 年轻的时候当过兵 如今九十高龄 身体还十分硬朗 经常在村里的小卖部 和大家搓麻将 颜首一小时候没少闯祸 都是村长爷爷给摆平的 当年颜首一一家 想要在陈家村落脚 开始大家并不接纳 也是村长爷爷说村里缺个木匠 才让他们一家子留下来 之后颜首一的爷爷 才慢慢获得大家的信任和尊敬的 可以说 在陈家村里 除了过去的邻居陈大为以外 颜首一和这位村长爷爷 算是最亲的了 村长爷爷 颜首一走出门 给了村长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拿出了两瓶 从荣城带回来的老酒 说道 村长爷爷 我知道您爱喝酒 所以特意带了点好酒给你尝尝 臭小子可真懂事啊 村长完全不客气 直接收了酒 又好奇地看向林子彤 林子彤尊敬的弯腰鞠躬 甜甜地喊了一声村长爷爷 村长早就听说林子彤的身份了 这一声村长爷爷 可喊得他笑得合不拢嘴 只喊乖丫头 颜首一不在家的时候 可都是村长派人过来 帮他们家打扫卫生的 这才让家里保持干净 已到了饭点 颜首一自然不会让村长空着肚子离开 于是招呼他坐下 自己撸起袖子下厨干活 林子彤也不好意思闲着 在厨房里给颜首一帮厨 老村长看着颜首一和林子彤 这同夫妻搭配忙里忙外的模样 慈祥地点起了一根烟 喃喃着真好 真好 很快 利用乡亲们送的食材 颜首一做出了满满一桌子的饭菜 菜盘子摆满了桌面 冒着热腾腾的香气 恰逢村长的曾孙 从门口路过 便也被招呼进来一起吃 酒过三旬 颜首一好奇地指着村长的九岁曾孙问道 村长爷爷 狗蛋不用上学吗 曾孙笑嘻嘻地答道 村里的小学他咯 我们都放假了 他了 颜首一一愣 村长无奈一笑 解释道 前不久 村里来了群外地人 在附近的山里采矿 天天用炮仗炸山 三天前 咱们村里唯一的小学被炸塌了 狗蛋他们就全都放假了 颜首一和林子彤对视一眼 心里知道那伙人 就是周老板一群人 这群人简直无法无天 天天放炮炸山 还牵连到了村里的小学 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娃娃 不过回想起来 颜首一刚才一路进村 看到的都是老人 妇女和小孩 一个青壮年的男人都没看到 想必这些人都被周老板 给骗到矿山里去了 林子彤小声地说道 大傻子 咱们昨天在镇上看到的那辆鬼车 该不会是运矿山里的那些人的吧 经林子彤这么一问 颜首一觉得 这事儿八九不离十 鬼车上的那些鬼 一个个灰头土脸的 就和矿工的模样十分相似 如此看来 矿洞里已经死了不少人了 这其中说不定很多就是陈家村的村民 颜首一的脸色逐渐沉了下来 说道 那群人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江爽他爸 就是死在他们的手上 村长叹了口气 老江那事儿 我也爱莫能助 周老板买通了从镇上到市里的所有领导 天高皇帝远 咱们这批大典的地方 根本没人管 颜首一摸了摸狗蛋的寸头 道 这事儿我非管不可 一定要让狗蛋早点重新上学 本来吃得正香的狗蛋 听了颜首一这句话 气得当场放下筷子哭了出来 林子彤偷笑道 看来狗蛋不太想上学啊 不上学怎么行 不上学哪有本事走出农村 颜首一却是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模样 狗蛋一边哭鼻子一边说道 我爸说你也才小学毕业 就不念书了 凭什么管我呀 颜首一 他是念到小学就辍学了 但他后来也跟着爷爷 到处拜师学知识学本事啊 但这些话解释给狗蛋听 这小子怕是听不进去了 于是颜首一拿出杀手锏 他指着林子彤问 狗蛋 你觉得姐姐漂亮不 狗蛋抹了一把眼泪 吸了吸鼻涕 害羞地说道 漂亮 漂亮就对了 这是哥哥我从城里娶回来的 你要是不读书 一辈子留在村子里种地 就娶不到这么漂亮的老婆了 说着 颜首一还抱着林子彤亲了一口 林子彤美好气地把她推开 狗蛋眼睛都瞪直了 当场发誓要勤奋读书 这可把老村长气得不行 教好孩子要花一辈子的时间 但颜首一这家伙教坏孩子 只需要短短一句话 下午的时候 村里的大妈和奶奶们 就三三两两地上门来看林子彤 林子彤这一下午被夸的次数 简直比她从出生到现在 被夸的次数还要多 一直到天黑以后 大家才各回各家 怀揣着满满的话题 期待着明天村口的见面 颜首一和林子彤 也收拾了一下家里 顺便铺了床 刚忙完这些 姜婷和龙飞成就回来了 龙飞成打着手电筒 找到了颜首一的家 才进门就大吐苦水 我严重怀疑 姜婷他老爸是故意的 看着有我这个免费劳动力 就让我一下午给周边八个村子 送了三百多箱啤酒 累死我了 姜婷也特别不好意思 我爸不是也请你吃了两顿饭吗 这倒是 而且他还拿出了什么 十八年陈酿女儿红 颜首一和林子彤 听了不由的一愣 拿十八年陈酿女儿红出来 招待龙飞成 未免规格太高了吧 这玩意儿不是给女婿喝的吗 难不成姜婷他老爸 是看上龙飞成了 打算把他招来当女婿 二人憋着没说 姜婷似乎也不知道这个习俗 还满脸期待地 拉着林子彤的手 问他什么时候 能开始敷面膜 颜首一把林子彤喊到一旁 往他手里塞了一个护身符 说道 一会儿给他敷面膜的时候 把这道符放在姜婷的身上 要是晚上降头师来了 这道符可以隐秘姜婷的气息 另外 你再帮我弄几个她的头发 我有大用 林子彤一口答应下来 带着姜婷敷面膜的时候 也全都照做 等到姜婷敷好了面膜 在房间里睡着以后 林子彤拿着姜婷的头发 出来找颜首一 你要她的头发做什么 她问 颜首一神秘一笑 如果今晚将头师要找上门来 咱们就给她来一个请君入问 这几根头发 就是诱饵 说着 她又拿出了另一道符 将姜婷的头发包了起来 道符卷着头发 被折成了一个三角形 颜首一晃了晃 问林子彤 闻到了什么吗 林子彤嗅了嗅鼻子 思考了一会儿 是姜婷的气息 林子彤也不是普通人 他们的鼻子闻到的 不仅仅是气味 更是每个人 或者事物独有的气息 如今颜首一手里的道符 便散发着姜婷的气息 普通的妖魔鬼怪 辨别活人 靠的先是气息 所以如果降头师晚上 要来找姜婷 必定会循着她的气息而来 到时候降头师找到的 可就不是姜婷 而是颜首一手中的这道符了 林子彤问 你要把这道符戴在身上吗 这种事儿 当然是让江家的好女婿来做了 颜首一将目光投向了龙飞城 龙飞城刚洗完澡 正在院子里端着手机 戏弄聊天群里的大佬们呢 颜首一来到她的身边 拍了拍她的肩膀 问 小龙 帮个忙呗 龙飞城今天靠着出卖颜首一 血赚了53万 开心得不得了 所以他想都没想便答道 颜哥 咱们是过命的交情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 刀山火海我也上啊 有龙飞城这句话 颜首一就放心了 他拿着道符 解释了一遍道符的作用 和今晚降头师 可能会找上门的事儿 龙飞城听后 默默地放下了手机 道 颜哥 我觉得 咱俩其实也没有那么熟 俗话说 距离产生没 刚才你不是还说 咱俩是过命的交情 刀山火海你也上的吗 颜首一恶然 是啊 刀山火海我都上 除此之外 另寻高明 龙飞城拱了拱手 就要逃跑 结果却被颜首一死死地 按在椅子上 他露出了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颜哥 强扭得瓜不甜啊 甜不甜不是你说了算 得尝过了才知道 再说了 强扭得瓜不甜 但是解渴呀 颜首一觉得 两人的画风有点偏了 于是干咳两声 说回正事 你放心好了 今晚掌心雷俯我给你背棋 你的任务就是负责勾引 呸 引诱将头师出现 剩下的交给我和你嫂子就行了 真 真就这么简单 龙飞城不放心道 真就这么简单 见龙飞城还是有点不愿意 颜首一又说道 不如这样 今晚你帮我勾引将头师 明天我再让你拍几张照片发到群里 去忽悠那群傻子 龙飞城一拍大腿 颜哥 咱们是过命的交情 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 刀山火海我也上啊 颜首一眯起眼睛 这句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好像刚才从哪个王八蛋嘴里刚刚听过 于是 勾引将头师的计划 就这么定下了 龙飞城揣着道符 在江亭的隔壁屋睡下 而颜首一和林子彤稍作准备 就关了灯在屋子里熬着 等着 那将头师上勾 深夜 没了城市里的霓虹灯 夜里漆黑一片 再也没有灯光与月亮争灰 山村的小路 被浅浅的月光覆盖 十二月的冷风吹过 路边的野草轻轻地摇晃 仿佛路边飘荡着的孤魂野鬼 忽然 一颗脑袋在距离地面 五六米高的空中掠过 它的速度 快得好像低飞的燕子 眨眼的功夫 就飞过十几米的距离 脑袋 同龄大的眼睛 在黑暗中寻找着目标 腐烂的嘴巴里 时不时吐出一些恶心的粘液 那脑袋寻着气息 终于来到了严家的门口 看着这家人的风水格局 脑袋不由地觉得有些古怪 但他并没有想那么多 相比于城里人 普通农村人更在乎风水 请个风水先生 给自家弄个风水局 是很正常的事 于是 脑袋从唯一开着的窗户 钻进了屋子里 那正是龙飞城的房间 龙飞城将被子盖过脑袋 其实他压根没睡着 而是躲在被窝里玩手机 这一口气完了几个小时 龙飞城憋了一肚子的尿 正打算出去解决一下 忽然想到降头师的事情 该不会降头师 就在被窝外头吧 龙飞城打了个寒颤 结果尿意更强了 虽然很不想面对 但这么大的人了 总不能尿床吧 于是 龙飞城鼓起勇气 掀起被子准备起床 然而就在他掀起被子的一瞬间 一颗血淋淋的脑袋 就那样放在床头上 两颗漆黑空洞的眼睛 就这么近距离地 与龙飞城对视着 在与那降头师的脑袋 对视了超过三秒钟后 龙飞城的脸色恢复了平静 他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一边把脑袋缩回被窝里 一边自言自语道 农村的晚上也太特么黑了 想窝个尿 结果啥也看不见 还是睡觉好了 说完 龙飞城在降头师的注视之下 缩回被窝 连脑袋都蒙得死死的 想头师有点蒙 这小子 不是上次见到我的那个丫头 那他身上 怎么会有那个丫头的气息 这天虽然黑 但我都能看到他 他看不到我 为了验证自己的疑惑 降头师默默地飞到了床的另一边 用嘴巴咬着被子 把龙飞城蒙在脑袋上的被子 给扯了下来 龙飞城虽然躲在被窝里 但眼睛瞪得滚圆 显然没睡着 他们俩又对视了三秒钟 医生说了 睡觉的时候 要朝着右边睡 否则会压迫心脏 对身体不好 龙飞城说完 默默地翻了个身 把脑袋朝着另一个方向 降头师沉默了一阵 又飞到了床头的另一边 这次 他甚至伸出舌头 舔了舔龙飞城的耳朵 啪 没想到迎接降头师的 竟然是龙飞城响亮的一巴掌 降头师愤怒地盯着龙飞城 龙飞城瞬间缩回了巴掌 自言自语道 都十二月了 怎么还有蚊子 有蚊子你打你自己的脸啊 打我的脸 是几个意思 降头师严重怀疑 龙飞城在装傻装瞎 好小子 既然你装傻 那我也不客气了 直接吸干你的血 降头师直接亮出了两颗尖锐的吸血牙 准备朝着龙飞城的脖子 一口咬下 谁曾想龙飞城居然直接按着降头师的脑袋 从床上疼得一下坐下来了 妈的 憋不住了 还是得去尿干净才行 龙飞城嘴上说着 要去尿尿 手上却没闲着 直接用枕头打了几下降头师的脑袋 然后顺手用被子 把他的脑袋给包起来 临走的时候还不忘给了两拳 踹上两脚 感觉差不多了 龙飞城赶紧跳下床 连鞋子都没穿 就往外跑 混账东西 鼻青脸肿的降头师再也忍不住了 从被窝里钻了出来 飘在半空中 愤怒地吼道 少他妈装傻装瞎了 你能看得见我 我看不见我看不见 龙飞城捂着耳朵说道 那你至少听见了 是谁 是谁在和我说话 难道是幻觉 一定是我水土不服 产生幻觉了 降头师忍无可忍 直接甩出脑袋下连接的长子 长子好像蛇一样 瞬间缠绕着龙飞城的脖子 龙飞城距离门口 仅有一步之遥 却被降头师强行给拖了回去 他被长子勒着脖子 掉在半空中 巨大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 更是连呼救声都喊不出来 降头师恶狠狠地说道 老子先吸干你的血 再去找那小丫头 见过我真面目的人 都别想活着离开 碰 危急关头 严守一和林子彤 一脚踹开房门 冲进屋内 看到被吊在半空中的龙飞城 还有那凶神恶煞的降头师脑袋 严守一心中一灵 这个降头师 果然是斩草除根的货色 头一天晚上就没忍住 要过来杀人灭口 降头师见到两人 也猜到自己是被算计了 于是干脆决定 先拉一个龙飞城垫背 脑袋下的长子迅速收紧 眼看就要勒断龙飞城的脖子 严守一不敢拖沓 直接召唤出斩破刀 朝着降头师扔去 斩破刀削铁如泥 飞向降头师的长子 降头师见势不妙 急忙闪躲 谁知下方的长子 忽然传来一阵恐怖的雷电 电得降头师脸上的横肉颤抖 动弹不得 刷啦 斩破刀轻松割断降头师的长子 龙飞城因此获救 狼狈地摔在床上 同时丢掉了手中 一道几乎要燃尽了的掌心雷符 颜哥 还好有你的掌心雷符 否则我刚才真要交代在这里了 龙飞城惊魂未定 心有余悸地捂着自己的小心脏 刚才他早就看到降头师的脑袋来了 但为了拖延时间 才故意装看不到 实际上 他全程连脚趾头都在发抖 和鬼比起来 这个降头师的恐怖程度也不多承让 主要是 他那吊着的长子和腐烂的脸 多多少少都有些吓人 降头师被断了长子 似乎也受了伤 见识不妙的他急忙要逃跑 臭丫头 严守医提醒了一声 林子彤可是驴山派掌门的清传弟子 阅历也十分丰富 哪怕是第一次见到降头师 也未露出惊慌之色 四十八节 阴望而生 神不内养 外作邪精 九丑之鬼 知辱姓名 无鬼斗煞 听无号令 急需带去 不得久听 急急如律令 只见林子彤晃动手中的黑铃铛 使出了一招驴山派独有的 无鬼斗煞咒 农村的黄土地里 忽然间长出了五道鬼影 分别堵住了降头师的五个去路 降头师面色大变 竟是驴山派的道士 为了防止降头师逃跑 严守一飞快地关上了门窗 甚至还在门窗上贴上了正鬼符 降头师虽然也是活人 但他们修炼的是阴法 已经变得不仁不轨 所以 正鬼符对他们也有一定的作用 眼看逃脱屋门 降头师面露狠色 看来是遇到硬茬了 但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奈何得了我吗 当然不止这些 严守一从怀里掏出了一只 从村长家寄来的大公鸡 在他的脖子上挂上早就写好的鸡神符 鸡神符一发动 这只本来就骁勇好战的鸡王 顿时变得威风凛凛 他张开了两个大鸡翅 身上的鸡毛全都立了起来 尤其是脖子后的羽毛 简直如同孔雀开瓶式的张开 一副敢与天斗的模样 龙飞城看得目瞪口呆 颜哥 你给这只鸡打鸡蟹了 废话 鸡还打什么鸡蟹 严守依无语 但说这只鸡被打了鸡蟹 倒也没错 此时这只大公鸡 已经不是普通的大公鸡了 而是一只战斗鸡 战斗鸡直接找准了 降头师这个目标 扑腾着翅膀 飞向半空中降头师的脑袋 锋利的鸡嘴 直接朝降头师的脑袋啄去 降头师没想到 严守一出手就是克星 一时间惊慌失措 控制着脑袋 在屋子里到处乱飞 他只有一个脑袋 没有手脚 就连唯一可以控制的肠子 刚才都被严守一给斩断了 如今的降头师 在战斗机的面前 毫无抵抗之力 咕咕咕咕咕咕 战斗机发出凶猛的叫声 眨眼的功夫 就在降头师的脑袋上 啄出了几个血淋淋的窟窿 降头师忍不住求饶起来 道友 道友 我错了 饶过我一命吧 严守一冷笑一声 谁是你的道友 龙飞城也指着降头师骂道 长得丑不是错 但是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跑出来吓唬人 就是大错特错了 降头师哭诉道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有什么无奈 需要杀人吸血 林子彤也对降头师毫无好感 你们先让这只鸡 离我远一点 我慢慢地来 严守一迟疑了一下 他想到附近村里 不少村民都还在矿洞里 而且生死未卜 要是真的能从这降头师嘴里 问出什么来 兴许还能救他们一命 于是 严守一吹了声口哨 那战斗机 好像听到了命令 虽然停下了攻击 却还是围着降头师 不停地徘徊 小龙 用我今天教你的方法 把战斗机稳住 严守一到 龙飞城呕了一声 上前将战斗机的脑袋 藏到了翅膀底下 然后抱着他晃了三圈 将他放在地上 又在他的身边画了个圈 结果这只好动好战的战斗机 居然真的移动不动了 这是农村的土法子 看着好像是法术 实际上只是因为一系列的操作 紊乱了机的平衡系统 导致他们因为害怕 而不敢动它而已 见战斗机被控制住了 降头师这才松了口气 他重新飘到半空中 看着满脸是血 要多狼狈 有多狼狈 严守一威胁道 这个房间都被贴了正轨符 这只战斗机 我们随时可以放出来 我劝你不要动什么歪脑筋 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 兴许还能放你一条活路 降头师连忙点头 好好好 我全听你们的 龙飞城抢着说道 我能先问一个问题吗 你是怎么让自己的脑袋飞起来的 而且 你也没有喉咙 怎么还能说话 你吸的血存在哪啊 该不会是脑袋里吧 严守一白了龙飞城一眼 你又不当降头师 问这些做什么 纯属好奇吗 龙飞城干笑道 降头师当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他知道 眼前这三人当中 严守一才是头 严守一捡起了之前扔出去的斩破刀 对降头师问 周老板是什么身份 你们明知是挖矿 暗中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还有 那些被你们骗去矿洞的村民们 都如何了 降头师沉默了一阵 随后欲言又止 显得很是为难 一张脸都憋成了紫色 林子彤冷哼一声 拿出红神伞 用那尖锐四枪头的伞间 指着降头师 别卖关子 快说 我 哦 降头师忽然张开嘴巴 从嘴里吐出了一大团 恶心的绿色腐蚀性液体 林子彤眼疾手快 立刻撑开了红神伞 替严守一挡下了这些恶心的液体 龙飞城也吓得赶紧 拿起床上的被子挡在身前 唯独那可怜的战斗机 因为动弹不得 所以根本没有闪躲 被那恶心的液体 来了个透心凉 刹那间的功夫 威武凶悍的战斗机 就被融化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 可怜的战斗机 原本是机中一霸 眨眼的功夫 就连骨头都不剩了 龙飞城扔掉了被子 看到那模样凄惨的战斗机 不由得怒吼一声 你好狠的心 好歹给战斗机一个上桌的机会 战斗机如此威猛 一道一定很棒 龙飞城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已经在幻想这只鸡的味道了 可谁能想到 这一错过 就是一辈子 将头师哪管得了那么多 今晚不是战斗机死 就是他死 总不能为了一只鸡 把自己交代在这儿吧 得到机会的将头师 硬着头皮 狠狠地撞向窗户 窗户上贴着正轨符 在将头师撞上的一瞬间 金色的连衣 自盗符向四周扩散 将头师好像撞上了一面钢板 直接弹了回来 脑袋像皮球似的 在地上弹了好几下 最后落在龙飞城的脚边 龙飞城看到 近在咫尺的将头师 吓得全身起鸡皮疙瘩 上去就是两脚 踩得将头师鼻子都歪了 没等将头师骂人 龙飞城又一个飞踢 将将头师的脑袋踢了出去 重新腾空的将头师 又张嘴吐出了一团液体 喷射在窗户上的倒符上 倒符瞬间被溶解 将头师也看准了机会 要破窗而出 想走 林子彤收了红神伞 直接挡住了将头师的去路 手中飞快结印 一道法咒打在将头师的脸上 啊 将头师惨叫一声 退了回去 本就腐烂的脸 被林子彤的这一招 又烧坏了半边 怒急的将头师 却是到处乱窜 如同过街老鼠 根本不敢停下来 严守一回过神来 看准了将头师逃跑的路线 一脚踩住了他的脑袋 这下 不论将头师怎么挣扎 都无法挣脱了 为了防止将头师 再吐出什么奇怪的东西 严守一还将他的脸对着墙 我不该给你机会的 严守一冷声说道 将头师咬了咬牙 我虽死 但我下的将头不会消散 我诅咒陈家村的人 世世代代遭受苦难 永世穷困潦倒 厄运和疾病缠身 你若真有那么大本事 你就不是将头师 而是神仙了 严守一不屑一笑 反手握住斩破刀 直接从将头师的后脑勺 给了他致命一击 原本 严守一真的想给将头师机会的 但这家伙 自己不知道珍惜 也让严守一看出 他根本不想妥协 所以最后严守一也没打算留守了 直接了结了这家伙 将头师的脑袋一阵抽搐 最后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和嘴巴 他死了吗 龙飞城从角落走出来 惊魂未定 生怕这颗狡猾的脑袋忽然睁开眼 又咬他一口 应该是凉透了吧 严守一也不确定 将头师毕竟不在大陆流行 而且他们修炼的是阴法 别说是龙虎山这些名门正派了 就连鲁班教这些民间短法教派都看不起他们 可谓是见一次打一次 所以严守一对将头师也不是特别了解 林子彤不放心地说道 不如我找个瓦罐 用道符将它封印起来 然后再埋进土里 这样总是万无一失了 这个主意好 严守一当即让龙飞城出去找个瓦罐 这种瓦罐严守一家里有许多 找回瓦罐 将将将头师的脑袋塞了进去 一起塞进去的 还有糯米这类辟邪的东西 防止将头师的脑袋又有什么异变 龙飞城还顺手塞了一些八角和桂叶进去 被严守一白眼 你压腌肉呢 八角和桂叶不必邪吗 龙飞城疑惑道 放这些 还不如放点枸杞人参泡酒呢 严守一无语道 龙飞城迟疑了一下 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了 对龙飞城的脑回禄 严守一是真的佩服 做了三个月的兄弟 他到现在都没能跟上龙飞城的脑洞 用道符风上瓦罐 再用混了鸡血的黄土封号 严守一在院子里挖了个坑 将瓦罐埋了进去 这样基本就万无一失了 要不是严守一和龙飞城都不是童子了 再在上头尿一泡 绝对避邪 做完这一切 已经是凌晨三点 虽然心里还有诸多疑惑 但至少解决了酱头师 没了后顾之忧 大家清理好现场 严守一说道 折腾了一晚上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大家早些休闲 明天咱们去矿商会议会那个周老板 不论如何 那周老板都和酱头师撇不清关系 此事又威胁到陈家村村民的安全 严守一必须一查到底 带得三人都睡下 凌晨四点之时 村里一些勤劳的老人家 已经悄悄地起床 扛着锄头打算去地里忙活了 而这时 村口处 一个大冷天 只穿着件红色肚兜的孩童 骑着一头老黄牛 缓缓地走进村里 黄牛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在路上走 沿途那些老人家 却好像压根没有看到黄牛似的 黄牛也没有发出任何一点声音 很快 黄牛拖着孩童 来到了严守一家门外 孩童灵活地跳下了黄牛的背 轻松地爬进严守一家的院子 然后四处看了看 最终在一块松软的土地旁边站定 他只是伸手勾了勾 那被龙飞城踩实了的黄土 便向四周散开 地里好像有损要长出来似的 很快 那装着降头师脑袋的瓦罐 被推了出来 见到瓦罐 孩童的眼神略微有了些变化 他抱起瓦罐 跑出院子 又回到了黄牛的背上 黄牛加快了脚步 离开了陈家村 一直跑到附近的一座山神庙里 山神庙荒废已久 平日里除了来躲雨的村民 大半个月也见不到一个人影 来到了这儿 孩童才松了口气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瓦罐 瓦罐刚露出一道范儿 里头竟然就喷出了恶心的液体 黄牛摸地叫了一声 液体竟然向一旁飞去 完全没有触碰到孩童的脸 孩童似乎有些生气 直接举起瓦罐 狠狠地朝地上砸去 碰 瓦罐碎裂 酱头师的脑袋滚了出来 他竟然还没死 酱头师的脑袋飞快地逃跑 一边跑骸 一边从嘴里吐出八角和跪页 孩童冷哼一声 伸手朝着面前的空气 随手一抓 下一秒就要冲出山神庙的酱头师 居然出现在了孩童的手里 孩童拽着他的肠子 晃了几圈 然后狠狠地砸在地上 想头师被砸得晕头转向 等到停下来了 半想都不知道要逃跑 脑袋在地上转来转去 谁人如此放肆 胆敢戏弄我 酱头师怒吼道 等到他回过神来 定住了脑袋 抬头一看 山神庙中 有一座结满了蜘蛛网 看起来残破无比的塑像 奇怪的是 塑像并非是什么 看起来不可侵犯的威严神像 而是 一个骑着黄牛 穿着肚兜的孩童 酱头师双眼一瞪 不敢相信地说道 你 你是山神 孩童侧坐在黄牛的背上 两条脚丫子 一前一后的摆动 脚踝上的两个银环 时不时碰撞 发出清脆的声响 第二天清晨 龙非城起床撒尿的时候 看到院子里原先 埋着酱头师脑袋的地方 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坑 瓦罐和酱头师的脑袋 不翼而飞 他吓得瞬间清醒了 叫醒了严首一和林子彤 三人换好衣服 围在坑边蹲着检查起来 谁能想到 昨天分明已经万无一失的法子 却还是出了意外 让酱头师给逃跑了 严首一皱着眉头说道 不应该啊 林子彤也觉得费解 昨天你那一件 分明重创了酱头师 就算他没死 也不可能从瓦罐中正途而出 难不成酱头师还有同伙 龙非城担心道 这是最令人信服的答案了 酱头师的同伙 昨晚来搭救他了 但这也是严首一 最不想听到的答案 昨晚他们面对的 仅仅只是一名降头师 要是周老板手下 还有几个甚至十几个 像昨晚那样的降头师 那么事情可就麻烦了 严首一他们三人 倒是能够自保 能够全身而退 但陈家村的村民怎么办 那些已经被骗到 矿洞里的村民怎么办 他们可全都有生命危险 严首一捏起了一小块土 放在鼻子前闻了闻 有什么发现吗 林子彤问 严首一心想 还好他和龙非城都不是童子 昨天没往这土里撒尿 否则还真就什么都闻不出来了 此时只听他说到 有贡香的味道 贡香 林子彤一愣 难不成出手帮忙的人 来钱还上了香 龙非城郁闷了 光是这个气味的线索 根本不够吧 农村人家家户户 都供着造王爷 严首一点点头 的确如此 他丢掉了土块 微微叹气 随后站直了身体 凭这些 不足以做什么假设和猜想了 而且与其在这瞎猜 倒不如直接进山看一看 会议会那降头式的真身 和那周老板 这个提议得到了 林子彤和龙非城的赞成 大家决定一会儿吃过早饭 就出发进山 之前在戎城时 当地的早饭很是丰盛 有各种糕点 而陈家村这儿的早饭习俗 就有些简单了 严首一煮了点白粥 再上邻居家 借了点萝卜干和咸鸭蛋 就这么将就着吃了 姜婷昨晚倒是睡得舒服 据她所说 她过去的日子 一直在做噩梦 反而是昨晚睡在严首一家里 一夜无梦 舒服得很 严首一和林子彤都知道原因 是因为降头师给姜婷下的降头 不断在磨着姜婷的气韵 才导致姜婷恶连连 昨天降头的力量消失了 姜婷自然就能睡个好觉了 姜婷问 哥哥姐姐 你们今天有什么安排 林子彤给姜婷加了点萝卜干 说道 我们今天打算进山看看 你就不用跟着去了 留在家里吧 姜婷倒也没反对 直接说道 那我给你们准备吃的 你们中午回来吗 正当严首要回答之时 村里忽然传来了一阵吵杂声 龙飞城像是只老王八似的 拉长了脖子 屁股不肯离开椅子 脑袋却想伸到院外去 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好像有人进村了 姜婷光用听的 就听出了大概 没办法 陈家村就这么点大 本来大家也没放在心上 但没一会儿 四人竟然都听到了淒厉的哭声 这下 大家全都坐不住了 心里知道 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 走 一起出去看看 严首一放下筷子 擦了擦嘴巴 便带着大家往外走 刚推开院门 就看到村头停着几辆车 村民们都聚集在车前 几个外地人竟然从车上 扛下了三口棺材 姜婷一眼就认出了那些车 是周老板的车 四人快步跑到村头 挤进村民当中 车上一共抬下来了三口棺材 抬关的几个外地人 面露悲伤之色 念出了几个名字以后 在场当即就有村民哭了起来 抱着那棺材不肯松手 这时 车上走下了一个瘦干干的老头 老头满脸愧疚 手里提着一个黑袋子 里面满满的装的 全都是百元大钞 几位家属 昨晚矿洞里出了意外 害得这几位公友失去了性命 这些钱是周老板 给家属的补贴和赔偿 请你们一定要收下 瘦老头说道 失去了至亲 村民们都沉浸在悲痛的情绪当中 哪有空管这些钱 还是村长爷爷站了出来 先替家属收了钱 不管怎么说 人已经没了 但钱得留下 这些钱还能帮助家属们 继续生活下去 突然 姜亭浑身一颤 忍不住死死地抓住 严手一和林子彤的手 林子彤回过头 见姜亭满脸恐惧之色 便反握住姜亭的手 小声问 姜亭妹妹 你怎么了 姜亭捂着嘴 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那个老头儿 酱 酱头师 严手一和林子彤 立刻盯着那瘦老头 昨天屋里灯光太黑 再加上响头师 只有一个腐烂的脑袋 所以 两人白天 见到这个老头儿 都认不出 他就是昨天的响头师 这酱头师 昨天就已经死里逃生 今天居然还敢 明目张胆地到村子里来 这是要做什么 严手一忍着直接上前 将酱头师解决掉的打算 想要看看 这家伙 唱得是哪出戏 兽老头儿似乎也觉察到 严手一他们认出他的身份了 所以他的目光 一直若有若无地 往严手一 他们的方向看 这时 村长忍不住问寿老头 这位老板 请问矿洞里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好端端地就死人了 其他的村民们 还好吗 听村长问起这事 其他村民 也全都安静下来 他们中大部分人 都有亲属去了矿洞 最久的一个 已经去了两个多月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周老板给的解释是说 矿洞里没有信号 没法打电话 而且去的村民 都不愿意出来 想要一口气多赚点钱 只有这个老头 时不时从矿山出来 来了就给村民们发钱 或者送吃的 说是周老板 给矿工家属的福利 这才让大家都忍着没说话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可是死了人了 家里的顶梁柱 没了 换谁也受不了 其他的村民 也担心 起了自己的亲属 面对大家的质问 瘦老头 装作一副无奈的模样 他欲言又止 半天才憋倒 实不相瞒 昨天矿山里 确实发生了一些邪门的事 农村人受教育的程度不高 所以也难免会信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然 这乱七八糟的东西 包括 但不全是像严守一这样的鲁班术 别看鲁班竹旋之右旋 但其实 它也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在里头的 只不过 这些科学依据 对普通人而言 完全解释不通 解释起来 就像解说天书一样麻烦 要想理解这其中的原理 首先得研读个十几年的 各类古籍经书 那些神鬼怪力之事 才是大部分人最相信的 所以 陈家村的村民们 一听说矿洞里发生了邪门的事情 一个个脸色都变得严肃认真起来 只听那瘦老头说道 昨天中午 矿洞里忽然被挖出来了两个木头人 一男一女 模样唯妙唯孝 跟真人似的 但他们的脑袋上 又被人刻意开了孔 身上画满了奇怪的符咒 当时正是这三位工友 接触了两个木头人 之后我们周老板听说了这事 觉得太过邪门 当场就要求大家 把木头人给烧了 结果到了晚上 不少矿洞里看到了 穿着白衣服的男人 和红衣服的女人 很是吓人 一看就不是活人 我们立即让所有的矿工都撤出来 可马上就发生了矿难 这三位工友 就不幸死在了矿洞里 我们也是挖了一晚上 才挖到他们的尸首的 我们周老板是湘江来的 在湘江认识不少厉害的法师 打电话一问才知道 原来那堆木头人 是被人刻意埋在山里的 目的就是为了吸取 陈家村村民们的精气 等到吸够了 就要成腰 破土而出出来祸害人了 谁知被我们提前撞破 这才出了这些事 而且法师还说了 冤有头债有主 要是我们没办法找到 埋下木头人的家伙 那对苦命鸳鸯的魂魄 还会缠着我们不放 矿洞里早晚还会出事 等他们杀光了矿洞里的人以后 就要来杀陈家村的村民了 瘦老头说的 有鼻子有眼的 不少村民都被他给唬住了 最后他还说道 你们快好好想想 村子里 有谁有可能是 埋下那对木头人呢 此言一出 村民们瞬间安静了下来 不少人慢慢地转过头 望向了岩手一 岩手一瞳孔一缩 好家伙 合着你这又是送棺材 又是送钱 还编了个故事 目的就是为了祸水东瘾 让陈家村的村民们怀疑我 村子里谁不知道 岩家的人会法术 而且 他们就是村里的木匠 矿洞里挖出来的 又是木头人 更不巧的是 岩手一昨天才回村 矿洞里 昨天就挖出了木头人 瘦老头 不就是冲着岩手一来的吗 不知不觉间 陈家村的村民和岩手一 默默地保持了距离 让出了一个圈子 林子彤和龙飞城 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连忙和岩手一站近了一点 倒是姜亭 他咬了咬牙 坚定地没有移动步子 不管那木头人 是不是岩手一埋下的 但瘦老头是匠头师 这事跑不了 所以 姜亭命运相信岩手一 也不相信那个怪物 瘦老头心里门轻 却还装作一副不明所以的模样 对大家问道 这小子是谁 他和矿洞里的木头人有关系吗 村民们虽然不吱声 但他们警惕的眼神和表情 已经说明了一切 瘦老头立即说道 湘江的法师说了 江湖上有这么一帮人 四处漂泊 到了个村子就住下来 然后在他们的风水山里 埋木头人 喂的就是养妖 如果这小子 就是法师口中的那种人 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啊 村民们的情绪被调动起来 尤其是棺材里躺着的那三位的亲属 甚至已经对严守一 隐隐有些恨意 严格 龙非诚有点害怕了 他也怕鬼 但怕鬼是天生的 怕人却不是 如今被这么多人围着 还用恶毒的眼神看着 龙非诚竟觉得 比在平安大厦时 被鬼包围时还要吓人 严守一冷静地安慰道 不要害怕 村民们不是恨咱们 只是被那降头师给利用了 村民们哪知道 昨晚发生了什么 他们只是被降头师利用的 无辜棋子罢了 这降头师估计也是知道 他明里打不过严守一他们 所以才在白天用这一招 想要让村民们将严守一赶走 大家冷静一点 这时候 村长发话了 只见村长用拐杖敲击着面包车 大声说道 守一是什么样的孩子 大家心里还不清楚吗 就算矿洞里真的挖出了木头人 我也不相信 这事和守一有关系 关键时刻 还是村长这种 活了几十年的人精 有点辨别能力 姜婷也站了出来 对大家说道 严大哥在陈家村这么多年了 大家都平安无事 反而是周老板他们来了以后 怪事连连 你们应该怀疑的人是周老板他们 而不是严大哥 被两人这么一番提醒 村民们也回过神来 但他们也没有完全信任严守一 只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瘦老头 显然低估了严守一和村民们的关系 没想到他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村民们竟然还只是怀疑严守一而已 守一 你说点什么呀 村长对严守一喊道 他可不希望严守一 给这三名死者背锅 成为村民的众矢之地 严守一之前一直沉默 其实也是在思考 该如何让村民们信服自己 如今 他想好了 只见严守一上前一步 双眼盯着那降头师 老头 你说矿洞里挖出了两个木头人 周老板就让所有人撤出了山洞 是吗 严守一冷声问 降头师被严守一的气势 给吓退了一步 随后反应过来的他一阵恼怒 答道 是又如何 之前大家在矿洞里 没信号也就罢了 既然昨天大家都撤出来了 那为什么 他们不联系自己的家人报平安 严守一质问道 他们身上应该有手机吧 还是说他们的手机 被你们给没收了 你怎么解释 这 这是因为 兽老头思考了半天 才憋出一句话 这是因为他们撤出以后 矿洞马上就塌了 大家急着回去救人 才没来得及联系家人 好 那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严守一又上前三步 逼近降头师 你说矿洞里挖出了两个木头人 你亲眼见过了 那你不如给我描述描述 那木头人长什么样 人对于见过的事物 描述起来便十分简单 但兽老头明显是胡编乱造的 一时间哪能说出木头人的模样 和细节 看兽老头支支吾吾的样子 严守一就知道他答不上来 所以没给他多少时间 直接抛出第三个问题 你说这三位村民 是死在矿难里的 那我倒是要瞧一瞧 他们的尸体是什么样的 他们到底是死在矿难 还是其他的什么人手上 一听严守一提起此事 兽老头的脸色就绷不住了 他连忙压着棺材 大声喊道 湘江的法师说了 他们三人的尸体沾上了妖气 不能开关 要直接烧掉 否则会引发大乱的 老子就是鲁般传人 管他山里出来的是鬼是妖还是魔 来一个 我就杀一个 区区棺材 我还开不得了 严守一的态度 越发地坚决 兽老头越是不让 他就越要开关来看 这棺材里 一定有什么秘密 见兽老头慌了 龙飞城直接上去一个飞踹 将兽老头踢倒 起开吧你 昨天我们没杀你 你押不跑就算了 还自己上门来找不痛快 小爷 我今天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就不姓龙 严守一和林子彤 则是跑到棺材旁边 各自抓住棺材的一边 对视一眼 然后狠狠地掀开 光荡 沉重的棺材被两人扔在地上 棺材中的景象 不由得让众人愣住了 只见棺材里 的确躺着一具尸体 但那尸体 却像是风干了几十天似的 浑身上下的皮肤 紧紧地贴在骨头上 四肢如同树枝一般 皱巴巴黑乎乎的 十分难看 在开关以后 恶臭味便飘了出来 最靠近棺材的几个村民 当场便被熏得吐了出来 严守一强忍着恶臭 转身抓住了兽老头 将他压在棺材上 指着棺材里的尸体问 他们几个要是死于矿难 尸体还能如此完整 别的不提 昨天死的人 今天怎么就只剩下人干了 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 究竟是那所谓的木头人作祟 还是你们这群外来的家伙 在我将薄薄的山里 干着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兽老头眼看事情暴露 心里也慌了神 哆哆嗦嗦地说不出话来 严守一冷哼一声 对龙非诚说道 去抱一只大公鸡来 昨天那只公鸡 没能啄瞎他的眼睛 今天可别让他跑了 一个谎言 需要用无数个谎言来圆 而在圆谎的时候 总会露出破绽 在严守一的步步逼问之下 降头师哑口无言 他也低估了严家 在陈家村的声望 低估了大家 对严守一的信任 严守一可是陈家村村民们 看着长大的 他是好是坏 大家心里还没点数吗 就算刚才因为亲人去世 而有些冲动 但村民们很快就醒悟过来 纷纷将矛头指向降头师 和其他的外乡人 降头师带来的其他人 还想着上车拿武器 和村民们对峙一下 可陈家村的村民们 也不是好惹的 尤其是有些村民 刚刚从山里从田里过来 手上拿着的不是柴刀 就是锄头 最差的手里 也拿着一条扁担 相比于那些小混混的 所谓甩棍和匕首 陈家村村民手里的 可谓是高级兵器了 尤其是柴刀和锄头 自带破伤风属性 要是挨上一下 不去医院打针 过些十日必死无疑 所以 降头师的手下 直接放弃抵抗 束手就擒了 龙飞城跑着进村 顺手抓了一只 看着最凶的大攻击 又屁颠屁颠地跑了回来 颜哥 战斗机二号 颜首一二话不说 在战斗机二号的脖子上 挂了机神符 兴许是有战斗机一号的加持 出了比一号还要吓人的气势 浑身炸起来的鸡毛 让他的体型 直接长大了一倍 战斗机二号 也是一只狠鸡 上来就朝着 降头师的脸上啄了一口 直接啄下了一块血淋淋的肉 降头师疼得哇哇大叫 额头上冷汗直冒 昨天他用的飞头匠 就算受了伤 也可以很快痊愈 今天他可是本体出面 受了伤 那可就是真的受伤了 只能自己慢慢恢复 嘴下留情 嘴下留情啊 降头师就是个孬祸 趾高气扬得来 没两下 又低声下气地求饶了 颜首一冷哼一声 昨晚让你狗活 你不知好歹 竟然还敢上门挑衅 活得不耐烦了是吗 为了让大家更进一步地 看清降头师的真面目 颜首一对林子彤 使了个眼色 林子彤立刻会议 摇动手腕上的招魂铃 发出一阵奇异的铃声 那铃声 普通人听了没什么感觉 但在一些斜碎的耳朵里 那可是尖锐刺耳 射人心魂 降头师只觉得耳鸣不断 头疼欲裂 哭哭哀求道 别摇了 别摇了 我受不了了 可林子彤哪会放过这降头师 他不仅摇得更快了 嘴里还念叨 天地日月星 吴兆峰都神 随气一摄制 追精力现行 急急如律令 此乃驴山派的射鬼咒 射鬼咒一出 降头师再也扛不住 现出了原形 只见他的脖子不停地拉长 眨眼的功夫 竟长了半米之多 脑袋连接着身体 宛如长颈鹿似的 但模样却无比甚人 这大白天的 陈家村村民们 无不色变惊呼 吓得连连后退 降头师脸上的皮肤 也迅速腐烂起来 整个人看起来如尸体一般 死气沉沉 这就是他的真面目 严守一鹤道 江亭之前无意间 撞见这家伙在南山吃腐尸 紧接着 他就要对江亭杀人灭口 还好我们昨天碰巧回来了 便在夜里饱了江亭一命 却还是让他给逃了 没想到他不仅不知悔改 反而回到村子里 还想反过来污蔑我们 林子彤也高声道 这是降头师 一种十分邪恶的 阴法修炼者 他们喜欢吃腐尸 吸人血 哪里有他们的出现 哪里就会有死亡 江亭盲道 严大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这些事我也早就说过了 但是大家都不相信我 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村民们如梦初行 其实大家都活了几十年 怪事多多少少都有见过一些 但大白天地见鬼 还是头一回 他们不能理解 什么叫降头师 但脖子有半米之长的降头师 在他们眼里 就和鬼没什么区别 村长气得抄起了拐杖 狠狠地打在降头师的脖子上 你这个畜生 你把我们村的年轻人 都骗到哪去了 你还他们的命来 愤怒的村民们 几乎要举起柴刀砍人了 降头师下的瑟瑟发抖 要不是龙飞城拦着 他的小命早就丢了 严手一一手 按着降头师的脑袋 冷声说道 你的事情已经败露了 这回我不会放过你 但要是 你坦白你们的目的 兴许我还能放你的魂魄去轮回 否则定要将你打得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面对严手一的威胁 降头师自知没机会逃走了 他只能老老实实地说道 我只是一个偶然间路过的降头师罢了 你们村的风水好 再加上周边山里尸体多 所以我才混进周老板的队伍里 趁机偷吃一点 你们坟地里的尸体而已 那天我在山里吃尸体 被那个叫江婷的丫头 发现了 我当然要杀人灭口 但是遇到了你们 我自认是阴沟翻船 本来已经打算逃走了 但有人指使我过来 陷害你们 目的是要把你们赶出陈家村 有人指使 严手一眉头一皱 谁能指使得了这个降头师 难不成是那位神秘的周老板 龙飞城抱着战斗机二号 把他往前一送 逼问道 是谁指使你的 快说 不老实的话 就灼下你的眼睛 我说我说我说 降头师害怕极了 是一个骑牛的小屁孩指使的 严手一眼神一愣 骑牛的小屁孩 林子彤和龙飞城 也发觉了不对劲 似乎昨天严手一就提起了一个 只有他才看得见的骑牛小孩 那个小孩真的存在 不是严手一的幻觉 说清楚一点 林子彤皱眉道 降头师连忙答道 昨天我本无力回天 是那个小孩出现 把我给救了 他还带我去了山里的一间破庙 好像是山神庙 然后他就吩咐我 让我今天带人过来 把你们赶出陈家村 要是我办不到 他就要杀了我 杀你 他有那个本事 龙飞城有点不幸 降头师大声道 别看他是个小孩 他可厉害了 尤其是他屁股底下的 那头老黄牛 只是摸的一声 我连那小孩的毛都碰不着 听着降头师的解释 严手一三人 总觉得他有些夸张了 但降头师 又不太像是在说谎的样子 于是严手一顾忌重施 追问道 那小孩是什么样子的 留着个瘦桃头 穿着一个红肚兜 黑色的大裤衩子 两个脚丫子上有银环 降头师不假思索 立刻回答了上来 林子彤望向严手一 他说的是真的吗 严手一面色严肃 是真的 我昨天看到的那个奇牛小孩 就长这样 这么说来 他没有说谎 龙飞城道 那咱们该怎么处置他 严手一眼神一宁 自然是杀了 替天行道 降头师昨天晚上 已经死过一回了 今天还没活够呢 没想到又落在 严手一他们的手里 昨天晚上的遭遇 更是让降头师明白 严手一他们 不是什么说空话的人 他们是真敢杀 为了保命 降头师也没有办法 想着只能破财消灾了 我苦心修炼六十余载 也积累了不少法宝和财富 只要你们放我一命 那些就都是你们的 谁知听到降头师这话 严手一他们三人 竟然笑出了声 你 你们笑什么 降头师打了个寒颤 他觉得严手一他们 笑的时候比生气的时候 还吓人 龙飞城上前 踹了降头师一脚 冷声道 你个土鳖 知道你面前的人 都是谁吗 啊 他指着严手一说道 我大哥 严手一 鲁班传人 法宝丹药财富 你有的他也有 你没有的他还有 接着他又指着林子彤道 我大嫂 林子彤 驴山派传人 历程林家大小姐 又有颜值又有钱 还有本事 我们还惦记着你那点 臭钱和法宝 降头师震惊无比 此时才明白 自己招惹的是一群富二代 要是早知道 严手一和林子同事这个身份 打死他也不敢来找他们的麻烦 降头师害怕地问龙飞城 那 那你有什么身份 我 哈哈哈哈 龙飞城哈哈大笑 我没什么其他的身份 就是有个好大哥 有个好大嫂 够了吗 降头师目瞪口呆 他活了六十多年 还是第一次 见到有人把当狗腿子 视作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村民们此时已经憋不住了 手一 你快快杀了这鬼怪 免得夜长梦多 祸害村民啊 严手一当然知道 拖下去对自己没好处 于是他直接召唤出斩破刀 没给降头师半句解释的时间 手起刀落 便斩断了他的脖子 本应该十分血腥的场面 却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无法直视 降头师的脑袋落地以后 竟然没流一滴血 那脖子的断口处 竟然如同铁线虫一般 钻出了一根肠子 在大家都没回过神的时候 降头师的脑袋已经腾空而起 看样子是想趁机逃跑 好在林子彤眼疾手快 高高跃起 一脚将降头师的脑袋给踹了回去 降头师哀悠一声 脑袋如同皮球似的落在地上 龙飞城立刻放出战斗机二号 战斗机二号是只狠击 上前就啄瞎了降头师的两只眼睛 令人感到惊骇的是 瞎了眼的降头师 脑袋不停地寻找身体 而他的身体也从棺材上爬了起来 到处摸索着找脑袋 可没一会儿 因为脑袋和身体互相找不到对方 二者渐渐地筋疲力尽 最终脑袋滚到了臭水沟里 尸体倒在了田间 二者迅速腐烂 最后只剩下两滩烂泥 连个人形都看不出来 看到这一幕 眼手一微微叹气 这降头师修炼音法六十多年 已经把自己的身体 修炼得不仁不轨 变成了一团邪碎 如今失去了生命 便迅速腐烂 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过这也倒好 省去了他给降头师收尸的功夫 村民们看到降头师死去 全都松了口气 不过降头师虽然死了 但他带来的人可还在这儿呢 大家害怕降头师带来的人 也会一些妖术 所以立刻将他们全都五花大绑起来 不过眼手一能看出来 他们不过是一群普通人罢了 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 但现在降头师死了 这群人自然也不可能把他们放回去 严守一让大家找个地方 把他们关起来 没他的同意 绝对不能放人 村长又想到了 还在矿山里的其他村民 不由得忧心忡忡 他走到严守一身边 道 守一 这个家伙是个妖人 那周老板他们 是不是也都是妖人 矿山里还有那么多咱们的村民 他们究竟是死是活啊 严守一安慰道 村长爷爷 你别担心 收拾了这降头师以后 我们必要去将 伯伯的山里走一走 只要大家还活着 我就一定会将他们带出来 村里的年轻人 要么去城里了 要么去矿山了 如今就算大家有心想 跟着严守一一起去矿山里讨说法 身体也吃不消 如今 村民们唯一的希望 就是严守一 有村民担心道 那矿山必定是个凶险的地方 你对那里也不熟悉 更不知道周老板他们 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 要是你贸然前去 恐怕会有危险 想到矿山之事 有可能会害了严守一 大家又不忍心 让严守一他们独自前往 姜亭站了出来 严大哥 林姐姐 我对那里说 我给你们带路 林子彤立刻拒绝道 傻丫头 矿山凶险 就算我们自己去了 也说不准能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你若是跟去了 只会给咱们添麻烦 严守一也认同 你不能去 那你们怎么办 总要有人给你们带路吧 姜亭着急起来 我胆子很大 不怕那些妖魔鬼怪的 林子彤摸了摸姜亭的头 轻声说道 你放心 我们有人带路的 连严守一和龙飞城 都不知道林子彤这话是什么意思 却见林子彤对着严守一摇了摇 手中的招魂灵 严守一顿时会议 他拿出了一块樱幕 说道 你把降头师的魂魄招回来 我让他锁在樱幕当中 他就能给咱们带路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 林子彤笑道 这对夫妻说干就干 严守一从胯包里拿出雕刻刀 三下五除二 将樱幕雕成了一只 粗糙的麻雀的模样 而林子彤则是盘膝而坐 摇动起了招魂灵 叮铃 林响一声 孤魂野鬼随风去 叮铃 林响二声 往来过客莫停留 叮铃 林响三声 死者听令诉归来 林子彤忽然睁开眼睛 从身后拿出一直背着的红神伞 瞬间将之撑开 白日之下 红神伞下有一片阴影 四周的黑气在阴影中汇聚 逐渐有了人形 仔细一看 正是缩小版的降头师 他的魂魄 只有八掌大小 龙飞成一角 就能踩死 刚刚被召来的降头师 茫然地看着四周 随后他猛地醒悟过来 大怒道 头七还没过 你们就把我的魂魄拒起来了 这是真的打算死都不肯放过 林子彤笑道 你害了那么多人 就那么让你死了 未免太简单了一些 这时 严首一的麻雀也雕好了 他将麻雀放在降头师的面前 说道 自己进去 还是我揍你一顿 再把你塞进去 降头师栽在严首一手中 已经两次了 要是再认不清形式 那他就是真的蠢了 于是 降头师叹了口气 默默地钻进了麻雀当中 严首一咬破手指 将一滴鲜血滴在麻雀的脑门上 口中念叨 叶福投注 进入射魂 射负忧郁 永结无声 鲜血化作无数条丝线 捆住了麻雀的身体 最后化作遍布麻雀周身的符咒 将降头师的魂魄 彻底锁在了麻雀的体内 这便是鲁般传人的绝技 樱木锁魂 没一会儿 那木头麻雀便有了生命 摇头晃脑 尝试着扇动翅膀 这一幕 让陈家村的村民们嘖嘖称奇 若是让城里人看到了 怕是要拍照发到网上 但陈家村的村民 除了惊奇 也只剩下惊奇了 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在他们的眼里 严守一是能够保护他们平安的救星 哪还会想着拍照片博眼球 严守一拎着麻雀 对江亭笑道 如此一来 有他带路 就不用你跟着我们一起冒险了 降头师肯定还知道许多周老板的秘密 留着他可是有大用的 江亭健壮 也不坚持了 降头师确实要比他有用一些 村民们还是十分担心 所以严守一也更加迫切地打算进山 不过 眼下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他来到三口棺材旁边 看了一眼棺材里的干尸 他们应该是被降头师吸干了血才死的 如果就这么放着不管 搞不好晚上还有尸变的可能 所以 在征得死者家属的同意后 严守一当场便将三具尸体给烧了 烧成灰了 就没有尸变的可能了 处理了这些事 村民们对严守一感激不已 个个都夸赞严守一 说当年没有白疼他 如此一折腾 已经到了中午 急匆匆地吃过午饭以后 严守一他们便收拾了东西 准备进山 一探究竟 三人揣着村长送的干粮和水 每个人身上背着一把柴刀 就这么进山了 柴刀一方面是用来防身 一方面也可以用来开路 山里的天气多变 尤其是十二月的建州省 本就处在雨季 天气阴沉沉的 随时有可能会下雨 他们三人 可是带着村民们的希望进山的 上路以后 严守一将寄身着降头师 魂魄的麻雀放了出来 让他来带路 同时又放出了木鸟三元 让三元来监督麻雀 三元的造型 和世界上任何一种鸟长的 都不太一样 他的身体虽小 长相却一点都不柔弱 有点像缩小版的雕 三元的身体 是出自严守一爷爷之手 严守一的爷爷 在他的身体上 集合了所有鸟类最厉害的奇观 可以说 在同体型之下 三元是无敌的存在 即便体型不如对方 三元还可以借助严守一 施展木魁法天 变大身体 然后继续碾压对方 正因为三元的优势 所以变成了麻雀的降头师 就十分受欺负了 他好端端地飞着 三元突然就飞过来 啄他一口 飞太快要挨拙 飞太慢要挨拙 飞得不紧不慢 也要挨拙 合着就是故意欺负他 但降头师现在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打碎了牙 也得往肚子里咽 必须乖乖给严守一 他们带路 穿过小溪和田野 他们才顺着蜿蜒的泥路进了山 刚走进山 便看到了一片橘子林 此时橘子已经成熟了 金黄色的果实压弯了树枝 看着就十分甘甜 龙飞成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问道 严哥 这些橘子熟了吗 能吃不 严守一说道 已经熟了 想吃你就自己摘 吃几个摘几个 不要多拿 橘子林的主人 也不会生气的 这橘子再融成一个 得卖两三块钱呢 龙飞成有点不好意思 严守一笑道 农村人稀罕的东西 城里人瞧不上 城里人稀罕的东西 农村人也瞧不上 你就放心吃吧 你吃一天的橘子 都没有这片林子的鸟 偷吃得多 那我就放心了 龙飞成松了口气 跑进林子 摘了四五个橘子 跑回来食用衣服擦了擦 然后分几个给严守一 和林子铜 剥开薄薄的橘子皮以后 里面是鲜嫩多汁的果肉 咬一口 满嘴都是橘子汁 回味无穷 三人一边吃着橘子 一边聊了起来 林子铜说道 大傻子 你说那个骑牛的小孩 为什么要把你赶走 我也不知道 严守一摇头 说起此事 严守一也觉得奇怪 先不说骑牛小孩 为何要赶走他 但是昨天在车上的时候 只有他一人能看得见 骑牛小孩 就已经足够令他费解了 难不成这小孩 和他有渊源 龙飞成忽然想到了什么 张大了嘴巴 一副吃惊的模样 随后他回过神来 又赶紧闭上了嘴 看到他这副模样 严守一和林子彤 心里就来气 这家伙指定是想到了 什么奇怪的东西 却又瞒着不说 于是严守一问道 小龙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线索了 龙飞成直摇头 想到就说 都什么时候了 还遮遮掩掩的 林子彤催促道 那 那我就说了 但是你们要保证 我要是说了 你们千万不能怪我 龙飞成语气里 慢慢地不放心 你就说吧 二人瞪了他一眼 只听龙飞成小声说道 严哥 你说那小孩 会不会是怨孤啊 而且只有 你能看见他 要么就是咱爸 年轻时候犯的错 要么就是 你去荣城之前犯的错 你好好想想 在离开村子之前 真的没有做什么 对不起嫂子的事情吗 严守一听完 瞪大了双眼 气得笑出了声 林子彤 也是一副醉了的模样 我刚才就不想说 你们非要我说 说完我还怕破坏 你们俩的感情呢 龙飞成郁闷道 严守一举起了手 我对天发誓 那奇牛的小孩 绝对和我 没有半点关系 我在陈家村老实得很 长这么大 从没有和别的女孩 睡过觉 哄 谁知严守一话音才落 天上就降下了一道惊雷 正好披在严守一 身边的一棵桃树上 好端端的一棵桃树 瞬间被雷给披得黑乎乎的 还冒着烟 饶是严守一 也吓得跳了起来 差点就摔到一旁的沟里去了 龙飞成惊呼道 严哥 你别随便乱发誓啊 这回是老天爷批歪了 下回可就没那么走运了 严守一心有余悸 一阵后怕 不会真这么邪门吧 发个誓也不行 他猛然想起 除了林子彤 自己似乎还真的和别的女孩 睡过觉 那个女孩就是柳依仁 如此想来 老天爷批自己 也不是巧合啊 回过头去 正好迎上林子彤那怀疑的眼神 严守一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天地良心 那天晚上不是他睡的柳依仁 而是柳依仁睡的他 龙飞成眯着眼睛问道 严哥 你该不会 放屁 严守一怒道 我们要相信科学 别搞封建迷信的那一套 随后他转身搂着林子彤的腰 安慰道 刚才只是个巧合而已 咱们还是办正事要紧 赶紧上路吧 谁知林子彤站在原地不动 上下打量着严守一 你确定 严守一咽了口唾沫 你想怎样 普通人发誓 不会有什么事 但咱们是修道之人 最忌讳随意发誓 我怎么觉得 刚才那道雷不是巧合 分明就是冲着你来的 林子彤怀疑道 林子彤太聪明了 他可不是那种 能够随便忽悠过去的花瓶 一眼就看出 严守一心里有鬼 龙飞成默默地加快了脚步 他可不想卷入到严守一 和林子彤的家庭矛盾里去 普通的家庭也就吵吵架 严守一和林子彤这两位大仙吵架 要是动起手来 怕是这片山都得毁了 严守一额头冒汗 忽然间集中生智 高举着手喊道 我对天发誓 那奇牛的小孩 绝对我和没有半点关系 我在陈家村老实得很 长这么大 从没有和别的女人睡过觉 声音之大 在山中久久回荡而不觉 大约等了十秒钟 脑袋上安安静静地 一点雷声都没有 严守一这才松了口气 你们看吧 刚才那道雷就是巧合而已 我行得端坐得正 问心无愧 林子彤的脸色缓和了不少 好吧 看来真的是错怪你了 那可不 严守一重新搂上林子彤的腰 心里松了口气 还好柳一人是女孩 而不是女人 自己刚才和老天爷 玩了个文字游戏 老天爷还好不计较 否则今天死的 就不只是降头是一个人了 还得赔上他严守一的性命 解决了眼下的危机 严守一将目光 放在了刚才替他挡在的桃树上 说起来 咱们这也算是有大机缘了 眼前这可是雷劈桃木 是世间致阳之物 必须收集起来 林子彤也回过神来 要是用这颗雷劈桃木 削成一柄桃木剑 对鹰雾斜碎的杀伤力 可不小 龙飞成文言 本来已经先走了十几步 立马又跑了回来 拿出柴刀就要动手 你们不早说 我正缺一柄撑手的武器呢 既然如此 那砍树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严守一笑道 你砍下来 我帮你做成武器 再刻上几道符露 用来防身 效果说不定比掌心雷斧还要好 真的 龙飞成顿时精神抖擞 使出了吃奶的劲开始砍树 势必要得到一柄 专属于自己的驱鬼武器 不知是桃木印 还是雷劈桃木印 那不过奇甘粗的桃树 龙飞成拿着摩德发亮的柴刀 愣是砍了一百多下 砍得气喘吁吁才砍断 刚砍完桃木 龙飞成就将柴刀往边上一扔 直接坐在地上喘气 妈的 这桃木怎么这么硬 我两只手都磨出水泡了 严守一捡起了桃木 笑着说道 你好歹也算是城里人 没干过农活 用柴刀的姿势不正确 当然会起水泡了 你自己把水泡给挑破 待会儿路上我给你找点草药敷一下就好了 别看严守一也细平嫩肉的 其实他小时候没少上山干活 尤其他又是鲁班船人 从小就和木匠工具打交道 如手臂一样长的柴刀 在严守一的手里 灵活得像是削铅笔的铅笔刀似的 只见严守一轻松地剔干净桃木上的分叉树枝 然后将桃木去皮 开始削成剑的形状 好像是练习过无数次似的 一切都看起来那么自然 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林子彤在一旁看着 居然不知不觉地撅起了嘴 倒不是在生气 而是有些骄傲 在他的眼里 认真做事的严守一 简直是天底下最帅的男人 而且 这个男人还是属于他的 看到严守一流汗了 他就过去帮忙擦汗 看到他咳嗽了 又问他可不可 这可把一旁的龙飞城羡慕哭了 你们就秀吧 早晚我也会找到自己的女朋友 到时候一定秀死你们 龙飞城发下毒誓 而他的豪言壮语 在严守一和林子彤的耳朵里 就变成了汪汪汪 汪汪汪汪汪汪汪 可怜的单身狗啊 很快 一柄轻巧的陶木剑 就在严守一的柴刀之下有了雏形 而这前前后后 不过只用了三四分钟的时间 比龙飞城砍陶术的时间都短 紧接着 严守一又拿出刻刀 开始做一些细节上的雕刻 包括剑刃上的花纹 剑格上的凹槽 剑柄上增加摩擦力的纹路 要是再给陶木剑上一些颜色 简直就与真的剑没什么区别了 最后 严守一还在陶木剑上刻下了两个浮路 一旦释放出来 一个威力类似掌心雷和五雷正法 另一个则是释放一道护体金光 严守一 这是将五雷正法 掌心雷 还有龙虎山的金光咒 全都融合进了陶木剑之中 龙飞城可能不明白 但林子彤心里清楚 要雕刻这样的陶木剑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或者说 严守一早就准备好 要送龙飞城这样一件兵器了 只不过在今天 恰好遇到了雷劈陶木而已 最终 陶木剑在严守一的手中成形 前后共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成形后的陶木剑 剑刃轻薄 浑然天成 尤其是剑身上那神秘的俘虏 让陶木剑一看 就不是凡物 但林子彤看着这陶木剑 总觉得还缺少了点什么 严守一主动给出了答案 还差剑碎 龙飞城问道 什么是剑碎 就是剑手的碎子 在实战中可以扰乱对方视线 并可以缠绕手上 也可缠绕对方兵器 甚至可以抓住剑碎 把剑飞出去使用 严守一答道 龙飞城光是看着现在的陶木剑 就已经十分眼馋了 他哈哈笑道 严哥 你说得太高级了 就算有我也不会使啊 我看不如就这样吧 你快给我掂量掂量 看看撑不撑手 这荒郊野岭的 的确找不到合适的剑碎 于是严守一也只能暂时作罢 将陶木剑丢给龙飞城 想着以后有机会 再给龙飞城补上 龙飞城拿着陶木剑 入手觉得不轻不中刚刚好 一剑横扫 响起了破空之声 他很是满意 剑太重了 影响速度 剑太轻了 不好拿捏力量 所以一柄剑不光要好看 其中的门道还有更多 比如 若是将这柄陶木剑横着放 用剑格对准手指 那么剑应该是完美的平衡状态 但凡有一点偏颇 都会影响剑的品质 进而影响到用剑之人的水准 当然 这些门道 龙飞城乃之道 他挥剑的模样 就和三岁小孩似的 但不管怎么说 手里有剑家伙事 总比两手空空要好 要不怎么说 拿而至死是少年呢 龙飞城拿着陶木剑 对着路边的野草 就是一阵疯狂收割 嘴里还给自己的剑配音 要是我小时候 手里有这么一笔神切 保证方圆十里寸草不生啊 龙飞城感慨道 眼手一笑了笑 从龙飞城手里 要回了陶木剑 随后眼神一鸣 突然向着面前的竹林砍去 哄 一阵雷光自陶木剑上发出 席卷了面前的竹林 地上的枯叶 全都被卷到了天上 而面前碗口醋的毛竹 齐刷刷地断了十几根 我滴个乖乖 龙飞城瞪直了双眼 这才是他的真实威力吗 眼手一将陶木剑还给了龙飞城 说道 回去以后好好练剑 就算你不学鲁班术 也能有一手抓鬼的本事 龙飞城兴奋地接回了陶木剑 万分兴奋 斗志昂扬 林子彤问龙飞城 要给这陶木剑起什么名字 龙飞城思索了片刻 答道 就叫他采薇好了 听到这个名字 二人不由地一愣 怎么想着起这个名字 你不会还忘不了采薇吧 虽然林子彤是陆采薇的好闺蜜 也希望龙飞城能够和陆采薇在一起 但两人显然有缘无分 这么长的时间都不来电 所以 就连林子彤都放弃他们俩了 龙飞城笑道 我没有别的含义 只是觉得采薇的名字好听 我肚子里又没什么墨水 干脆就叫采薇了 原来如此 二人点点头 便没有在此时多纠结 获得采薇剑 不过是三人进山路上的一个小插曲 龙飞城背上采薇剑后 大家又立刻出发了 有降头师的带路 大家根本没走什么弯路 便来到了江爽父亲的那片矿山 沿途沿手一通过降头师的供述了解到 周老板在来陈家村之前 似乎就已经目标明确 要到这座山来挖点什么了 所以他在湘江 暗中招揽一些奇人异事 再将他们全都带到陈家村来 降头师就是在湘江之时 听说了周老板的事情 心里觉得这一趟 肯定能捞到一些好处和甜头 所以才接近了周老板 但却没有暴露他身为降头师的身份 他想着 如果陈家村的这片山里真的有什么 那么他就可以浑水摸鱼 杀一个出其不意 夺走周老板想要的东西 至于矿洞里到底有什么 降头师其实也不知道 所以 周老板一直不知道降头师的真实身份 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心腹在用 让他负责处理陈家村的事情 没想到阴差阳错 降头师不凑巧地遇到了严守医他们 结果还栽在了他们的手里 真可谓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最后还是害了他自己 说到此处 降头师就无比后悔 他在湘江那个小地方厉害惯了 都忘了人外有人 一个半小时以后 三人在竹林中停下了脚步 降头师落在了严守医的肩头 正要说话 就被三元抢了位置 还一脚把他给踹了下去 三元 这是老子的位置 落在地上的降头师郁闷无比 但还是说道 前头就是周老板他们的营地了 竹林的正前方 严守医隐约看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帐篷 而且还有一些人影在晃动 他嗅了嗅鼻子 皱着眉头说道 我闻到了硫磺的味道 应该是他们用来驱赶虫蛇用的 降头师道 没错 我亲眼看到周老板带来的人 在周围撒硫磺 但马上严守医又说道 这不是普通的硫磺 硫磺里还掺着其他奇怪的东西 他们要防的 好像不只是蛇虫那么简单 严守医等人躲在竹林里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营地的动静 但竹林的视野实在有限 能看到的东西并不多 于是 严守医摸了摸肩膀上三元的脑袋 说道 三元 你飞上去看看 这种地形 可是三元最擅长的 三元立刻震翅高飞 同时 严守医闭上了眼睛 进入冥想的状态 他和三元心意相通 虽然不能直接和三元共享视野 却可以根据三元的描述 在心中大致地构建出 三元所看到的画面 空间结构的想象能力 是作为鲁班传人 作为一名木匠 最基本的能力 三元飞上天空 开始靠近营地 接着在营地的上方盘旋 营地的范围很大 周围大大小小地 遍布了二十几个帐篷 还有一些轻便的山地车 整个营地 约莫三十几号人马 各自都十分忙碌的模样 在营地的后方 有一处硬币的山洞 山洞上方支着环境色的帐篷 周围还堆满了落叶 要是不仔细看的话 恐怕都发现不了山洞的存在 严守医心中思考 难不成这就是所谓的矿洞 建州省虽然多山 但矿产资源并不丰富 平日里所见的 多是一些采石厂 矿场几乎没有 所以 那个周老板说 江家的山有矿产 严守医从一开始就怀疑 后来严守医才从 降头师的口中知道 原来周老板为了掩人耳目 在山的另一边 开了一个大洞 假装是矿洞 而眼前的这个山洞 则是周老板真正的目的所在 营地里也都是周老板的核心手下 严守医正打算让三元靠近看一下 三元却拒绝了严守医的命令 原来 三元发现营地的周围 竟然设置了静止 任何活物靠近 都会被第一时间察觉 如果贸然靠近的话 必定会暴露它们的存在 没有办法 严守医只能让三元继续观察 可就在这时 严守医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之前他闻到了硫磺的味道 一开始以为是为了防止蛇虫的靠近 后来他又察觉到 硫磺中似乎还掺了别的东西 而现在 严守医更是发现 硫磺的抛洒位置十分奇怪 他并非是绕着营地抛洒的 而是绕着山洞出口的位置抛洒 与其说是不让蛇虫靠近营地 反而像是围着山洞 不让山洞里的东西逃出来 三元 你继续盯着 吩咐了三元后 严守医睁开眼睛 面色古怪地将自己的发现 告诉给龙飞城和林子彤 二人听后 也觉得事情太蹊跷 林子彤说道 周老板在山洞里寻找着什么 但又担心山洞里有危险 而且按照你所说的 恐怕山洞里的危险 还会从山洞中出来 龙飞城咽了口唾沫 所以山洞里到底有什么呀 三人看向小麻雀 麻雀直接摇头 我虽然得到了周老板的信任 但也仅限于带我到这里来而已 之前两次来这 我只能在外围逛一逛 根本不能靠近山洞 也不知道那里头有什么 严守医想了想 说道 那我换种问法 周老板身边的那些奇人异士 你知道几个 麻雀答道 他们的真实身份 是不可能告诉我的 不过 我可以通过他们的穿着打扮 看出一二来 周老板最信任的有三人 其中两人看着像摸金校尉 另一个应该是班山道人 其他的还有十来人 和我一样 都是来自于民间的一些 有小本事的家伙 龙飞城听了以后 好奇地说道 还真有摸金校尉和班山道人 那不是盗墓小说里的玩意儿吗 世人还以为鲁班淑不存在呢 眼手一白的龙飞城一眼 其实那些小说 很多也不是空学来风 搞不好那些盗墓小说的作者 都是盗斗的 你以为他们写的是盗墓笔记 没准他们写的是盗墓日记 龙飞城甘孝道 那这个摸金校尉和班山道人 他们有什么本事 和小说里写的一样吗 林子彤道 我们也不知道 你看的是哪本小说 不过应该八九不离十 摸金校尉起源于三国时期 是曹操任命的官定盗墓贼 他们的手法花样最多 规矩也最多 遇到了比较难缠 那班山道人 则起源于古老的西域一带 他们大多性格古怪特立独行 一贯以破坏为主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还热衷以破坏古老精妙的墓穴 为自己立威望 所以在江湖上名声不太好听 那班山道人 比起摸金校尉 要更好对付一些吗 龙飞城追问道 林子彤摇了摇头 摸金校尉虽然花样多 但规矩也多 那班山道人 毫无规矩可言 而且十分难缠 遇到他们才是大麻烦 严守依此事感慨道 古时候的墓穴就那么多 这么多年该绝的也都绝了 所以最近这些年 几乎听不到倒抖一行的动静了 没想到 还能在这里遇到摸金校尉 和班山道人 不过话说回来 也正因为没什么木可绝了 才能让这两家死对头 凑到一块吧 摸金校尉喜欢钻研机关 要求再不破坏墓穴原有的结构基础上 拿一两件名气 名气回去虎口 而班山道人简单粗暴 直接破坏墓穴 并且也不要名气 直接让那些老古董和墓穴一起埋葬 风格手段和目的 两者截然不同 所以自然就成了死对头 放在过去 两方人马在墓穴里相遇 那必定是你死我亡的局面 可如今时过境迁 两个派系的人居然还能通力合作 还是挺令人感到唏嘘的 咱们讨论了这么多 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又发现了一个细节 严守依说道 周老板招募了摸金校尉和班山道人 只能说明一点 我姜伯伯的这片山里 压根就没有什么矿产 有的是一座大幕 一座惊天大幕 否则 不会有人这么兴师动众 甚至不惜闹出人命 将头师也十分认同严守依的观点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还打算等他们下幕的时候 浑水摸鱼 谁知道 谁知道 他遇到了严守依依行人 严守依抬头望天 皱着眉头 眼中露出了一丝困惑 自古以来 那些帝王将相 哪个不是精挑细选 势必要找一块风水宝地 当做自己的死后安身之所 可以说 大幕必将伴随着极佳的风水 可严守依在陈家村生活了这么多年 只觉得陈家村的风水还行 压根没达到大幕的要求 这就很奇怪 林子彤说道 大傻子 你们鲁班传人 不是也懂风水吗 你能看出 这周围是什么格局 埋的又是什么级别的大幕吗 严守依叹了口气 摇头道 这可把我难住了 鲁班书里虽然急了百家之所长 但风水学说又岂是直言片语能说清楚的 所以鲁班书中最缺少的就是风水知识 而且这个风水还不是家宅风水 而是那种寻龙点学的本事 论起寻龙点学 我也只会一些皮毛 顶多能给人看看一些小目的 若是要分精病学 我可就没那本事了 龙飞城忍不住嘖嘖起来 他还是头一回见到严守依束手无策 过去严守依可是全能的存在 正当众人思考之时 意便突起 他们的脚下忽然传来一声巨响 大地都未知一阵 龙飞城吓得直接坐在了地上 这他娘的什么情况 龙飞城捂着嘴道 严守依咬了咬牙 肯定又是那杏舟的家伙 在洞里用炸药了 他们就不怕把洞给炸他了吗 炸山的动静 远在陈家村都能听到 甚至还将陈家村的小雪给炸他了 而如今严守依他们就在爆炸正上方 可想而知那种冲击力有多强 没多久 三元那边也传来了动静 严守依连忙闭上眼睛 开始与三元沟通起来 从三元的描述中 严守依在心中构建出了营地旁的场景 只见营地里那些奇人异事 全都拿出了自己的家伙事 如灵大敌似的包围着山洞口 那围绕着山洞口抛洒的特质硫磺 也被重新洒上了厚厚的一层 很快 山洞中有了动静 伴随着一阵惊恐的尖叫声 一名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 手脚并用地冲出了山洞 一跃跳过地上的硫磺 然后就躺在地上喘着粗气 仿佛劫后余生似的大笑起来 紧接着 更多的人从山洞里争先恐后地跑出来 山洞外的奇人异事们 也露出了严肃的表情 似乎他们在迎接的东西 马上就要出来了 山洞里一口气跑出了五十多人以后 大家得到了片刻的安静 只见一名有些勃足的男子 一蹶一拐地走出山洞 他看到地上的硫磺 以为活命的机会就在眼前 不由地放慢了脚步 然而 下一秒 山洞中猛然钻出一条大蛇 一口将男子咬下 硬生生吃掉了他的上半身 血淋淋的下半身 无力地跪在地上 那条大蛇 通体赤红 身上的鳞片密密麻麻 身体比电线杆还要粗 脑袋如同窗户大 张开嘴巴 恐怕能直接吞下一头牛 伴随着大蛇的出现 山洞里涌出了无数赤红的小蛇 那些小蛇密密麻麻 铺满了地面 如同浪潮一般向外涌来 但因为地上抛洒了特质的硫磺 不管是大蛇还是小蛇 都十分厌恶这种气味 所以 在杀出洞口没多久 他们就停下了脚步 不再前进 而这时 奇人异事们 用尽自己毕生所学 开始斩杀眼前的红蛇 这些红蛇 显然不是普通的蛇类 普通的刀剑砍在他们身上 压根伤不了他们 唯有使用道法俘虏和法器 才能对他们产生效果 而且 红蛇被杀以后 也不会流血 更不会留下尸体 只是浑身一颤 就化作一团烟消散了 这个场面 就算是严守一 都未曾见过 他更不知道 那些红蛇为何物 看了一会儿 他心里总算有了眉目 这些红蛇 并不是活物 更是死去的红蛇的魂魄 换句话来说 就是蛇鬼 难怪周老板 要找这些奇人异事 来陈家村 因为普通人 根本就拿着这些蛇鬼 没办法 小蛇鬼的攻击力 其实不强 任何一个奇人异事 都能轻松对付 难对付的是 那只大蛇鬼 大蛇鬼体型虽大 但动作却一点都不笨重 可以轻松躲避攻击 更吓人的是 大蛇鬼愤怒之时 居然可以强行顶着 令它无比反感的特质硫磺 将脑袋探到外头去 攻击营地里的奇人异事 颜哥 你看到什么了呀 为什么你的表情这么精彩 龙飞城只能听到 营地那边传来的喊叫声 却看不到那头是什么状况 又见严首一的表情 如此精彩 忍不住问 严首一答道 别吵 你和子彤小心点周围 尤其是小心红色的蛇 他担心 万一有落网之余 逃到了他们这儿来 必定会让他们也一起暴露 大蛇鬼与其人异事们的战斗 还在继续 双方你来我往 各有伤亡 打的那叫一个不可开交 但人总归是比蛇鬼要聪明一些的 经过几番较量 蛇鬼的数量迅速减少 那大蛇鬼也无法应对这么多人的围攻 于是心生退役 就在这时 营地里忽然杀出了一个 手持黑背大刀的壮汉 那壮汉完全无视了地上的特质硫磺 冲到了大蛇鬼的面前 劈头盖脸地给了大蛇鬼一刀 这一刀结结实实地 砍在大蛇鬼的脑袋上 在大蛇鬼的脑袋上开了一个大口子 黑色的烟气 从这口子里不停地往外泄出 大蛇鬼也被激怒了 甩动尾巴拍在壮汉的手上 将壮汉的大刀给拍飞 谁曾想 那壮汉居然一点也不慌 也没露出惊恐之色 反而赤手空拳扑了上去 他跳到大蛇鬼的背上 双手环绕着大蛇鬼的七寸 然后手臂上青筋突起 将自己直接锁在大蛇鬼的身上 看到这一幕的严手衣 不由得目瞪口呆 他只见过蛇索人 从未见过人索蛇的 大蛇鬼似乎十分痛苦 不停地挣扎 但那壮汉却越收越紧 大约三分钟之后 大蛇鬼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他的七寸处 竟然硬生生地 被壮汉从电线杆粗勒到了碗口粗 难以想象壮汉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大蛇鬼倒地以后 很快也化作了金破消散 但地上却留下了一颗椭圆形的石头 那石头呈赤红色 外围有金色的纹路包裹 一看就不是什么普通之物 壮汉捡起了石头 在手里掂量掂量 自言自语道 手灵十三蛇 我们已经杀了十二条 再收集一颗手灵蛇胆 就算是极其开门的十二把钥匙了 壮汉的出现 忽然扭转了战局 他轻松杀了大蛇鬼以后 得到了所谓的手灵蛇胆 其他的奇人意识见状 眼里也流露出一丝希望和憧憬 人群中 忽然出现了一对男女 他们身穿工装裤 冲锋衣 身上带着不少装备 其中男的长相十分硬朗 看年纪约莫有三十岁左右 国字脸浓眉大眼地看着 还挺正直 另一个女的则年轻一些 即便是工装裤 也难掩他傲人的身材 两人的脖子上 都挂着一颗穿山甲的爪子 上课摸金二字 正是传说中砖 属于摸金校尉的摸金服 拥有着辟邪的特殊功能 这二人应该就是 降头师口中的摸金校尉了 而那个徒手勒死大蛇鬼的壮汉 则有可能是班山道人 二人的身前 还站着一名西装革里的中年男子 男子的穿着风格 竟然与郑昭帝有点像 多半也是湘江人 中年男子一出现 其他人纷纷给他让路 看到壮汉手里的守灵蛇胆 他的脸上抑制不住地出现笑容 杨烈 真不愧是你 快把守灵蛇胆给我瞧瞧 被称作杨烈的班山道人 将手里的守灵蛇胆掂量掂量 却没有浇出来 而是紧紧地握在手里 中年男子健壮 眼神不由地一冷 你做什么 杨烈笑道 周宇老板 你是生意人 应该知道 做事留意线的道理 这颗守灵蛇胆我先替你保管 需要用石我再拿出来 否则 我可没什么保障 周老板闻言 脸色阴沉地盯着杨烈 半天不说话 他身后的那对摸金校尉 只是对视一眼 似乎也没有插手帮谁的打算 众人就这么对峙着 忽然 周老板露出笑容 淡淡地说道 杨烈 你是班山道人 不论是你还是你的祖辈 都算是损尽了应得 这辈子注定不能善终 但你还有一个哑巴女儿 偷偷养在宾州 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也得为你的女儿考虑考虑吧 本来态度十分强硬的杨烈 忽然间面色一变 似乎被周老板戳中了软肋 他想要发怒 但又碍于自己的女儿的安全 所以杨烈很努力地克制 最终屈服将手灵舍胆扔给了周老板 这也对了 跟着我乖乖做事 我不会亏待你们 你们也别动什么歪念头 周老板冷笑着接下 说道 请你们来这之前 我都调查过你们的背景 没有十足的把握 是不会请诸位前来的 此言一出 那些看热闹的奇人意识 也露出了担心的神色 从周老板的话中 他们能猜得出来 不只是杨烈一个 其他人的亲友 都被周老板给监控了 他们自己虽然有本事 但亲友大多是普通人 一颗子弹就能让他们 去阎王爷那儿报到 周老板将手灵舍胆 扔给了身边的女摩金校尉 说道 马景轩小姐 看看吧 这是真的手灵舍胆吗 这周老板的疑心病极重 哪怕是亲眼看着杨烈 将手灵舍胆扔过来 也必须检查一下 这手灵舍胆的真伪 毕竟在他身边的 这些奇人意识 在江湖摸爬滚打 小把戏实在是太多了 不防这点必然要出事 女摩金校尉 马景轩拿着手灵舍胆 仔细打量一番 甚至拿着他对着天空 闭着一只眼打量着 天空阴沉沉的 光亮照着手灵舍胆 里头似乎有一个小东西在游窜 马景轩睁开眼睛 另一只眼恢复视力 正巧看到盘旋在天空中的 木鸟三圆 他盯着看了一会儿 看得眼手一心里须须的 不知道是发现了 还是没发现 好在马景轩并没有继续盯着 也没有什么异样 他将手里的手灵舍胆 递给了身边的南摩金校尉 并说道 是真的 哥 你看看 这位南摩金校尉 实际上是马景轩的哥哥 名为马新平 马新平接过手灵舍胆 看都没看 又塞给了周老板 我妹的眼力比我好 他说 是真的就是真的 相对于杨丽 周老板似乎更相信 马家的这对兄妹 所以他心满意足地 收起了手灵舍胆 杨丽不甘心地收回目光 抿着嘴 似乎还在盘算着什么 杨丽 还有你们其他人 都给我听好了 我周玉是个商人 商人做事不讲情分 只讲利益 只要你们踏踏实实地 替我办事 最后好处少不了你们的 但谁要是想动歪念头 小心我翻脸不认人 周老板盯着杨丽 冷声说道 今天之事 算是一个警告 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杨丽咬了咬牙 终于屈服 不会有下次了 很好 周老板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用阴冷的目光 看向先前 从山洞里逃出来的那些人 他们全都是附近村子里的村民 抱着进矿洞赚钱的想法来的 谁知道 却被周老板所绑架 强行带到这儿来 周老板淡淡地道 给他们食物和水 吃饱喝足休息够了 就在进洞 将最后一只守灵蛇鬼引出来 凑齐十三颗守灵蛇胆 我们就能打开灵木大门 别看周老板的人不多 但他们都是奇人异士 想要打压这群普通人 太容易不过了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折腾 这些村民也没了反抗的想法 只能乖乖听话 免遭折磨 营地开始忙活起来 严守一也命令三元继续监视 自己则是睁开了眼睛 怎么样 看到了什么 林子彤问道 严守一揉了揉太阳穴 信息量有点大 让我捋一捋 他理了李思旭 将之前三元所获得的信息 简述给二人听 二人听完以后 林子彤还尚能思考 龙飞城已经完全迷糊了 他困惑道 严哥 这周老板到底想做什么呀 你还没听懂吗 咱们脚底下有一座大幕 墓里有周老板想要的东西 于是他控制了一群奇人异士 让他们过来帮忙 需要斩杀十三条守灵蛇鬼 取他们的守灵蛇胆 才能打开陵墓大门 这其中的奇人异士 包括摸金校尉马家兄妹 还有一个叫杨丽的班山道人 严守一无奈道 大墓 那大墓里有值钱的东西不 龙飞城兴奋道 严守一起身 踹了龙飞城一脚 你掉前眼里了吧 我刚才画的重点是这些吗 林子彤也说道 周老板在湘江应该已经算是 有钱有势了 至少不比白家差 连他都费尽心思过来 想要进大墓一探究竟 说明墓里的东西 价值一定无法估计 难道又是长生不老的办法 龙飞城疑惑道 谁知道呢 说不定还真是 严守一叹了口气 毕竟有钱人不愁吃喝以后 满脑子就只想着 如何能让自己活得更久一点 古往今来 人性如此 谁都想长生不死 这可以理解 但古往今来 每一个想要长生的人 必会拿别人的性命铺路 周老板想要得到墓中的什么 暂且不提 眼下有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摆在严守一的面前 周老板威胁那些被他骗来的村民 让他们下山洞当诱饵 将守灵蛇鬼 引到山洞外空旷的地方 再进行围剿 只怕已经死了不少人 如今还剩下最后一只守灵蛇鬼 等他们休息好了 又要进洞了 严守一沉生说道 由于严守一 没法从三元的视角 直接看到那些村民的长相 只能通过三元的描述 大致地想象出 三元看到的场景 所以他也不知道 那些被赶进山洞的村民里头 有没有他认识的陈家村村民 或者是江亭的叔叔 但不管这些人里 有没有陈家村的 严守一都不能坐视不管 林子彤也说道 咱们必须想办法救他们 龙飞城担心道 可他们人多势众 咱们就只有三个人 我还是个废物 龙飞城对自己的认识十分清晰 他生怕严守一 把他也当作一个战力 然后错估几方实力 好在严守一 本来就没把龙飞城算在内 他想了想说道 咱们又不是要打败他们所有人 那些村民自己有腿 肯定能逃跑 咱们要做的 只是打乱周老板的计划 让他们自顾不暇 村民们自己就能跑了 有什么好办法呢 龙飞城故作困难地 露出沉思的表情 实际上 他压根没动脑子 只是在等严守一 说出他的主意罢了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希望自己也有参与 哪怕是表面参与也行 倒是林子彤先提出了方案 我用招魂灵 将附近的孤魂野鬼引过来 趁他们休息的时候捣乱 这是个办法 严守一说道 我也可以同时使用 奇门遁甲之术 给他们添一些麻烦 二人商量了一番 很快就敲定了方案 最终龙飞城一拍大腿 我觉得可行 严守一白了他一眼 辛苦你了 为人民服务 龙飞城厚着脸皮笑道 方案定下了以后 剩下的便是静等 等天黑以后的好时机 这个空档 大家也开始吃喝干粮 保存体力 严守一趁机询问了一下 酱头师 一些有关马家兄妹 杨丽的事情 酱头师告诉严守一 马家姐妹是最早被周老板 带在身边的手下 他们看着对周老板 十分忠诚 而杨丽作为班山道人 则是和其他的奇人意识一样 是周老板后期招揽到的 杨丽的性格 与班山道人的风格一致 鲁莽暴力 做事冲动 而马家兄妹则不同 哥哥马欣平小心谨慎 做事一丝不苟 擅长对付墓穴中的 邪碎鬼怪 而妹妹马景轩沉默寡言 似乎擅长风水堪于 寻龙点穴 这兄妹俩一舞一文 向来通力合作 但凡下目 必定是形影不离 就连晚上睡觉 也是被靠着被坐着睡的 从酱头师的回答中 严守一发觉 虽然马家兄妹表面上 对周老板忠诚 但实则 他们对周老板一点都不信任 否则为何连睡觉的时候 这兄妹俩 都要被靠着被坐着睡 分明是担心有变数 好随时跑路 而且严守一明白 周老板这一行人 都是因为利益和威胁 才凑到一块 这样的团队一点都不牢靠 每个人心里都有小心思 一旦发生什么意外 他们必然乱做一团 搞不好 自己就先打起来了 这也是一个突破口 想通了这些 严守一也不觉得 这帮人难对付了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 在三元监视着营地之时 严守一忽然接到了 来自他父亲严守的电话 为了确保不被周老板的人察觉 严守一特意跑得远远的 才接通电话 爸 怎么了 严守一问 手机那头 严守淡淡地问 你到村里了吧 嗯 到了 不过出了一些事 我现在在山里头 山里头 严守发出诧异的语调 严守一快速地 将自己的所见所闻 告诉给严守 严守听完以后 沉默了得有四五秒 这四五秒的时间里 严守一心里暗暗觉得 这事不小 他知道自己父亲的性格 做事果断 谨小甚微 很少有问题 能让他父亲思考这么长的时间 能沉默这么久 说明山下的大墓 自己的父亲是知道的 而且事关重大 于是他主动问 爸 你是不是知道 这山里的墓是什么 知道 严守果断地回答 严守一咽了口唾沫 这山里的大墓 和咱们有关系吗 这回严守没有回答了 约摩又沉默了几秒钟 严守画风一转 这山里埋的是 宋朝一名贵族的墓 那这墓中有什么 周老板又图什么呢 严守一不解 传说中包治百病的唐僧肉 也被称之为肉灵芝 什么 对于这肉灵芝 严守一也曾经听说过一二 太岁又称肉灵芝 李时珍本草纲目 记载肉之状如肉 富于大石 头尾俱有 乃生物也 赤者如珊瑚 白者如脂肪 黑者如泽漆 青者如翠羽 黄者如紫金 皆光明洞彻如煎冰眼 李时珍将其奉为本经上品 功效为九十 轻生不老 延年神仙 说白了就是长生不老 容颜永驻 换句话而言 永生也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包治百病了 传说中的肉灵芝 不管切下多少 它都会自己长回来 神奇得很 看来周老板又是一个 寻求长生不老的家伙 也不知从哪打听到 这宋墓里有肉灵芝的消息 就大张旗鼓地来了 但严守一很快又发现了问题 爸 您怎么知道 这山里的是什么墓 还知道墓里有肉灵芝 严愁干咳两声说道 我进去过 拿着手机的严守一张大了嘴巴 你将薄薄的山 朝着北的那一面 正对着一棵百年张树的地方 就是我曾经打的稻洞 我进去之后 触动了墓中的机关 放出了十三条守墓的蛇鬼 听了严愁的话 严守一更惊讶了 原来三元所看到的大蛇鬼 还和自己的老爸有牵连 周老板他们现在 守着的山洞 就是当年老爸他们打出来的稻洞 但显然被周老板他们拓宽过 严守一皱着眉头问 老爸 咱们是鲁般传人 又不是摸金校尉 为什么要去招惹这个宋墓 他的言语中 竟然还有着一丝责怪之味 毕竟他从不下斗 心里也不是特别认同这种行为 而且严守当年放出的 十三条守墓蛇鬼 现在吃了不少附近的村民 严守的语气忽然严肃起来 你问我这宋墓 和咱们有没有关系 其实是有的 而且与我无关 而是与你有关 严守一一愣 当年进墓的是老爸 怎么反而和自己有关了 只听严守说道 那时你才刚满月 你奶奶还没死 我和你爷爷奶奶三人一起 将你送进这山里的宋墓 为的就是能让你熬过童年 避免夭折 也就是说 在你刚满月的时候 便已经进过这宋墓了 你小时候常问我 妈妈去哪了 奶奶去哪了 我当时念你太小 不忍心告诉你真相 现在你也长大了 该让你知道真相了 你奶奶正是在当年 送你进宋墓之时发生了意外 最后死在了你脚下的宋墓之中 至今未能重见天日 奶奶死在了宋墓之中 拿着手机的严守一 差点没站稳 多亏了扶着身边的竹子 才没跌倒 陈家村的确是一个 充满了回忆的地方 但严守一怎么也想不到 这里竟然还牵扯到了 奶奶的死 如今严守一再回想起来 爷爷早就算到了 他自己的大限之日 所以不论如何 都要赶回陈家村 这并不是因为 他对陈家村有多留恋 而是因为奶奶也死在这里 而且爷爷死后 一定要葬在北山 从爷爷所在的位置 正好可以摇看到 江伯伯的这座山 原来爷爷一直都看着 他希望自己死后 也能与奶奶团聚 想到这儿 严守一的眼眶 不由得有些湿润了 但他还是忍着泪水 追问道 为什么当年 我们非要进宋墓不可 奶奶又是怎么死在宋墓里的 严守叹了口气 说道 你爷爷用了秘法 将本应该 由我承受的命节 转到了你的身上 但这并非是百分百成功的 而且这么做有为天道 我们二人都要受到惩罚 你出生以后 体弱多病 一个发烧感冒 就有可能要了你的命 奶奶为了弥补对你的亏欠 让你能够健康长大 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了 你江伯伯的山中 有一座宋墓的消息 并且得知 宋墓里有一块肉灵芝 那肉灵芝包治百病 定能改变你的体质 于是 爷爷 奶奶 与我 我们三人想方设法进入了宋墓 在宋墓中 也经历了许多困难 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好不容易到了主墓室 找到了墓主棺材里的肉灵芝 还是发生了意外 那肉灵芝虽是真的 但棺材里的尸首 却是墓主人用来害盗墓贼的机关 危及关头 奶奶徒手抓下了一块肉灵芝 给了我们 自己被拖进了棺材当中 同时 棺材里钻出了13条守墓舌轨 逼得我们撤出了宋墓 回去以后 我们用肉灵芝喂养了你三年 才改变你的体质 爷爷也经常去山里转悠 想要找到重新进入宋墓的办法 可始终没有找到入口 这时间一长 爷爷也开始绝望 认为奶奶无法重见天日 最终放弃了再进宋墓的打算 转而将所有的心力 都放在你的身上 保护好你 是奶奶唯一的遗言 尽管严仇将那些经历 三言两语的就说完了 可严首依依旧能感受到 当年宋墓中的情况 有多么凶险 即便在20年前 父亲和爷爷就足够厉害了 但他们依然对宋墓褪比三摄 要知道 父亲在来到陈家村之前 就招惹到了所谓的 反言仇联盟的那一群人 同时 严首依对那 未曾出现在他记忆里的奶奶 也终于有了一丝认识 奶奶也为了他 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回头再看向面前的那座山 那片竹林 仿佛这座山上的每一寸土地 每一根竹子 每一片从天而降的落叶 都是奶奶在告诉严首依 一定要安全 奶奶 严首依抹了一把眼泪 哽咽着说道 爸 奶奶会不会还活着 已经过去快20年了 严仇更为现实一些 她没有正面回答 却在告诉严首依 不要对此抱有希望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严首依蹲在地上 抓了一把落叶在手心 捏紧拳头以后 发出了咔咔的声响 爸 我能禁宋墓吗 就算奶奶已经死了 我也要把她的尸体带出来 和爷爷合葬在一起 严首依忽然说道 但严仇却立马反对 宋墓凶险 当年我和你爷爷 都是九死一生 你现在再进去 岂不是找死吗 可奶奶她 别说了 这事没商量 你想要阻止周老板 就在地面上做文章 千万不能下宋墓 严仇立声说道 我还有两天就能处理完事情 回陈家村了 就算你真要进宋墓 也得等我一起下去 严仇可是说一不二的 严首依也明白 找奶奶尸体之事 不用急于一时 于是她冷静下来 答应了严仇 严仇松了口气 又叮嘱道 记住 你只需要保护好村民们就行了 至于周老板他们 既然他们 想进宋墓 就让他们进了也无妨 就算他们有点倒横 进了宋墓 也是九死一生 根本不需要你动手 我明白了 严首依挂断了电话 心情沉重地回到林子彤他们身边 林子彤十分了解严首依 一眼就看出了她有心事 严首依也没瞒着 将有关于奶奶的故事 说了出来 没想到林子彤 竟然比她还敢信 故事听到 一半就眼泪汪汪的了 龙飞城表情也十分难过 她说道 严哥 其实有时候 我真的挺羡慕你的 虽然咱们小时候 都吃了不少苦 但你至少一直被人爱着 严首依的家人们 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严首依 而龙飞城 直到遇到了严首依 才有家的感觉 过去他跟着陈大为 不过都是相依为命 严首依白了龙飞城一眼 合着我 还得安慰你是不是 龙飞城破涕为笑 等咱爸回来了 咱就下那宋墓一趟 把咱奶挖出来 你这么说话 不怕到时候奶奶诈尸 把你也拖进棺材里 严首依说道 不怕不怕 我也算是奶奶的半个孙子 爱屋即屋 他老人家 不会和我计较这些的 龙飞城安慰着自己 正当三人说话之时 麻雀降头师忽然说道 他们又打算要下墓了 什么 严首依连忙看向营地的方向 同时问道 你怎么知道 他们要下墓了 周老板不把人命当命 这些日子 只要村民们吃饱喝足了 就立马把他们赶进洞里 吸引蛇鬼出洞 现在听他们的动静 应该就是要开始赶村民进洞了 从三元那儿传来的信息 严首依确认 讲头师说的没错 周老板这种幕后老板 是不会亲自出面的 马家兄妹 因为颇受周老板重用 也不需要干这种活 那杨丽估计还在和周老板生气 所以 坐在营地的角落喝酒 剩下的奇人意识 开始驱赶那些村民们进山洞 村民们早就知道反抗的下场 也因为知道这次下洞 引的是最后一条蛇鬼了 所以也没人反抗 只是拖着沉重的脚步 和疲惫的身躯 如同傀儡似的 排着队往洞里走 严首依 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村民们 再次以身犯险 他立刻收拾东西 对林子彤说道 时候到了 我们按计划行事 只要打乱周老板他们的阵脚 让村民们自己逃走即可 不要和他们有正面冲突 更不要和他们缠斗 事成之后 就在这里碰面 然后赶紧回陈家村 严首依和林子彤分头行动 龙飞城一脸猛逼地站在原地 修多麻袋 你们刚才的计划里没有我啊 我要做什么 严首依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是咱们的杀手锏 自由发挥就好 没问题 交给我吧 龙飞城听完 立刻就膨胀起来了 降头师变成了麻雀以后 也没了一身的法力 就算让他和龙飞城独处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于是 严首依和林子彤 便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跑去 悄悄地接近着周老板的营地 麻烈点 都起来 最后一次了 只要你们能活下来 就可以回家 谁要是慢吞吞地走最后一个 待会儿蛇鬼出来了 老子就把他塞进蛇鬼肚子里 在这帮奇人异式的威胁之下 村民们不得不屈服 站好了队 要往山洞里走 周老板坐在营地里 周围还摆着几盏屈纹 一副轻松惬意的模样 只剩这最后一条蛇鬼了 只要将他斩杀 这件王墓 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这时 马家兄妹俩 来到周老板的面前 哥哥马信平说道 周老板 我们兄妹二人替你做事 如今只差最后一步 就能进见王墓了 在进去之前 我们想和您再确认一下 到时候那肉灵芝 真的能分我们一半吗 周老板微微一皱眉 似乎不喜欢 有人在这个时候 坏他的兴致 商人最大的通病就是贪心 他们可无法容忍 别人抢走他们嘴边的食物 哪怕他们不吃也不行 但他还是摆出一副 和善的模样 让马信平坐下 还亲自为他泡了一杯茶 我是商人 商人最讲的就是信誉 诚信迎天下吗 我知道 你们要用肉灵芝 救你们的父亲 所以才提出和你们合作 到时候 又怎么会欺骗你们呢 反正肉灵芝 哪怕割掉了一块 也会慢慢长回来 咱们一分为二 到时候 又是两个完整的肉灵芝 我也没什么损失 见周老板如此笃定 马信平点点头 但并没有表现得有多开心 他看着那些 被赶进山洞里的村民 心里有些不忍 但为了救他们 病入膏肓的父亲 兄妹俩也只能自私一些 马景轩寡言少语 此时也盯着山洞看 杨丽坐在外头 手里提着一壶酒 冷笑着 看着周老板的帐篷 他显然没有彻底 对周老板屈服 反而已经有了反抗的打算 妈的 尖上 竟然敢用女儿要挟老子 一会儿杀了第十三条 手灵蛇鬼 老子第一个拿你开刀 到时候再抢走肉灵芝 说不定还能让老子的女儿 重新开口说话 别看杨丽大大咧咧的 实际上他的心也细着 这些年闯荡江湖 要是真的傻乎乎的 早就不知死多少回了 正当杨丽打算行动起来的时候 忽然间变了脸色 有人抢先动手了 他惊讶到 下一秒 哼 大帝忽然剧烈颤抖起来 周老板惊慌失措地跑出帐篷 抱着一旁的毛竹 喊道 是不是地震了 建州处于地震带的边缘 偶尔也会有一些小地震 但基本不超过四级 近些年 根本对人类的生活 造成不了什么影响 可现在他们感受到的地震 显然不止四级那么简单 地洞山摇 大地开裂 原本平整的地面 出现了高低落差 那些本来要进山洞的村民们 一个个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说什么也不肯进山洞 生怕下一秒就被活埋了 好在没一会儿 地震就结束了 周老板惊魂未定地松开手 望向周围 还真是地震 马行平打量着周围 低声对妹妹马景轩说道 不是地震 是奇门遁甲之术 马景轩点点头 而且是不是封后奇门 是武侯奇门 早已失传了的 这回马行平惊讶了 武侯奇门 你啊轩 你看着咱们这群人里头 有人像是会武侯奇门的样子吗 马景轩默默地摇头 马行平眼神一鸣 那就是有外人插手了 现在他们选择和周老板结盟 任何想要与周老板为敌的人 就是他们的敌人 马行平第一个看向杨丽 杨丽对周老板不服 他勾结外人截胡的可能最大 但杨丽的反应和马行平一样 他也在寻找着内鬼 忽然间 山林中飘来了一股阴气 那阴气几乎凝成石质 肉眼可见 贴着地面往营地侵蚀 有人猛然惊呼 山头上有个女人 众人打了个寒颤 齐刷刷地往山头看去 只见黑暗之中 有个女人站在山头 居高临下地望着他们 女人抬起手 一下接一下地摇动着手上的铃铛 那清脆的铃铛声 犹如恶魔在耳边的低语 不似阳间能听到的声音 令人不寒而栗 所有人都注视着那个女人 等到回过神来之时 才猛然地发现 女人的身后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鬼影 是这个女人 将这么多的孤魂野鬼引到这儿来的 那女人是谁 周老板惊恐地跑到马欣平身边 认为马欣平能够保护她 马欣平沉声说道 他用的是招魂铃 多半是驴山派的弟子 驴山派是建州的本土教派 在这儿遇到他们的人很正常 他们多半是 发现了咱们的事情 所以出手阻挠了 周老板看到那么多鬼影 心里也没底 额头上冷汗直冒 你们能对付得了他吗 马欣平冷哼一声 只是一群孤魂野鬼罢了 就算我不出手 其他人也足以收拾 这点信心 马欣平还是有的 然而一旁的马景轩 却一眼看破了事情的真相 收拾这群孤魂野鬼不难 但咱们的人都去对付那些孤魂野鬼了 那些村民怎么办 他们必定会趁乱逃跑 到时候 咱们的计划就败露了 周老板猛然醒悟 原来对方竟是这样的打算 可醒悟了又能如何 他们根本阻止不了孤魂野鬼的围攻 也分不出人手 去阻拦那些村民逃跑 周老板咬牙道 那就不管那些村民了 你们一起上 给我把搞鬼的人抓出来 然后把他们丢进山洞里 让他们替村民去引蛇鬼出来 山头上 林子彤摇晃着招魂林 用驴山派独门的法术 将附近好几座山头的孤魂野鬼 全都召唤了过来 这些孤魂野鬼 浑浑噩噩地在山中游荡了几十年 要是偶然间在晚上遇到活人 指不定还会缠上他们 所以 利用这些孤魂野鬼 去对付周老板 林子彤心里也没有什么负担 大批大批的孤魂野鬼 如同一只小军队似的 涌向营地 他们张牙舞爪 如同凶猛又饥饿的野兽 眼里放着红光 似要将营地里的活人 生吞活泼 但他们又受林子彤的控制 直接无视了那些无辜的村民 只攻击周老板的手下 一时间 营地一片混乱 那些没有做好准备的奇人异事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抱着头回去寻找自己的法宝 就在此时 龙飞城不知从哪个 鸡脚嘎拉里钻出来 冲着村民们喊道 乡亲们 我是来救你们的 那些鬼不会攻击咱们 大家快跑啊 村民们听了 心里大喜 慌忙手脚并用 四散逃跑 山里的地形本来就复杂 此时又是夜里 村民们随便找个草丛一吨 就不见了踪影 就算周老板的手下想找人 现在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溜走 躲在暗处的眼手 依依阵无语 他让龙飞城见机行事 没让他出来带节奏啊 让村民们趁乱逃跑 这是严守一的计划没错 但龙飞城要是站出来带路 势必会成为周老板 他们的首要目标 果不其然 奇人异士们 在让村民们逃走以后 气急败坏的他们 立刻将目光对准了龙飞城 这小子 难道就是幕后主使 破坏我们计划的王八蛋 看着好像也就是个普通人而已啊 不管了 先抓住他再说 龙飞城也察觉到道 大家都在看着他 后知后觉得他脸色顿时僵住了 他朝着营地里的人挥了挥手 硬着头皮说道 其实我就是一个路过的 和你们开个玩笑而已 你们不要放在心上 我这就回去了 周老板跳了出来 指着眼手一大吼道 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给我抓起来 没了村民 就让你小子替代他们去引蛇出洞 周老板的手下 立刻追了过去 龙飞城二话不说 转身便跑 便跑嘴里还便喊 颜哥 救我 我保证下次再也不装逼了 躲在暗处的颜首一叹了口气 默默地从地上抓了一把黄土 鲁班书里有一招十分阴险且实用的招数 只要对着脚下的黄土念咒 就可以让目标摔倒 颜首一抓着黄土念了一遍咒语 最后喊了一声 是 那追杀龙飞城的十来个奇人异士 竟然奇刷刷地摔倒在地 而且 他们摔倒的姿势各异 大部分都是狗啃尼 有些身体不太好的 当场就摔骨折脱臼了 一时间 地上躺满了周老板的手下 哀嚎声和咒骂声不绝于耳 见状 颜首一笑地合不拢嘴 没想到 这小小的一个整人法术 竟然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奇笑 当场就为自己解决了三分之一的对手 龙飞城也趁机钻进林子里 不见了踪影 眼看村民们都逃掉了 颜首一也知道自己该撤走了 可就在他回头之时 猛然间感受到了一股威胁 本能让他压低了身子 咻 一阵破空声 从颜首一的耳边飞过 他定睛一看 自己脑门前方的竹子上 竟被一柄飞刀 给硬生生射穿了 那飞刀薄如蝉翼 做工十分精致 没有一丝多余的花纹与配饰 只在刀柄上刻着一个小小的马字 而且 在飞刀贯穿竹子后 不到三秒的功夫 飞刀的刀刃周围 便扩散出了深蓝色的毒素 就连竹子都耐不住他的腐蚀 毒性这么强 颜首一吓了一跳 一时间他心里都有些没底 不确定这飞刀要是射在自己的身上 自己这天煞尸馗的身体 能不能扛得住 回头一看 马家的小妹马景轩 原来早就发现了他 此时马家兄妹俩 也猜到了颜首一时幕后之人 他们二话不说 便沉着脸朝颜首一靠近 那杨丽倒是故意不出手 双手环抱着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毕竟 他的任务是替周老板 找到剑王墓里的宝贝 至于其他的意外 不归他管 甚至杨丽巴布的颜首一杀过来 把周老板给解决了 以解他心头之恨 见识不妙 颜首一转身便跑 如今他的目的已经达成 不想再与周老板有过多的冲突 一切等他老爸到了 自然就有定数了 可马家兄妹却没打算放过他 只见马新平从腰间取出了一个小罐子 打开后放出了几只小飞虫 那小飞虫类似萤火虫 但放出的光芒 却要比萤火虫闪亮许多 他们循着气流的方向 死死地跟着颜首一 不管颜首一躲在哪 小飞虫总能找到他 怎么还请了外援啊 颜首一眉头一皱 冲着天空吹了一声口哨 下一秒 三元便破空而来 一个俯冲之下 轻松吃掉了一只小飞虫 是白天看到的那只木鸟 马景轩冷声说道 我没有看错 那真是一只木鸟 难道是鲁班传人 马新平惊讶到 他们已经许多年未曾露面了 没想到 竟然能在这里遇到鲁班传人 抛开立场不谈 其实马新平是乐意 与鲁班传人交朋友的 大家都是源于民间 而且过去社会地位都不高 大家本应该相互扶持 一起对抗权贵 可如今不一样了 马家兄妹有必须得到 肉灵芝的理由 任何阻碍破坏他们的人 都会被视作敌人 绝不能让他走掉 马新平喊道 马景轩随即拿出了一个小笛子 放在嘴里吹响 但声音却小到几乎听不见 好似蚊子扇动翅膀一样 颜首一在前头狂奔 本以为有三元处理那些发光的小飞虫 自己能快就能逃脱 谁曾想迎面竟然飞过来一团黑云 还发出了令人头皮发麻的嗡嗡声响 仔细一看 这哪是什么黑云 分明是乌泱泱一群马蜂啊 马蜂的毒性很强 这么一大群 要是折上颜首一 就算他死不了 那种疼痛感也是生不如死的 在感慨着马家兄妹下手狠毒的同时 颜首一也不惯着 手里直接捏起了掌心围的手印 脚鸡之精 假以神灵 阳波鼓舞 云雷速星 群魔游石 静解雷霆 千千解手 万万减行 顺舞者生 逆舞者轻 稍微无令 如逆上轻 急急如绿令 那俩摸金校尉 我送你们一道电烤马蜂 咱们的恩怨一笔勾销可好 哼 山林中电光闪烁 一大团马蜂聚在一块 又产生了连锁反应 刹那间 所有马蜂都被掌心雷劈的外焦里嫩 如同雨点一般掉落在地上 阳首一从那些马蜂的尸体上跳过的时候 甚至闻到了一股焦香味 见到自己的招数 屡屡被阳首一轻松化解 马家兄妹的脸色都不好看 虽然都是源于民间 但鲁班传人的名头 的确比他们摸金校尉要大不少 马家兄妹心里本能地想要和阳首一一较高下 阳首一从小就在陈家村附近的山里玩耍 虽然没怎么来过江伯伯的这座山 但附近的地形地貌 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熟悉环境的他 又凭借着天煞诗魁的身体优势 在竹林中穿梭 简直如鱼得水 滑得像个泥丘 眨眼的功夫 就将马家兄妹远远地甩在后面 别跑 马景轩忽然从后背甩出什么 已经有些放松警惕的阳首一 以为马景轩又要扔飞刀了 连忙压着身子闪躲 谁曾想 他猛地感到有人抓住了自己的脚踝 而且对方力气还不小 直接将阎首一拽到在地 什么玩意儿 这回轮到阎首一 自己摔了个狗啃泥了 好在他及时用双手撑住 才免于让自己的容颜遭到摧残 翻身回头一看 只见自己的右脚脚踝上 竟有一只大铁手 铁手好似钳子一般抓着他的脚 另一端是一条场所 被马景轩握着 飞虎爪 阎首一郁闷了 看来自己真的 把这两个摸金校尉惹毛了 连他们的看家法宝都拿出来了 飞虎爪是金刚打造 前边如同虎爪 关节可松可紧 后边坠着场所 使用时以飞爪击中物体 只要将场所一抽 钢爪竟猛然内缩 爪尖可伸入其中 在远距离抓取物品 攀爬复杂地形时 颇有奇效 而在摸金校尉惹的手里 这飞虎爪 已经被他们练得如火纯青 和自己的手没什么区别 三十米之内 他们想抓什么就抓什么 如今阎首一就被抓住了 马景轩剑抓住了阎首一 冷哼一声便拖着他往回走 别看着小妞是个女子 但她的力气可一点都不小 阎首一一百五的体重 竟被马景轩轻松拖拽 而马兴平也没有在一旁看戏 他大步冲向阎首一 打算与马景轩配合 一起将阎首一制服拿下 阎首一几次挣脱 但那飞虎爪实在抓得太紧了 要是再挣扎一下 怕是爪子都要刺进他的肉里 于是阎首一放弃挣扎 挤出笑容对着迎面来的马兴平 哥们儿别激动 有话好好说啊 但马兴平现在一心 只想要见王牧里的肉灵芝 谁拦着他 谁就是他的敌人 所以阎首一说的话 一点都不管用 眼看着马兴平气势汹汹 一副不好惹的模样 阎首一也放弃了口头上的劝说 既然软得不吃 就给他点印的 看招 阎首一忽然丢出了什么 马兴平看都没看 便举起双手搁挡 只听丁的一声 阎首一丢出的暗器 竟然没能伤到马兴平分毫 反而谈回到阎首一的面前 马兴平这才看清楚 原来阎首一丢出来的 正是刚才马景轩 用来袭击阎首一的飞刀 你是同头铁逼 阎首一惊讶到 马兴平冷哼一声 撸起了袖子 露出了双臂 只见他的双臂 竟然穿着一双铁打的袖套 做工十分精细 在完全将手臂包裹的前提之下 又不影响手臂的活动和灵活 更吓人的是 马兴平双手一抖 这双铁打的袖套 竟然弹出了密密麻麻的倒钩 若是挨了马兴平一拳 搞不好直接会被这些倒钩 扯下一整块肉 此乃攀山绝子甲 和飞虎爪一样 也是摸金校尉的 看家法宝之一 摸金校尉们在捣斗的时候 难免会遇到一些 险要的环境 要是一不小心 失足从高处跌下 只要双臂紧贴岩臂 这攀山绝子甲 就能够救他们一命 当然 这玩意儿用来打斗 更是厉害 刚才严首一扔出的飞刀 正是打在了攀山绝子甲身上 才没有伤到马兴平分毫 见识不妙 严首一捡起飞刀 想要割断飞虎爪的场所 然而 这场所的材质也不普通 岂是小小的一柄飞刀能割断的 马兴平不屑一笑 来到严首一的面前 一拳冲着他的脑袋垂去 我躲 严首一赶紧扭头 堪堪躲过这一拳 而马兴平的拳头也十分吓人 一拳之下 竟然在严首一脑袋旁边 垂出了一个大窟窿 泥土都见到严首一脸上了 侧头一看 严首一怒道 下这么重的狠手 你想杀了我呀 马兴平冷声说道 你身上有氏气 想必也不是普通人 这一拳打不死你 不是普通人 也不能这么打呀 看样子 马家兄妹常年和死人打交道 也是轻松闻出了 严首一的体质 与普通人不同 光是这一点 就足够让严首一拿出权力 正是马家兄妹了 他们不是那种娇生惯养出来的传人 而是有真本事 并且经验丰富的对手 马兴平不给严首一拖延的机会 一手按着严首一的胸口 另一只手高高举起 再次垂下 就在这时 旁边的林子里 忽然钻出了龙飞城的身影 这家伙高举着桃木剑 冲着马兴平的后背 劈了下去 这一手偷袭 就连马兴平也猝不及防 他分明看到龙飞城 带着人往另一个方向跑了 怎么现在又出现在这儿 雷劈桃木剑的威力 可不是盖的 就算是龙飞城这种普通人 一劈之下 也是电光四闪 马兴平被劈得浑身抽搐 陷入了短暂的僵直当中 龙飞城剑偷袭有效 乐呵呵地伸手 要去拉严首一 严格有难 兄弟我义不容辞 可严首一的手 还没碰到龙飞城 远处的马景轩 已经杀过来了 龙飞城剑壮 直接收回了手 头也不回地 又钻回林子里消失了 只留下一句话 在山里回荡 严格你撑住 我再找机会救你 严首一 龙飞城的嘴 骗人的鬼 眼看马景轩就要杀过来了 那马兴平也即将恢复 严首一也不让这二人 直接召唤出斩破刀 一刀劈断了飞虎爪的场所 这飞虎爪的场所虽然厉害 但终究只是反物 和斩破刀完全没有可比性 劈断了场所 严首一把腿便跑 和马家兄妹动手 不是他的目的 全身而退不惹麻烦 才是严首一的打算 但奈何场所虽然断了 但飞虎爪还死死地 扣在严首一的脚踝上 并且已经刺进他的血肉当中 一时半会儿根本甩不掉 于是严首一心一狠 直接将龙虎爪给拽了下来 带下了一大块血肉 虽然疼 但对严首一而言 没什么大碍 这种程度的伤势 不到三个小时就能痊愈 但这终归是 影响了一点严首一顿走的速度 让马景轩有机可乘 追了上来 你往哪儿跑 马景轩可是个女汉子 从腿上的绑带上 拔出了两柄匕首 拦在了严首一的面前 严首一看了一眼 马景轩手里的匕首 笑着挥了挥手里的斩破刀 笑道 你手里的是短兵 不是我斩破刀的对手 不是是怎么知道 马景轩一个剑步 瞬间来到严首一的面前 两柄匕首合在一起 对着严首一的咽喉 就是一个绞杀 严首一吓一跳 没想到这马景轩的功夫 如此了得 而且一出手 就是杀人的招数 不得不说 马家兄妹的本事 远远超出了严首一的预期 但他也不是吃素的 这些年和爷爷走南闯北 累积的经验 不比老江湖差多少 严首一一个纵的金光 瞬间绕到马景轩的身后 为了不伤到马景轩的性命 严首一用刀柄 敲了一下马景轩的脑袋 马景轩吃痛 愤怒地转过身来 踢起匕首 就往严首一的脸上滑 要是记不如人 马景轩也就认了 但严首一刚才明明有机会 却用刀柄砸自己的脑袋 这不是羞辱是什么 所以 马景轩才如此愤怒 就在这时 一柄红色的油纸伞 挡住了马景轩的匕首 随后一个巧妙的谢力 将马景轩的手推到一旁 还借时狠狠地 打了一下马景轩的手腕 马景轩疼得 直接扔掉了匕首 急忙退到 哥哥马新平的身边 马新平也终于 恢复了行动能力 戒备地 看着眼前的一对男女 林子彤 将红神伞搭在肩上 淡淡地说道 我老公对你们 已经手下留情了 出来闯江湖 多多少少 应该实时务一些 见到林子彤前来支援 眼手一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我老婆 说话都这么霸气 马景轩显然不服林子彤 若是你闯过江湖 就应该知道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林子彤轻笑一声 看来 刚才我下手不够狠 要不要咱们再过几招 来就来 似乎是难得遇见了对手 马景轩竟然真要 和林子彤一较高下 他甚至已经提起了匕首 如同即将要展开 捕猎的螳螂 然而马景轩 却忽然出手 拦住了马景轩 可 马景轩疑惑地 看着马景轩 马景轩摇头说道 你还看不出来吗 他们的实力远高于你我 只是不想 和咱们来真的 才一直躲着而言 马景轩和严守一过招 马景轩看得清清楚楚 要是严守一 针对他们有敌意的话 刚才那一招 纵对金光之后 严守一就算不杀 马景轩也完全有能力 废了他一条胳膊 但严守一没那么做 只是象征性地 用刀柄敲一下 马景轩的脑袋而已 马景轩也不是傻白甜 很快就冷静下来 复盘了刚才的过招 知道马新平的意思 但他心里 依然有些不爽 马新平对严守一拱手说道 摸金校尉 马新平 这位是我妹妹 马景轩 莱尔不枉非礼也 严守一也抱拳回礼 鲁班传人 严守一 林子彤放下了红神伞 驴山派 林子彤 还有我 容成浪里小白龙 人送外号 一夜七次郎 龙非诚饰演 龙非诚不知 从哪又钻了出来 大笑着喊出了 自己那臭不要脸的开场白 看到这个耍音招的小子 就连马新平 都差点没忍住 动手要揍他 不过是碍于 严守一和林子彤在这 马新平才强忍着 严守一看到龙非诚 也不由地骂道 原来你一直就在旁边躲着 嘿嘿 我这不是伺机而动吗 龙非诚笑道 不是你让我当杀手锏 自由发挥的吗 这王八蛋说得好有道理 严守一一时间 竟然无言以对 周老板的手下 还在与鬼魂们缠斗 无暇顾及到他们这边 所以马新平也不担心 只听他说道 多谢道友 刚才手下留情了 不过这件事 我劝你们 还是不要掺和为好 我们各自退一步 日后江湖好相见 见马新平 居然还劝起别人来了 严守一摇头说道 我是陈家村的人 你们利用村民 静动当诱饵 已经是大错特错 你觉得会视若无睹吗 这件事上 我不可能让步 只不过是 念在咱们同事园子民间 才对你们手下留情罢了 马景轩冷声道 利用村民的是周玉 和我们没关系 当一个弱者被坏人欺负 坏人不只有坏人 还有那些围观 却无动于衷的人 还有那些间接 获得利益的人 严守一道 在我眼里 你们和周老板 没什么区别 马新平自知理亏 却不肯退让 道友 我们有一定要 敬见王牧的理由 还请你们高抬跪手 严守一叹了口气 事已至此 你们还想坚持 就别怪我撕破脸皮了 他当然是 不想与马家兄妹为敌的 但对方不退让 他也没有办法 场上的气氛 瞬间又变得紧张起来 严守一目光变冷 林子彤双手握住红神伞 龙飞城打量着 四周有没有合适的 藏身之处 马新平握紧了拳头 马景轩也调整着 自己握匕首的姿势 空气凝重到了极点 嘖嘖嘖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 一道粗犷的声音 忽然传来 我可真是大开眼界了 竟然能在这里 遇到乳班传人 众人转头看去 只见班山道人杨丽 蹲在不远处 手里还拎着一壶酒 正津津有味地盯着他们 严守一当然也知道 这个杨丽 知道他也是个不好惹的主 马新平皱眉道 杨丽 你想做什么 杨丽仰头喝了一口烈酒 将空酒瓶子随手一扔 站起身 一边整理着裤腰带 一边说道 我看很多人不顺眼 看你们不顺眼 看周玉不顺眼 看这个鲁班传人也不顺眼 所以 我愿意加入你们任何一方 将个别不顺眼的家伙给解决了 我可能没办法 将所有我看着不顺眼的家伙杀掉 但至少我可以杀掉一部分 说的简单点 我是来求合作的 你们谁希望我加入你们 联手对付另一方 杨丽这家伙 真不愧是得到了 班山道人的真传 得不到就毁灭 只要是他们看不爽的 大部分都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被毁灭 龙飞城最看不爽的 就是杨丽这种人 他乐呵呵地说道 你怎么能确定 我们两方不会先联手 把你给解决了 杨丽冷哼一声 你们会吗 嘿 这家伙看不起我们还 龙飞城上前拍了拍马新平的肩膀 哥们 咱们强强联手 先解决了他 马新平默默地 推开了龙飞城的手 龙飞城一愣 难道他们真的不想联手 严守一将龙飞城给拉了回来 对他摇了摇头 其实杨丽也不是什么傻子 反而狡猾得很 他知道马家兄妹和严守一几人 有着根本上的冲突 所以绝对不可能合作 要是真合作了 谁又会出全力 对付他杨丽呢 当然 都是尽最大的可能保存实力 或者是隐瞒实力 留着对付对方的时候才拿出来 所以 吃定了双方不会合作的杨丽 才敢如此高调地站出来 故意引发双方的矛盾 马景轩冷声道 杨丽 别忘了 我们可是一伙的 杨丽笑着摇了摇头 你错了 你们和周玉才是一伙的 我不是 更何况 你们摸金校尉 本来就看不起我们班山道人 这事就算你们不说 装得再努力 我也能从你们眼里看出来 他顿了顿 又说道 周玉威胁我的女儿 她早晚都是个死 要么待会儿死在地面上 要么晚些时候死在剑王墓里 而你们要的只是肉灵芝而已 只要咱们联手 肉灵芝一样是囊中之物 要那周玉有何用 别看杨丽长相粗犷 实际她的心思却十分细腻 这些天的观察 同时也让她找到突破口 故意挑拨离间 马家兄妹与周老板 杨丽的确说在了马兴平的心上 但马兴平还有别的顾虑 并不打算和杨丽联手 看出马兴平的意思以后 杨丽也不生气 只是轻蔑地摇摇头 我就当你们拒绝我了 这也挺好的 如果不是必要 我真不想和你们联手 那这样吧 杨丽我加入你们如何 杨丽无语 这莫名其妙的 就要收入一个新伙伴吗 她不是那种来者不惧的人 任何一个人从陌生到熟络 再到被杨丽认可 都需要时间 所以杨丽不信任杨丽 尤其是杨丽的目的不纯 她并非是真的想和自己合作 只是想要借着自己的手 对付周老板和马家兄妹 最终如愿以偿地 得到剑王墓里的肉灵芝而已 所以 严守一也不愿意接纳杨丽 被双方拒绝 杨丽这才有了一丝不爽 她皱着眉头说道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我看你们 双方都不爽了 龙非城对杨丽竖起了终止 被大家孤立了吧 装逼犯 龙非城的一个嘲讽 直接将杨丽的血压拉满 她黑着脸 重新审视着双方的战斗力 似乎不打算等严守一 和马兴平做决定 打算自己挑起这场战斗 然而 就在此时 周老板和营地的方向 忽然传来了一阵骚乱 几秒钟过后 一名浑身是伤的奇人异士 跌跌撞撞地跑向几人 马兴平一把拉住了对方 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林子彤召来的 不过是一群孤魂野鬼罢了 对普通人 还有一些杀伤力 但完全不至于 把这群奇人异士给打散吧 那人一抬头 竟然满脸是血 眼里尽是惊恐 马兴平 你们也快跑吧 营地那边出事了 蛇鬼竟然主动出击 而且是清朝出洞 我们根本挡不住啊 什么 饶氏马兴平也吓一跳 那守灵蛇鬼的警惕心急重 地底下又不好施展手脚 周老板才利用村民 去打扰守灵蛇鬼的安宁 尝试着激怒他 让他出洞 可现在守灵蛇鬼 怎么主动出击了 杨丽冷笑道 这还得多亏严守一他们啊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严守一皱眉道 你刚才用奇门遁甲 让周围山崩地裂 直接打扰了守灵蛇鬼的休息 然后又召来了这么多孤魂野鬼 蛇鬼可最爱吃孤魂野鬼了 他们当然忍不住 自己钻出来了 杨丽解释道 那逃出来的奇人异事 身上全都是伤 血淋淋的看起来很吓人 见马兴平他们没打算逃跑 此人直接甩开马兴平 老子不管了 周老板虽然给的多 但有钱也得有命花才行 我先走了 说完 这家伙就脚底抹油似的 很快跑不见了身影 几人回头再往营地的方向看 只见营地周围 山洞与地缝当中 竟然钻出了无数小小的蛇鬼 他们好像蚂蚁一样成群结队 是出来探路的小杂兵 虽然攻击力不强 但胜在数量巨大 凑在一块 仿佛是地底涌出的红色血水 直接席卷了营地 周老板在几个心腹的保护之下 撤到了高处 他同样心急如焚 马兴平呢 马景轩呢 杨丽在哪里 快给我回来 杨丽双手交叉 但马兴平在纠结了一番以后 还是对马景轩说道 先就周围 说完 兄妹二人放弃与严手一对质 也不管那杨丽 便往周老板的方向赶 二人的身手了得 面对那赤红色的蛇巢 他们直接爬到了竹子上 飞快地在竹子间跳动 期间脚趾头都不碰地 蛇鬼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乖乖 那是清宫吗 龙飞城不由的一阵向往 要知道 清宫可是大侠的标配 他觉得自己 只要学了清宫 也能成为来无影 去无踪行侠仗义的大侠 林子彤看了一眼不远的杨丽 小声问严手一 咱们该撤了 是该撤了 严手一点点头 如今村民们获救 他们也没有继续留在这里的必要 于是他喊上了龙飞城 悄悄地打算离开 杨丽撇过头 盯着严手一他们 说道 你们不好奇 剑王墓里有什么吗 严手一压根不搭理杨丽 可杨丽 却从严手一的反应中 看出了端倪 你是陈家村人 却对剑王墓一点都不感兴趣 难不成你早就 进过剑王墓 知道里面有什么 严手一按道 这杨丽聪明 他淡淡地说道 鲁班传统精通补挂之术 来之前我算过 剑王墓里的东西 我们碰不得 谁下去 谁就死 所以 我没兴趣 杨丽不屑一笑 我们班山道人 最不幸的就是命 你休想诃我 既然杨丽不打算阻拦 那么严手一 也不会继续赖着 他当即带着林子彤 和龙飞城撤退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留着 三元在营地上方盘旋 时刻关注着 见王墓的情况 马家兄妹 一路披荆斩棘 总算是来到了 周老板的身边 见到两人 总算是回来了 周老板不仅没感到庆幸 反而无比愤怒 你们跑哪儿去了 我要是死在外头 你们永远都别想 见王墓了 马新平沉声说道 是你让我们去抓干扰者的 周老板自知理亏 便不再提起此事 他看着周围如潮水一般的蛇鬼 道 这些蛇鬼全都出动了 意味着最后一条守灵蛇鬼 也快要出来了 你们做好准备 随时迎战 只要杀了他 我们就立刻觐见王墓 正所谓饿死胆小的 称死胆大的 虽然有一部分手下 因为害怕而逃跑了 但是还是有至少一半的人 留下来了 他们正与蛇鬼对峙着 看到马家兄妹回来了 军心都稳定了不守 马景轩手里 拿着两把匕首 防备着随时冲出来的蛇鬼 他其实也不想 和周老板合作 但奈何周老板对剑王墓 似乎甚有了解 经常吓抖的他知道 对陌生的墓穴 有一个引路人 能减少许多麻烦 甚至能救他们的命 所以 马景轩没有反对他哥哥 保护周老板的想法 那些蛇鬼的主要目标 并非是周老板他们 而是地上飘着的孤魂野鬼 蛇鬼盘着身子 如同弓箭般射出去 一口咬在孤魂野鬼的身上 一只蛇鬼上不能做什么 但一群蛇鬼 轻松便将孤魂野鬼给淹没 这时候 大帝再次开始颤抖 这回的颤抖 不如之前 严手一使用 奇门遁甲的时候剧烈 持续的时间却很长 马景轩看到地面 有凸起的痕迹 心里暗道不好 哥 小心一些 守灵蛇鬼要出来了 话音才落 一道巨响 一条巨大的守灵蛇鬼 从地底钻出 当场吞掉了 五六只孤魂野鬼 怎么 这么大 所有人看着这最后一条 守灵蛇鬼 都不由地愣在原地 从心底里 涌出一股深深的恐惧 这条守灵蛇鬼 与之前的十二条都不一样 它的体长近百米 身体比树干都要粗 巨大的舌头 张开嘴巴 可以轻松吞下一只犀牛 不仅体型巨大 守灵蛇鬼的鳞片 也呈现出赤红色 脑袋上长出了一对小脚 身上更是有四个短小的手脚 这条守灵蛇鬼 倒横之身 已经达到了化胶的地步 传言中 蛇修炼成骄 骄修炼成龙 而从蛇到骄的过程 便是头上长脚 伸长四肢 所以 在看到这条守灵蛇鬼以后 就连马家兄妹 也是心脏砰砰直跳 其他人更是心里 打起了退堂鼓 面对这么一只庞然大卧 除非用炮轰 否则他们 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啊 守灵蛇鬼吞掉了 那几个孤魂野鬼 便盘起了身子 如同一座小山似的 立在营地前方 他抬着高傲的头颅 居高临下地 看着这群打搅了 他安宁的外来者 瞳孔变成了一条细线 散发着圣人的寒光 周老板忍不住打起了哆嗦 躲在马兴平的身后 你 你们有把握对付他吗 马兴平咽了咽唾沫 但发现 因为太过于紧张 唾沫卡在喉咙里 根本咽不下去 他咬了咬牙 说道 见王牧 我们飞下不可 没有退路 这话的意思 是是要与守灵蛇鬼一决生死 摸金校尉 班山道人 杀出什么谢灵力士和发丘中郎将出来 回去的路上 林子彤嘀咕道 严守一笑道 是不是发现 离开了荣城以后 世界变大了 各种奇人异事都出现了 有这种感觉 林子彤点点头 大城市是那些名门大派的战场 反而少见你们这些民间教派 但这个世界上 最多的还是农村人 严守一感慨道 龙飞城走在最后头 莫名有些沮丧 严哥 你说要真让周老板他们 进了建王牧 那建王牧里的宝贝 可就全归他们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惦记着死人的东西呢 严守一美好气地说道 上次靠揍我众筹的五十万 你还没花完呢 别贪心不足蛇吞象了 我这是未雨绸缪 不想坐吃山空吗 龙飞城笑答 滚一边去 严守一摆了龙飞城一眼 回过头打算尽早回到陈家村 然而 当他看到山路前方的身影之时 忽然间停下了脚步 山路的尽头 骑着黄牛的小孩 再一次出现了 这一回 小孩没有避着他 而是直接正面 出现在他的面前 林子彤和龙飞城 也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们同样 也看到了小孩 酱头师化作的麻雀 扇着翅膀 飞向骑牛小孩 边飞边喊道 山神祖宗 是你让我把严守一赶走的 现在我被抓了 你可得帮帮忙啊 谁知没等酱头师靠近 小孩坐下的黄牛叫了一声 酱头师顿时失去了所有力量 直接摔在泥泞的山路上 怎么回事 我怎么动不了了 酱头师顿时觉察到 是老黄牛干的好事 他连忙求饶 山神祖宗 饶我一命吧 老黄牛看都没看酱头师一眼 骑牛的小孩更是如此 小孩眼里只有严守一 他盯着严守一看 好像在看着一位很熟悉的人 龙飞城小声说道 颜哥 你还说你没犯过错 我看他和你长得就挺像的吗 金龙飞城这么一说 严守一猛地反应过来 这骑牛的小孩 竟然真的和小时候的自己 长得很像 林子彤也瞪大了双眼 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 严守一赶紧解释道 我和他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他不是我儿子 指不定是我爸犯的错 也不对啊 按时间推算 这小孩出生的时候 我爸应该还在监狱 不可能出来干坏事的 听到严守一的话 骑牛小孩终于憋不住了 别吵了 我不是你严家的人 这小孩虽然长得稚嫩 看起来不过三四岁 但他的声音却出气地深沉 像是一名年过古兮的老头儿的声音 严守一和龙飞城的对话 太令人生气了 就连身为山神的小孩都忍不住了 他一生气 周围狂风大作 地动山摇 吓得几人赶紧闭上嘴巴 别看眼前这是个小孩模样 但实力绝对是杠杠的 见几人闭嘴 小孩的脸色才稍微好看一点 他淡淡地说道 无乃炎前山山神 化名炎泽 此乃无知作奇 换曰青牛 听说这小屁还是山神 严守一的神色也认真起来 他是修道之人 是有信仰的 如果有人问他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仙 严守一会说有 但有人问他 神仙在哪 长什么样 严守一只能回答不知道 在他的认知当中 神是无形的 他们有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看着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甚至有可能是路边的石头 有可能是一只鸟 甚至有可能是一阵风 但他们绝对十分强大 且凡人无法理解的存在 不过山神的由来 严守一倒是略知一二 只要是山中有灵之物 修炼成精怪或者妖怪 功德到达 便可受天听风 成为山神 成为山神以后 生命便与山荣为一体 山神怒则山怒 山神喜则山喜 山神死则山中百草枯萎 生灵涂炭 严守一上前抱拳弯腰 对小孩深深一鞠躬 没想到是山神大人 晚辈刚才冒犯了 林子彤和龙飞成 也跟着道歉 严则摆了摆手 老气横秋地说道 不知者无罪 龙飞成壮着胆子问 山神大人 为何你长得和严格小时候 一模一样啊 严守一想拦着龙飞成乱问问题 可已经太迟了 他小心翼翼地看向严则 想确认这位山神大人 有没有生气 但严则却没有生气 他跳下青牛 走到严守一等人的面前 解释道 山神本无形 因为我在山中这些年 只认识严守一 所以便借用了他的样貌 所以 山神的出现 不是有人犯了错 得到这个答案 严守一松了口气 但他旋即又觉得奇怪 自己压根不认识着山神 为何他却说认识自己 这个问题 被林子彤问了出来 严则又解释道 你年幼之时 曾被带到山里 我看你命格不凡 便有了印象 后来你奶奶有恩于我 恳求我庇护你五年时间 于是从那之后 我便悄悄守护了你五年 直到誓言完成 我才回到山中 严守一听后 不禁目瞪口呆 五岁的事情 他显然已经不记得了 当年严则保护他 多半也从没有露出过真身 但是更加令他惊讶的是 奶奶竟然有恩于严则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等等 林子彤忽然皱着眉头说道 山神大人 既然奶奶有恩于您 为何您还要让降头师 对我们出手 龙飞成也道 对啊 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其实在场的人中 最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 反而是降头师 合着你们和好了 我就成罪人了呗 所有的错我一人扛 只听严则解释道 近日这里不太平 我不想你们出事 才派他把你们赶走 只是 严则低估了 现在的严守一一行人 被他派去的降头师 不仅没成功 还丢掉了性命 最后知道真相的降头师 眼泪掉下来 没想到自己最后成了炮灰 严守一皱着眉头问 为何不太平 因为周老板一心人 区区周老板 其实不难对付 山神轻易就能收拾他了 显然严则顾虑的不是周老板 果不其然 严则摇摇头 道 他们那群外人 没什么本事 真正的威胁 来源于地下 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剑王墓 剑王墓中 埋葬着剑王的尸体 此人无比邪恶 生前就已经修炼成邪法 死后更是一直等待着重生的那一天 近日他已经蠢蠢欲动 一旦有人闯入剑王墓 他就有可能苏醒 到时候 周围免不了生灵涂炭 血流成河 这剑王墓里 竟然还有如此危险 严守一事 万万没有想到的 不仅是他 恐怕连严仇也不知道这些 紧接着 严则又说道 其实此事 和你奶奶也有关系 什么意思啊 严则沉声说道 当年你的家人 护送着你闯入剑王墓 取肉灵芝 意外释放了 十三条守灵蛇鬼 同时唤醒了剑王的意识 剑王将你奶奶拖入关中 十三条守灵蛇鬼 则帮助他在外头吸收力量 一旦让他恢复了力量 便会彻底苏醒 不过当时 剑王本就快要醒来了 你们的闯入 不过是稍微加快了一点 他苏醒的速度罢了 你可能不知道 当年你奶奶被拖入棺材以后 并没有被杀死 反而挣脱着逃了出来 只不过后来 剑王墓坍塌 没人就得了他 听说奶奶没死 严守一顿时瞳孔一缩 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可又想到 时间过去这么久 奶奶就算没死 也被困在剑王墓里二十年 那种折磨和痛苦 常人根本忍受不了 你说我奶奶还活着 当时还活着 但现在已经死了 严则答道 严守一刚刚燃起的希望 瞬间又破灭了 他苦笑一声 自言自语道 是我想太多了 奶奶怎么可能还活着 幸亏爷爷已经死了 要是让他知道 奶奶当时还活着的事情 恐怕要后悔一辈子 谁知严则又说 你奶奶虽然死了 但他答应了我的请求 成为了剑王墓中的守墓人 他的魂魄镇压着剑王 整整二十年 直到如今 否则 以剑王的本事 恐怕早已经醒来 山神大人 您说话能不能不要大喘气 一口气说完行吗 严守一无奈吐槽 又抓着问 反正按照您的意思 我奶奶虽然死了 但他魂魄还留在剑王墓 只要我进入剑王墓 就有可能把他老人家带回来 严守一从未见过自己的奶奶 如今有机会 就算只是见一见奶奶的魂魄 他也一定要去剑王墓里闯一闯 而且 父亲也一定很想念奶奶 然而严则却十分严肃地说道 那剑王墓 你不准下去 剑王墓 我怎么就不能进了 严守一不能理解 明明奶奶的魂魄 还在剑王墓里 亲人好不容易有重新见面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放着这样的机会不管 这奶奶在剑王墓中而不顾呢 这时候 家里有一董事的女人的好处 就体现出来了 林子彤连忙安慰着严守一 让他冷静下来 先听山神大人怎么说 有林子彤的劝说 严守一很快便冷静了 他先是向严则道了个歉 然后再问原因 别看严则只是小孩模样 但他可是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妖怪了 又是看着严守一长大的 当然不会和他一般计较 只听严则说道 不让你敬见王墓 是有好几个原因的 这其一 你奶奶让我守护你成长 哪怕现在时间已过 我也不能放你不管 让你去冒险 否则已和颜面 面对你奶奶的魂魄 其二 当年你进入过剑王墓 惊扰了沉睡中的剑王 剑王记得你的气息 一旦你再次进入 闻见你气息的剑王 便会加速苏醒 搞不好你们还没有出来 剑王就已经醒来 那你们便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了 严则的两个理由 都让严守一 没有办法反驳 说到底 严则一方面为了他好 一方面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林子彤温柔地说道 奶奶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 也不急这两天 爸爸过两天 不就回来了吗 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严守一思考良久 只能不甘地达到 也只能这样了 见严守一同意 严则便没了顾虑 他转身重新骑上青牛 道 你们先回陈家村去 好好待着 我去看看那守灵蛇鬼的情况 趁机赶走那群外来者 必要的时候 也不排除下杀手 闻言 严守一忍不住 替马家兄妹求情 山神大人 那群外来者当中 有一对摸金校尉兄妹 他们不是什么坏人 若一定要杀人 也请您对他们网开一面 然而严则却十分冷漠地说道 不管他们是不是好人 我本身就不喜欢捣豆的家伙 看样子 严则打算对马家兄妹一视同仁 不接受严守一的求情 这也没有办法 严则是严守一的长辈 严守一无法对严则有过多的要求 能做的 严守一已经做了 也算人之意尽了 剩下的得看天意了 于是 严守一没有抢求 他目送严则和青牛 往营地的方向走 然而 就在此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道黑光自营地的方向 冲天起 随后在半空中调转方向 直直冲着严守一等人飞来 面对着猝不及防的变故 严则脸色大变 急忙想要阻止 却还是迟了一步 众人眼睁睁地看着 那黑光静止杀到严守一的面前 严守一本能地想要抵挡 却不曾想 那黑光在她的面前迟疑了一下 随后直接钻进林子彤的体内 林子彤浑身一颤 无力地跪坐在地上 痛苦地捂着胸口 忍不住吐出了一口鲜血 臭丫头 严守一大喊着林子彤的名字 赶紧上前搀扶着她 此时的林子彤柳眉紧皱 脸色痛苦 但为了不让严守一担心 硬是憋着没有喊出声 看着令人心疼万分 龙飞城一时间也乱了阵脚 是谁在暗处放冷剑 不是冷剑 是剑王 严则也立刻赶了回来 他皱着眉头说道 剑王好像已经苏醒了 而且不知为何 他竟然冲着你的妻子而来 严守一想不通 林子彤和剑王无冤无仇 为何剑王刚刚醒来 就要找林子彤的麻烦 说话间 林子彤又喷出了一口鲜血 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憔悴 嫂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龙飞城着急道 严则只是山神 并没有其他的什么本事 严守一在医术一行 造诣也不深 此时也帮不了林子彤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那降头师竟然主动开口说道 他中的应该是一种毒蛊 如果没有及时找到办法控制毒蛊 他很快就会毒发身亡 没想到这个时候 居然是降头师给了大家头绪 严守一连忙将降头师捧了起来 问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毒蛊 降头师闭口不谈 他很明显是要趁火打劫 严守一毫不犹豫地说道 只要能救人 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 包括放你自由 这可是你说的 滑下人不骗滑下人 降头师立即说道 滑下人不骗滑下人 严守一重复了一遍 降头师这才相信 于是解释道 我对蛊术也算有所了解 虽然看不出这具体是什么蛊 但却至少分辨得出 它是一种侵蚀魂魄的毒蛊 你他妈这不是废话吗 龙非诚怒道 这我也看得出来 臭小子 闭嘴 我认你很久了 降头师骂道 你知道这是毒蛊 那你知道如何解吗 龙非诚立刻闭上了嘴巴 欺负了龙非诚 降头师很是开心 他解释道 据我所知 这个世界上 能够侵蚀魂魄的毒蛊 只有三种 其中一种是无解的 另外两种毒蛊的解蛊方法 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找到与毒蛊配对的 原生蛊虫 只有原生蛊虫 才有驱赶和杀死 那两种毒蛊的能力 那我们上哪能找到原生蛊虫 阎首一连忙问 这个吗 降头师欲言又止 但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既然是剑王给灵子铜下的毒蛊 那么解蛊的原生蛊虫 肯定也在剑王那 但他要是说出来的话 会有他想要设计引诱阎首 依他们下见王墓的嫌疑 所以聪明的降头师没有直说 阎首一也领会到降头师的意思了 他不由地看向阎泽 阎泽咬了咬牙 事已至此 我拦着你也没用 你要去见王墓就去吧 我会力所能及地 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谢谢山神大人 事不宜迟 阎首一不知道灵子铜还能撑多久 所以也不敢耽搁 他立刻背上灵子铜 带着龙飞城 往回头路走 慢着 阎泽忽然喊道 你们骑上我的青牛 他的速度要比你们步行快得多 好 此时阎首一也不客气 直接翻身跳到青牛的背上 将灵子铜抱在怀里 龙飞城也爬了上去 青牛体型巨大 做三个成年人都绰绰有余 也不影响他的行动 为了防止灵子铜再出什么意外 阎首一也将降头师给带上了 其实降头师的心理是抗拒的 他已经死了 见王墓里的宝贝多半也捞不着 所以他一心只想要自由 但显然在灵子铜的古毒被解开之前 阎首一也不会放他走 所以降头师便乖乖地 跟着阎首一上路 青牛发出了一声沉沉的叫声 脉动步子奔跑起来 地形复杂的丘陵 在青牛的脚下如履平地 坐在他背上的阎首一等人 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的颠簸 山神等到阎首一等人离开以后 自己也钻入地底 他是阎前山的化身 能够控制山中的一草一木 倘若阎首一要觐见王墓 阎则一定会给予他最大的帮助 救人之事 争分夺妙 坐在青牛的背上 阎首一三人飞快地接近着营地 然而林子彤的情况十分不好 他吐血不止 脸色苍白 最重要的是 阎首一看到 他的身上正有金破散出 这是毒蛊侵蚀了他的魂魄 让他魂魄消散的现象 臭丫头 你撑住啊 阎首一心里焦急万分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最初只是打算带着林子彤回老家看一看 如今却直接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 毒蛊太过厉害 要是再这么继续下去 还没等他们赶到营地 林子彤就会被毒蛊侵蚀 魂飞魄散而亡 就连降头师看了 也直摇头 不行了 他撑不住了 不会的 一定不会的 阎首一紧紧地抱着林子彤 他已经失去过林子彤一次了 这次绝对不会再看着他死去 就在这时 林子彤的手心 那骷髅头印记 闪过一道黑光 随后涌出大量的黑气 萦绕在林子彤周身 将他浑身包裹 见状 阎首一大喜 是他 是联合 之前阎首一推测过 林子彤有可能就是 于蜀国的公主 他体内的意识 就是公主的丫鬟联合 虽然还不知道 联合是怎么跟着公主的魂魄 一起转世投胎 寄居在林子彤体内的 但上一回联合 已经救过林子彤一次 这次想必他也不会再 袖手旁观 联合 是你吗 阎首一问道 那熟悉的声音响起 略微惊讶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听闻联合的回答 阎首一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 林子彤就是于蜀国公主的转世 他体内的意识 就是联合 阎首一忙说道 现在不是解释这个的时候 子彤中了毒蛊 魂魄正在被侵蚀 你有办法解蛊毒吗 联合沉默了一阵 答道 我的力量现在也很有限 没法直接解毒 但可以延缓毒蛊 侵蚀魂魄的速度 大概还能为主人 争取两天的时间 两天的时间也行 足够了 只要能拖延住时间 我一定能找到原生蛊虫 解开蛊毒 阎首一激动地说道 他明白 万事不能总指望着别人 所以 哪怕联合只能拖延时间 也足够令阎首一兴奋的了 联合道 延缓侵蚀以后 我会陷入沉睡 到时候将无法回应你们 所以有些话 我必须提前告诉你一声 什么 阎首一一愣 主人中的毒蛊名为 鼓鼠嗜魂毒蛊 是一种十分强大的毒蛊 而且据我所知 这天底下 只有一个人会养这种蛊虫 它的名字叫做江无声 是沁江国的大祭司 沁江国 大祭司 还有那什么 鼓鼠嗜魂毒蛊 这事儿 怎么还与五代十国时期的 鼓鼠之地扯上关系了 阎首一道 不对啊 攻击子童的是剑王 剑王是宋朝时期的人物 那是在五代十国 灭亡之后的朝代 前后怎么说 也相差了上百年 还有 剑王墓在剑州 而沁江国在蜀地 两地相差四千多里路 不可能扯上关系才对 联合的语气也十分困惑 但现在不是思考这个的时候 总之 你千万要小心 江无声对主人恨之入骨 万一你们真的遇到他 哎 还是不想那么多了 先救主人要紧 说吧 联合便开始全力阻止毒蛊 侵蚀林子童的魂魄 也陷入了沉默当中 不再与阎首一交流 经过与联合的一番对话 阎首一心里 盈盈也有些担心 古籍中并没有记载 这个沁江国大祭司 江无声的事迹 但从联合那着急 和紧张的语气当中 阎首一也知道 这个江无声 不是什么好惹的主 阎蜀国公主恨之入骨 他若是见到了林子童 必然会把对 阎蜀国公主的恨 转嫁到林子童的身上 但愿 剑王墓里只有剑王 没有那所谓的江无声吧 阎首一心里这么想着 忽然发现 怀里的林子童有了动静 他重新睁开了眼睛 脸上也恢复了血色 缓了几口气以后 林子童竟如同没事人似的 挣扎着坐了起来 我怎么了 阎首一将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告诉给林子童 林子童听后 也有些紧张 毕竟好端端的体内 多了一条能侵蚀魂魄的毒骨 任谁都会担心 但阎首一却握住了他的手 我们一起去见王墓 一定会找到原生蛊虫的 我会一直陪在身边 有阎首一的誓言 林子童也不那么害怕了 他重新振作坚强起来 抿着嘴说道 有你在 我不怕 虽然蛊虫已经暂时 没有侵蚀林子童的魂魄 但找到原生蛊虫 依然迫在眉睫 青牛飞快地接近着营地 而在营地这边 周老板一行人竭尽全力 也仅仅只是和那只巨大的 守灵蛇鬼打个平手 而且 刚才他们看到地底下 钻出了一道黑光 还不知去了何方 更是觉得担忧害怕 守灵蛇鬼 凭借着巨大的体型 灵活的身体 还有那坚不可摧的蛇灵 几次得手 直接生吞了好几个大活人 能活到现在的奇人异世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实力在身的 他们小心谨慎 让守灵蛇鬼 不再那么轻易能够得手 但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他们可不敢 和这守灵蛇鬼比体力 再这么下去 就算没被守灵蛇鬼吃了 他们也得活活累死 马新平冷声说道 周老板 我们恐怕不是这蛇鬼的对手 不如我们先撤退 择日再过来 不行 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蛇鬼狡猾无比 这次我们走了 下次不管怎么勾引 他都不会再出来了 那周老板虽然生气 却不知为何 态度异常强硬 马景轩眉头紧皱 他觉得周老板的表现太奇怪了 明明胆小如鼠 此时却变得不要命了 这已经不是贪婪的问题了 见王牧中一定有什么 吸引着周老板 让他活出性命 也一定要得到 周老板不愿意撤走 马新平也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 和守灵蛇鬼过招 让他觉得愤怒的是 队伍当中对付守灵蛇鬼 最有优势的 班山道人杨丽 这个时候 却挽起了失踪 这家伙显然躲在暗处 打算等他们 打得两败俱伤 在坐享渔翁之里 突然 身在最前方的马景轩 本来正利用着 飞虎爪与守灵蛇鬼周旋 却一个不小心 被守灵蛇鬼抓住机会 打断了飞虎爪 马景轩狼狈地摔在地上 一时间动弹不得 看样子 至少是扭伤了脚踝 想跑都跑不了 而脚踝残暴的守灵蛇鬼 早就盯上了 这个难缠的人类女子 他飞快地用尾巴 将马景轩包围了起来 随后养着巨大的舌头 居高临下地盯着地上的马景轩 这时候的马景轩 便是守灵蛇鬼的问中之变 马新平看到这一幕 眼睛立刻红了起来 可以预想得到 下一秒的马景轩 会是什么下场 而他这个做哥哥的 距离马景轩太远 根本来不及解救 生死 就在刹那之间 聂处 看招 千军一发之际 竹林中闪过一道雷光 随后守灵蛇鬼便大声惨叫 他的眼睛 被偷袭正中 此时已经瞎了一只 伤口周围皮开肉绽 甚至已经炭化 冒着黑烟 马景轩看到这一幕 心里立刻冒出了 眼手一的模样 那是掌心雷 这方圆百里之内 除了眼手一 谁还会使出来 那个鲁班传人 眼手一没有走 杀回来了 竹林之中 骑着青牛的眼手一三人 冲了出来 眼手一从暗处的 这一招掌心雷 劈得守灵蛇鬼 猝不及防 当场瞎了一只眼 趁着守灵蛇鬼 还没回过神来 眼手一骑着青牛 急速靠近 再来到守灵蛇鬼面前时 又一跃而起 抓住我的红神伞 我们拉你出来 林子彤一手抓着眼手一 半个身子探到外头 另一只手又抓着红神伞 在青牛越过守灵蛇鬼的 一瞬间 红神伞也从 马景轩的面前掠过 马景轩迅速反应过来 一把抓住红神伞末端 紧接着 青牛便带着所有人 逃出了守灵蛇鬼的攻击范围 守灵蛇鬼显然没有料到 在这个时候 还能半路杀出个成咬精来 坏了他的好事 而等他另一只眼睛 重新恢复势力时 眼手一他们 早就奔出去数十米 逃到安全地带了 逃到远处 青牛一个急杀 差点将眼手一他们甩出去 显然 青牛的使命已经完成 不想再被眼手一他们骑着了 于是 眼手一连忙跳了下来 那马景轩也才落地 一个踉枪便半跪在地上 你们为什么又回来了 马景轩警惕地问 眼手一答道 我本来也不想多管 但现在 我也有了必须要 觐见王墓的理由 咱们可以合作 那肉灵芝属于我们 马景轩立刻道 龙飞城气笑了 我们刚刚才救了你一命 不说 要你以身相许这种话 好歹你也该治安图报吧 马景轩瞪了龙飞城一眼 她又不是什么红尘女子 怎么可能以身相许 林子彤淡淡地说道 我们觐见王墓另有目的 肉灵芝全归你们 我们没兴趣 听闻这话 马景轩才松了口气 她说道 既然如此 合作也无妨 但要先对付了这条守灵蛇鬼 想要开启剑王墓门 唯有凑齐十三颗守灵蛇胆 眼手一点头道 守灵蛇鬼交给我们 你受伤了 先退到后方吧 然而马景轩不是那种 干于人后的女人 她坐在地上 一声不吭地抓住自己的脚踝 随后猛地用力 只听咯噔一声 这女人竟然强行给自己来了 一手震骨 这下她扭伤的脚踝 只是稍微有点使不上劲 但已经比之前好太多太多 不至于没有行动能力 这一招 就连眼手衣 也看得眼角抽抽 不得不说 马景轩这个女人 有一股狠劲 对自己都能这么狠 对敌人肯定能更狠 幸亏双方刚刚达成了合作 不再是敌人了 马景轩重新站了起来 快速修好了断掉的废虎罩 说道 既然要拿肉灵芝 我们就必须要出点力才行 这守灵蛇鬼 我们一起杀 看样子 马景轩是一点便宜 都不想占眼手衣他们的 换句话而言 只有不亏欠 到时候分肉灵芝 和其他宝贝的时候 才能不心软 吓到剑王墓里 遇到危险 必要的时候 马景轩也能毫不犹豫地 抛弃眼手衣他们 领会到马景轩的意思后 眼手衣的心也变得冷了一些 行 那就按规矩办事 信任是双方的 既然马景轩对他们有所防备 那眼手衣也会为了 林子彤和龙飞成的安全 和他们划清界限 这时候 马新平总算赶过来了 看到马景轩没事 他这个做哥哥的 顿时松了口气 眼手衣 谢谢你们救了我妹妹 我们欠你一个人情 人情的话 现在就可以还 我们临时有了 一定要进进王墓的理由 所以 接下来 咱们可以合作合作 眼手衣摆手道 马新平一愣 随后与马景轩交换了一下眼神 见马景轩同意 马新平也没问太多 行 我答应你们 先解决了这条守灵舍鬼 再从长记忆 情况危急 现在显然不是讨论合作的时候 所以马新平见马景轩同意 他便直接同意了 双方人马会合 眼手衣回头一看 除了那个没什么用的周老板以外 还留在这里的 只剩下五名奇人异士 这五人看着虽然不强 但自保能力还是有一些的 至少比龙非诚好用 只是那班山道人杨丽 不知躲在哪 眼手衣始终觉得 这个家伙是个隐患 他不可能善罢甘休 必定还躲在四周 四季而动 守灵舍鬼蹭了蹭伤口 重新锁定了目标 吐着巨大的蛇性子 怒气冲冲地朝眼手衣 他们移动 众人严阵以待 马新平低声说道 守灵舍鬼 是古墓中常常出现的 防御捣抖的方法 他们身体灵活 攻击性强 比羊鬼 在墓中要有用得多 舍鬼和蛇一样 弱点就在七寸处 只要打他的七寸 便能取胜 眼手衣打量了一眼 那白米体长的舍鬼 脑子里有点猛 这玩意儿的七寸在哪 我替你标记出来 马景轩拿出了一柄飞刀 飞刀的末端 系着一条黄丝带 他只是稍微瞄准了一下 便将飞刀制出 飞刀飞行速度极快 瞬间便扎中了 守灵舍鬼的身体 黄色的丝带 在舍鬼的身上飘扬 十分醒目 但舍鬼体型巨大 根本不会在乎 身上是否挂了什么东西 那里就是守灵舍鬼的弱点所在 马景轩说道 原来如此 眼手衣扭了扭脖子 开始活动筋骨 马家兄妹和杨丽 虽然身手了得 但真打起来的话 他们在眼手衣的手下 撑不过十个回合 只因为眼手衣是天煞师馈 并且得到了鲁班的真传 众多记忆在身 她的实力其实是十分恐怖的 放在那些名门大派当中 也是长老级别的存在 如今便是她大显身手的时刻 臭丫头 你要一起吗 眼手衣转头问道 林子彤轻笑一声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条皮筋 将自己的长发绑在脑后 而后说道 我等这一刻很久了 有联合的帮助 林子彤的身体并不虚弱 她完全有继续战斗的能力 龙飞城也拔出了彩卫剑 十分中二地说道 真期待啊 咱们戎城铁三角 又要再现江湖了 颜哥 嫂子 你们打正面 我还是老样子 在旁边自由发挥 毕竟 我是杀手锏 在龙飞城的世界里 她可以不发挥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但装逼这件事 必须由她来完成 而且必须把效果拉满 人蛇大战 一触即发 守灵蛇鬼瞎了一只眼 正在气头上 她看准了目标 便也不迂回 静止朝目标碾压而来 沿途那些玩口醋的竹子 在守灵蛇鬼的碾压之下 如同一根根脆弱的稻草 伴随着爆裂声倒在地上 见到守灵蛇鬼如此生猛 龙飞城心里暗道不妙 退至众人身后 装逼她第一名 真打起来 她那点三角猫的功夫 还不够守灵蛇鬼塞牙缝的 所以 在放完狠话以后 龙飞城打算尽量不掺和 不给颜首一天麻烦 就是龙飞城的职责所在 除了龙飞城 还有那一开始就躲在后头的周老板以外 其他人都没有退后半步 严守一手持斩破刀 冷声说道 看样子也来不及制定什么策略了 一会儿大家见机行事 有什么本事就都使出来吧 我们当中最会隐藏的人 分明就是你自己 马景轩吐槽道 严守一干笑一声 这点她还真不能否认 眼看守灵蛇鬼 马上就要来到跟前 严守一和灵子同手当其冲 所以 二人以公为首 反而主动迎击 二人一左一右 从两面包夹 守灵蛇鬼只能攻击他们中的一人 自然将脑袋转向了之前 打下她眼睛的严守一 严守一的速度非常人可比 在有纵地金光的加持之下 更是快到只剩残影 一时间 守灵蛇鬼追着严守一跑 却没有伤到她半分 同时 灵子同也获得了攻击的机会 她握着红神伞 将红神伞甩出了枪花 直接刺在守灵蛇鬼的身上 守灵蛇鬼的本质 虽然是鬼魂 但她的蛇灵也是异常坚硬 之前其他的奇人一时出手 甚至连她的蛇灵都没有打破 但灵子同可不一样 她一出手便有了成效 红神伞的伞间当场刺穿蛇灵 并且划出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如同白烟一般的金破 从守灵蛇鬼身上的伤口中溢出来 这些金破 就像是守灵蛇鬼的血液 金破散的太多 守灵蛇鬼的力量就会变弱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 甚至会直接让守灵蛇鬼魂飞魄散 严守一和灵子同这对夫妻 配合得十分默契 一人吸引蛇鬼的注意力 一人趁机攻击 光是他们两人 便将之前让大家束手无策的守灵蛇鬼 打得败在下风 看到这一幕 马欣平忍不住对马景轩教育道 你看到了吗 在导斗和巡龙点学意识上 严守一和灵子同可能不如咱们 但在其他方面 他们的实力远在我们之上 之前他没杀你 完全是手下留情了 如果说之前马景轩还有不服的话 如今看到了二人合作的模样 他心里便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 马家兄妹毕竟是摸金校尉 会一些对付墓里邪碎的手段 但终究不能和鲁班传人 驴山派传人这种强势一脉相比 不过马景轩也没有认输 他修好了废虎爪以后 直接迈开步子朝守灵蛇鬼跑去 我去帮忙 马欣平本想拦着马景轩 但他跑得极快 剑拦也拦不住了 马欣平于是也追了上去 多一个人总归多一双手 早点解决掉守灵蛇鬼 对他们而言有好处 守灵蛇鬼在严守一和林子彤的夹击之下 已经有些手忙脚乱 身上又添了不少的伤口 看起来很是狼狈 但这同时也彻底激怒了守灵蛇鬼 让他的攻击不再瞻前顾后 而是每一次都竭尽全力 渐渐地 严守一感受到了一丝压力 他跑着跑着 前方忽然出现一面陡坡 几乎是垂直的模样 有二十几米的落差 严守一根本不可能爬上去 他刚停下脚步 守灵蛇鬼便已经追到他的身后 甩动着巨大的尾巴 狠狠地朝着严守一边打来 关键时刻 飞虎爪出现 羞的一声抓住了严守一的肩膀 强行将他拽走 下一秒 守灵蛇鬼的尾巴 鞭打在严守一之前的位置 留下了两米之深的沟壑 要是严守一正面挨这一尾巴 恐怕当场会被打成一滩肉泥 严守一回过神来 自己已经被拽到马景轩的身边 马景轩收起了飞虎爪 冷声道 这里地形复杂 不容易对付蛇鬼 谢谢 严守一到了声线 随后迅速审视周围的地形 反而说道 地形虽然复杂 但也不是不可利用 你们有什么计划 马行平追了过来 不等严守一开口 那守灵蛇鬼再次找到了他们 但这一回 守灵蛇鬼没有用尾巴扫 而是张开了嘴巴 吐出了一道毒液 这道毒液 从巨大的守灵蛇鬼嘴里喷出 落到严守一他们的面前 简直就如同下了一场雨 脑袋上的竹子竹叶 刚刚接触到毒液 便瞬间被腐蚀 可想而知 这毒液的毒性有多强 马景轩面色发青 以为自己就要交代在此地了 没想到林子彤 忽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直接撑开红神伞 口中喊道 弯腰低头 四人紧紧地挤在一块 将身体完全藏在红神伞之下 毒液落在红神伞上 竟然没有将之融化 反而是如同雨水一样往下流 林子彤见状将红神伞一抖 毒液便完全被甩了出去 严守一不由地感慨道 那白石洗倒是收藏了一件好宝贝 红神伞几次立功 已经用实力证明了他的本事 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可攻可守的神兵力气 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了 林子彤收起红神伞 问道 有了 严守一神秘一笑 忽然朝着天空吹了一声口哨 木鸟三元振齿而来 马景轩不懈道 你该不会是想让你的这只小木鸟 把守灵蛇鬼叼走吃掉吧 严守一笑了笑 小乔三元 你会后悔的 严守一拿出了一张道符 咬破手指 用鲜血激活道符 道符无火自然 化作一道流光 迎面钻进了三元的体内 北帝之功 急来云晴 历世使者 速至谈中 令寇急速 雷吼雷奔 天阴地黑 日月昏蒙 万魔拱手 浮到疾从 吞魔使鬼 减恶除凶 感为黑绿 压至桑同 收送黑玉 永结无穷 沉沉长夜 剑刃刀锋 金无解印 万鬼臣服 咒语念碧 三元的身上爆发出一道金光 随后完成蜕变 从一只巴掌大的小木鸟 化作异常超过五米的空中之王 咒 高亢的声音从三元口中喊出 直击人心 让马家兄妹震撼万分 严守一冷笑一声 自豪地说道 此乃我鲁班淑之神迹 木魁法天 咒 巨大化的三元 模样威武 气势凶猛 他向着马家兄妹扑来之时 二人由心生出一股 想要逃跑的感觉 人再怎么强大 也终究是人 在面对强大凶悍的野兽之时 本能的还是会感到恐惧 三元给二人的感觉 便是如此 当三元落地之时 如同一棵遮天蔽日的苍天大树 马景轩再也不敢随意看扁这只小木鸟了 严守一翻身 骑到了三元的背上 一边抚摸着三元的脑袋 一边对马景轩说道 把你的飞虎爪借我用用 飞虎爪可是摸金校尾的看家宝贝 一般是不随意出界的 甚至平日里 马景轩碰都不让别人碰 毕竟他们身上的任何一件宝贝 都是关倒斗时的生死 万一飞虎爪被人做了手脚 关键时刻可是会要人命的 但马景轩也十分识时务 这个时候就不计较那么多了 直接将飞虎爪丢给严守一 并问道 你知道怎么用吗 严守一用食指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说道 我是鲁班传人 对机械传动 结构园里这些玩意儿 早就研究透了 你这飞虎爪的构造太过简单 我一眼就看穿了 回头我自己也造一个来玩玩 你 马景轩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好心把自己的宝贝借给严守一 这家伙倒是偷偷研究 起飞虎爪的构造来了 他冷声说道 难怪当年 人人对鲁班传人又爱又恨 你们偷东西的本事太厉害了 严守一黑黑一笑 没有同意也没有反驳 能够看穿事物的结构和本质 本身就是鲁班传人的本领 难道火影忍者的卡卡西 因为会复制别人的忍数 就上不了大雅之堂了 收了一套飞虎爪 严守一又对马新平说道 马兄 这守灵蛇鬼过于灵活 而且故意藏着七寸 不让我们动 咱们必须得自己创造机会 一会儿 我驾驭着三猿从天空偷袭 你爬到咱们后头的山头上 我们二人夹击 用飞虎爪将它束缚起来 再趁机打它的七寸 如何 马新平观察了一眼周围的地势 立刻支持了严守一的想法 二人一拍即合 立马开始行动起来 林子彤和马景轩也没有闲着 他们负责吸引守灵蛇鬼的注意力 给严守一和马新平创造机会 守灵蛇鬼此时已经杀红了眼 根本不在乎目标了 只要看到的就全都毁灭 原本浓密的竹林 此时已经一片狼藉 竹子东倒西歪 像是被龙卷风袭击了似的 守灵蛇鬼喜欢吃鬼 那么林子彤就投其所好 继续用驴山派的招魂咒 将附近的孤魂野鬼招过来 由于之前周边的孤魂野鬼 已经来得差不多了 所以这次林子彤干脆将那些山野精怪的魂魄 也全都招了过来 大量的鬼魂 果然引起了守灵蛇鬼的注意 他身上有诸多伤口 筋魄泄露了不少 正需要吃一些小鬼 来恢复自己的魂魄 见守灵蛇鬼被吸引到了 林子彤和马景轩不敢停留 赶紧朝着严守医的方向跑去 与此同时 马新平已经利用他的攀山绝子甲 飞快地爬到了半山腰 等到二女跑到山下 被守灵蛇鬼追得走投无路之时 严守医驾驭着三元突然俯冲出现 他沉着冷静 扔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飞虎爪 飞虎爪缠绕在守灵蛇鬼的身上 然后死死地抓进了他的血肉之中 严守医抓着飞虎爪的另一端 狠狠地拖拽 守灵蛇鬼开始挣扎 区区一条绳索 在他眼中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然而这时 马新平也已经就位 他扔出自己的飞虎爪 从另一个方向缠绕在守灵蛇鬼的身上 二人左右用力 竟将守灵蛇鬼困在原地 找机会 马新平大喊道 林子彤回头一看 见计划成功 毫不犹豫地转身冲向守灵蛇鬼 严守医和马新平需要牵制守灵蛇鬼 所以杀蛇鬼 取蛇胆的任务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一个呼吸的功夫 林子彤就跑到了守灵蛇鬼的面前 他顺着守灵蛇鬼的身体奔跑 眼看马景轩所标记的飞刀 就在眼前 他毫不犹豫地刺出红神伞 扑刺 红神伞齐根没入守灵蛇鬼的身体 守灵蛇鬼痛苦地尖叫起来 声音无比尖锐 在黑夜中回荡 林子彤含着脸将枪尖一转 随后狠狠地拔出 直接带出了一颗赤红色的蛇胆 这正是最后一颗守灵蛇胆 失去了守灵蛇胆 守灵蛇鬼便好像被抽空了所有的力量 无力地挣扎几次后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他的身体很快变化作烟尘 与周围狼藉的大地融为一体 呼 林子彤拿着守灵蛇胆 尝出了一口气 随后他高兴地举起蛇胆 笑着对几人说道 我们成功了 严守一对林子彤竖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他的女人 成功了 马兴平则是松了口气 直接瘫坐在地上 这条守灵蛇鬼 可以说得上 是他盗墓生涯当中 遇见过最可怕的怪物了 马景轩站在不远处 也是很干脆地 一屁股坐在地上 因为刚才太过于紧张 都忘记了脚踝的疼痛 如今危险解除 脚踝的疼痛 让他站着都费劲 四人对视一眼 皆是露出了笑容 从最初见面抱有敌意 到后来勉强合作相互怀疑 再到如今通力合作 打败了强大的守灵蛇鬼 严守一林子彤 与马家兄妹之间 总算是建立起了基本的信任 或许他们此时 可以互称为朋友了 严守一驾驭着三元 从山头上 将马兴平带了回来 在地面与二女会合 落地后 马兴平看着巨大的三元 忍不住夸赞道 鲁斑胶的木魁法天 真是令我大开眼界 你们摸经校尉的本事与胆识 也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严守一笑着回道 你们倒是互相吹捧起来了 林子彤打去了一句 随后直接将 好不容易得到的守灵蛇胆 扔给马景轩 你看看 我拿的这蛇胆没错吧 马景轩拿着蛇胆 不由地一愣 惊讶到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怎么就如此随意给我了 怎么重要了 咱们现在可是要一起 下见王牧的 我留着他有什么用 林子彤反问道 话虽这么说 但人在江湖 正常人应该处处留后路才是 就如同杨丽一样 反倒是林子彤的这个举动 让马景轩心里 消出了不少敌意 严守一悄悄地给了林子彤 一个赞许的眼神 心说不愧是女强人 别看林子彤自己 也就是个小姑娘 实际上 她在荣城可是呼风唤雨的 女强人 和人打交道 就是她最擅长的事情 所以 哪怕刚刚经历过一场生死 林子彤也立刻想办法 拉拢她和马景轩的关系 为之后的行动 打下了信任的基础 人生得此贤惠期 福福何求 加上这一颗 十三颗守灵蛇胆 就全部凑齐了 通往建王牧的大门 也能够顺利打开了 马新平感慨道 解决掉了最后一条守灵蛇鬼 山林里总算恢复了平静 严守一他们在原地休息 其余人也赶了过来 那些活着且留下来的奇人异事 因为见识过了严守一的本事 此时都对他佩服有加 纷纷上前来打招呼 想要和传说中的鲁班传人 套套近乎 对这些人 严守一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了 一是因为他们和马家兄妹不一样 没有同为民间教派的那种亲切感 二是因为他们之前 胁迫了附近的村民 进洞引诱守灵蛇鬼 这个行为他不能认可 只不过 现在还不是和他们撕破脸皮的时候 为了能够确保 一会儿进了剑王墓 能够多几个人手帮忙 早点替灵子瞳解了谷毒 严守一只能和他们简单地打招呼 双方都默契地绝口不提 严守一刚才捣乱的事情 避免了尴尬 龙飞城拿着彩卫剑 小心翼翼地看着周围 严哥 我好像没看到其他蛇鬼的影子了 他们是不是全都死了 这话倒是提醒了严守一 自打那守灵蛇鬼死后 其他的小蛇鬼也全都消失了 看样子 那些小蛇鬼都是大蛇鬼的分身 最后一条守灵蛇鬼死了吗 守灵蛇胆在哪 此时 周老板从人群后方冲了出来 看他昂首挺胸高高在上的模样 仿佛刚才胆小如鼠 躲在后方的人不是他似的 马景轩拿着守灵蛇胆 这次他有些犹豫 没有第一时间交给周老板 因为 这颗守灵蛇胆是 严守一他们帮忙得到的 他没有处置他的权利 周老板见状 皱了皱眉头 随后打量起严守一挤人来 他眯着眼睛说道 刚才就是你小子 坏了我的好事 严守一对着周老板 可是没有半点好感 要知道 姜伯伯就是因他而死的 所以 严守一冷哼一声 我是陈家村人 你草菅人命之事 就算我不收拾你 你早晚 也会有报应的 周老板听后哈哈笑 杀人放火经腰带 修桥补路无尸骸 坏人要真有报应 为什么我付假一方 而你只是一个香巴佬 严守一不屑与周老板争辩这些 富有的方式有很多种 金钱只是最肤浅的一种 况且 严家的财富 是周老板根本想象不到的 林子彤肯定也远胜于他 倒是直信子的龙飞城 看到周老板这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直接就把采薇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严哥 和他废话什么 这死胖子坏事做尽 要不直接让我替天行道吧 不等严守一说话 周老板反而嘲讽他 一柄破目剑 你胡小孩呢 见周老板瞧不起采薇剑 龙飞城直接用剑劈向一旁的竹子 他的功力不如严守一 但劈一根竹子倒是没什么问题 随着竹子的倒下 周老板顿时耸了 杀 杀人是违法的 你他妈还知道 龙飞城踹了周老板一脚 周老板怒道 你再打我试试看 信不信我让人把你给剁了 那些奇人异士 此时也十分纠结 不知道该不该出手帮周老板 毕竟严守一他们 也不是好惹的 还剁我 老子先把你给剁了 龙飞城喊道 他们有把柄在你手上 我们可没有 真当老子怕你啊 眼看他还有后续动作 马欣平连忙拦住了他 龙兄 你冷静一点 周老板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他熟悉见王牧的内部情况 对一会儿我们下目有帮助 合着你们是因为这个 才帮助这个姓周的 严守一问道 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甚至都不是内陆人 怎么会熟悉见王牧的情况 马景轩答道 他的祖上 是替见王修牧的工匠 修好牧穴以后 本来要跟着一起殉葬的 但他的祖宗在修牧时 悄悄留了逃生通道 侥幸逃了出来 还留下了一本古籍 里面记载了 见王牧的构造 和种种机关 原来如此 林子彤冷哼一声 所以他就打起了 见王牧的主意 马新平点点头 拦在周老板的面前 见王牧里 必定是危机重重 有周老板在 肯定能减少一些伤亡 你们若真想报仇 等出来之后 随你们处置 但在静幕之前 我不会让你们杀他的 龙飞成怒道 我还以为 咱们已经结成了革命友谊了 你们现在居然护着这个坏蛋 严守一及时出来当何世老 小龙 你别冲动 至少现在大家的目标一致 为了减少伤亡 暂时留他一命又如何 而且 你想想 大家都是有本事在身的 待会儿下目了 最危险的人其实是 龙飞成不由的一愣 是啊 一会儿下目 最危险的人 明明是我自己 一瞬间 龙飞成就改变了态度 那就留他一命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等咱们出来了 再和他好好算算账 严守一一正无语 明明自己和周老板 才是有深仇大恨的 怎么龙飞成的反应 比自己还大呢 不过 龙飞成其实就是有些狭义心肠 或许是过去过惯了苦日子 如今就看不得人间疾苦 看不得坏人得势吧 严守一心里也早有打算 必要的时候就抛弃 或者牺牲周老板 让这家伙尝一尝自己的报应 矛盾消除 周老板又硬气了起来 这么说 你们是跳过了我 直接和他们达成合作了 严守一反问道 你不同意 我当然不同意 周老板冷笑道 严守一默默地掏出了斩破刀 那要是谭不拢 我就没有留你性命的必要了对不对 周老板一愣 没想到拒绝严守一的反转 来得这么快 马欣平说道 周老板 你也见识到了严守一他们的本事 我们还没见见王牧 就已经如此凶险 真下去了 指不定会遇到什么 而且 咱们现在损失了不少人手 大家现在下目 遇到危险 还真不知道 有几个人能活着回来 这是马欣平 在给周老板台阶下 毕竟周老板知道 见王牧的情况 属于核心人物 马欣平 即便不和严守一合作 也不会随意抛弃周老板 周老板也识时误 只能咬咬牙 勉强答应 合作就合作 但他最后一颗守灵舍胆 你们是不是该给我 马景轩征求严守一 和林子彤的意见 见两人点头 才将守灵舍胆交给周老板 于是 这一行三方人马 各自抱着不同的目的 勉强达成合作 严守一没说自己下目的目的 只说目标不是肉灵芝 他担心自己说出林子彤的事情以后 周老板悄悄害他们 但马欣平则对严守一抱有信任 只要他们的目标不是肉灵芝 那么他们双方就没有利益冲突 依旧可以做朋友 简单地修整之后 所有人都调整好了状态 准备进入剑王墓 一探究竟 在这个时间里 严守一也思考了一阵 林子彤看到严守一在沉思 便想要替他分担烦恼 他抓着严守一的手说道 你不要有压力 或许咱们进剑王墓 都是命中注定啊 严守一反握住林子彤的手 一会儿进了剑王墓 一切以你自己的安全为主 你还有什么顾虑 林子彤问 很多 你怀疑周老板 本来就没有相信过他 严守一暗暗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周老板 对马家兄妹 严守一还有简单的信任 可对周老板 他可是时刻警惕着 就算周老板说出了十分正当的理由 严守一也不敢百分百相信他说的话 不过周老板说的那些话 逻辑还是挺自洽的 林子彤分析道 爸爸爷爷他们当年 进过剑王墓 应该走的 就是周老板祖上留下的逃生暗道 可是后来唤醒了剑王 放出了守灵蛇鬼 他才不得不用蛇胆 来开启剑王墓大门 严守一点点头 你说得不错 但我总觉得 哪里有问题 你打电话给爸爸了吗 林子彤又问 打了 没打通 严守一沉生说道 老爸进入过剑王墓 本来能给咱们不少提示 但现在联系不上 他也没有办法 你没时间拖着了 对于此事 林子彤也很无奈 甚至有些愧疚 如果不是为了救他 严守一也不需要冒险进入剑王墓 但严守一知道 此事当然不能怪林子彤 要怪的人是那古怪的剑王 还有联合口中 那个江无声 除了周老板 还有那个消失了的杨丽 也是隐患 严守一道 关于杨丽 你不用担心 林子彤小声说道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心术不正 担心会影响咱们的安全 所以 悄悄派了几只擅长隐秘气息的小鬼盯着他 哦 你竟然未雨绸缪了 严守一惊讶道 那他现在在哪 就在咱们的东南方向躲着呢 林子彤笑道 严守一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这一手反向操作 让严守一完全不用担心 杨丽会出来捣乱 甚至可以利用这一点 反过来对付杨丽或者其他人 这时 马新平开始召集所有人会合 看样子 是打算觐见王牧了 严守一和林子彤对视一眼 叫上了龙飞城 又带着三元和匠头师 与其他人在山洞的出口碰面 队伍当中 除了严守一一行人 还有马家兄妹以外 还有五名奇人异士 这五名奇人异士 道横不高 只会一些走江湖的皮毛法术 过去也没有捣斗的经验 不过他们至少比普通人 要厉害得多 周老板俨然一副领头人的模样 站在高处 听着个大肚子说道 进了见王牧 所有人都要听我的指挥 谁要是不服 到时候出了事 谁也别去救他 严守一不屑一笑 他是不会对周老板言听计从的 否则这家伙利用地形优势 在见王牧里 把他们往坑里带怎么办 马新平也是一样的想法 他和严守一对视一眼 互相读懂了对方的意思 周老板一眼扫过众人 眼神在严守一的身上停留了一会儿 似乎是在警告他 但严守一不吃这一套 周老板也拿他没办法 于是 周老板指着严守一说道 你打头震 严守一笑了 你确定 周老板有点犯怂 不行吗 我打头没问题 但你得跟在我后头 为我指路 周老板恨不得走在最后 哪敢跟严守一走在前头 要真出了什么事 严守一必定是拿他当挡箭牌的 双方僵持之时 还是马新平站出来说道 我是摸金校尉 对地下的情况更了解一些 还是我走前面吧 这回大家都没意见了 队伍很快就排好 由于山洞狭窄 最多只容两人并排通过 所以由马新平打头阵 马新平身后是严守一他们 中间是周老板 周老板身后是马景轩 另外五名奇人异士 则殿后 进洞之前 严守一看了一眼天色 已经是凌晨了 这个时候 目中阴气极重 也更加危险 但他没有选择 在外头多停留一秒 林子彤就躲一秒钟的生命危险 他盯着暗处 视线停留了三秒钟 他在告诉自己的影子薛凯 自己要觐见王墓了 薛凯没有出现 也正合严守一的意 他希望薛凯能在外头 联系自己的父亲 同时盯着出口 要是周老板自己狗活逃出来了 薛凯就会第一时间把他抓住 众人整理了装备 带足了食物和饮用水 便跟着马新平走进山洞之中 刚进山洞 一股阴风便钻了出来 洞的人忍不住打战 这山洞就好像一张深渊巨口 里面不知有多少死人和冤魂 更多的是未知的危险 马新平吸了吸鼻子 小声对严守一说道 严兄 你感受到那股阴风了吗 怎么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严守一思考了一阵 恍然大悟 空气流通 必然是有进有出 说明见王墓绝对不止一个出入口 马新平这是在提醒自己 倘若遇到绝境 不要一门心思 只想往回跑 其他地方一定还有生路 这刚刚踏入山洞 马新平就已经觉察到了一些关键信息 也凸显出了此人经验丰富 心思细腻 谢了 马兄 严守一感激道 马新平回过头 用手电筒探着路 口中说道 一会儿进了剑王墓 我不会对你们有所隐藏保留 我只有一个要求 要是真遇到什么大麻烦 希望你们出手 至少让锦萱活下来 别这么悲观 不是悲观 但我们这一行比不得你们 危险系数太高 不得不做一些心理准备 马新平无奈道 严守一叹了口气 答应道 我答应你 若是发生了意外 绝对不会丢下马锦萱不管 多谢 马新平没了后顾之忧 深入山洞的步子都变大了一些 所有人进入了山洞 夜里的岩前山 重新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似乎是为了提高预知危险的能力 所有人在进入山洞后 都安静了下来 山洞里 唯有时不时响起的阴风声 还有众人小心翼翼的脚步声 马新平带着大家走了一段 很快就在洞中发现了一些尸体和骸骨 那些断肢残骸 还有着衣物包裹 看样子就是附近村民的 看到这些尸骸 严守一的脸色很难看 之前他没能认真查看 逃走的村民的长相 不确定自己认识的陈家村村民 还有姜亭的叔叔在不在其中 如果他们没能逃走 那多半就是死在这山洞里了 又想到自己居然和这个残忍的周老板合作 严守一心里对那些死去的村民 就万分愧疚 他暗暗发誓 等给林子铜结了骨毒 一定要让周老板付出代价 因为这些尸骸 给洞内增添了不少恐怖气氛 尤其是那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其他人还能忍受 反而是周老板自己忍受不了 即便用手捂着嘴巴 他也是不停地干呕 龙非诚冷笑道 你竟然会怕这些 废物 其实龙非诚心里也害怕 只不过是见到周老板更害怕 他反而就没那么害怕 反而嘲讽起周老板来 周老板怒道 臭小子 关你什么事 都闭嘴 因为看到了这些尸骸 严手一的心情很不好 如果不是为了林子铜 他恐怕已经对周老板出手了 周老板也是外强中干 只是骂骂咧咧了几句 并没有什么法子 来整严手一 众人沿着山洞往里走到深处 开始遇到了岔路口 马兴平蹲下来研究了一会儿 选择了其中一条狭窄的路 为什么选这条路 林子铜问 马兴平说道 其他的洞 有可能是守灵蛇鬼打出来的 但通往剑王墓的必定是当初人工开凿的密道出路口 我观察了一下 只有这条路有人工痕迹 这个理由倒是令人信服 林子铜也不是怀疑马兴平的本事 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 在马兴平的带领之下 众人继续深入 忽然 马兴平的耳朵动了动 不禁弯下腰来 怎么了 严守医警惕地问 马兴平弯着腰 让众人也放低身子 随后笔划出静声的手势 侧着脸听了一会儿 你们有没有听到女人的哭声 马兴平沉声问 此话一出 众人都不由得觉得后背发凉 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倒动当中 忽然听到女人的哭声 还有什么比这更诡异的吗 龙飞成咽了口唾沫 道 没 没听到啊 你是不是产生幻听了 而严守医却说道 我听到了 真的假的 龙飞成问林子彤 嫂子 你该不会也听到了吧 林子彤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一下众人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了 在大家的想象当中 这倒动的尽头 那件王墓的门外 有一身穿白裙的长发女鬼 正淒淒惨惨地哭着 等待着众人的到来 光是想想 就令人心寒 严守医淡淡地说道 咱们都不是普通人 即便这里头真有一只女鬼 那又怎么样 女鬼这玩意儿 严守医以前可没少抓 只不过在此时的气氛烘托之下 大家心里有点慌罢了 要是放在平安大厦 别说一只女鬼了 就算是一群女鬼冲上来 严守医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马兴平却说道 地下不比地上 到处都有可能是危险 而逃生的路却只有一条 甚至这条路 大家还不知道在哪 所以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严兄 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去查探一番吗 既然马兴平求助了 严守医也不能继续无视这个问题 他想了想 干脆派出了被封印在 麻雀体内的降头师 你飞进去看看情况 有任何不对就飞回来 我们在后面接应你 严守医吩咐道 降头师要是还能有表情的话 一定是满脸的苦涩 自己现在完全沦为 严守医的工具了 连探路烫雷这种活 都落在他的身上了 但哪又有什么办法呢 既然无法反抗 就乖乖认命吧 降头师扇动着翅膀 跌脚地飞进山洞的深处 然而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降头师便以极快的速度 飞了回来 怎么了 严守医疑惑道 降头师惊慌失措地说道 鬼 有鬼啊 你慌什么 严守医一巴掌抓住了降头师 责怪道 大哥 你生前好歹也是个人物 你那一招飞头 降比鬼吓人多了 怎么现在还会被鬼给吓到 降头师回过神来 好 好像是哦 那你倒是说说 前头有什么 前头好像就是剑王墓了 就在前面两个弯后头 我看到了一座大墓门 墓门前面有一条地下河 河边就坐着不少女鬼 你确定 你看到的是女鬼 严守医皱着眉头问 必须是啊 不过 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貂皮 背对着我坐在岸边 那哭声就是他们发出来的 降头师惊魂未定地说道 林子童眼神一宁 有很多女鬼吗 很多 降头师道 至少二三十只 二三十只女鬼 这数量可不少了 而且 他们都在剑王墓的墓门外 恐怕不是什么巧合 要么 剑王墓内有什么东西 吸引他们聚集在此 要么 他们和守灵蛇鬼一样 都是被剑王安排在墓门外 防止盗墓贼进入的 如果是前者 严守一和林子童还能对付 如果是后者 就要麻烦不少了 剑王安排的女鬼 实力指定 不是普通女鬼可以比拟的 要是其中 再出一两个类似 白石洗那种级别的 严守一都得考虑考虑 能否打得过了 一时间 众人被虎在原地 进退两难 马景轩看向周老板 周老板 你知道那些女鬼的来历吗 周老板不爽地摇了摇头 我的古迹上没有记载这个 你到底知不知道 该不会是忽悠我们的吧 龙飞城怀疑道 周老板怒道 我要是真的忽悠你们 又怎么会知道 这穷地方有一座大漠 龙飞城笑道 说得有道理 但是这还是不影响我鄙视你 周老板 几乎可以预见 饥饿如愁的龙飞城 在对周老板出手之前 肯定得着机会 就要好好损损周老板 我虽杀不了人 但必定先诛你的心 这样做狠解气 所以严守一枚阻止 不过队伍里 总是需要办实事的人 他开始思考 该如何探一探 这群女鬼的底 由于地底下危机重重 大家又对前方十分不了解 一时间 大家近在原地待了五六分钟 愣是没继续往前迈一步 周老板有时间拖 严守一可拖不得 他只能站出来说道 我去前面一探究竟 你们在后面接应我 就算是女鬼 也咱们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早晚都得挥一挥他们 林子彤咬咬牙 他实在是不想严守一为他冒险 于是说道 我陪你去 不行 你得留在这里 严守一摇了摇头 果断地拒绝了林子彤 周老板他们各怀鬼胎 指不定会有什么小动作 队伍当中除了他以外 就属林子彤最有本事 要是他们俩都走了 后方这帮家伙 他是不会安分的 马兴平也想挺身而出 但周老板死活都不肯放他走 周老板认为 这支队伍里 谁都能死 唯独马兴平不能死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有本事带着大家 活着出去的人 就在大家举气不定的时候 马景萱站了出来 我跟着他一起去 景萱 马兴平当然不愿意 让自己的妹妹去冒险 但除了他 似乎也没有更好的人选 周老板等人也不反对 倒是龙飞城仗义地说道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怎么能去前面冒险 还是我跟颜哥一起去吧 谁想到马景萱 鄙视地看了龙飞城一眼 你确定你去了 不会拖后腿 龙飞城 马景萱道 我虽然是女子 但身手不比男人差 除了我哥以外 在场当中 谁的导斗经验有我丰富 众人没接话茬 也只能这样定下来 颜首一拿出了几张道符 打算给马景萱防身用 可马景萱不仅推辞了 还反手塞给颜首一 一个黑驴蹄子 这是 颜首一差一道 黑驴蹄子 在地下 这东西比你的道符好用 马景萱答道 要不怎么说 隔行如隔山呢 地底和地上 总归是不太一样 于是颜首一收下了黑驴蹄子 心里也打算 多听听马景萱的建议 二人做好准备 便决定到前头一探究竟 其他人就留在原地 安静地等候 山洞潮湿 阴风吹在脸上生疼 颜首一走在前头 小心翼翼地移动着 走过两个拐角 哭声渐渐大了起来 颜首一有预感 即将要接近木门了 便和马景萱一起关掉了手电筒 你能看得见吗 马景萱问道 颜首一苦笑一声 这里头乌七麻黑的 关了手电筒 当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忽然 颜首一感觉到 有人在摸自己的脸 他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在墓穴门口被人摸 这比直接看到鬼更吓人好吗 但很快他就发现 这摸他的手是有温度的 再转念一想 不正是马景萱的手吗 于是 颜首一连忙抓住他的手 小声说道 我是有家世的男人 马景萱直接给了颜首一一耳光 闭嘴 颜首一 呜呜 难道长得帅 也是我的错吗 原来你非要跟着一起过来 不是为了对付女鬼 而是贪图我的身体 但很快 颜首一就发现 马景萱不是那个意思 他在颜首一的眼皮上 涂抹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很快 颜首一便能在黑暗中 勉强看清一些东西 能见度大约十米左右 有种带着夜视仪的感觉 颜首一看向马景萱 发现他的眼皮发着绿光 不由地问道 你在我眼皮上涂了什么 水拔狗的血 抹上他 就能在黑暗中 看清眼前的东西 我们捣斗的时候 都用这个 马景萱答道 等等 水拔狗又是什么 就是 熔原 这下颜首一知道了 熔原又称四族鱼 是一种淡水生物 通常生活山洞 或者沼泽中 其中一部分山洞熔原 生活在常年 没有阳光的山洞里 导致眼睛都已经退化 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 肯定有在黑暗中 生活的本领和特性 墨镜校尉正式利用了这一点 不过 颜首一可以肯定 普通的熔原血 直接抹在眼皮上 绝对不可能 能够让人有夜视的能力 马景萱必定还将 熔原血做过一些特殊的处理 这就涉及到 摸金校尉的一些秘密了 颜首一也不好多问 你刚才打我那一耳光 挺疼的 颜首一说道 马景萱白了颜首一一眼 是你误会我在先 黑乎乎的你突然摸我 我能不误会吗 再说 我老婆就在后面 我还以为你要玩什么刺激的呢 颜首一嘀咕倒 马景萱听后 差点就没出手打颜首一了 获得夜视能力以后 二人继续前进 终于来到了所谓的木门前 那女鬼的哭声 经过洞内的反弹 仿佛就在二人的耳边哭泣 阴风吹在驳梗处 更是好像有人在耳边吹风 颜首一探出头去 看到的场景 果然如同降头师所描述的一样 在一座五米之高的石木门前 有一座窄窄的石桥 石桥下是湍急的地下河 就在那河岸边 密密麻麻地坐着二十几个背影 一动不动 哭声好像就是其中一个发出来的 颜首一缩回头来 对马景轩抿着嘴点点头 马景轩忍不住吸了口凉气 该如何对付呢 冲出去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还是用吊虎离山之际将他们引开 就在二人思考之时 身后忽然传来响动 回头看去 居然是一只不长眼的蝙蝠 闷头飞进了洞中 一瞬间 蝙蝠就越过颜首一二人 飞向了木门前的女鬼 那坐在岸边的女鬼 猛地转过头来 只见他们的脸上全都是毛茸茸的 漆黑的眼睛 如同乒乓球大小 还一点眼白都没有 紧接着 所有的女鬼都发出了尖锐的哭声 这声音好像一根根银针 扎在颜首一和马景轩的耳膜上 马景轩看清了他们的模样 立刻对颜首一说道 他们不是女鬼 是水塔 啥玩意儿 水塔 颜首一一愣 他的脑子里 不由地浮现出了动物园里 那一只只在水里玩球的可爱水塔 要是水塔的话 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呀 然而 当他在看向那群水塔的时候 却见其中一只水塔跳了起来 一把抓住了倒霉的蝙蝠 直接往嘴里塞 一口咬下去 血之四溅 那叫一个嘎嘣脆 山洞里竟是水塔咬碎蝙蝙蝠骨头的声音 马景轩拽着颜首一往后退 他们不好对付 我们先撤 不就是几只水塔吗 有什么好害怕的 颜首一疑惑道 马景轩急道 正常水塔不过半米长 顶多和小狗一样大 但你看这里的水塔 最大的都已经两米多了 站起来比你都高 他们的攻击力不亚于熊瞎子 经马景轩提醒 颜首一顿时醒悟过来 难怪降头师会把这群水塔 当作是穿着貂皮的女鬼 因为他们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 简直和人一样 任何东西 只要是小的 就很萌很可爱 但一旦他们的体型足够大 杀伤力足够强 可爱就变成可怕了 一只熊瞎子 颜首一还有本事对付 二十几只熊瞎子 颜首一也得让他们三分啊 可当颜首一准备跑的时候 却已经被那群巨型水塔发现了 尤其是那只吃了蝙蝠的水塔 满嘴是血 竟对着颜首一笑 露出了心红的碎牙 十分甚人 撤 颜首一大叫一声 带着马景轩往后跑 后方的林子彤等人 也听到了前方的动静 他着急地喊道 发生什么事了 是巨型水塔 我的法术对他们不管用 颜首一回应道 之前的蛇鬼 体型比水塔大多了 但它毕竟是鬼 掌心雷对它的伤害极大 可水塔是活物 是野兽 根本不吃掌心雷这一套 一阵急促的脚步后 颜首一和马景轩 已经跑到大家的面前 马欣平认准方向 带着大家往外跑 龙飞城边跑边问 颜哥 水塔有什么可怕的呀 我在动物园看过他们 他们玩球的模样很可爱啊 你要是再跑慢一点 待会儿里头的水塔 就像玩球一样玩你 你还觉得可怕吗 颜首一反问道 龙飞城 前面的沙比别挡到 跑快一点啊 害怕让龙飞城 有些惊慌失措 一口气超过马欣平 跑到了最前头 并且选择了一条 错误的路 头也不回地钻了进去 龙兄 马欣平按道不好 赶紧追进去 想要把龙飞城拽回来 其他人也乱作一团 留在原地 不知道该不该跟上去 只是这么一个犹豫 后方的那群水塔 就沿着洞钻了出来 抓住了跑在最后头的 一名奇人异士 直接将它拖了回去 那倒霉的家伙 不停地惨叫着 没一会儿就没了动静 咀嚼血肉和骨头的声音 再次传来 马景轩脸色苍白地说道 这群水塔 应该是吃尸体长大的 所以攻击性特别强 而且文剑血腥味 就会格外兴奋 这里头这么多山洞 应该也不是 手灵舍鬼钻出来的 而是这群巨型水塔 那咱们现在该往哪走 周老板着急道 严守一看了看出口 再看了看龙飞城 和马欣平跑的方向 毅然做出决定 跟着小龙和马兄走 马景轩拦着他 那是死路 不 这条路一定是活络 严守一笃定地说道 你说那群水塔 是吃尸体长大的 那这地底下 哪还有尸体 必定是建王墓里的殉葬坑 这些洞要是水塔门 钻出来的话 必然有一条是通向建王墓的 我们甚至不需要 用手灵舍胆 就可以进入到建王墓内 众人站在分岔口 听到后方的动静安静下来 却一点都不觉得开心 反而更加紧张起来 刚才慌乱之中 有个倒霉的奇人意识 被巨型水塔给抓走了 那些水塔 恐怕好久没有 吃过这么新鲜的肉了 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吃 甚至还为了夺食 而互相打了起来 现在动静小了 说明尸体 已经被分食得差不多了 说明 巨型水塔 马上就要卷土重来 继续抓人了 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 马兴平这个人形导航又不在 严守一只能扛起大旗 下决定道 反正我们往里头走 你们要是走别的路 我也不拦着你们 说完 严守一抓住林子彤的手 看了马景轩一眼 就跟着马兴平 和龙飞城消失的方向跑去 剩下的四名奇人异士 心里虽然打起了退堂鼓 本能地觉得应该往外逃 可理智告诉他们 在这种环境之下 只有跟着强者才有活路 所以他们纠结了 一阵以后也追了上去 到最后 只留下周老板一人 他看着倒是不打算 从来时的路回去 却在纠结 要不要跟着严守一他们走 仿佛周老板 对见王墓的木门 十分看重一样 奈何巨型水塔 又发出了那类似 女人哭泣的声音 吓得周老板魂不守舍 心里还没做出决定 身体已经不由自主地 跑了起来 你们等等我 别让我跑最后 我要是死了 你们一点好处都拿不到 周老板狼狈地喊道 可大家此时哪还有心思搭理他 有钱也得有命花才行 在地面 大家还听你的话 在地下谁管你呢 周老板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只能咬咬牙 手脚并用地往前爬 前方的严守一 一边跑 一边喊着龙飞城 和马兴平的名字 避免自己走错路 和他们彻底走散 好在那条岔路口之后 便是一路到底 中途没有任何的分岔路 跑了十几分钟后 后面没什么动静了 周老板也跟上了队伍 似乎巨型水塔 并没有追来 林子彤不由地说道 没想到这条山洞这么深 这里距离咱们进来的路口 怕是已经有上千米了吧 马锦宣道 以剑州的地形特征 这种山洞不算太深 我曾去过三元县的御华洞 那里可要比这里惊险壮丽多了 你去过御华洞 严守一小小地惊讶了一下 实际上他也去过那 而且木鸟三元的名字 更是起源于剑州省的三元县 在那里 严守一 父亲 爷爷 曾有过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 也是在那里 三元变成了木鸟 啊 没给严守一回忆的时间 他忽然听到了龙飞城的一声惨叫 这声惨叫 直接让严守一的心悬到了嗓子眼 他可不希望自己的好兄弟出什么事 于是他大喊了一声龙飞城的名字 也顾不上其他 直接冲了出去 大傻子 林子彤当然不放心严守一 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结果没跑出去多远 二人忽然脚下一滑 一屁股坐在地上 身体止不住地向下滑 看来煽动到了这儿 就开始向下延伸了 严守一算是知道 为什么刚才龙飞城要惨叫了 想必就是一不小心掉了下来 慌乱之中 严守一抱住了林子彤 将他护在怀里 这向下的通道里 有不少碎石 很轻易地可以划破人的皮肤 严守一皮糙肉厚 而且有自愈能力 他不在乎 但不能不在乎林子彤的身体 二人滑了一会儿 突然凌空 然后便是落入水中 好在一路上有惊无险 最后还有一个水潭接住 严守一也只是破了点皮而已 他赶紧向上游 踩到岸边 就有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他 将二人一起拽上岸 终于 严守一看到了龙飞城和马兴平 马兴平浑身湿漉漉的 因为穿了质量上乘的登山装 所以他压根没受伤 刚才拽严守一上岸的人 也是他 而龙飞城就比较倒霉了 大家进山的时候来得匆忙 根本没想过还要下木 穿的都是普通的羽绒服 此时的龙飞城 浑身湿透 羽绒服也被打湿了 沉甸甸地压的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而且他身上有不少小伤口 最严重的还是额头上的大包 愣是将这家伙给摔晕了 见状 严守一一点都不心疼龙飞城 反而叫好 妈的 摔晕了也好 免得受点惊吓 就到处乱跑 乱带节奏 这算是给龙飞城长了个教训了 连一项脾气好的严守一都说了粗话 要是龙飞城没晕过去 严守一指定要说他几句 但我们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林子同扶着严守一站起来 用手电筒指向周围 严守一站起来 这才看清周围的环境 和他猜想得不错 这巨型水塔挖出来的洞 的确通向剑王的殉葬坑 此时 他们所处的空间 是一个巨大的溶洞 脚下有不少冰冷的水潭 里头的水清澈见底 而在一颗颗中乳石之下 竟有一座三角形状的巨型祭祀台 祭祀台前方正是一个 篮球场大小的殉葬坑 看到殉葬坑中各种人处的白骨 严守一微微叹气 在封建时代 人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之前从父亲严筹那 严守一得知这是一座宋墓 而周老板又称之为剑王墓 结合可知 这是一座在宋朝时期的剑王之墓 不过严守一对历史 并不是特别的精通 所以不晓得这位剑王 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需要用这么大的殉葬坑 可以想象得到 当年这殉葬坑里 死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马兴平检查了一下周围 说道 至少我们已经进入剑王墓了 这时 四人坠落下来的山洞上方 传来了马景轩的询问声 马兴平答复安全以后 剩下的人也一一跳了下来 由于做好了心理准备 就连最没本事的周老板 也只是狼狈了一些罢了 甚至都没受什么伤 反观龙飞城现在的模样 严守一觉得 一会儿这家伙醒来以后 怕是没脸嘲讽周老板了 马景轩算是状态最好的了 在落水的前一秒 他扔出了飞虎爪 滴水不沾地上了岸 上岸第一件事 便是皱着眉头 在周围巡视一圈 鼻子还时不时地嗅一嗅 马兴平回头对严守一说道 景轩的鼻子很不一样 能闻清墓穴里的空气 是否有毒 这里是殉葬坑 指不定会有一些毒气 所以他要去验证一番 严守一点点头 摸进校尉 的确有诸多的过人之处 光是马景轩这鼻子 他就比不了 其实严守一自己也有 身为鲁般传人的强项 例如 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剖析能力 只是一眼就看明白了 飞虎爪的结构 让他立刻复刻出来一个 他也能轻松做到 并且 从下山洞以来 严守一的脑子里 就在记录地图 他很明确地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不用指南针 也知道哪是北面 除此之外 严守一的眼神特别好 手特别稳 这些都是 作为一个木匠的基本能力 马景轩走了一圈以后 放心地回到众人身边 这里的空气对人无害 其实严守一早就猜到会是这个结果 之前这儿或许有毒 但自打水塔门挖通了木穴后 木穴就有了流通的气体 甚至刮起了风 真有毒气 也早被吹散了 大家休整十分钟 十分钟后 我们再出发 马兴平说道 大家松了口气 开始蹲在地上喝水吃干粮 而严守一 为了让龙飞城醒过来 便从东王葫芦里 拿出了一颗老金炼制的丹药 直接塞进了龙飞城嘴里 不过一分钟后 龙飞城便悠悠地醒过来 捂着脑袋说道 头好疼 好像被绿巨人给捶过似的 严守一笑道 你该庆幸自己命大 要是再像刚才一样乱跑 绿巨人来了 也就不了你 老金的要的确管用 龙飞城醒来了以后 严守一又给了他一些 老金的金疮药 上了药的龙飞城又活蹦乱跳 还嚷嚷着要去看殉葬坑 不过却被严守一无情地拦住了 并且他还十分严肃认真地教育龙飞城 这墓里头比不得外面 你以为你是爱参观的 但墓主人生前却想方设法地 弄死你们这些外来者 要是稍有不慎 便是万劫不复 龙飞城听后 也总算有了一丝觉悟 老老实实地跟在严守一身边 只是时不时地 还会点起脚尖四处张望 大家休息了一阵后 严守一和马兴平找到周老板 让他说说这殉葬坑的情况 在外头还能装一装 如今进入了建王墓 要是周老板还是一问三不知 那他肯定就是有问题了 没曾想周老板还真答上来了 只听他说到 殉葬坑在主墓室的西南角 我们要是能找到东面的出口 再穿过两扇门 便能达到主墓室 肉灵芝就在那 严守一和马兴平对视一眼 都相信周老板的确对建王墓有所了解 马兴平接着问 这一路有什么机关危险吗 一旁的严守一威胁道 现在大家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凭你自己一个人 就算进得了主墓室 外头那么多巨型水塔 你也没法出去 所以我劝你不要耍什么小心眼 我也承诺 咱们的个人恩怨 等出了建王墓再算 周老板笑道 我怎么会那么不识食物呢 道理我都懂 互利共赢吗 他顿了顿 又说道 殉葬坑外头 好像有许多人勇 我祖上留下来的古迹中说 人勇十分危险 活人必须退避三分 除此之外 就是那主墓室里的一些机关了 到时候 我带着你们走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得到了周老板的解惑 严守一立刻开始寻找殉葬坑的出口 比起地面的世界 地下的世界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开凿洞窟 毕竟是需要花费人力物力的 所以 地下墓穴大部分都是四四方方 哪有出口 一眼就能看到 但麻烦的是 建王墓是建在天然溶洞当中的 里面不仅阴冷潮湿 而且地形十分复杂 不起眼的角落 都有可能是一个出入口 大大小小的洞口 分布在殉葬坑的四周 好像蜂窝一样 令人眼花缭乱 林子彤拿出指南针 奈何地底下有某种磁场 影响着指南针 指针不停地摆动 根本无法分辨方向 不过 严守一的天赋 此时就发挥了作用 即便刚才经历过一场混乱 但他仍然记得所有的路 并且知道东方在哪 于是 他顺着东方看去 在一片石林后头 果然找到了一扇封尘已久的石门 将众人喊了过来 大家一起尝试着推了推 石门却纹丝不动 马景轩让大家停手 说道 看来这石门靠蛮力是推不开了 应该是有某种机关控制 龙非城吐槽道 为什么这些死鬼 总喜欢在墓穴里设置各种机关 马欣平笑着解释道 普通人死了 烧成灰找个坑埋了就算了 但这些古时候的帝王将相不一样 他们生前享受着荣华富贵 死后也不愿意截然一身地走 所以 他们会把墓修得像活人的房子一样 而剑王这种人物 不仅满足了之前我说的那些条件 还有一点十分特殊 那就是 他们这些人坚信自己能活过来 倘若他真的活过来了 却被困死在自己的墓里 岂不成了笑话了 所以 帝王将相的墓 必然有进口有出口 这才给了我们机会 才让倒斗一门存活了这么多年 并且延伸出了诸多流派 听了马欣平的一番解释 大家觉得合理许多 而且从马欣平的话语中得知 像这样的石门 绝对不是为了毒死路而存在的 这周围势必有机关 可以让石门自己打开 大家正分析着 忽然龙飞城往后瞥了一眼 只见一向胆小如鼠的周老板 此时居然悄悄地脱离了大家 自己往殉葬坑后方的祭祀台上走 嘿 你鬼鬼祟祟干啥呢 龙飞城立刻喊了出来 周老板背着一嗓子 猴得浑身一颤 脚步也定在了原地 大家也全都回过神来 纷纷盯着周老板看 这种异常的行为 立刻受到了大家的怀疑 就连周老板的四个奇人异室手下 为了不丢掉姓名 也都不善地盯着他 周老板干咳两声 尴尬地说道 我又不懂你们那些盗墓的理论 所以就到处转转看看 兴许能发现机关呢 马欣平朝周老板走去 周老板 见王墓中机关重重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万一触动了机关 我也就不了你 是是是 你说得对 大不了我老老实实待着就是了 周老板扫兴地往下走 但他刚才的行为 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严守一直接往祭祷走去 若从上往下看就会发现 祭祀台是三角形的 三面都是阶梯 所有的阶梯连在一起 共有十三阶 等严守一走到祭祀台上 便发现在那祭祀台的中央 居然放着一个木盒 木盒上有一蛇行锁 这把蛇行锁的造型也十分独特 造型如同守灵蛇轨的红蛇 将身体环成一个圈 嘴巴咬着尾巴 形成了闭环 严守一尝试着搬动 或者转动木盒 均没有结果 看来这木盒是完全镶嵌在祭祀台上的 其余人也围了上来 七嘴巴舌地讨论着 殉葬坑周围没有别的东西 唯独这个木盒出现得十分突兀 而且又被放在祭祀台的最顶端最中央 一定是有其含义所在的 不管怎么说 解开了蛇行锁 便有解开谜题的可能 马兴平说道 景萱 你来解锁 我帮忙把看着四周 马家兄妹中 马兴平是武力 马景萱则是智力 所以遇到这种难题 马兴平就直接抛给妹妹了 而他的主要工作 除了提防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 更重要的是盯着周老板 马景萱蹲在木盒旁 仔细地观察了蛇行锁的造型 接着用各种方法尝试开锁 过去他在别的墓穴里 也遇到过不少需要解密的机关 均被他所破茧 然而眼前的蛇行锁 却太过古怪 马景萱从未见过 而且 这把锁岩丝和缝 不像是后期锁上去的 而像是一条真的小蛇穿过木盒 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最后变成了铁锁 巧姐不行 马景萱也尝试着用蛮力 但那小小细细的蛇行锁 却硬得吓人 不仅砸不开 甚至连到印子都没留下 严首一也尝试了一下 结果是一样的 龙非诚提议要砸木盒 严首一却说道 没用的 这木盒的材质是玄铁沉木 除非你拿电钻来钻 否则绝对不可能破坏它分毫 我的采位剑也不行 龙非诚问道 我才给你做的采位剑 你稍微疼惜一些行不行 严首一道 雷劈桃木剑也很硬 但远不如玄铁沉木 传说中 玄铁沉木是昆仑神山中的植物 想要种它 不能用土 得用铁土 就是混合着铁块的土 玄铁沉木在成长的过程中 会吸收这些铁土的力量 等到成熟后 再用种它的铁土 练成铁锯 才能将树木拒断 想要给玄铁沉木塑形 还需要将之浸泡在冰水当中 整整三年 出水后三天之内 玄铁沉木会和普通的木头一样 三天之后 就会恢复成钢铁一样硬 这玄铁沉木 其实我也是头一回剑 过去只听爷爷说过 没想到真的存在 听了严首一的一番介绍 大家的脸色有些无奈 如果真像严首一所说 那么大家根本不可能破坏木盒了 而这蛇行锁又诡异得很 一时半会儿 怕谁也找不到破解的办法 难不成大家才觐见王木 就要止不于此了吗 其实严首一的心比大家都要着急 因为能否去到主木室 事关林子彤的生死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 林子彤忽然说道 让我试试吧 马景轩倒是没说什么 直接给林子彤让开位置 虽然他心里对林子彤 也不抱什么希望 但是已至此 也只能把死马当活马一了 大家让开位置 给林子彤留出空间 严首一和马景轩 还帮林子彤打着手电 林子彤轻轻地捧着蛇行锁 小心地打量着 其实林子彤不仅聪明漂亮 也十分低调 没有把握的事情 他一般不会掺和 但这一次不同 他在一旁看到蛇行锁的时候 就感觉有种古怪的亲切感 似乎自己曾经在哪 见过蛇行锁似的 看出什么来了吗 马景轩问道 然而林子彤并没有回答马景轩 而是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与此同时 林子彤手心里的骷髅印记 有了反应 发着淡淡的光 严首一在一旁看着 便知道是连和出来帮忙了 连和为了抑制住 林子彤体内鼓毒的扩散 应该已经用尽了全力 甚至不愿意出来和严首一沟通了 但现在连和却又有了反应 难不成他知道 如何破解蛇行锁 严哥 龙飞城拍了拍严首一的肩膀 却惊讶地发现 严首一竟然也闭上了眼睛 这是什么情况 你夫妻俩不能说睡就睡啊 而且现在 哪是睡觉的时候 你们俩要是睡了 谁保护我啊 龙飞城有点害怕 于是不动声色地挡在严首一身边 故意不让大家发现严首一睡着了 并且 他还虚张声势地说道 我嫂子是驴山派前掌门的青传弟子 驴山派精通控轨之术 想必嫂子 她已经浑穿千年 去找当初铸造蛇行锁的锁将 问解锁的方法了 大家不要打扰他 要安静 听龙飞城说的真相那么一回事 大家全都乖乖闭上了嘴巴 甚至后退好几步 生怕打扰到林子彤和严首一 唯有龙飞城心里慌的一批 不知道自己还能瞒多久 万一他们发现 严首一和林子彤没了意识 马家兄妹还好说 那周老板指不定就会搞事情 严哥啊 嫂子啊 你们快醒醒吧 龙飞城在心里苦声说道 严首一确实睡着了 而且睡得很突然 上一回 生仙观的道士们用醉梦香 才让严首一陷入到深层梦境当中 但这一次 严首一不知为何 迷迷糊糊地就进来了 他看到那熟悉的小院 那熟悉的银杏树 只不过树下并没有吹笛子的将军 想到自己现实里 应该还在剑王墓中 严首一不由地着急起来 虽然不知自己是怎么进来的 但是若要想出去 恐怕得找到将军才行 于是他一边呼喊着将军 一边走进了院子 严首一在屋外敲门 也没人回应 道士那门没上锁 风一吹就自己开了 他站在门外 一眼看到屋内角落摆着的细灵甲 细灵铠上满是刀伤剑痕 斑驳不堪 但正是这样的细灵铠 才充满了故事 尽管他此时躺在一个 无人问津的山野角落 严首一却依旧能感受到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傲气 不可一世 不容挑战 你怎么来了 这时将军的声音 从严首一身后传来 严首一回头看去 只见穿着粗布衣服的将军 骑着一匹白马进入院子 他跳下马以后 马儿便化作青烟消散 严首一好奇道 篱笆外还有东西吗 你去哪了 将军答道 除了这个院子以外的一切 都是我的回忆 我可以去任何一个 我想去的地方 只是那里一个人都没有 严首一还不太能理解 将军的这番话 他想起自己的处境 连忙说道 我不知怎么的就进来了 现实的我 怕是还有危险 能告诉我回去的路吗 不用着急 将军不慌不忙地说道 这里的时间流逝的 比现实要慢许多 不如我们先进屋 将上次没说完的故事 再说一说 这 严首一不太愿意留在这里 但也没有别的办法 看样子 将军一个人孤独久了 还挺想和他聊聊天的 而且 严首一忽然想到了 联合提起的江无声 发现关于这个人的问题 或许将军能够回答呢 于是 他点头答应 跟着将军进了小屋 将军放下了 随身携带的配件 坐在主位 又给严首一 沏了一杯一样的茶 上回严首一 正是喝了这杯茶 跟着茶水的指引 才走出梦境的 将军沏好了茶 慢悠悠地问 上次 我们收到哪了 说到沁江国的国师 追杀你们 对 但我现在有另一个问题 严首一打断道 你知道江无声吗 将军 似乎本来准备好了 故事的说辞 但没想到严首一 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问了另一个问题 不过 严首一提到江无声这个名字 将军似乎也挺有兴趣回答的 他点点头 道 江无声是沁江国的大祭司 大魔头国师的徒弟 也是他最满意的手下 严首一心里一惊 没想到这个江无声的来头 居然这么大 国师追杀我们的时候 出力最多的 就是江无声 若是说起他来 那故事就长了 江无声本不姓江 他甚至都不是沁江国的人 而是于蜀国的人 据说他出生之时 乌鸦在房梁上 叫了三天三夜 怎么敢都赶不走 于是于蜀国的百姓 便将他当场了不祥之人 从小便找各种理由欺负他 这造成了江无声 胆小自卑的性格 江无声长大以后 两国关系越发紧张 他又正直壮年 便被征召入伍 被送到前线去 到了军营里 瘦弱的江无声 依旧被同营杖的人瞧不起 他们在夜里 冲江无声脸上撒尿 往他的饭里放蟑螂 甚至扒光他的裤子 把他扔进火堆里 江无声在军营里受尽了委屈 甚至还没有真正上战场 便成了逃兵 逃到了我沁江国的军营当中 只不过我沁江国的士兵 也瞧不起逃兵 当场便要将他处死 谁曾想江无声 直接给自己改了姓 说自己一定会效忠沁江国 当时 国师正巧就在那兵营中 得知了江无声的事情以后 便走出营房 找到了马上要被处死的江无声 国师告诉江无声 想要表忠心 必要投名状 只要江无声赶回到渝蜀国 杀了他在渝蜀国的所有亲人 国师便会收他为徒 传授他无上妙法 给予他十辈子 都花不完的荣华富贵 最重要的是 没有人可以再瞧不起他 国师的话 在江无声的心里 种下了邪恶的种子 他从小受人排挤 被欺负了一辈子 这一次 他仿佛看到了希望 于是他回到了渝蜀国 杀光了自己家中十三口亲人 并将他们的肠子 全部抽了出来 一根又一根地挂在脖子上 缠在腰上 连夜骑马 来到了国师的面前 国师也没想到 江无声竟然真的有如此的胆识 于是他将那十三条亲人的肠子 变成了十三条蛇鬼 这些蛇鬼 就成为了江无声手上的第一匹獠牙 从那以后 江无声败入国师门下 跟着国师学习写法 在战场上 在朝堂中 屡屡立功 最终成为了沁江国的大祭司 江无声的成长故事 比严守一想象的 要曲折离奇 他最初不过是 于蜀国一个不起眼村子里 众人嫌弃和欺负的对象 最终却成为 受到敌国重用的大祭司 或许也正是因为 过去的那些经历 让江无声成长为了一个杀人不眨眼 视人命如草芥的魔鬼 国师最初追杀我们之时 派出了他的三名弟子 江无声便是其中最厉害的一个 我与公主在大理一带 与他们遭遇 大战了数百回合 也未分胜负 江无声于是释放 他在渔蜀国所培育的蛊虫 让方圆百里的百姓中毒惨死 最后是公主找到了原生蛊虫 不仅解了江无声的蛊毒 还趁机击败江无声 为了惩罚他的所作所为 我斩下了他的双手 将之丢进虫谷中等死 说到这里 严守一大概明白 为什么江无声会憎恨渔蜀国公主了 一来 江无声是渔蜀国人 后来归顺庆江国 便对渔蜀国无比痛恨 自然不喜欢渔蜀国公主 二来 国师派江无声追杀公主 但他却没能完成使命 甚至惨败在将军与公主手下 还被羞辱般地斩断了双手 就算他在虫谷活了下来 也无言回去见国师 江无声这一辈子受尽了屈辱 也已被斩断双手扔进虫谷为结果 想必他对将军和公主 一定是恨之入骨 说完了江无声的故事 将军略带好奇地问道 为何你会问起江无声 严守一只能将剑王墓的事情 告诉了将军 将军听后也觉得奇怪 剑王乃是宋朝时期的人物 按时间推算 至少是在五代识国后百年开外 难不成江无声真的活了几百岁 而且 为何被丢在虫谷的江无声 如今会出现在剑州的剑王墓内 究竟江无声是纠战雀巢 霸占了剑王墓 还是他压根就是剑王本人 诸多疑惑 将军也无法解答 严守一从他这儿得不到答案 但至少严守一对江无声 有了大概的了解 回头若是能见到剑王本人 看看他是否还有双手 便知晓 剑王是不是江无声了 这时 将军忽然想起了什么 连忙提醒严守一 有件事 我必须告诉你 这件事很危险 什么事 严守一也正经危坐 严肃起来 将军道 沁江国曾流传一部上古秘籍 名为无几转生 据说里面记载着 能让人带着记忆转世投胎的办法 我虽不知那是真假 但若是真的话 恐怕当年与我有过节的沁江国贵族 现在依旧存活于世 包括江无声 听闻此言 严守一惊讶无比 带着记忆转世投胎 那是多么夸张的本身 前一世几十年的经验 传承到后一世延续 在别人还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时 沁江国的贵族们 已经有上千年的记忆 这伙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本领 在后世成就罢业 江无声难道也学了那本领 在后一世中成为了贱王 严守一怀一道 将军点点头 不无这个可能 但这件事 与我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危险 这 将军迟疑了一下 说道 我与公主 最后死在昆仑山上 在临死之前 我们求助于神 对沁江国的贵族发出了诅咒 诅咒他们 唯有在临死之际 才能觉醒记忆 你们还有这本事 严守一诧一道 将军冷哼一声 当年的世界 可比你们现在要精彩得多 这点严守一倒是认同 如今的科技 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 已经满足了人们所有的基本需求 就算过去有神仙会飞 那又如何 现在想要飞 买张飞机票就行了 神的诅咒 限制了沁江国的贵族们 如果他们发现自己要死了 即便拥有千年记忆 也已经掀不起什么波澜 不过 他们肯定会更加痛恨将军和公主 想尽一切办法 杀掉他们的后世来报仇 也就是说 林子彤有危险 想到这儿 严守一更加担心起来 将军见状 便又说道 江无声这个家伙十分难缠 即便是当年我与公主联手 都无法轻易将之杀死 不过 既然我们打败过他 再次交手想要赢 就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倘若你遇见他 只需要 就在将军要说出关键信息时 小巫的上空 忽然传来了龙飞城的声音 颜哥 颜哥 你快点醒醒啊 我扛不住了 将军瞪大了 双眼看着天空 满脸不可思议 这是谁的声音 他的声音 为何能传入这里 这么多年来 将军从未听见过外面的声音 颜守一尴尬地说道 是我的好兄弟龙飞城 这家伙无孔不入 估计在外头遇到麻烦了 恐怕我得赶紧出去才行 将军有一丝茫然 不过也知道 事态比较紧张了 他让颜守一赶紧喝茶 同时说道 江无声已身四骨 他的所有力量 都来源于一条蛇骨 只要你们找到蛇骨 吸取了蛇骨的力量 便能斩杀江无声 明白了 颜守一站起身 对将军道谢 同时那茶杯中 再次飘出了指引颜守一的流光 时间紧迫 颜守一没能继续停留 与将军道别之后 便急匆匆地 跟着流光跑了出去 将军看着颜守一的背影 似乎已经开始期待 下一次和他的见面 此时的龙飞城 心里慌得一批 他发现 周老板和另外四个奇人议事 已经发现 颜守一闭着眼睛 一动不动的事情了 尤其是那四个奇人议事 聚在一块小声议论着什么 眼里总有些不怀好意识 要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出手 龙飞城可根本没有抵抗之力 马景轩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他默默地 走到颜守一和林子彤的身边 以站位告诉其他人 不要动什么歪脑筋 就在其中一名奇人议事 要开口时 颜守一忽然睁开眼睛 四个奇人议事 顿时脸色一僵 左顾右盼地转移起 注意力起来 颜哥 你总算醒来了 龙飞城激动地说道 颜守一默默地点点头 经过与将军的一番交流 他对江无声 有了更深的了解 即便身在这剑王墓中 也自信了许多 在颜守一醒来的同时 林子彤也醒过来了 他手握着蛇行锁 神色胸有成竹 似乎已经知道 该怎么解蛇行锁了 大家不知道 颜守一和林子彤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林子彤睁开眼后 眼里满是自信 恐怕已经知道 该如何打开蛇行锁了 只见林子彤拿着蛇行锁 口中念念有词 霹雳玉虎 闪烁紫蛇 急急如律令 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那咬着自己尾巴的蛇行锁 居然好像活过来似的 直接松开了嘴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蛇行锁松开嘴以后 直接顺着林子彤的手 爬到了他的手腕上 缠绕着招魂灵 附在上面 仿佛是招魂灵上 原本就有的浮雕似的 马景轩张大了嘴巴 说不出话来 他根本看不透这个蛇行锁 林子彤却轻松解开 这是他驴山派独有的本事 还是他自身隐藏的秘密 不管怎么说 蛇行锁解开 大家总归有了头绪 接下来只要看看 墓盒里是什么就好了 林子彤没有着急开墓盒 而是打量着招魂灵上的小蛇 小蛇不再是 头尾相连的锁型姿态 称它为蛇行锁 也不再贴切了 严守一小声地问林子彤 你怎么知道解锁的咒语 是不是联合告诉你的 林子彤点点头 联合说 这蛇行锁原名蜀灵蛇 是每一个鱼蜀国皇室 从小就要饲养的灵物 这墓盒上的蛇行锁 本是与蜀国公主所拥有的 不知怎么却出现在了这里 想来还是与那江无声有关 蜀灵蛇跨越了千年 居然还能遇到 与蜀国公主的转世林子彤 此时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不过严守一和林子彤 暂时都不知道 这蜀灵蛇 还有什么其他的效果 恐怕要等到 联合再有能力开口的时候 才能询问了 种种迹象表明 江无声的确来到了剑州 而且更有可能 就在这件王墓里 严守一也大致说了一下 自己从将军那了解到的信息 二人交流的功夫 其他人已经安耐不住了 包括马景轩 在马景轩的催促之下 严守一缓缓打开墓盒 然而 大家看到墓盒里的东西后 却是不约而同的大吃一惊 想象中的宝物并没有出现 墓盒里放的 甚至不是金银珠宝 而是两条手臂 这两条手臂 被封存在墓盒当中 已经不知多少年了 但它的血肉依然没有腐坏 甚至上面的汗毛都清晰无比 在打开墓盒之前 大家有过无数猜想 却唯独没有想到 会是这玩意儿 龙飞成器地踢了墓盒一脚 这件王是变态嘛 这么好的盒子 不装点宝贝什么的 居然装一双手臂 马景轩也颇为失望 如果只是一双手臂的话 恐怕对我们帮助不大 总不可能这双手臂 是开启大门的钥匙吧 大家议论之时 周老板的神色却十分古怪 他的小眼睛不停地转 似乎对林子彤能够打开墓盒 感到十分惊奇 唯独严手一看到这双手臂 心里有了答案 在将军的故事中 江无声正式被他们斩断双臂 扔进了虫骨中 眼前的这双手臂 必定就是江无声的 江无声就在这件王墓脸 正在大家发愁之时 一便凸起 那本来被固定在祭祀台上的墓盒 居然自己旋转起来 而且有下沉的趋势 发现这个状况的严手一 二话不说 便将墓盒里 江无声的一双手臂捡了起来 下一秒 墓盒就完全下沉 祭祀台上空空如也 龙飞城嫌弃道 颜哥 你干啥捡这玩意儿啊 太会气了吧 这双手臂 不会无缘无故地放在这里 严手一说道 剑王想让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他想做什么 我们就不能让他做什么 等等 你这话说得我有点乱 让我捋一捋 龙飞城瞬间感觉脑子不够用了 还是一旁的马景轩 明白严手一的意思 墓主人设计墓学的所有墓地 无非是想让我们这些外来者死在这儿 所以咱们只要和墓主人对着干 就一定有活下去的机会 龙飞城摸了摸后脑勺 好像明白一些了 但这双手臂还是会气 严手一想要的 当然也不是江无声的这双手臂 而是在墓盒下沉的时候 他猛然间发现了 这双手臂上戴着的戒指 两条手臂的食指上 分别戴着一枚戒指 一个是虎形戒指 一个是蛇形戒指 将戒指取下来以后 两条手臂瞬间化作粉末 看来这双手臂之所以能历经千年而不服 靠的就是这一对戒指 取下戒指 他们便彻底腐化了 这恐怕就是开启石门的钥匙 严手一拿着戒指说道 马兴平到石门旁找了一圈 果然找到了一个虎形印记 大小尺寸正和虎形戒指一模一样 严手一收起了蛇形戒指 带着大家重新回到石门旁边 随后将虎形戒指 插进石门旁的凹槽当中 在顺时针转动 随着戒指的转动 四周发出了咔咔的机关声 原本纹丝不动的石门 也发出了闷雷般的声响 上头尘土开始往下抖落 石门随之缓缓打开 看样子咱们没找错 马兴平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然而周老板却没有表现出高兴的神色 反而是偷偷摸摸地站到大家的身后 石门打开以后 没有人敢率先走进去 大家围在门外 小心翼翼地用手电筒查看里面的情况 借着手电筒的光 大家依稀可以看到 木门后同样是一片宽敞的溶洞 但不一样的是 门后没有殉葬坑和祭祀台 而是出现了无数个人勇 这些人勇模样各异 动作姿态也千奇百怪 有站在地上的 有跪在一旁的 甚至抬起头来 还可以看到不少被吊在半空中的人勇 但这些人勇无不是栩栩如生 倘若点上眼睛 怕是乍一看与活人没什么区别 所以 尽管知道木门后是人勇 但大家看到人勇的真面目 和这个场景之时 还是感觉心里一阵恶寒 后背更是一阵发凉 周老板没骗我们 他的确对见王牧有所了解 马新平更加相信周老板所说的话了 龙非诚撇了撇嘴 本来打算再嘲讽周老板几句的 但是他回过头时 却发现周老板居然不见了踪影 他按道不好 连忙喊道 周老板不见了 这一路上眼手艺最提防着的人 就是周老板 这家伙却在木门打开之时 突然消失不见 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在龙非诚发现周老板消失的那一瞬间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大家聚在一块 贴着一面墙站着 警惕着四周 马新平的脸色也是无比难看 当初是他坚持要留周老板的性命 并且让他给大家指路的 现在周老板在打开木门后消失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 他们这伙人对周老板而言 恐怕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 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 周老板会如何处理 可以说 大家心里都已经有了准备 要去面对接下来的一切危险 该死 这里分明没有别的出口 周老板是从哪跑掉的 马景轩生气地说道 大家都已经检查过了 殉葬坑溶洞 除了大家打开的这扇机关石门以外 就只有那条被巨型水塔 挖出来的洞可以出去 难道周老板 顺着来时的洞爬回去了 这不可能 他怎么有胆子 回头面对那群 吃人不吐骨头的巨型水塔呀 马新平站在严首义的身边 陈生说道 严兄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冲在最前面 请你也记住你的承诺 严首义怒道 你这个摸金校尉 能不能有点骨气 怎么稍微有点状况 你就着急去死 用龙非诚的话而言 马新平竟说一些晦气的话 做这一行的 不应该要在心里充满了希望 面对任何困难 也要坚持活下去吗 马新平听了严首义的话 稍微有点开窍了 他对严首义点点头 是我错了 我会努力活下去的 真较轻 严首义瞪了马新平一眼 然而 大家神经兮兮兮地警惕了半天 四周也没有半点动静 除了消失的周老板以外 周围什么改变也没有 有人说道 会不会是咱们太过紧张了 或许压根就没什么危险呢 周老板不会无缘无故地失踪 大家还是小心为上 严首义说道 你们留在原地 我去四周看看情况 马新平本想与严首义争这个活 但被严首义推了回去 他是天煞失魁 即便受点伤也很容易恢复 所以这个时候 就应该由他挺身而出 在严子彤紧张的目光之下 严首义脱离了大家 缓缓在殉葬坑里走了一圈 没遇到任何危险 紧接着 严首义看向任勇士 任勇士相当于活人的庭院 剑王希望自己死了以后 还能有一群仆人侍奉着自己 所以 不仅在殉葬坑里 杀了诸多活人牲畜 还在庭院里 立了无数栩栩如生的人勇 营造出一种热闹的感觉 然而 在陵墓里热闹 就变成了说不出的诡异 严首义小心翼翼地走进庭院 来到头一个任勇的面前 他仔细观察了一圈任勇 还伸手在任勇身上 悄悄打打 不知为何 严首义在任勇的身上 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药味 任勇为什么要用药 严首义不解地皱起了眉头 周老板曾经说过 这些任勇十分危险 需要退避三社 其余的人见严首义没事 也壮着胆子走进任勇室 队伍稍微散开了一些 大家也开始打量任勇 寻找通往主墓室的门 然而就在此时 严首义猛然瞳孔一缩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对着众人喊道 都退回去 这里很危险 危险 其中一名奇人异士 一只手还搭在任勇的肩膀上 他一时间没理解严首义 为何突然这么紧张 突然 他面前的人勇 竟然抖了抖身体 一手抓住他的胳膊 咯噔一声 强行扭断 啊 这名奇人异士 疼得直接跪在地上 嘴里发出骇人的惨叫声 几乎在同一时间 人勇室里的所有人勇 都开始移动起来 他们好像是 穿着石甲的厉鬼 动作僵硬却迅速 以诡异扭曲的姿态移动着 就连大家脑袋上 吊着的那些人勇 也都在挣扎着荡来荡去 这画面 说不出的恐怖 就连严首义 也觉得头皮发麻 慌乱之中 严首义来到林子彤 和龙飞成的身边 本想带他们先退回殉葬坑 可机关的咔咔声再次响起 大家好不容易才打开的机关石门 居然轰然关闭 黑暗吞噬了所有人 恐惧在大家心中蔓延 更加可怕的是那些残暴的杀人人勇 刷啦 马欣平和马景轩 各自朝半空中发射了一枚照明弹 将人勇是照得亮堂堂的 大家也借此短暂地恢复了势力 只见周老板那幸存的四名奇人异士 此时已经有两名伸手异处 他们的身体被人勇撕扯得七零八落 鲜血流淌一地 剩下的两名奇人异士 用尽了浑身解数 在躲避人勇的追赶 从他们吃力的模样看得出来 落入人勇之手 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马欣平和马景轩稍微好一些 他们临时用飞虎爪 将自己挂在了半空中 人勇虽然如野兽一般凶猛 但因为关节不如活人灵活 无法做到弹跳 因此才没伤到他们二人 令严首义感到惊讶的是 可这些人勇却没用攻击他和林子彤 而是去追其他奇人异士了 冥冥之中 似乎有什么力量在庇护着他似的 难道是奶奶 林子彤惊讶地猜想到 严首义的奶奶答应了山神言泽 成为镇压剑王魂魄的守牧人 二十年的功夫 想必奶奶对剑王牧已经十分了解 他动用一些力量 保护严首义的安全 这一切听起来无比合理 龙飞城连忙跪在地上 不停磕头 奶奶保佑奶奶保佑 我们是来带您回去的 您可千万别让这些人勇伤害我们啊 行了 赶紧起来 严首一一把就把龙飞城拽了起来 即便现在那些人勇无视了严首一 严首一也不敢拖大 他带着二人 趁机爬到了溶洞的高处 还不忘对幸存的两名奇人异士喊道 你们快往高处爬 这些人勇够不着高处的东西 两名奇人异士听了 慌忙就近找钟乳石攀爬 然而他们的身手 远不如严首一和林子彤矫剑 钟乳石又光滑无比 想要爬上去谈何容易 一名奇人异士半天爬不上去 便被人勇抓住了脚踝 直接拽了下来 其他的人勇一拥而上 那倒霉的家伙瞬息就没了声音 这些人勇 简直比上面的巨型水塔都吓人 水塔好歹是为了填饱肚子 而人勇单纯是为了杀人 另一个奇人异士 运气稍微好了一点 勉强爬到了五六米的岩壁上 他后背紧贴着岩壁 双腿止不住地发抖 看到下方那些死追不放的人勇 他忍不住喊道 现在咱们怎么办 怎么办 严守一心里也没谱 刚才他在闻见人勇身上的药味以后 心里就猜想 这人勇里头 恐怕真的是人类的身体 只是用各种药物将之填满 搞不好随时会活过来攻击人 谁知道真就活过来了 这也倒验证了周老板说的话 大家此时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回去的门关闭了 下方又有人勇虎视眈眈 连往哪逃都不知道 马欣平挂在高处 不停地寻找着出口 他喊道 严兄 你们后方有一扇木门 应该是出口 严守一探出头 回头看了一眼 摇头道 不对 那是咱们之前遇到巨型水塔的入口 这要是换作别人 还真以为是出口了 但严守一早在心里 构建了剑王墓地图 一眼就看出 那木门并非通往主墓室 而是通往外头 仅存的奇人意识 忍不住骂道 那入口不就是出口了 咱们九死一生 现在还惦记着剑王墓的宝贝 我不陪你们完了 我要出去 快把木门打开 严守一和马兴平叹了口气 他们可都有着 必须进入主墓室的理由 现在回头放弃 是不可能的 而且 开启剑王墓入口的钥匙 乃是周老板手上的 十三颗手灵舌胆 现在周老板都失踪了 大家想开门也做不到啊 大家就这么站着 一连十分钟过去了 依旧没有头绪 人是会疲惫的 但人永不会 十分钟过去 人永依旧活蹦乱跳 而龙飞成和那名奇人意识 已经双腿打颤 快要撑不住了 突然 龙飞成脚下一滑 差点就摔了下去 好在严守一及时拉住了他 龙飞成声音颤抖地说道 严哥 千万别放手啊 我还想多活两年 少废话 抓紧了 我拉你上来 严守一正要用力 人永世忽然一阵颤抖 紧接着 令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剑王墓的入口木门 竟然缓缓打开 而木门外站着一个人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周老板 木门入口开启 已经足够让大家觉得震惊的了 而在看到门后面站着的人 是周老板之时 就连林子彤都忍不住说了一句卧槽 要知道 林子彤可是从不说粗话的 足可见这次周老板的出现 给他带来了多大的意外 龙飞成还悬在半空中呢 看到周老板以后 他立刻喊道 老周 救命啊老周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刚才你突然失踪 可把我们担心坏了 严守一一正无语 在场的人谁不知道 龙飞成不喜欢周老板 之前骂周老板 骂得最狠的就是他了 现在这番话 怕是鬼都不信 周老板压根不理会龙飞成 他禁止走进人勇室 大家这时才看到 周老板的手里 竟拿着一把黑乎乎的冲锋枪 这家伙竟然带枪来了 枪这种武器 对付鬼怪一点用都没有 但对付巨型水塔这种活物 效果可是杠杠的 没想到周老板刚才 居然真是从巨型水塔 挖的洞钻回去了 而且还用冲锋枪 把那些巨型水塔 全部秃秃了 虽然想明白了 周老板是怎么出现在 木门外的 但还有一点严守一不明白 那就是 周老板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明明可以 一开始就把水塔门秃秃了啊 为什么非要等到 大家启动了殉葬坑的机关 打开了通往人勇士的木门 才回去 没等严守一想明白 周老板竟然将枪口 转向了严守一等人 严守一面色一变 赶紧将龙飞城拽上来 而林子彤也连忙撑开红神伞 子弹如同雨点一般地 倾泻在红神伞上 好在红神伞并非凡物 普通子弹根本就打不穿 但饶事如此 严守一他们站在红神伞后头 看到外面不停地闪光 还有子弹叮叮当当 打在红神伞上的声音 也是万分的刺激 一梭子子弹打完以后 周老板好像也弹尽粮绝了 他直接丢掉了冲锋枪 对严守一等人冷笑道 你们就好好在这里待着吧 等我复活了剑王 再来杀你们 严守一等人大为震撼 周老板的目的 竟然是要复活剑王 为什么啊 龙飞城不服地喊道 就你那个摔样 还复活剑王 没有我们 你连主牧师的门都进不去 这些人勇会杀了你的 奇怪的是 那些人勇竟然没有攻击周老板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周老板哈哈大笑 你们以为我为什么会对剑王墓如此熟悉 你们以为这些人勇 为什么不会攻击我 你们以为我 为什么要多此一举从主入口进来 因为 我就是剑王啊 哈哈哈哈 十三条守灵蛇鬼 乃是剑王 用来为他自己吸取能量而释放的 想要复活剑王 只有将蛇胆取回 放在墓门的机关之上 守灵蛇鬼这些年吸取的力量 就会全部汇入剑王体内 我之前之所以要你们帮忙 不过也就是为了安全进入剑王墓而已 现在我进来了 还需要你们做甚 哈哈哈哈 你们全都去死吧 龙非城听得一脸猛逼 这家伙一会是周老板 一会又说自己是剑王 该不会是脑子嗅豆了吧 马家兄妹也无法理解 然而 严守一却突然想通了一切 根据将军所说 沁江国的贵族都修炼了无几转生 但因为将军和公主在诅咒 导致他们的转世 只能在临死之时才能觉醒记忆 如果说剑王是江无声的转世 或者就是江无声本人的话 那这周老板 很可能就是剑王的转世 之前周老板只是在湘江做生意 家大业大 无忧无虑 但忽然有一天 他患上了绝症 余下的生命十分短暂 这也让他觉醒了前世的记忆 为了活下去 周老板只能根据记忆 招兵买马 来到这偏僻的陈家村 他谎称自己要的是肉灵芝 实际上要的却是复活剑王 复活江无声 只不过现在的周老板 还只是普通人一个 但一旦他复活了剑王 或许他就会继承剑王 和江无声的所有力量 到那个时候 会死的 恐怕不只是在场的这些人 还有附近的村民 甚至有可能波及到整个支撑 该死 竟然被这家伙给算计进去了 严守医十分懊恼 周老板进入殉葬坑 应该只是意外 但他的失踪绝对不是乱来的 他必然是看到了 林子彤解开蛇行锁的画面 猜到林子彤 是于蜀国公主转世的事情 所以 他在开启木门后 第一时间便用剩余的子弹 攻击林子彤 想的就是报仇血恨啊 此时严守医在看周老板 这家伙看着林子彤的眼神 果然充满了怨毒 好好在这里享受死亡的 最后一刻吧 周老板大笑着 轻车熟路地启动了机关 开启了通往主墓室的大门 他走进去之后 大门又轰然关闭 外头的所有人 都陷入了焦急的情绪当中 大傻子 那个周老板他是 林子彤着急地说道 我已经知道了 严守医打断道 所以 咱们现在的时间更加紧迫了 必须赶紧想办法 赶在江无声复活之前 阻止周老板 龙飞成道 咱们不是有奶奶保护吗 直接跳下去 不就完了 话音才落 瞩目室内忽然传来沉重的声响 那些原本对严守医 他们没兴趣的人勇 突然间发狂似的 全部朝着严守医的方向 聚集了过来 他们甚至已经 无视了马家兄妹 和那仅存的 最后一名奇人异士 什么情况啊 这是 龙飞成器的骂娘 严守医沉声说道 怕是奶奶的魂魄 正在与周老板对抗 拖延时间 所以无暇分心照顾咱们 那咱们必须 自己解决掉这些人勇吗 林子彤平住气 看样子 已经做好战斗的准备了 马家兄妹 虽然还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但用脚趾头也能猜得到 周老板这家伙进了主牧室 准没什么好事 必须赶紧阻止他 严守医咬了咬牙 召唤出了斩破刀 看着下方成堆的人勇 寒声说道 看样子是免不了一战了 这将会是咱们面对过 最艰难的一战 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准备好了 林子彤握紧了红神伞 严修 我们也准备好了 马家兄妹远远地喊道 看样子 他们不打算丢下严守医 他们不管 我有龙飞成打着哆嗦 不行不行 我没准备好 那你就在上头看着 我们可没时间继续拖着了 严守一说完 直接纵身朝着任勇堆跳了下去 任勇们无比狂暴 模样简直比上头的巨型水塔 要凶很多了 严守一刚落凳 那群任勇就疯了似的 朝他扑过去 似乎下一秒 就要将严守一声吞活泼了 但这些任勇还没冲出去几步 林子彤便紧跟着从高台上跳下 落在他们的面前 红神伞一划而过 尖锐锋利的散尖枪头 直接划断了三个任勇的脑袋 没了脑袋的人勇 便没了力量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脖子断口处 流淌出浓稠的绿色药汁 臭不可闻 其他的人勇 根本不在乎同伴的死亡 立刻就盯上了林子彤 眼看林子彤刚刚落地 没有时间变换招式 但他也一点都不着急 只是微微弯腰 在他弯腰的一瞬间 严守一守持斩破刀 从他身后冲出 一刀之下 当场将一个人勇的身体 一分为二 脚肌之精 甲以神灵 阳波鼓舞 云雷速星 群魔游石 静解雷霆 千千解手 万万减刑 顺武者生 逆武者轻 稍微无令 如逆上轻 急急如律令 没等前一个人勇倒下 严守一力级 发出了一道掌心雷 将面前五六个人 勇劈地倒飞出去 掌心雷对付巨型水塔 没什么作用 但这些人勇可是邪物 是十分惧怕掌心雷的 那些被掌心雷击中的人勇 浑身焦烂 身上出现了无数刀裂缝 同样流出了恶臭的药汁 看样子 也没有再占之力 马兴平在上头看到 严守一和林子彤 已经开始战斗 自己也不敢闲着 当下对马景轩说道 景轩 你去看看主牧师的门如何打开 我去帮严兄他们 好 马兴平松开了飞虎爪 落在地上 他没有拿武器 只是用手上那双攀山绝子甲 徒手对付任勇 别看任勇浑身 好像是石头铸成的 但他们根本扛不住 马兴平的攀山绝子甲 一拳头下去 脑袋都能被打得四分五裂 马景轩则是利用飞虎爪 飞快地接近主牧师的门 然而 半空中有不少掉着的人勇 在马景轩经过之时 他们忽然伸出手 将马景轩拍落在地 马景轩本来脚踝就有伤 被任勇这么一拍 摔在地上 体内一阵气血翻涌 嘴角忍不住流出了一道鲜血 他很不好受 花了十几秒钟 都没能站起来 这时 地面上的人勇 注意到了马景轩 顿时发狂地向他冲来 就在马景轩以为 自己要遭殃的时候 龙飞城居然冲了过来 用他那别角的剑术 一下子砍倒了三个人勇 小马 你没事吧 龙飞城顺势将马景轩扶了起来 马景轩一愣 你喊我什么 我喊你哥叫老马 你就是小马 有问题吗 龙飞城问 马景轩脸色一沉 我现在不与你计较这些 说得对 我掩护你 你赶紧跑 龙飞城说完 一副大意凛然的模样 撒开手转过身 然而他回头所看到的 却是如潮水一般 密密麻麻的人勇 龙飞城顿时耸了 一边推着马景轩跑 一边说道 不行 我扛不住 咱俩一起跑 马景轩 没等两人跑多远 他们的脚步就再次停下来了 因为这不到半分钟的耽搁 两人已经被人勇所包围 飞虎爪还挂在岩壁上 马景轩也没了脱困的本事 而龙飞城那别角的招数 对付一两只行动 不怎么敏捷的人勇还行 要想在这人勇堆里 杀出一条路 恐怕是天方夜谭 颜哥 救命啊 龙飞城直接仰头 用声音对严首一 发出了一颗求救信号弹 严首一注意到 龙飞城这边的情况 奈何自己距离龙飞城他们 着实有些远了 而且面前还都是人勇 马兴平高声喊道 颜兄 抓住我的飞虎爪 颜首一抬起头一看 马兴平已经扔出了飞虎爪 精准地抓在龙飞城脑袋上的 一根岩柱上 他与林子彤对视一眼 林子彤当即撑开红神伞 颜首一一脚踩在红神伞上 借力抓住了飞虎爪的场所 而后一个翻身跳了上去 沿着场所狂奔 刹那间来到龙飞城他们的身边 闪烁 只听他口中沉声念叨 天雷隐隐 神雷轰轰 龙雷大作 水雷翻波 射令雷火 霹雳纵横 神威一发 斩灭邪精 上帝赤下 火急奉行 龙虎山 五雷正法 银色的雷光在颜首一周身闪烁 如同紧密的蜘蛛网 将周围的人勇全部囊括 但这一次 颜首一的目标并不是那些人勇 而是大家脑袋上的忠辱石 哼 雷光闪过 震碎了大家脑袋上的忠辱石 一根根巨大的忠辱石 静止往下掉落 人勇虽然凶猛 但根本扛不住这些忠辱石的狠杂 一时间全都被忠辱石所淹没 看着这个场面 颜首一心里有些惋惜 要知道 每一根忠辱石 都需要成千上万年的积累 而他为了活命 毁掉了这些历史的痕迹 但现在 他也没时间想太多 因为他们 也在这忠辱石的范围当中 好在林子彤及时赶到 再次为大家撑起了红神伞 颜首一又使用了金光神咒 为红神伞增添了一分防御 五雷阵法 引起了一阵地动山摇 几乎震碎了上方所有的忠辱石 那些掉落的忠辱石 也压死了忍勇士里所有的人勇 马兴平和幸存的奇人意识 因为站在边角处 才幸免于难 好一会儿 震动总算是结束了 忍勇士那一片狼藉 各种随时堆积的几乎三米多深 彻底改变了人勇士原有的模样 在一片碎石中 还能找到那些人勇的残骸 空气中弥漫着药汁的臭味 锦轩 颜兄 林小姐 马兴平爬到废墟之上 焦急地寻找着 严首一他们的踪迹 那幸存下来的奇人意识 也爬了出来帮着寻找 二人在废墟上 注意到了一只木麻雀 正是将头狮 只听将头狮喊道 他们在这底下 在必要的时候 将头狮躲了起来 但事后他必须出现 因为只有严首一 才能释放他的魂魄 所以严首一不能死 有将头狮的提醒 马兴平和那名奇人意识 赶紧上前 搬开了压在他们 脑袋上的碎石 往下挖了一米多深 他们总算听到了 严首一的声音 差不多了 你们让开点 我们自己能出来 二人连忙退后 而后碎石堆轰然炸开 严首一带着大家 从里头爬了出来 当然 在这样一场浩劫当中 大家免不了灰头土脸 严哥 你刚才那一招 着实有点凶残了 差点咱们就和那群 人勇同归于尽了 龙非诚狼狈地咳嗽着 严首一坐在一旁 喘着粗气 那些人勇不知疲惫 我不这么做 咱们杀一天一夜 也摆脱不了他们 到时候 周老板早就成功了 不管怎么说 咱们还是把那群 人勇解决掉了 林子彤望向瞩目式的方向 说到 不知道那里都怎么样了 大家慢慢悠悠地站起来 确认自己 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伤 刚才的场面着实有些吓人 大家需要一点时间平复心情 看到大家都平安无事 马行平松了口气 我去看看主牧师的门怎么开 大家一起去 严首一到 众人从废墟中爬过 来到主牧师门前 好在没花费多少功夫 便找到了主牧师的机关所在 那机关 正和刚才的那扇石门一样 在相同的位置 有一个小小的凹槽 只不过 这次的虎形戒指 换成了蛇形戒指 严首一从灵子铜那儿 要来了蛇形戒指 插入凹槽内后 深吸一口气 然后缓缓转动 咔咔 众人的耳边 再次响起了机关声 那沉重的木门 缓缓向两侧打开 这一回 不需要照明弹 也不需要手电筒 大家一眼 就看到了主牧师里的情况 因为主牧师的四周 早已经被点亮了长明灯 火光将主牧师的 每一个角落照亮 几乎没有什么死角存在 而主牧师内的情况 也一览无遗 只见主牧师的四周 立着十三根柱子 柱子上攀附着十三条红蛇 红神探出脑袋 张开嘴巴 便是长明灯 灯芯就是他们嘴里的蛇形子 此时 十三盏长明灯 全部都被点亮 而在十三根柱子之间 有十三幅壁画 壁画历经了上千年的岁月 依旧色彩鲜艳 图画清晰 十三根柱子 连接着地上的凹槽 经过诡异复杂的扭曲之后 全都汇聚在主牧师中心的棺果上 那棺果外层是石头 岩丝合缝 密不透风 上面压着一块石碑 仔细一看 上头竟然写着 泰山石杆当五个大字 这个操作 令岩手一突然想起了爷爷和父亲 这字迹 应该就是自己的爷爷写的 也就是说 按照父亲岩丑所说 当年他们已经来到了此处 取到了肉灵芝 最后因为打开了江无声的棺材 奶奶被抓了进去 后来为了防止江无声跑出来 爷爷含泪写下泰山石杆当五个字 想要镇压江无声 瞩目式的地上 果然还有一些遗留的痕迹 甚至有一个老式的手电筒 奶奶 岩手一不由地喃喃自语 她距离那棺果 就只有二十几米的距离 这也是她既是以来 距离奶奶最近的一次 林子彤抓住了岩手一的手 指了指棺果旁边 岩手一顺势看去 只见周老板坐在棺果旁 手里还拿着一根撬棍 但不知为何 她居然失去了意识 龙非诚好奇道 这家伙 不是要进来复活江无声吗 怎么好端端地晕在这儿了 这棺材也没打开啊 正在大家疑惑之时 棺果后头竟然走出一道人影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班山道人杨丽 杨丽 马兴平一惊 随后面露喜色 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 不过这样也好 你阻止了周老板 可算帮了我们大忙了 马兴平这番话 多少说得有点天真了 因为那杨丽 显然不是冲着帮他们才出手的 只见杨丽冷冷一笑 爬到了棺果之上 用脚重重地踩了几下 冷声道 就凭周老板这个凡夫俗子 也配对我指手画脚 他还敢用我的女儿来威胁我 哈哈 我杨丽可不止这一个女儿 死了便死了 老子不在乎 但这剑王墓里的宝贝 全天下可独此一份 而且饥不可施 听了杨丽的这一席话 马兴平才意识到 这个杨丽的野心极大 而且十分贪婪 他一直就跟在大家的身后 却从不出手 任凭其他人送死扑路 自己最后坐享其成 而且看他的模样 应该也没打算和大家 平分肉灵芝 多半是想要把剑王墓里的宝贝 全部吞下 严守一收了斩破刀 空着双手 对杨丽说道 杨丽 你听我说 这棺果里棺着的 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想要宝贝 我可以给你 但棺果里的东西 你可碰不得 谁曾想 到了这个时候 不管别人说什么 杨丽都不会相信 他只会认为 是严守一他们为了拖延时间 而用的缓兵之计 所以杨丽冷笑道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 我杨丽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破坏过的墓 没有上百 也有几十个了 这件王墓里 必定会出好宝贝 你现在让我收手 可能吗 严守一叹了口气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此时此刻 杨丽的脑袋上 已经盘旋着浓浓的死气 这说明 这家伙离死不远了 他迟疑了一下 决定不阻止杨丽了 他的奶奶还在棺果里头 所以这棺果注定要打开 既然会有危险 那不如就让杨丽 这个蟒汉去好了 有危险 也让杨丽一个人承担 于是 严守一不再废话 也让其他人别说话 然而 他的反应 却引起了杨丽的警惕 这杨丽毕竟不是白痴 见严守一这个反应 他眉头一皱 对着严守一身后 那名奇人异士说道 你 过来开关 一会儿棺材里的宝贝 咱们俩平分 那名奇人异士愣了愣 立马摇头 杨丽毕竟只有一个人 而严守一他们足足有五个人 他是个傻子 才会放着大腿不要 去投靠孤身一人的杨丽 然而杨丽 却默默地拿出了一把 和周老板同款的冲锋枪 这玩意儿 多半是杨丽 从营地里偷偷带进来的 看到这支枪 众人一阵无奈 大家虽然都有本事在身 但遇到热武器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畏惧的 谁也不想挨枪子不是 就算是严守一这个不死之身 被子弹打中 虽然死不了 但也足够疼 更别提林子彤他们这些肉体凡胎了 杨丽咧着嘴说道 这个够让你们听话了吗 那名奇人一世无奈 叹着气走上前 在杨丽的枪杆子之下 默默地捡起了周老板手里的撬棍 然后插进棺果的缝隙当中 呵 只听他一声低喝 棺果稍微颤抖了一下 但却没被他成功撬开 没用的东西 杨丽用枪指了指马兴平 你也上 马兴平只能上前 与那名奇人一世一起 何丽对着撬棍使劲 只听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棺果的盖子被敲开了 杨丽先是远远地看着 发现并没有什么危险以后 自己走上前 单手便将棺果那沉重的石盖 推到一旁 再往里头看去 棺果里面乃是一口红色的棺材 他伸手摸了摸 发现这棺材原本是黑色的 外面却是附着一层 不知什么动物的鲜血 杨丽眉头一皱 他捣抖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个模样的棺材 这棺材上的鲜血 历经千年也不带干的吗 他将手上的鞋 抹在那名奇人一世的衣服上 又说道 愣着干什么 开棺哪 棺果打开以后 众人距离最后的真相 就只剩眼前这最后一个棺材了 眼手一目不转睛地盯着棺材 别人不知道 但他心里清楚 奶奶的尸体就在棺材里面 杨丽拿着冲锋枪 用枪管戳着那名奇人一世的后脑勺 催促道 愣着干什么 赶紧开棺 马欣平犹豫道 咱们是不是应该按规矩办事 先在东南脚点一只蜡烛 点你娘 杨丽嘲笑道 也就只有你们摸金校尉 有这些破规矩 老子才不管这些 没人能阻止贪婪的杨丽 那名奇人一世 也在杨丽的威胁之下 将撬棍插进棺材盖的缝隙中 只见他用尽了全身力气 棺材盖发出了吱压一声响 被撬开了一半 杨丽立即弯下腰 用手电筒往棺材里照 谁知道 棺材里竟然伸出了一只血手 直接掐住杨丽的脖子 杨丽面色大变 疯狂挣扎 慌乱之中 竟然将那名奇人一世 推进了棺材里 棺材里的东西 似乎得到了满足 当场撒开了手 棺材里的奇人一世 不停地惨叫 在他的惨叫声中 还混杂着一些 诡异的蠕动声 紧接着 刚刚才被撬开的棺盖 砰的一声又关上了 严手一的脸色十分难看 因为他想到 自己的奶奶 当年也经历了这一切 好不容易挣脱了 杨丽连连后退 最后直接摊坐在地上 震惊到 棺材里是什么 严手一叹了口气 我们都说了 这棺材里的东西 你碰不得 你知道这里头是什么 杨丽质问道 马家兄妹也看向严手一 从严手一 这一路上来的表现可以看出 他对剑王木也有所了解 严手一摇了摇头 这棺材里的东西 要解释起来的话 三言两语 是解释不清楚的 眼下还是赶紧想办法 对付棺材里的玩意儿才是 正当严手一打算开口的时候 林子彤猛然间 想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他抓着严手一的手臂 小声说道 大傻子 姜无声不是被斩断了双臂吗 那刚才棺材里 怎么可能伸出手来抓人 严手一也不由得一愣 是啊 姜无声没有手 难不成这件 王木棺材里躺着的人不是他 可若不是姜无声 又会是谁呢 不对 这个剑王也有可能是姜无声的后事 如此来说的话 他有手也是很正常的事 这时 马兴平看向了周围墙上的壁画 他连忙说道 大家快看墙上的壁画 壁画记录的应该是牧主人生前的生平 如果我们从壁画中看懂一二 兴许就有办法对付棺材里的东西了 这是马兴平多年倒斗以来的经验 大家连忙看向四周 十三幅壁画的开始是一座幽深的山谷 山谷之底 一名被斩断双臂的男人倒在血泊当中 但在那名男人身后不远处竟站着一名女子 第二幅画的内容 女子将断臂的男人带回家中悉心照料 第三幅画 二人诞下一子 相处十分和睦开心 看到这里 严守一和林子彤才明白 原来当年江无声被推下虫谷之后并没有死 而是被虫谷里的女子所救 并且他们还生了一个孩子 然而故事在这里 却发生了转折 在江无声的孩子上海年幼之时 他们村里来了一对人马 为首之人骑着长着翅膀的豹子 他们杀害了江无声的妻儿 江无声因为忍受不了痛苦而自尽 但他却并没有成功 而是被带回了沁江国 在沁江国 江无声忍辱负重 最后在毒死了沁江国二十七个皇子以后 连夜奔逃 却还是没能逃过国师的魔爪 死在了逃亡的路上 再后来 江无声重新变成婴儿出生了 那时已经是五代十国百年后 沁江国和于蜀国都已经不复存在 转世投胎后的江无声 也没了前世的记忆 他只能按照这辈子的活法活着 一身戎马 功高盖世 成就了他的贱王霸业 到了迟暮之年 江无声的记忆才觉醒 想起一切的他 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 并且派人找到了当年沁江国的遗迹 从中挖掘到自己前世亲人的遗孩 以及于蜀国公主的属灵蛇 还有他作为江无声时保存下来的双臂 这些全都用在了他的陵墓之上 他的陵墓里有殉葬坑 有人勇士 这一切都一切 都是在为了江无声的复活做准备 在进行了一些复杂的仪式以后 还活着的贱王就躺进了棺材当中 静静地等待着后世的到来 壁画以贱王躺进棺材为结束 不知情的人恐怕看得一头雾水 只有严守一和林子彤明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躺在棺材里的的确是江无声 准确而言是江无声的后世 也就是剑王 这整座陵墓都是江无声 为了停止无休止的轮回而修建的 他需要的是保留着自己的记忆 重新活一次 但严守一心里还有另一个疑问 想要复活 谈何容易 之前联合让林子彤复活 是因为林子彤刚死 魂魄都没有离体 而江无声已经死了上千年 还经历了不知多少事的轮回 难不成他也要摆一个炼煞转身大阵 不对 应该不会那么复杂才是 突然 严守一想到了一种可能 他不禁看向被杨厉打晕在地上的周老板 周老板其实就是江无声的后世 他因为患上了绝症而觉醒了记忆 那么 在这剑王墓中 一共有两个江无声 不管是周老板获得了江无声的力量 还是周老板复活了江无声 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身在棺材外的周老板 和身在棺材里的江无声 同样危险 想到了这一点的严守一 立刻对杨厉喊道 杨厉 杀了周老板 杨厉一愣 之前他还觉得严守一蛮和气的 怎么现在突然就要杀人 马家兄妹也对严守一的行为十分不解 但当大家的目光落在周老板身上的时候 却猛然间发现 这家伙虽然低着头一副昏迷的模样 可他的嘴角却一直都在笑 十分诡异地笑 众人暗道不好 这回可是真的中了江无声的计了 周老板靠着棺果 忽然间仰头大笑起来 笑得大家心里发毛 杨厉咽了口唾沫 骂道 混账 你刚才压根就没晕倒 周老板缓缓抬起头 睁开了眼睛 但他的眼里没有眼白 也没有瞳孔 有的只是漆黑如墨 诡异至极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我陪你们玩了这么久 你们精心算计了半天 到最后连我的目的都没有搞明白 真是可怜啊 只见周老板扶着棺果 缓缓站了起来 他伸手对着棺果里的棺材勾了勾 那覆盖在棺材上的红色液体 竟然主动流淌 朝着周老板汇聚而去 红色液体覆盖着周老板的身体 将其变成了一个 看起来没有皮肤 没有五官 只有肌肉和血管的血淋淋的怪物 与此同时 棺果里的棺材盖 也轰然飞起 重重地砸在地上 只见那棺材里头 身披战甲 手持利剑 面具的魁梧男人 缓缓坐了起来 剑王 周老板 一个成功苏醒 一个获得了江无声的力量 这两人凑一块 恐怖的气场 瞬间压倒了在场的所有人